几言横遭李世民驱逐,也不敢身边半句,就听出魏征和李世民都是因为自己一时失言,才不得不绞尽脑汁,旁征博颖,说许多胡话,为自己开设,抵消自己在内朝中的那些话语。赶他出来,原本是为了保护他罢了。历朝历代的君主,对张嘴,就预知未来的高人,其实一向很警惕。便是其说不准,祸乱军心,扰乱朝政,说太准,就动摇民心,撼动天下。 人世间只能有一位天子,不应该有人比天子陛下看得更长远。所以,一众号称能够预言未来的谋士,大多多落得凄凉下场。 纪言杂情急之下,说出了记忆中未来百年甚至千年的定数,李世民不能判断他话语的真假,魏征却知道,妖言惑众的厉害,这才连忙出言庇护,驱逐纪言离开内朝,免得他再说出些什么,惹来朝臣议论,导致陛下都保不住他。 对于君王来说,无论谁预言未来,也不管准确与否,都可以打作妖言惑众,就是这等言语对普通百姓的威力极大。 李世民不是汉县帝,自不能容许下官以天命,预言之说,祸乱朝政,故而即便几言口吐真理,讲述史实,他也绝不会接受,也不会承认。 或许在他心里,大唐里应该传承百事,自己也应该万古长青才对。 既言来自于一千多年后的未来,又熟读史书,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许多故事,他都晓得,铭记在心。 这会儿,为了长乡公主,他难以自持,秃鲁说漏嘴,也是难免。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多亏未争出言打断,李世民有心保护,才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他驱逐出功了事,事后也不再追究。 出外被冷风一吹,既言的头脑就冷静了不守,也觉得自己之前太冲动,就有些设常态,浑然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想半天,再也想不起刚才的心态。 有道是关心则乱,既言对长乡公主心意,他自己或许还没有弄明白,然而人在意识之外,还有本能,只听见长乡要被送去吐蕃和亲,他就再不能保持理智和淡定,甚至不惜言语冲撞李世民,不经意间,已经在最危险的边缘溜了一圈。 虽然文成公主嫁给松赞丹布,是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晓得的故事,可文成是公主封号,是和亲之前李世民才赐下的,这个封号赐给谁,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 有传说,文成公主是宫中的宫女,也有传说,她是李世宗亲,甚至有说法言之凿凿,说她是李道宗的女儿。 这一切直到纪言的年代,都还没有公论,故而她见证这一段历史,也不知道所谓文成公主究竟是谁,或许真是长乡,似乎也有可能,却叫她无法接受,不敢往深处想。 等回到府中的时候,几言已经被万般思绪烦扰的头昏脑胀,翠娘一眼瞧见她面色苍白,这就连忙迎上前来,关心道,相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被冷风吹了?快来人,端热汤来。 叫那位吐蕃使节先走,就说侯爷身子不适。 慢! 什么吐蕃使节? 陆东赞来了。 几言一惊,这就连声发问,就瞧翠娘点头,道,她来半天了,在前堂等着,相公身子不适,就叫她明天再来也好。 这人每来一次,相公都要烦心许久,还是等精神好些,再见她吧。 几言摇摇头,就知道陆东赞无事不登三宝殿,瞧她今天在朝堂上着急的样子,自己若是不能安抚她两句,恐怕就要惹得她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到时候丢了大堂的面子。 李世民还是要找自己算账,这就摇头,道,我去见她,娘子先回避吧。 翠娘无奈,只得嘱咐她住一身子,这就眼瞧她朝前堂走去。 陆东赞等几言等得心慌意乱,矛盾重重,既希望她早回来给自己个结果,又幻想她正在向李世民敬言,便坐立不安,正要催促,就瞧她缓步进来,便连忙上前,道,新风后,你可回来了。 怎么样,皇帝陛下要将哪位公主,嫁给吐蕃?一听这话,寄言便是苦笑一声,道,嫁给吐蕃,而不是嫁给赞谱,你倒是看得透彻。 眼下我还不知道陛下会派哪位公主和亲,但知道这位公主一定会为吐蕃带来繁荣和稳定,这是定数。 你不用着急,反倒是你老来我府上,说不定会引起别人非议。陆东赞明知几言的智慧,又带有僧侣的嘱咐,这就按那心神,好生做好。 道,我来的时候,上师也是这么说的,还嘱咐我一定与侯爷亲近,遇事多请侯爷帮忙。 只是两国和亲,实在是万分要紧,不能有丝毫差错,我才要问一问侯爷,大唐皇帝,究竟是什么意思? 几言点点头,道,你着急,我知道,只是朝中大事未定,我不过是个公布小官,侯爵只是荣耀,却没有打听朝政的能力。 你看中和亲,陛下也看中,至于吐蕃的请求,我也已经向陛下转述,陛下自有攻断。 倒是你们的僧人好奇怪,不是说正与你们作对吗?他又怎么会晓得我? 说起僧人,陆东赞就莫名平静了很多,道,吐蕃内部,自有几派势力,有亲善大唐的, 也有认为大唐是威胁,不肯和亲的。这位上师乃是大德,站在赞谱这边,若非有他这一派支持,布达拉宫绝不会这么快就盖起来。 至于你吗?僧人们很喜欢你的茶,喝你的茶,他们诵经都更精神险。 原来如此,还以为那和尚能掐会算呢?几言松了口气,又叫人换上好茶,与陆东赞聊了几句,安抚他耐心等待,又叫他不要在朝堂上胡说,好不容易把他给稳住了,这才打发他走,自己愣愣坐在原地。 翠娘挂牵着几言,悄悄从内堂走来,端走他手中的茶,给他换上驱寒的汤,正打算叫人送些国府来,就听几言突然开口,道:"娘子,对不起你。一个男人,对不起娘子。 这背后的意思,简直深邃道,令人不敢想象。然而翠娘却很淡定,闻言就不顾继言阻拦,抖开宽袍下败,整个人以五体投地的状态贴在地上,道:"我蒙相公收留,才能安家落户。自从嫁给相公,既不曾有所贡献,也不曾养育子孙,更没给相公娶平妻或纳妾。 甚至因陛下赏赐宫额,而生出嫉妒之心,实在出犯七出,便是我对不起相公。 既言原本是一时念头兴起,将自己的思考与翠娘说起,却不料她会这样,这就连忙起身,双手去扶翠娘,却觉得她如轻松翠百一般,纹丝不动,整个人像是在地上生了根,就连她这等武功都无法撼动。 翠娘跪拜在地,毫不动摇,继续道:"旁人都三妻四妾,再不计也有一正妻,一平妻,延续香火,服侍夫君。 相公自娶我过门,我既不曾诞下一儿伴女,更生出许多妒心,不曾为相公娶亲,一堂律应寿七出。 如今所有一切,都是相公恩赐,只灵不敢鞠躬,就受不起相公一句,对不起。 说着话,翠娘便抬起头来,看向妓言,满脸热泪,眼中灼灼。 若是相公瞧上了谁家女子,妾身便跪谢上仓开恩,降来良人。 只要相公肯再娶,妾身为奴为婢,都是心甘情愿,只愿侍奉主母,常伴在相公身边。 妓言原本就知道翠娘全心全意爱着自己,也晓得她心眼要比寻常夫人更小。 就像是房玄玲那位吃醋的夫人一般,原是个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人物。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的不忠,都是对她们极大的背叛。 房玄玲之妻宁愿饮下酸醋镇酒,也不愿二女共事一夫,便是这等道理。 然而翠娘现在的表现,却是出乎几言的预料之外,便是她情真意切。 言辞斟酌,简直要叫几言无法承受。 这其中的恩义重如泰山,便见识到她在封建王朝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出大家闺秀的十大体。 知大意,懂大菊,全心全意扑在相公身上,并不为自己考虑分毫。 其实翠娘这样的退让和理解,放在别人身上,就是三十六计所在。 以退为进,之际,靠着言语浊浊,举动恳切,逼得人于心不忍,无法承受。 从而打消之前的念头,一心一意对她,再不敢起二心,放在寄言的时代,应该被称之为标准的道德绑架。 然而翠娘的举动和言语,并没有让几言感受到任何被绑架的感觉。 反而深切体会到,她的欢喜和期待,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限制。 几言这样的男人,原本应该三妻四妾,反倒是一夫一妻的日子,要招来,同聊吃笑。 怀疑几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又或是翠娘持家过于厉害。 这种怀疑并不是毫无道理,便是正常人都喜欢常个新仙, 除非是孙德那样,领受夫人号令,不敢违抗分毫的特例。 寻常人娶妻那妾,原本不用与正妻多费口舌。 若是正妻不许,就要落得个善度的恶名。 这在那个年代,原是丈夫和妻子都不愿接受的指责。 归根到底,几言是一个受到现代教育,尊重女性感觉的男人,便是一心只爱翠娘。 绝不敢,也不会对别人心动,将翠娘看作自己的伴侣,而非附庸。 真正将相公和娘子的身份是做同等,一个娘子只能有一个相公,一个相公自然就只能有一个娘子。 双方中无论谁背叛,都是不可原谅的出轨。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几言是个聪明人,就在绞尽脑汁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对长乡有某种放不下和舍不得。 而所谓两情相悦,或者说爱,其实就是放不下,舍不得,离不开和忘不了这几种感觉罢了。 所谓正人君子,既不欺人,也不欺心。 几言虽然比不上千古圣人,却也是接受现代道德教育的文明人,就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翠娘。 心中有波澜,付诸实践之前,总要跟翠娘坦白或者说忏悔,就不会生米煮成熟饭。 才来假惺惺道歉求饶,若一个不接受,不拒绝和不负责的渣男身份。 然而,与几言不同,翠娘乃是正经大户人家教导出来的大家闺秀。 即便她的养父母再怎么不是东西,对她的教养总没有什么问题。 才叫她一面奢望独占相公的身心,一面又考虑为相公纳妾。 特别是瞧见清洁只燃生子之后,就叫她愈发自责自己不曾为相公留下后代血脉,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归根到底,还是封建思想作祟,落在一句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上,就是李世民的贞观律理。 吴子,也是领先于淫义、盗窃、嫉妒、疾病等一切问题之上,处于律条根本的大罪。 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婚配三五年,无有一子出,断送夫家血脉,就是天打雷劈,最不容诛的过失了。 翠娘与几言成婚多年,即便不算前几年恪守礼数,相敬如宾,这两年两人之间也有实质正常的两情相悦。 况且,既言五道大成,年轻力壮,体力充沛,每日每夜,余智余量,都是远远超过同龄人。 不曾怠慢的翠娘,也绝不说给别人,就着实辛苦,问心无愧。 凭她这般深耕细作,昼夜辛苦,翠娘还不能为她诞下厚似,就一直让她觉得自己有些毛病。 这乃是影集,谁也不好宣之于口。 虽然当日要王爷孙思苗在侯府中入住,翠娘也不便请教些许,这才一直有些执念,总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只盼着几言再娶,就没有丝毫嫉妒。 被指然催得久了,几言自己也能感觉到翠娘的心思。 今天只听她这么说,就一时觉得心酸难耐,又是后悔非常。 连忙道,夫人这是干什么?我又何曾说了些什么? 你这般,就叫我无地自容,无法自处,无以立身理。 快起来,大冷天的,趴地上坐肾。 翠娘说完了话,这才顺着几言的意思站起身来,依偎在她怀里。 真切道,相公,咱们成婚多年,我却不曾为相公诞下一儿伴女。 如今相公若有新意,我绝不敢阻拦,便是为奴为婢,都愿意伺候相公。 听她这么说,几言便晓得她的念头,这就长叹。 道,娘子,是我不察,委屈了你。 父子清缘,乃是人世间莫大的缘分,是为天赐,人力所不可求。 你我眼下膝下无子,乃是缘分不道,上天考验,怎能因此就妄自菲薄,生出怪异念头。 说着话,几言紧紧抱住翠娘,两眼发酸道,生或不生,生男还是生女。 原是上天交付给男人的责任,又与女人合肝。 娘子有此信念,便是我关心不够,教我无地自容了。 两人之间,跨越一千三百余年的思想碰撞,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请客之间就能消异的。 之前两人共处,全是靠着爱恋。 如今几言开口,就要叫翠娘胡思乱想,一时间表露心计,却叫几言后悔不已。 才是翠娘误会了她的意思,叫两人此刻都尴尬非常。 翠娘也非常人,只听几言申辩,又被她抱在怀里,这就念头涌动。 叹道,相公不应七叔修了我,难不成是陛下又给相公赐下姻缘,赏下公额吗? 若是这样,相公便可明说,也不必担心对不起我。 我跟小桃妹子,如今亲如姐妹一般,就没有任何矛盾举语。 娘子这样善解人意,纪言就愈发觉得对不起她,才道,陛下倒是没有捣乱。 只是,如今大唐与吐蕃和亲,吐蕃求帝女下架,陛下有意选长相公主。 我语,话没说完,翠娘便伸手捂住了纪言的嘴。 叹道,相公不必再说,你我本是一体,我自然晓得你的心意。 长相公主忠孝结义,温雅得体,又最善解人意,慧之兰心。 可谓是古今公主之典范,三千年女子之楷模,即便是我见到她,也自愧不如,自残行贿,就不怪相公珍惜救援,心中挂念。 听她这么说,纪言就更是无地自容,才叹道,这便是对不住娘子的地方。 我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今日听陛下说起,长相自愿下架,尽不顾一切后果,出言阻挠陛下,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事后想起,才惊觉对不起娘子,对不起自己,都不说长相。 若是我因言获罪,获灭三族,娘子又该如何自处? 翠娘轻轻笑了一声,摇头道,相公,你若不能仗义之言,就不是你了。 吐蕃是什么地方,长相是什么人物,将她下架蛮夷,朝廷就这么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吗? 以大唐如今的国力,原本不需要吐蕃多言,只要陛下愿意,无论怎么办这事,吐蕃都不该有意义。 何苦逼帝女下架,逼相公不舍,逼陛下骨肉分离,归根到底,是为了大义罢了。 别说相公,就是我,也舍不得长相,为她抱不平恋。 今天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季妍就绝对想不到翠娘会这样说,才是她虽不致去饮酸醋毒酒,却也不应该允许自己心里有别人,更不该为那人开脱。 理该大力支持长乡和亲,远嫁吐蕃,断绝季妍的心思才对。 然而,她却不懂女人的心思,不知道一个小气吃醋的女人,同时也可以为情敌感到不愤。 始终翠娘观念正直,就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幸福,去诅咒一个可怜的和亲公主。 对人宽容体恤是人,对几言科自律也是人,翠娘就是真正的人者。智者,就不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所偏颇。 一直以来,翠娘都严守本分,从不对朝政发表任何看法。可这不是因为她鱼丸,也不是因为她不懂。 只不过因为她是个女人,没有机会发言罢了。 如今相公对自己坦诚,翠娘也愿意说话,这一开口就叫几言探服,忍不住想夸她两句,却听她道:"相公若是因长乡公主动了别样心思,我便毫无怨言。 相公对长乡的心思,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救她脱离苦海,也是为大唐谋福,为天下谋福。 你我夫妻一体,相公待我如何,我自然心中有数。 她这几句话话,就是救了几言的命,又是聪明的令人不敢面对,才是在三言两语之间,余放不下。 舍不得,离不开,和忘不了,之外,替她找了一个新的理由,叫做不忍心,便是将爱情升格为共情。 一念之差,大不相同,看来相似,却有天壤相别,有着莫大的差别。 继言也没想到她会这样说,就在一瞬间浑身一个机灵,不由道:"原以为是对不起娘子,却不知娘子更比我了解自己。 不错,联系与爱恋之间,相似却不相同,一念之差,天壤之别。 如此一来,我便能为长相说上话了。 翠娘依靠着几言的胸膛,悠悠道:"其实相公,要为她说话,有的是借口,何必让我来找。 人心都是肉做的,谁又忍心瞧见旧交雇有受难。 相公不忍,我也不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即便是牺牲我,给她开出道路来,我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这其中的委屈与妥协,继言一个钢铁直男都能体会,这就紧紧抱住了翠娘。 常叹道:"娘子,谢谢你,乖巧摇了摇头,翠娘便伸手失去继言脸颊的泪珠。 轻声道:"夫妻之间道谢就生分了。 相公被气哭了,一定是我不够贤惠的缘故吧。 听她这么说,继言就连忙收起哀容,努力挤出一丝笑容,道:"原是因为娘子太贤惠了,我怕配不上娘子,怕得哭了起来。 几句肉麻的土味情话,翠娘这就开口道:"只是相公有心为长相考虑,却还要尊重她本人的意思。 若是她不愿意接受相公的好意,便要惹出对双方都不利的祸事来。 相公已经拒绝过一次陛下赐婚,若再来一次,便是欺君大罪了。 继言点头,这就烦恼起来,道:"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长相不曾在宫外开府,一直住在内宫之中,又不肯往宫外行走,就难得一见。 我身为外臣,难以进入后宫,又是姿势体大,不能随便托人私通书信,就不知如何才能问明她的意思。 既然翠娘提出问题,自然就是有了解决的方法。 这就笑道:"相公忘了。你是玉丰的侯爷,我也是告命的夫人,内命夫在后宫行走,原本是符合规矩的。 如今她愿意为国舍身,陛下应该也舍不得。 若是我奏请进宫陪伴,陛下应该会欣然答应,或许还会命我劝说她改变心意,就对上了相公的意思。 继言一听,羞愧不已,就是自己做出这等对不起翠娘的事情,还要叫她给自己帮忙。 这就叹道:"娘子,我不如你。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没有翠娘想的那么容易。 在几言以见内欲探望公主的理由奏请李世民后,就连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动静。 那奏请就像是泥牛入海一般,再没有了消息。 眼下腊月将至,吐蕃地处高原,环境恶劣,一到腊月便有大雪封山的可能。 迎亲队伍一定会抢在腊月之前带公主离京。 如今李世民毫无动静,叫人捉摸不透。 几言心里就有些着急,只怕她打定主意要将长乡嫁去吐蕃。 对李世民这样的治世之君来说,几言的这点小把戏根本瞒不过她的法眼。 翠娘请求入宫建长乡,想做什么她也心里有数。 要是她真的心疼长乡,就应该早早宣召翠娘入宫。 如今沉默不语,便是心意有了变化。 正在几言着急的想要再上一封奏书的时候, 宫中却突然来了两名禁军,捧着李世民的手翅,却不是宣召翠娘。 而是宣戒严进宫义事,就叫她心中一锦,也不敢多问。 这就换上朝服,急匆匆进宫去。 太极公内殿,只有李世民一个人等着她,再没有旁人,才叫几言欲发觉得奇怪。 拜过皇帝之后,就听她突兀开口。 哦,朕有个差事,想要交给你去办。 除你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人选。 该不会是奉旨送公主入葬吧。 戒严一个机灵,这就连忙拱手。 陛下有命,微臣的不敢不从,只是我年纪上轻,精力也少。 唯恐当不起陛下厚望,就不知陛下有何吩咐。 李世民瞧他一眼,道,太子承前,你知道吗? 李承前? 几言一愣,按道当然知道,却不敢这么说。 直到,太子殿下乃是一国储君,陈蒙陛下不弃,赐予参知正事之权,自然知道。 只是陈入朝较晚,与太子并无多少往来。 倒是当年在野闲散的时候,见识过太子的权权孝心。 他所说的,便是当年他与翠娘经营羊汤馆,里程前向他购买烟花,取月长孙皇后一事。 此事李世民也晓得,也不是要问这个,直到,正是问你,对太子有何看法。 此间只有你我,再无外人,你可以畅所欲言。 这话说的宽容,几言却后心冷汗都冒了出来,才是牵扯东宫储君。 一句话说不对,就会招来皇帝猜忌,夸太子两句吧,怕皇帝疑心他结党,骂太子两句呢。 又像是对朝廷选出的储君不满,便是左右为难,才擦汗道。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臣的确不太了解殿下,就不敢妄言。 大冬天的,内殿里虽拢着火塘,始终还是有些凉意,瞧着他不住擦汗,李世民就微微点头,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你我都不是圣人,自然做不到生而知之,要晓得一个人的品行,原该观其言而查其行。 几言连声称是,陛下所言甚是。 现如今,未征认太子少师,负责指点规劝太子,陛下想要了解太子的情况,不如宣他来问一问,便是知人善用了。 李世民摇摇头,道,你们都不敢说,那就由朕来说。 城前向来聪慧,也有孝心,只可惜心浮气躁,性子有些顽劣,不爱读书,只爱行舞,便与我贞观文之之理念有些偏颇,朕也多次警醒,并且名师辅佐。 先前杜正伦辅佐他,没什么建树,后来高士连辅佐他,略有些起色。 说着话,就见李世民从龙榻上起来,缓步走向几言,道,只是这些位老师都太迂腐了些,话不敢说,是不敢做。 一味过躁,救难点醒他内心顽劣。魏征是建臣,连朕都受他指点,便由他出任太子少师,最合适不过。 只可惜,天不从人愿,始终他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又有些救急,就难当大任。 战定在几言面前,李世民深深看向他的眼睛,道,正在想,是否年轻人更容易相处一些,就是正年轻时候,也很不喜欢太上皇那几个老臣。 只觉得他们迂腐,道爱跟书宝,遇持他们说话。 你素有文才,又通武略,诗文也好,打仗也行。如果朕打破成规救俗,命你去辅佐太子。你说如何? 这句话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戟严只觉得一柄鬼头大刀已经架上了自己的后脖梗。 李世民要叫他去辅佐太子,竟像是要夺了他这条命一般,才叫他不慎惶恐。 京剧非常,冷汗这会儿已经把病脚都打湿了。吞一口唾沫,几言低垂着头,道。 启禀陛下,辅佐储君的人物,当时时大体,懂大局,观书乎,见广远,既有金国之才,又有志士韬略的贤人。 臣是什么样子,陛下心知肚明,以臣的气量辅佐太子,只怕是误了储君,害了自己,还要连累家人。 哈哈哈哈,你这人,嫩得大胆。 当年房玄灵赐太子少师,也只敢在宫外跪着苦求。 魏征一辈子跟朕作对,却不敢说一个不字。 唯有你,竟敢推辞。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几言抹一把汗,叹道,拒绝陛下,不入东宫,乃是不忠,陈晓得。 只是蛊惑储君,延误国政,也是不忠,是对大唐的不忠。 陈明明没有能力,却妄图辅佐太子,便是最大的不忠。 与此相比,直言近见,阐述道理,便是一片忠心了。 嘴上这么说着,几言心里却是把李世民骂了得通透,才是魏征。 房玄灵他们,再朝为官,手握重拳,做的是两头不得罪的勾当, 既不敢得罪皇帝,以免丢官,也不敢得罪储君,以免失事。 这是老狐狸的围臣知道,几言却与他们不同,哪怕这会儿就辞官不作,他也不觉得损失什么,就不用前怕狼后怕虎,还不如直接把话说明白。 更何况,唐人不知道,寄言却晓得,李承前对长孙皇后是一片孝心,感动天帝,对李世民却不见得这么孝顺。 始终帝王之家,君臣父子都与民间不同,即便身为太子,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做上皇位。 这一点,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深有体会。因果报应,天地流转,李世民自己立下的嫡长子太子,也很怕玄武门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几言没记错,这会儿里程前,已经有了谋反的心思。皇帝坐拥天下江山,后宫有无数嫔妃宫女,只要身体健康,加上时局稳定。 一般情况下,十几个儿女不成问题,最多的七八十个也不稀奇,单单李世民自己就有十四个儿子。 皇帝儿子太少是坏事,比如明孝宗朱又棠,到头来皇位让给侄子,亲弟弟被尊为太上皇。 皇帝儿子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比如清康西帝,三十几个儿子上演夺狄大戏。 现在的李世民和他几个儿子,就是遇到了狼多肉手,几个人抢一个皇位的困境。 要是正常来说,太子的位置原本很好确定,无非是有嫡利嫡,无嫡利贤,偏生李世民的嫡长子李承乾不太争气。 老四李太和老九李志又太争气,玄武门之时历历在目。 李承乾心里多少会有些想法,就怕自己走了大伯的老路,当一辈子太子,到最后为弟弟扑路。 这也怪李承乾自己本不适合坐镇东宫,便是他既不读书,也不练武,偏生喜欢行军打仗,又爱跟太长寺的乐人搅和在一起。 怎么看怎么不像的贤军民主的样子,倒像是寻常大家的顽固子弟,纵视李世民疼他爱他,也不能无底线地宠溺纵容他。 相比起来,老四李太就乖巧得多,很喜欢读书,也很有些天赋,对君臣忠孝这一套颇有些看法,好几次都让李世民刮目相看。 今年初,李太主编扩帝制,完成,李世民龙心大喜下,给下诸多赏赐,使得李太的财富和地位都直逼东宫,虽不是太子,却有了些太子的气象。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李承乾极恨四弟,又害怕重倒大伯的老路,自然要有所防备,这一防备就逐渐过火,隐约超出了自卫的限度,更与大将军侯军级走得很近,似乎已经有了玄武门之前李世民的气象,这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这一切,旁人看不清楚,纪言却是开了上帝视角,早早知道。 这会儿,要他去做李承乾的太子少师,还不如直接叫他去死,便是古来谋反大罪,或言九卒。 只要有参与的嫌疑,就可能招来莫大的祸事,就连魏征这等嫌人,都因为做过一任太子少师,事发后遭李世民怀疑了许久。 故而这会儿,纪言简直是绞尽脑汁,舌灿莲花,心想着大不了辞官不做,也要劝李世民放弃打算。 李世民倒是听得进去劝谏,摇摇头也就叹气,道,罢了,你起来吧。 城前那孩子是有些顽劣,朕只怕魏征年老压不住他,才想到你。 毕竟是朕的儿子,总不至于比泼皮无赖还难管教。 你自然有法子,却没有这份心意。 算了,就辛苦未争吧。 纪言如蒙大赦,连忙拜扶谢恩,才听李世民又道。 之前你尚书请旨,想让你家夫人进宫陪伴长乡,是吗? 终于说到正事,纪言就连忙点头,道,请陛下恕我漏谢敬忠语之罪,便是我那日酒醉。 不小心说漏了嘴,叫夫人听去,便非要去陪陪长乡。 他们女人的心思,我也不太懂得。 想来始终也是好事,就替她尚书向陛下请旨。 先前魏征用酒醉来帮她开脱,她就干脆当作自己真的醉了,否则翠娘怎么知道和亲之事,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李世民闻言也是冷哼一声,道,女人的心思你不懂,你的心思朕却晓得。 不过,你这么做,倒也是深得朕心,若能扭转局面,朕就应该谢你。 只是,几言听出李世民不舍,连忙道,陛下可以放心,我家娘子虽出身低微,却也懂得许多规矩,既不会胡说,也不会胡听。 只不过是女人们说说梯极话,想来长乡,公主这几日也有些烦闷吧。 李世民点点头,玩味看向几言,道,出身低微。 不,兴风后,你家夫人,出身并不低微。一听这个话,几言就连忙拱手,道,陛下。 翠娘虽是太原王室所出,却早已与王家断绝了来往,现如今只有唯一一个亲姐,眼下就在惊中。 她一心一意为我,眼见亲姐受王室枪害,早不是什么豪门大族,不过是臣的糟糠之妻罢了。 叹口气,李世民坐回龙榻,挥手平退一众工人,就叫寄言心底一惊,才听他缓缓道。 既然说到太子了,你知道引太子李建成之事吗?心底乍响一道焦雷,寄言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空,结舌道。 说着翠娘,怎又说到了太子?陛下引太子之事问我,难不成是担心,担心哪位皇子不安分吗? 李世民冷笑,道,他们安分与否,朕心中有数。 提及引太子之事,就是在说你家夫人。 从现在起,你听见的每一句话,都只能留在这太极殿中,出了门,就不许再记得一字一句。 上前来。 既言心砰砰跳,三两步来到李世民跟前跪坐,才听他道,当年朕与引太子之争,已然是同水火,若非我抢先动手,便是他杀了我登基。 此事朕问心无愧,无惧史观铁笔,留待后人评说便是。 只是当日之争,还有李氏宗卿牵涉其中,其中四弟缘即为祸首,赐死,其余一众宗卿,或是拘禁,或是流放。 其中,便有你家夫人的爹娘。 终于听李世民亲口说出此事,既言便是浑身一震。 小心道,陛下的意思,翠娘也是,李氏血脉。 他爹娘到底是谁?他又怎会流落到王氏族中? 李世民摆摆手,瞪着己言,道。 他爹娘是谁?你不用知道,也不要再问,免得着祸。 至于王氏吗?他们自以为留了一手,扣下一名皇室血脉,只待朝中稍有变故,就要打着正本清源的旗号,借王指令的身份,大做文章。 说到这儿,李世民轻蔑一笑,继续道,跳梁小丑而已,如何瞒得过朕? 眼瞧着贞观至世,天下太平,朕为天子受四方来朝,王氏便吸了作乱的心思,打算处置了这小姑娘,却不料被她逃脱,落在了你的手里。 朕一直留心此事,对你也多有怀疑,今天试探你无心揽权,这才将事情说给你听。 如此一来,翠娘的身世总算是水落石出,直叫己言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隐隐感到后怕,才晓得这里面谁有多深,自己之前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打从指然告诉她翠娘不是王氏亲生开始,纪言就一直派人在太原打听着消息,只因为纪然的爹娘早已不知所踪,王氏内部对纪言的人又十分警惕。 这件事情,王氏心都不晓得,也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才一直没有个结果。 虽然这么多年来,翠娘一直安分守己,匹柴熬羊汤的时候,任劳任怨,做了侯爷夫人,也安分守己。 可她始终是李氏宗亲血脉,搞不好还是,几言一个哆嗦,这就不敢深想。 深知有些事情,不能胡乱琢磨,否则卖弄聪明,就是自取其货。 李氏名官瞧她神色变化,这就点了点头,道,如此可教,你的确很聪明。 朕告诉你王子玲的身世,是让你知道,朕信得过你,不告诉你她爹娘是谁,是护着你,不让你招惹祸端。 只因她身份特殊,一旦进宫,恐怕会被那些老人瞧出端倪,继而胡乱揣摩朕的心意,便是对她和长乡都没有好处。 纪言连忙点头,拱手道,陛下身谋远虑,高瞻远瞩,臣所不能及也。 多亏陛下周到,才免得一场大祸,臣定不辜负陛下厚爱。 她自己心里清楚,就知道,翠娘乃是宗室血脉,如果血统没有问题,眉眼间难免会有着某些特征。 旁人瞧不出来,有心人却能从中揣摩一二,这件事情原本是瞒不住的,侯府被人盯着,或许也有翠娘的关系。 只是李世民不点头,谁也不敢挑破真相,便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照理来说,即便翠娘是宗室血脉,对如今的大唐朝廷也没有什么影响。 莫说她是个女子,就是个男人,也不可能撼动李世民的地位和法统,算不上什么威胁。 王氏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不得不放弃这个胆大妄为的谋反举动。 原打算将翠娘交给王有钱折磨致死,却不料她自己逃了出来,才有今日。 这种事情,王氏的长辈自然不会跟小辈提起。 彼时放弃这个计划的时候,王氏新兄弟只怕还在啃手指头,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一桩旧事,也是保护他们不要被此事牵扯。 事到如今,翠娘的爹娘是谁,的确已经不需要再问,连皇室血脉都落在了世家豪族手里。 她亲生爹娘,会是个什么下场?明眼人都心中有数。 只是李世民不愿张扬追究,暗暗提防着这些世家也就是了。 只是现在,情况稍微有些不同,吐蕃要迎娶公主,李世民又舍不得亲生女儿,其余宗室之女自然也不愿意。 这会儿,翠娘冒出头来进宫,去跟准备和亲的长乡面谈,就难免会引起旁人胡思乱想。 甚至借此裹挟李世民的心意,用一个没有爹娘的宗室之女代替长乡,实现大唐和吐蕃的双赢。 戒严和陆东赞有往来,陆东赞自然认识翠娘,绝不会接受翠娘代替公主和亲。 只是这事几言知道,李世民知道,却还有不少人并不知道,一旦有人误解了翠娘的意思,大胆在朝堂上说出不该说的话来,便是几言尴尬,李世民尴尬,长乡和翠娘尴尬,陆东赞也要尴尬。 这样一件有可能导致大家都很难看的事情,李世民便绝不会允许她发声,故而没有同意翠娘进宫,更把几言招来,跟她把话说清楚,免得她还在打这等主意,迟早惹出祸来。 做皇帝也很不容易,既要承受血肉分离的痛苦,还要防着手底下的人乱来,这一次要不是李世民提前考虑到了后果,只怕几言和翠娘的一番心意就要变成搅局捣乱,搞不好好会把自己给搭进去。 想明白这一点,寄言也就对李世民万分感激,自然要知恩图报,便连忙站起身来,恭敬行礼,道:"多谢陛下疼惜。只是长乡她,李世民无奈看她一眼,道:"长乡答应和亲是她自己的心意,朕虽然不舍,却也无话可说。 若是她不同意和亲,朕还能有个挑选,怎么也舍不得她。可是她自己愿意,又没有内臣反对,再选别人,就说不过去,乃至于对她的敏捷,也不是什么好事。 几言点头,只是不肯放弃,便道:"此间再无外人,臣该向陛下请罪,思以为和亲不是什么美差,哪有人心甘情愿,长乡她主动同意,或许是因为臣的缘故。 臣有负于长乡,有愧于陛下,有心弥补,却不知如何作为。请陛下指教。这话才是真心实意。李世民听了,便冷哼一声,道:"算你还有些良心,能说出这种话来。 长乡自暴自弃,原因你我心知肚明,只是目以成舟,万难更改。如此要紧关头,朕也无法力挽狂澜。即便马上将长乡赐婚给你,只怕她也不会同意。 甚至对她来说,嫁去吐蕃,都好过嫁给你。几言黯然,知道李世民所言不错,长乡又不是罗马牲口,自然有她自己的意志。 之前被几言拒绝一次,只怕已经伤透了她的心。这会儿要叫她改变心意,只怕以她的真烈也不会同意。 或许对她来说,不能嫁给纪言,那就选择逃避,才是最好的办法。心中有愧,纪言便愈发懊悔,一时败道。 道:"陛下,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李世民长叹一声,道:"之前你在内朝说的,朕事后也细细想过,的确不愿意做一个出卖女儿,换取平安的皇帝,也不愿叫后人因此而看清了朕。 朕乃是大唐天子,西域天克汗,若有可能,也不愿这般,罢了。既然你有心,朕便尽力一事。 若你能劝长相回心转意,朕就能让松赞干部低头。既言文言一惊,随即便心中大喜,连忙起身,道:"多谢陛下。 陈一定不负所托。李世民摇摇头,无奈笑道:"没什么好谢的,反倒是朕要谢你。若连自己的女儿,都要靠臣子来保护。 那朕的文质武功,就算是被狗吃了。你尽力一事,朕也尽力一事。哼,知其不可而为之,永也。 心丰厚,朕尽你之勇。 其实,那天既言在内朝的一通话语,着实说在了李世民的心坎上。 虽然他因此被魏征赶出了殿去,李世民的心里却着实激起了波澜。 诚如既言所说,他自己也相信大唐必将国作绵长,自己必将成为万世民君。 内心里也愿意将自己的文质武功流传千秋万代,就不愿落下一个出卖女儿的污点。 只是这件事情,皇帝自己的想法不能作数,房玄陵和魏征已经把厉害分析清楚,几乎是要逼着他嫁出长乡,便是叫他无法。 现如今,既言再次禁言,又肯当下影响和亲的罪过。李世民自然大受感触,私存着,自己一个当爹的,还不如一个臣子对女儿上心,就被激起了血血性,决定让既言去试试。 如果既言能够让长乡回心转意,堂堂大堂天子,难道还会怕了一个吐蕃赞谱不成? 始终,大堂如今的江山,有一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这样的人物注定不会忍让也妥协,也注定要抓住每一点机会和可能。 对于既言来说,留下长乡就是也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因此影响了大堂与吐蕃的和亲,他并不是十分在意,便是对他来说,闻成公主,入葬乃是定数。 李世民也不会因此而为难自己,至于吐蕃那边,有李世民压着,再有陆东赞帮着说动松赞干部,也没必要跟他一个大堂的侯爷彻底撕破脸皮。 故因此,既言这就领奉李世民的首赤,有两名太监陪着,穿过内宫宫门,直奔长乡所住的殿雨而去。 然而事情,总不像他想的这般顺利,就连李世民都认为,劝长乡回头的难度,不亚于劝松赞干部放手。 才走进公院,既言就远远瞧见有人朝自己迎来,瞧他走得歪歪扭扭,步履却十分急切,身后一大帮子人追着,也赶不上他一拳一拐的脚步,就晓得是东宫太子李承前过来,这便站定,不再向前。 照理来说,三平以下的官员遇见皇子,理应主动上前拜见行礼,唯有三平以上的大官可以免俗,这还是未争他们几次争执才得来的结果。 既言虽是侯爷,官阶却只是公布一个侍郎,算是正四平,还不够资格无视李承前,就应该赢上前去才对。 然而,他心中早已有了决断,不愿跟李承前多有纠葛,一来省些口舌,二来免去祸端,省得日后这小子造反,连累自己去给他陪葬,这才表现得十分冷淡,只站定原地不动。 只是他冷淡,李承前却十分热情,这就一瘸一拐小跑着上前,站定几言面前恭敬下拜,道,听说父皇任命新封后接任太子少师,承前特来恭迎老师驾铃。 几言侧身让过,不给他拜,摆了摆手,道,太子殿下的消息十分灵通,只可惜不是那么准确。 陛下的确命我接任太子少师,但我自知无能,不敢接受,已然推辞,便不该受殿下大礼。 李承前一愣,这就暗暗咬紧了牙关,心道,好你个新封后,竟敢戏弄于我。 有你接任少师,乃是我向父皇苦求来的,没想到你竟然博我的面子,就是要跟我做对了。 房玄灵,魏征,一个个的,都瞧不起我,要去八戒四地里。 还说什么情谊,都是狗屁罢了。 心里这么想,他脸上倒没有太明显地表示,只是又拱了拱手,道,新封后实在是过千。 许是我还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才是你不肯费心赐教。 这少师做不成,咱俩却还是朋友。 当日你助我向母后敬孝,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 故而这一败,侯爷还是受得起的。 说着话,李承前又是拱手下败,才叫纪言又是让开。 连声道,殿下若是如此,就是赶我走了。 我对殿下并无偏见,皆因自己年轻受不起重任。 算起来,殿下比我年长,就更不敢向我行李才对。 否则为了李治,传出去就要叫阎官议论。 要说,陛下拉拢我,是看中了我那些就不降官。 这一句话,就像一柄尖刀,正戳中李承前的胸膛,才叫他气息一致,差点说不出话来。 诚如几言所料,李承前要他做太子少师,就是看中了他的奇思妙想和用兵手段。 指望着他能在今后举大事之时拿出妙方,才能对付李世民的庞大势力,重现当年玄武门时的光景。 再加上纪言跟他其实颇有些交情,并不像纪言对李世民所说的那样。 两人也曾经推心致富相处,照理说纪言就应该助他一臂之力。 只是他忘了,纪言与他相处,中间还隔着李世民这个皇帝,在朝为官的众人是向皇帝敬忠,而不是向太子敬忠。 如果皇帝与太子一条心,群臣自然尊重太子,若是两人离心离德,那么正常人都会选择站在皇帝这边。 纪言自己是无所谓,可他还有翠娘和侯府中那么多人,万一受了连累,砍了他不算什么大事,牵连翠娘就是要叫他后悔万分。 大事大非面前,他看的还算清楚,这就拒绝了辅佐里程前,这会儿要暗中提点他两句,哪怕是稍微敲打,能叫他有所收敛,都是对他莫大的帮助。 只可惜,老话说得好,自作孽缘是不可活的,人不该死五行有救,人要做死救,天地束手。 李承前不单听不进纪言的劝谏,反而将他这番话当作了威胁,还以为自己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瞧见,这就脸色一黑,哼了一声,道。 你这么说,就是瞧不上咱俩之间的情谊了。 几言,你什么意思? 几言摇头苦笑,道,没什么意思,很没有意思。 你觉得有意思,那就太有意思了。 殿下见谅,我封陛下手斥,探望长乡公主,不能救赔,这就别过。 李承前一愣,只在脑子里倒腾计言的意思,这就眼瞧着他,快步从自己面前走过,目不斜视,似乎是必让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般,这便一时恼怒,道,今天见了鬼,这个几言竟转了性子。 莫不是他晓得了什么?一旁自有东宫的谋士跟着,文言就连忙道,殿下慎言。 兴风后着实力喊,不可小觑,若是他刻意疏远殿下,殿下就要多加小心了。 李承前点点头,目光阴沉地看向几言的背影。 眼瞧李承前贼心不死,纪言便吸了跟他相处的心思,反正自己该说的都对他说了,也算是情至意尽,再说出别的什么来,就要叫两人再无缓和余地。 不管东宫太子如何嫉恨自己,几言这就目不斜视地朝着公主所在之处赶去,沿途只听着负责监视自己的宦官劝戒道, 太子那心眼,小得像是针尖一般,侯爷又何苦跟他一般见识,非要开口得罪了他。 单单侯爷拒绝少师之位,就已经跟他水火不能相容,再做挑衅,就不怕他作梗。 纪言得天恩之势,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太监,进阶有所耳闻,就知道他在李世民面前很有面子,众人都有心讨好他赚些好处。 这才使得一众太监都自来熟,在他面前说话没有顾忌。 像这种跟皇帝说话都没轻没重的人,又何必费心跟他虚与伪议。 拼着太监说话,几言这就轻笑,摇头道,有些事情说不明白,看似言语伤人,实则明哲保身。 说句没轻重的话,这就像你们入宫当差一样,长痛不如短痛,忍过一时,拼上命数,总要寻一条生路。 他这话说得十分粗俗,就将断尾求生的道理运用在太监身上,两个小太监倒也不以为辱,反而很有些思考,就听其中一人小心道,听侯爷的意思,竟是跟太子殿下往来,有着莫大的风险吗?咱们也不愿与他纠缠,只是人在宫中,身不由己,服侍主子,乃是本分,倒要多谢侯爷点拨。 启言笑笑,就知道这些太监都是李世民的眼线,自己在他们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一字不差地落在皇帝耳中,才道,先有我推辞少师之位在前,才有对太子不敬在后。 你们不要颠倒了因果,叫陛下为难。不过气量短浅的人,实在应该远离,否则引来麻烦,就是自找苦吃。 小太监连连点头,也懂得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作为皇帝在宫中的眼线,平日里默默无闻,充当笼子和哑巴的角色,却总要将听见的一切,如实禀报给陛下。 若是描述有误,只怕有杀身之祸,到时候丢掉的就是大头,而不是小头了。 被迫近身入宫的,多是苦命的穷人。 他们既没有世代累积的智慧,也没有读书写字的机缘,否则,但凡能求助于科举,也不会有人忍痛挨上一刀,落得无体不全。 愧对仙人,只为着求一口饭吃。 故因此,许多小太监,其实并不懂诸多道理,单靠着爹娘给的小聪明,远不能在宫中站稳脚跟。 甚至这几千年下来,聪明的太监一般死得很早,只留下老实勤奋的那些,反而得到主子的重视。 这就是围臣知道,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晓得,既言特意提醒他们,就叫他们感激非常。 既言自然知道太监们的处境,这才专门点拨这两人一句,免得他们自以为听见了天大的消息, 胡乱揣摩一番,捅到李世民面前,给自己惹祸,就是东宫与大臣的往来,一向都受到当朝陛下的重视。 任何环节有错,都可能导致一场浩大的灾结。 里承前防着亲爹,又怎知他爹也紧紧盯着他,就是他不做傻事,一切都好。 稍有反心,便瞒不过李世民的耳目。 既言心知肚明,也暗叹是怎样缺心眼的傻子,才会想跟圆满完成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作对。 就知道这皇帝不同凡响,从没有起过跟他对抗的心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即便拥有超越时代一千多年的智慧, 既言也不觉得自己能跟千古明君抗衡。 只可惜这等道理,千古明君的子女反而看不清楚。 单单李世民坐下,就由李承前和高阳公主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准备挑衅他的权威。 凡人和虎狼拼杀,靠的是勇气。 要是跟天龙拼杀,就要靠运气了。 很可惜,李承前和高阳公主的运气都不太好。 目前运气最好的那人,这会儿还在后宫里当个财人,乖乖事情,隐忍待发。 等着李世民驾崩之后,再谋划夺取他大唐的江山基业。 作为现代人,几言对古人的优势,既不在于他的智慧,也不在于他的学识。 而是在于他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在于他屈及避凶的本事,在于绝对不会出错的,良情择目而期的本能。 明知道面前是个坑,他就绝不会踩上去,甚至偶尔付出些牺牲,也要保证自己的决断是最正确的。 心想着,他就听见小太监尖着嗓子道,侯爷,咱们到长乡公主殿前了。 公主这一两年都不见生人,咱们寻常不能进他殿中,侯爷有陛下手斥还好办,咱哥俩却是不敢见阅一步了。 还请侯爷恕罪,咱们就不随你进去了。 这一两年,几言心中暗叹,这就点了点头,捧出李世民的手斥,吩咐道, 你持陛下手斥,上前通禀宫人,之后我自由主张,用不着你们服侍。 小太监千恩万谢,这就连忙上前,恭敬捧国手斥,走到宫门口, 奸声道,陛下手斥,命兴风后继言,拜见长乡公主。 殿中谁人料理,速速出来迎接。 话音未落,就听得紧闭的殿门直压压打开, 从中走出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监来,一把夺过皇帝陛下的手斥, 冷冷道,公主殿下身子不适,不见外人,还请转告兴风后。 请他择日再来为妙。 这话说得好笑,推辞之意异于言表,就叫几言好笑, 卖不上前,道,我倒不知道公主贵体如何, 而等比陛下都清楚,此乃陛下手斥,便是天子御令, 我不敢违逆,想来公主也不能。 就请公公辛苦,代为通报一声,若是公主拒绝, 季某绝不纠缠。 那老太监服侍长乡许多年,也没有见过季言这种不识好歹的, 这就冷哼一声,道,侯爷这是吓唬咱们呢, 咱们可担不起这大逆的罪过。 请侯爷捎蛋,咱这就禀明公主,请他定夺。 季言有备而来,自知长乡忠孝, 料定他即便不想见自己,也不会忤逆李世民的手势, 这就耐心等着,没多久,就听老太监不情不愿道, 公主请侯爷进殿。 侯爷请跟我来,务必严守规矩, 若是踏错一步,只怕大祸就在眼前。 从老太监的态度,季言也能感觉到公主对自己的不满, 就愈发觉得财亏,也不好太过计较, 只得乖乖跟在他身后,小心道, 但不知公主哪里不是,是否请了太医来瞧, 又是否禀报陛下知道。 老太监哼一声,细声细气道, 咱们伺候这公主,不敢叫他动着,饿着, 可这衣食住行之外,咱们就不懂得。 侯爷是聪明人,公主哪里不是? 难道你不晓得?又何必明知故问? 为难我们当差的人? 这老东西多久没洗澡了, 说出来的话都是酸臭的。 几言暗骂一声也不得不陪笑。 啊,这些年公主身居简出, 我又是外臣,进不得后宫, 与他都不曾见过,又哪里知道他的近况? 罢了,你我都是一番好意, 只是用法不尽相同, 若有什么得罪之处, 还请公公包含些才好。 老太监闻言站定脚步,转过身来, 叹道,侯爷这话说的, 就像这后宫是龙潭虎穴一般, 说什么进不得? 你现在不就在这儿吗? 只可惜现在你来, 已经晚了, 只盼你莫要惹得公主伤心才好。 正说着话, 就见店中走出来一名端庄稳重的宫女, 看一眼几言, 冷漠道, 公主请侯爷进店。 黄公公, 你可以走了。 来这位乃是长店的大宫女, 素有威严, 就连纪言站在她面前, 都觉得她神似指然, 都有一种一家之主的气势, 这便连忙行礼, 眼瞧那老太监摇着头走远, 这就跟着大宫女进了内店。 很显然, 几言要来的消息已经提前传来, 此刻店中早已架起了帷幕和屏风, 将好端端一座宫殿布置的迷宫一般, 认识谁进来也瞧不见全貌。 这原是特殊情况下, 后宫接见前朝的规矩, 外人来不仅瞧不见正主, 也瞧不见宫中的布置, 才体现出内外之分男女大方。 饶是如此, 几言还是能窥见宫殿的些许角落, 就觉着长乡住在这里的确十分冷清, 异音的摆设器物都很简朴, 地板有几处裂纹也不曾更换, 以她的身份来说, 就是委屈了自己, 也是无心打理这些一味的寂寞清修罢了。 公主就在前方, 请兴风后止步。 公归森严, 内外有别, 你长话短说, 莫要坏了规矩。 平常谁敢跟几言这么说话, 这会儿她却是乖巧点头, 这就跪坐在地, 看向帷幕后那道隐约身影, 朗声道, 陈几言, 拜见长乡公主。 倩颖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这才轻叹一声, 悠悠道, 侯爷诸事缠身, 何必来瞧我一个闲人? 是否你奉了父皇的手斥, 有皇命转达给我? 这冷冰冰的话, 根本不该从几言认识的那个长乡口中说出, 其中又有自怨幽记之意, 就叫她听着一阵愧疚, 知道长乡变成如今这般样子, 全是因为自己当日断然拒绝李世民止婚, 伤了他的心, 叫他久久无法释怀。 巨王矣, 后悔痴。 吉言暗叹一声, 这就坐直了身子, 恳切道, 启禀殿下, 没有皇命, 只有几句心里话, 我想跟你说说。 此乃臣真心实意, 望殿下屈尊一听, 一声忧叹, 就听长乡道, 你的心意, 我早已听过, 那时的你, 才是真心实意。 如今你来, 全是一番好意, 却已经失了真心, 说不说的, 原本不那么要紧。 我这倒是有句真心话, 想要说给你听听, 便是孝子不于其轻, 忠臣不产其君, 望你以国为重, 好生宽慰父皇, 看清儿女私情。 只听他这么说, 几言的心里就凉了一半, 原以为自己出现在长乡面前, 或许能叫他生出些念头, 再不济, 也要听一听自己的说法, 才是给两人一个机会。 然而长乡丝毫没有动摇, 反而以忠孝之说来应对, 就证明他这会儿心如钢铁, 或者说心如死灰。 并除杂念, 几言又是开口, 道, 君尚以仁孝之国, 为臣的从善如流, 不忍见陛下骨肉分离, 这才冒昧前来。 臣, 有父公主, 可一不可在二, 远嫁吐蕃, 千山万水, 只怕今日一别, 永无再见之日, 念及昔日种种, 还请公主三思。 长乡古井无波, 道, 在父皇膝下敬孝, 是小孝, 为大唐子铭尽孝, 才是大孝。 王者不可见, 千山万水, 正好相忘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 不曾相濡以沫, 何来相忘江湖? 长乡, 你真要舍了这一切, 去做吐蕃的王妃吗? 既然听着长乡的话语, 只觉得因果报应, 便是自己这会儿, 真切感受到了他当日的为难, 一时间静也不得, 退也不得, 陷入两难, 不由地出言发问。 然而他这一问, 却是打破了长乡的心境, 才听他略有些恼怒到, 吐蕃的王妃。 好大的名头, 父皇坐拥四海, 哪里是区区一个吐蕃所能比拟? 可即便父皇坐拥四海, 这天下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你们舍不得也好, 不忍心也罢, 不让我去吐蕃, 难道让我去死吗? 这一番质问, 叫既言心中一惊, 才晓得长乡是何等真烈之人, 竟然被自己拒绝一次, 就觉得天地间无处存身。 不过转念一想, 他也能够理解, 便是帝女高贵, 自不能忍受明节受到玷污, 即便同样是李世民的女儿, 长乡也与高阳绝不相同, 就很有些气节。 春秋时, 吴王和驴的女儿, 圣玉公主公主, 可以因为父亲赏赐半条白鱼, 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愤而自杀。 三国时, 曹操给寻玉一个空河, 视之以不露, 寻玉便忧郁而死。 如今长乡公主, 便也是为着爱惜自己的明节, 才不愿继续留在大唐。 这是古人的气节观念, 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看来, 就有些奇葩, 也无法理解。 故而, 几颜并没有往这个方向深思, 这会儿才晓得长乡的难处, 正欲开口劝戒, 就听她冷声道, 好了, 新封后要见我, 我便封父皇的赤子见了, 宫归森严, 恕我不能留客。 催妈妈, 送她出宫。 不等几颜看口, 之前那大宫女就冷着连走上前来, 做出宋客姿态, 才叫几颜无奈。 叹道, 如此, 请公主保重, 还求你三思。 浑浑噩噩走出宫门, 季严只觉得一阵虚弱, 便有一股吞噬身心的无力感, 像是深渊一般, 快要将她压垮, 两眼被白茫茫的雪地一晃, 身子便不由地一歪, 整个人扑倒在雪中, 失去了意识。 正是寒风凛冽, 严寒刺骨的时候, 看守宫门的禁军一见她倒下, 就急慌忙冲上前来, 口中大呼, 侯爷, 这就伸手去搀扶, 却觉得纪严的身子滚烫非常, 只在这几夕之间, 就把鸡血融化了许多, 眼瞧她口鼻中都有鲜血渗出, 就吓得那些禁军手足无措, 连声疾呼。 新风后乃是得了陛下恩宠的心贵, 谁也担不起, 她有任何闪失, 禁军中有灵机立断的人物, 这就发足狂奔, 冲进离宫门最近的太常寺, 一把扯住正在给学生讲课的老太医, 也不说清楚青红皂白, 连拉带拽就扯着老头奔赴现场, 直下的老太医浑身颤抖, 还以为自己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 张太医, 快点侯爷瞧瞧, 他刚才从宫中出来, 不知怎跌, 就扑倒在地, 口鼻甚险, 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我都难逃陛下的天威。 快! 老太医始终身经百战, 一见这般场景就回过神来, 当即抬手两巴掌拍在几言后心, 力道之大叫进军, 看着都心寒, 就不晓得这老头唯唯诺诺, 出手却很有些武林高手的风度, 这一掌要是拍在好人身上, 大小伙子都要被退一个跟头。 两掌加身, 纪言这就胸膛一挺, 头颅后仰, 朝天喷出一口鲜血, 随即喉咙里发出类似呼啸一般的动静, 猛喘几声, 这才恢复了意识, 缓缓睁开眼睛, 茫然瞧向众人。 张太医抬手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和热血, 后怕道, 不得了, 真是天要救侯爷, 不晓得他练了什么功夫, 一口真气在体内直冲玄关, 便不知是何等大事, 引动侯爷五内欲结, 才在这生死玄关的要紧时候, 走岔了气息, 多亏老夫学过几天武情戏, 晓得厉害, 换别人在太医署, 也就不得心丰厚, 是方才凶险非常, 内行人才知道厉害, 就导致老太医惊魂未定, 一时间口无遮拦, 听得那些禁军七七一个哆嗦, 侯爷乃是内臣,张太医不得妄言, 老太医一领, 这就连忙点头, 只顾着给几言推拿顺气, 转移话题道, 侯爷年纪轻轻, 就窥见如此境界, 假以时日, 比成一代高手, 只是五道玄关, 比女人灵盆都凶险, 如此关头, 侯爷原该闭关几日才是, 这老太医的确对五道有些心得, 虽然自己没有练出什么, 却知道不少理论知识, 就晓得这玄关的厉害, 老子云玄聘之门, 指的就是这生死玄关, 五道中人无不梦寐以求, 却有万分害怕, 便是渡过这一关, 亦非冲天, 倘若没有渡过, 则是半生近毁, 多少人走火入魔, 都是在这一道关爱上, 几言这会儿, 脑子里乱成一片, 也不晓得听进去多少, 只呆呆点了点头, 张嘴想要说话, 又是一口鲜血涌上喉头, 吐了满地, 见他吐血, 禁军们都吓得魂飞魄散, 否则结成血块, 反而有些麻烦, 虽是不雅, 也有些泛计, 可生死大事, 就请侯爷在这多坐一会儿, 莫摇妄动, 等气息走顺, 经脉充盈在活动, 免得伤了根基, 禁军闻言, 连忙点头, 寻了个沉稳会说话的, 去向李世民禀报, 始终这里是皇宫正门之外, 几言一个侯爷, 瘫坐在雪地之中, 面前一大滩血迹, 实在是有碍观瞻, 也触犯皇家的忌讳, 若不跟陛下通禀一声, 事后追究起来, 侯爷自然没事, 禁军就要吃亏, 始终李世民也是通情达理的, 又爱惜几言的人才, 听闻他吐血昏倒, 就知道劝说长乡无果, 虽然有些遗憾, 却也真切感受到他的心意, 这就派人送来大场路子, 恩准几言先原地休息, 照理说, 这种大事, 为着表现体恤, 李世民本应亲自来一趟, 只是他知道, 几言没能说动长乡, 恐怕心中愧疚非常, 无言面对自己, 自己去了, 反而对他不利, 这才没有清零, 几言在雪地中坐着, 而听老太医不住续道, 自己也暗暗聚起一股真气, 游走四肢百骸, 这才举得身子稍微轻松了些, 不顾众人劝阻, 这就挣扎着起身, 喘道, 我已无碍, 给各位添了麻烦, 请代我谢过陛下大恩, 我这便自行回府, 各位放心就是, 这原不是他逞强, 而是怕自己在这里待得久了, 闹大了事端, 惊动长乡晓得, 平白叫他担心, 长乡心思细腻, 几言自然晓得, 今天见这一面, 他自己欲结于心, 长乡也不会好过, 若是叫他知道自己因他遇险, 只怕他心中再无安宁, 就愈发难过, 然而, 这光天化日的事情, 又是在皇宫门口, 想要瞒过别人, 就是自欺欺人, 只见一道身影从宫门边闪过, 就有一名小宫女急匆匆朝长乡的店鱼跑去, 越过一众忙着收拾帷幕的宫闭, 就见长乡满脸着急地坐在内堂, 一瞧他来, 就连忙道, 怎么样, 他, 没事吧, 小宫女点点头, 道, 公主不必担心, 太医说, 侯爷已然无碍, 这会儿他正要回府,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妥, 长乡闻言, 松了口气, 这就落下泪来, 叹道, 都怨我, 都怨我跟他说那些绝情的话, 明知道他, 这人心思多, 我去, 是我害了他, 都是我连累他, 若是, 他有个三长两短, 就要叫我无以立身, 只得随着他去了, 这会儿店中再无他人, 大家都知道长乡的心思, 就听大宫女叹道, 公主, 忧能伤人, 这是缘分纠缠, 只可惜是断孽缘, 只看你太过真烈, 才有如今这两难境地, 若是公主, 说到这儿, 他便悠悠住口, 便是再说下去, 就要牵扯到前朝, 不是他们所能议论, 长乡也知道他的意思, 只垂了摇头道, 我原是个害人的, 已经祸害他几次, 就不能一错再错, 可是, 可是, 众人闻言, 进阶暗叹一声, 上前闻言劝慰, 翠娘眼瞧着妓言高头大马出去, 不过两个时辰, 就被牛车拉了回来, 便是心道不好, 连忙上前搀扶, 才听他道, 娘子莫慌, 我没事, 只是, 辜负了长乡, 瞧他憔悴颓唐, 又听这一句话, 相公且宽心, 万事都有个转机, 即便不成, 也是天术使然, 你已尽心, 便谈不上姑父, 两口子说着话, 就听见有人道, 妹夫这是怎么了, 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 府里的下人也是没眼的, 就不知道来大把手吗, 就见指然三两步抢朝前来, 一面责怪家奴, 一面扶住纪言, 只瞧翠娘摇头, 也就不再说话, 只随他朝后堂走去, 纪言这会儿路都走不稳了, 姐妹俩掺着他, 也十分吃力, 却不怪府中的家奴服侍不周, 原是翠娘打发了他们离去, 就知道自家相公要强, 不肯让别人瞧见他落魄模样, 夫妻间互相有个扶持, 互相也有个影响, 只然嫁给孙德不到一年, 性格里就沾上了些火气, 褪去了小家碧玉的娇羞, 和大家闺秀的矜持, 整个人都带着一种 可以称之为豪气的感觉, 这就帮着翠娘扶几言坐定, 开口道, 妹夫这般模样, 是为了哪个女人? 几言原本昏昏沉沉, 听这句话就浑身一个机灵, 猛抬头道, 小姨怎么知道是女人? 只然笑笑, 一聊发烧, 我家相公说, 妹夫的武功已然独步天下, 寻常练武之人绝不是你的对手, 现如今你在京中作响荣华富贵, 自然也不会招惹上江湖高人, 可以说, 大多数男人不是你的对手, 能收拾你的男人又不会与你为难, 不是男人自然是女人了, 我说的不对吗? 佩服只然的心思敏捷, 几言不得一点头认下, 却不敢多说什么, 就是这事儿一来委屈了翠娘, 不敢叫小姨知道, 二来牵扯朝政, 也不该说给她晓得, 只是她这一点头, 就听梓然轻轻笑了一声, 道, 你是怕我维护指灵, 责难于你吗? 哎, 妹夫啊, 可惜你这么聪明, 却从来不懂得女人的心思, 以你如今的身份, 哪怕是三妻四妾, 指灵也不会有分毫不满, 我就更说不上话了, 只是能将你弄成这般模样, 那姑娘也很不一般吧, 纪言与翠娘对视一眼, 心里是满满的无奈, 就知道此事已经瞒不过她, 正要开口, 却又听她道, 你们眉来眼去的, 是个什么规矩, 连指灵都瞒着我, 难不成那姑娘是皇家的人? 嗯? 皇家, 说起来, 前几天是不是有一群吐蕃使节, 静静来迎亲了? 你俩突然举止怪异, 难道, 陛下恕罪, 真不是我告诉她的, 纪言被指燃的心思彻底震慑住, 就是自己一句话都没说, 事情的原委便都被她猜中, 莫非是当日孙道长三针扎在她心窍上, 给她扎出个七窍玲珑心来, 事已至此, 再瞒下去就怕指燃乱猜, 虽然她不是那种搬弄是非的人, 孙德却是个说话不过脑子的大喇叭, 几言这就一咬牙, 朝着翠娘点了点头, 就让她把事情跟指燃说清楚, 然而翠娘才一开口, 指燃就不住摆手摇头, 道, 你俩不肯说, 自然有你俩的道理, 只是瞧妹夫的样子, 事情显然是不顺利, 能见到那般高贵的姑娘, 想必你也是得了上面的吩咐, 自有职责在身, 行军打仗我不行, 揣摩姑娘的心思倒还在行, 是否我点拨你两句, 瞧她的神态, 听她的语气, 活脱脱像是个情场老手一般, 就叫几言心中暗叹, 道, 好好一个大家闺秀, 就这样被孙德那莽夫给毁了, 如今的小姨披上斗篷, 都快能上山去做个债主了, 好在她是个姑娘, 要是个小子, 京城的姑娘们就遭殃了, 不过想归想, 亲眼见识了芷然的心思和智慧之后, 季妍倒也真愿意接受她的点拨, 这就到, 如此, 就请小姨指点了, 说来惭愧, 一切都被小姨说中, 这其中有位出身不俗的姑娘, 因着和我没有缘分, 一气之下, 打算离开中原, 我有心相劝, 甚至不惜委屈翠娘, 却怎么也说不动她, 倒叫自己狼狈, 她的话说得含糊, 便扶掌大赞道, 好好好, 申烈之辈, 忠孝结义, 这等其女子, 比那些官宦都还懂得守节, 又有决断, 很不一般, 李氏出了这样的, 没什么, 这姑娘的确不错, 不会委屈我家小妹, 这便是英雄西英雄, 为了民杰能毁容自尽的芷然, 一听见长乡的座派, 便忍不住积节而战, 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便连忙打住, 免得祸从口出, 才转移话题道, 我原以为你得拢望数, 旧情复燃, 易于辜负指令, 如今看来, 你们夫妻俩, 竟是一般的人意, 是我小乔妹夫了, 翠娘苦笑一声, 拉着芷然的手道, 亲姐快别玩笑, 我却没有你这么聪明, 眼下相公一筹莫展, 竟将身子折腾成这般模样, 若再没有法子, 只怕我就真要受委屈了, 芷然最疼翠娘, 听她开口, 就点了点头, 老, 要是妹夫平平安安回来, 便是那姑娘笃定了心思, 可是她这般狼狈模样, 想必是遭了人家的抱怨, 就是好事, 因爱生恨, 因情生怨, 她还怨你, 就是对你还有情, 这事儿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这一通神论, 听得计言目瞪口呆, 可仔细一想, 似乎还真有些道理, 强撑着起身, 朝芷然下摆, 道, 请小姨教我如何是好, 姬某只不忍辜负了这样的姑娘, 芷然看着她, 又见翠娘点头, 这才叹气道, 你若想娶旁人进门, 我还有些掂量, 若是这位义女, 倒是可以帮忙, 其实也很简单, 情思不断, 缘分不消, 死缠烂打, 你们男人是擅长的, 要是人家无情, 纠缠便没皮没脸, 可如今她有情, 你主动些, 总还有希望, 说着话, 只然瞧一言几言狼狈模样, 又道, 堂堂一个侯爷, 遇上小小挫折, 就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 如何能做大事, 只要人还没到吐蕃, 你就有的是机会, 一次不行两次, 讲理不成说情, 谁又是铁打的心肝, 就总会有你称心如意的时候, 纸然这一番话叫纪言厅的目瞪口呆, 也让她有了毛色顿开之感, 没想到自家小姨, 一个封了许多年的苦命女人嘴里, 能说出这种洞彻事情的话语来, 不由得为孙德抹了把汗, 知道在纸然面前, 她那点心眼, 完全不会有什么作用, 得到纸然的点拨, 重新瞧见了希望, 纪言的思路也就开阔了许多, 不由道, 若非小姨提点, 我还想不到这层, 只是路子即便有效, 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要是有个标本兼致的法子, 才是最好不过, 只然一听, 这就挑起了眉头, 道, 标本兼致, 这就是你们男人的事情了, 我一个富道人家, 哪能掺和这家国大士, 不过我瞧着如今吐蕃的气势, 倒像是他们打了胜仗一般, 当年松州一战, 难道不是妹夫献策, 打败吐蕃吗? 果然, 小姨什么都知道了, 几言抹一把冷汗, 倒也佩服只然说得这么直接, 转念一想, 也觉得是这个道理, 明明是自己出谋划策, 击退吐蕃, 怎么现在却反过来, 烦恼都落在了自己和李世民的身上, 天底下, 哪有打胜了仗还吃亏的道理, 一念至此, 就见几言摇头苦笑了两声, 叹道, 谁说女子不如男, 若是小姨入朝当官, 只怕做个宰相都绰绰有余, 对了, 小姨怎会突然来访, 也不带着小外甥来, 好让我和他亲近, 听他转移话题, 只然也就不再提之前的事情, 直到, 你不说, 我都快忘了, 我这趟来, 是给指令送标局的账目来, 我家相公的脑子, 原本不合适做这些, 因他苦求于我, 指令也点了头, 我才帮忙料理标局事务, 还不曾跟妹夫说起, 至于大川嘛, 天寒地冻的, 也舍不得带他出来吹风, 寄言文言一笑, 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 小姨愿意帮忙, 便是最好不过, 你与翠娘亲近, 万事也好商量, 如今我有要事, 分身乏术, 正愁人手不够呢, 归根到底, 孙德一手把握的标局, 还是寄言的产业, 他这大老板, 就做得极不称职, 一年到头, 也难得去看上几次, 标局里又都是些老粗爷们, 打架运标是一把好手, 料理账目就两眼一抹黑, 只因孙德那一本烂账, 翠娘不知道说了他多少次, 现如今有了指然帮忙, 才是真正救了孙德和翠娘, 就听翠娘感慨道, 瞧了亲姐的账目, 我才晓得, 之前白费了许多功夫, 原来不是标局的事情繁杂, 而是姐夫把小事弄复杂了, 有亲姐这水落石出的账目, 我也能稍微松一口气了, 指然文言, 一时笑道, 我家相公不用受小妹为难, 也是得了解脱, 你俩都得了清闲, 可怜我累得够呛, 要不是, 为着小妹和相公, 我才不肯费这等心理, 只愿你俩轻松些, 我也算是值了, 他嘴上抱怨, 几言瞧他却十分轻松, 就知道, 凭他的聪慧之处, 那点账目根本不算什么, 这便道一句, 能者多劳, 起身道, 今日多谢小姨点拨, 我却还有些事去做, 就请小姨多陪陪翠娘, 用过了晚饭再走, 一听他要走, 翠娘就着了急, 连忙道, 相公今日辛苦, 万事都等身子稍好些再忙嘛, 累垮了身子, 才是耽误了大事, 几言知道他体贴, 这就握住他的手, 道, 娘子放心, 为父自由主张, 其实今日一劫, 乃是天大的好事, 冲破这生死玄关, 我现在, 只觉得周身舒坦, 而且拉月将至, 万不该再有拖延, 眼下我还得去拜访魏先生, 也就是几步路而已, 知道他心意坚决, 翠娘也不便多劝, 只得满怀着牵挂, 瞧他又出门去, 才听指然道, 妹子也别担心, 妹夫是个有分寸的, 只是委屈了你, 缓了半天, 几言这会儿, 也的确好过来许多, 自从胸腹中那一股真气冲破玄关之后, 他的五脏六腑, 都在自发稳健的鼓动, 升级源源不绝, 内里自有一番气象, 只不过是因着气血有些损失, 才叫他手脚无力,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魏征的府邸, 就在西方边上, 说是府邸, 其实也就是个普通的小院, 若是不知内情之人, 绝不会相信当朝宰相, 太子少师会, 住在这种地方, 足见此人廉洁之处, 直叫几言惭愧佩服, 这就下马上前, 对门房道, 劳驾, 不知魏先生可在府中, 那门房倒是认得纪言, 这就三两步上前来, 恭敬道, 侯爷来了, 可惜侯爷来得不巧, 我家老爷染了风寒, 卧病在床, 怕是不便见客, 就不知侯爷, 几言点点头, 道, 无妨, 我就是来探病的, 劳烦通禀一声, 乔魏先生是否方便见我, 话说到这一步, 那门房也就没有办法, 这就告罪, 小跑着朝后院去了, 眼瞧着魏征府上, 连奴仆都没有几个, 通禀都要门房亲自去跑, 就叫几言心声敬意, 直直站在门口, 不敢有丝毫不合礼数的地方, 没多久, 就见那门房气喘吁吁跑回来, 道, 老爷隐了, 侯爷请随我来, 说来也是难得, 这几日老爷染病, 登门探病的也算不少, 只有侯爷能得进去, 就连太子爷都被拦下了脸, 太子爷来看过魏征了吗, 几言心中盘算着, 这就轻声道, 魏先生这等身份, 有人来援不稀奇, 只是有些话, 你自己心里晓得就是, 说出来就要给先生招来祸端, 门房连连点头, 领着寄言来到朝南卧房门外, 道, 侯爷见谅, 老爷病得重, 实在无法起身相迎, 道一声无妨, 几言这就上前两步, 朗声道, 学生几言, 拜见魏先生, 就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 随即就有一道沙哑的嗓音响起, 道, 来就来了, 喊什么, 怕别人不知道吗, 进来吧, 外面冷, 寒舍简陋, 委屈你了, 夫人无需回避, 心疯后也是个稳重之人, 说话间就见门飞推来, 一股浓浓的药味弥漫出来, 有一名衣着相貌都很朴素的夫人走出, 道, 侯爷, 请, 恭敬拜国魏征的夫人, 几言这才小心翼翼走入卧房之中, 熬着一小罐浓浓的药汤, 闻味道似乎与寻常的风寒药不同, 魏征侧躺着靠在炉子边上, 整个人都埋在褥子里, 显得格外瘦削弱小, 然而, 即便是这样的魏征, 也还有一股子凌厉的气息凝结不散, 就像是一柄收在窍里的糖刀一般, 虽无锋芒, 却叫人不敢轻视, 由衷生出敬畏来, 几言乖乖拜国魏征, 说是探病, 也不曾带什么东西来, 只得厚着脸皮道, 听闻先生染病, 学生前来探访, 只因顾及先生清明, 不曾带了什么东西来, 魏征可两声道, 小气就是小气, 还要找话来遮掩, 就是错上加错, 旁人来瞧我, 我念及同朝为官, 都不容易, 不肯收他们的东西, 你却是个家产万贯的, 来瞧长辈, 怎能空手来, 这原本是一句玩笑话, 假使几言真带几只老山身灵之草来, 魏征又要骂他大心不正之风, 败坏他的轻欲, 就是左右都要说两句, 只是这话才说出来, 一旁的夫人就皱了眉头, 道, 相公这话说得不妥, 哪有长辈向小辈索取的道理, 即便相公是与侯爷说笑, 也不该说出这种败坏自己名声的话来, 这是在私底下, 也是跟亲近人, 可是君子慎独, 越是小处私处, 越是不能松懈, 好家伙,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魏夫人的灵力之处, 不必魏征要差点低, 搞不好魏征这么喜欢抬杠, 也有魏夫人的影响, 就不知这两口子平时在家, 是个什么样子, 纪言胡思乱想着, 魏征却不敢反驳什么, 嘀咕一句夫人说得对, 就瞧见纪言憋笑的样子, 一时怒从心头起, 道, 说是探病, 你却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究竟有什么事, 还不赶快说, 处在我家里, 要叫旁人非议吗, 宝刀不老啊, 纪言暗叹, 这就正色道, 瞒不过先生法眼, 原是, 今日陛下宣我入宫, 有一命我接地太子少师之职, 我推辞了, 为此想请教先生得失, 可两声, 魏征这就眯着眼看向纪言, 道, 太子少师有望登陵三宫之位, 旁人抢破头都要征这个位子, 你却反其道而行之, 竟敢拒绝陛下, 得罪东宫,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还是已经拿住了太子的把柄, 纪言一领, 才知道里程前的举动, 恐怕不像他自己想的那么周密, 还好自己没有跟他搅在一起, 否则不等事发, 自己就要陷入麻烦之中了, 如此说来, 李世民先让自己做少师, 被拒绝后, 才提起翠娘的绅士, 是否也有深意, 然而这些话不能明着说, 几言这才装傻道, 我与太子并无太深交情, 也不晓得什么把柄之类, 只是觉得自己尚且年轻, 担不起这牵涉大唐气数的要职, 大唐气数, 你要是跟陛下这么说, 只怕就不能活着出太极殿了, 陛下对太子嗜毒情深, 更有对长孙皇后的权权深情寄托, 虽然太子有许多不妥当的作为, 陛下都予以宽宏大量, 便是佐证, 你的确是年轻, 说话还欠火候, 不过不做这少师, 倒是难得的明智, 几言浑身冷汗, 就知道, 在这些老护士面前, 玩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老实交代, 才有一条出入, 这就到, 连魏先生也这么说, 看来我是做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件事, 想要请先生指点, 魏征有些精神不济的样子, 但还是强称着道, 和亲之事吗? 几言点头, 道, 我在此事上与先生观点相悖, 始终以为不必牺牲一位弟女公主下架, 尤其长相选择和亲, 乃是出于逃避, 我自觉有愧于她, 愿意弥补, 之前除了李世民, 谁也没有提起过, 几言和长相的事情, 大家都心照不宣, 也怕说出来叫两人尴尬, 这会儿她有求于魏征, 开诚不公, 说得分明, 魏征也就点头, 道, 而女思情, 我不教你, 可长相若不能下架, 陛下就十分为难, 因她自愿和亲, 陛下也是骑虎难下, 以你一人之力, 只怕不能阻拦, 这道理几言早就知道, 才道, 先生知我, 皆因我一人之力, 无法阻拦长相下架, 这不是来请先生指点, 请先生帮我, 她这话气得魏征发笑, 笑声就像是拉动的破风箱一般, 咳了好几声, 才道, 你这小子, 鬼一样的机灵, 我只问你一句, 凭什么我要帮你, 你我意思不同, 在和亲这世上, 便是政敌, 我要是帮你, 岂不是抬起手来, 打自己的脸吗, 几言摇头, 先生帮我, 就是帮先生自己, 现如今, 大唐与吐蕃和亲, 下架一位帝女, 开了先例, 之后, 突厥若要和亲, 又该如何, 我始终认为, 陛下乃千古明君, 不该做, 也不愿做出卖女儿的事情, 今日一时蒙蔽, 今后若是醒悟, 先生立主下架弟女, 第一个就逃不过事后为难, 魏征想要反驳, 却也觉得他说的有理, 就是他追随李世民几十年, 自然知道这位皇帝的脾气, 晓得也目前他是被重臣裹挟, 不得不舍弃一个女儿, 可此事, 再一不可在二, 一旦在有周边诸国求娶大唐公主, 李世民绝舍不得第二个女儿远嫁, 到时候思念起长乡来, 就要拿他们这些老臣出气了, 对魏征来说, 身斥, 责打, 罚奉, 丢官他都不怕, 他一身为臣, 只是为了尽到臣子的本分, 却也还想留下清明, 就很爱惜自己的名声, 这种念头, 并不符合当事人的价值观, 求名也是欲望的一种, 就不能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爱惜名誉的人, 魏征也不愿意, 自己成为胁迫皇帝出卖女儿的人物, 在流传后世的故事中, 落下这一笔污点, 听几言这么说, 才认真考虑起来, 道, 的确, 扇门难开, 一旦有了先例, 后面就会有无穷的麻烦, 如此说来, 下家帝女, 竟是弊大于力了吗? 几言听他松口, 这就心中一喜, 连忙道, 请先生三思, 这人活着, 总要有一个目的, 或者说, 有某种欲望, 完全没有目的和欲望的人, 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也没有推动自己行动的动力, 有人贪财, 有人好色, 有人练拳, 有人图明, 李世民想做万世明君, 魏征也想当千古剑臣, 故而两人一拍即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说好听的叫做陆立同心, 说难听点, 就是臭味相投, 两个人才能这么些年下来, 君臣关系紧密, 眼下几言说的话, 表面上是仅是魏征小心丢官罢职, 实际上是提醒他, 这事儿可能给他的名声留下污点, 就抓住了老头的心思, 叫他恨不能垂死病中经做起, 一时间有了考量, 私存半天, 魏征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名誉, 这就到, 你这小子, 不可能有这等心思, 背后定有个高人提点, 只可惜, 那人虽有智谋, 却不能入朝为官, 或是民间隐士, 或者根本是个女子, 否则以你的心思, 绝不会把算盘打到我头上来, 好了, 老头子输你一次, 信了你的道理, 就是, 既然听他这么说, 就佩服他的智慧和敏锐, 此刻他已经隐约察觉到了指然的所在, 只可惜, 既然今日这一番话, 本不是受了指然的教诲, 只是因为, 知道太多将要发生的事情, 自然有些考量, 始终礼堂一众朝臣高官, 都有后人为他们盖棺定论, 未征图明这事儿, 也不是什么秘密, 心想着, 他这就到, 先生说笑了, 要是没个能人帮着, 就凭我这心眼, 原不能在朝中站稳脚跟, 当然有高人在后面点拨, 你也别问那人是谁, 反正他都跟你一样, 全心助我, 图个双银而已, 现如今, 我的话已经说明, 先生如何决断, 就请明示还好, 在这里, 魏征陷入了惯性思维, 否则只要知道, 几言背后是个女人, 他就能推测出, 是指然出谋划策, 进而根据指然的经历, 做出适当的应对, 不说推翻几言的打算, 至少不会这么迟出, 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这就叹了口气, 若说为大唐百姓, 我是绝对支持公主下架的, 可你说打破先例, 就叫我有些纠结, 也不瞒你, 我这条命, 只怕是行将就木, 哪怕是招上天翻地覆, 我也顾不得许多, 却要为陛下考虑, 你说这事, 无非是劝服吐蕃方面罢了, 他这么说, 就是已经接纳了纪言的意思, 开始指点他, 该要如何侍候, 纪言心中一喜, 这就到, 先生明鉴, 我何尝不知道要从吐蕃那边下手, 只是现如今, 松赞干部远在西域, 陆东赞又不能替他做主, 娶帝女之士, 乃是吐蕃国策, 只怕以我之力, 不能左右他们, 魏征挣扎着做起身来, 结果药汤喝了两口, 才道, 错了, 你有这个本事, 先前大唐与吐蕃一战, 你立下不适之功, 吐蕃赞谱和大象都很看重你, 就很在乎你的心意, 你只要与陆东赞说明往事, 只需告知他陛下, 曾赐长相给你, 问题便迎刃而解, 他们绝不敢要你中意的人嫁去了吐蕃, 几言一正, 就没有想到魏征所说的可能, 私存下也觉得有理, 只要换位思考, 自己要是吐蕃赞谱, 也绝不肯要敌人曾经看上的女子嫁来当王妃, 只是这么一来, 虽是解了长相之威, 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才叫他诱道, 这样的确能阻止长相嫁去吐蕃, 却不能阻止陛下另选他人, 若是祸害了别的姐妹, 只怕长相这一生都要活在自责之中, 魏征笑笑, 这就是你年轻了, 你以为陛下真想出嫁弟女, 一旦长相的和亲被否决, 陛下的心意就会发生转变, 甚至以此为借口, 彻底拒绝向吐蕃和亲, 和亲势在必行,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选取宗师之女下嫁, 这一来就保全了长相, 也保全了陛下的血脉, 不愧是辅佐了几任豪杰的谋士, 魏征这一开口就叫几言豁然开朗, 不由道, 只要我再去跟长孙先生说说, 魏征冷笑一声, 道, 长孙无忌那边, 你就不用试了, 他如今忙着为侄子开路, 一味想着与吐蕃万事友好, 长相是陛下的女儿, 难道就不是他的侄女吗? 他早已铁了心, 不是你一个黄口小儿, 三言两语所能撼动的, 即便陛下今后反悔, 也不会怪罪到他身上, 始终他也痛失了一个侄女吗? 说到这儿, 魏征挣扎着坐起身来, 一手称帝, 一手指着几言, 道, 你与长孙无忌走得近, 这段时间也要表现出态度来, 他虽不会谋反, 却很容易受到牵连, 一旦有什么变故, 恐怕连你也难逃, 既言一领, 这就连声称事, 道, 先生指点之恩, 既言永世难忘, 魏征摇头, 道, 人活百岁的少, 哪有什么永世难忘, 我瞧着你与旁人都很不同, 既不贪恋权势, 也不在乎名声, 唯独喜欢敛财, 也都是正道上来的, 就甚少会被人制住, 无欲则刚, 你才敢跟陛下直言不讳, 若是我有个三长两短, 这境界的责任就落在了你的身上, 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既言自觉的有些不妥, 连忙道, 先生玩笑了, 我何德何能, 哪能接下先生的重担, 大唐国座绵长, 兴衰都有定数, 我只愿好生陪着家人,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这一番话, 听得魏夫人大受感触, 忍不住开口赞道, 说得好, 都说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 又能有几人像你, 这样淡薄, 旁人许会说你胸无大志, 我却觉得, 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是有大志的, 夫人一开口, 魏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值得点了点头, 道, 我精神不济, 就不留你多呆, 眼下你, 先去找那吐蕃大象, 好言相劝也可, 吓唬威胁也行, 总之以你的本事, 说动他理当不难, 非要由他向陛下敬言, 才能彻底挽回这一件事, 否则单靠你我, 原本还有些为难, 纪言连声称事, 这就起声告辞, 眼瞧着魏征闭着眼睛摆手, 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惋惜,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屋外又飘起了雪花, 黑压压的雪云笼罩在长安上空, 贞观十五年的冬天, 罕见垫下了一场大雪, 裴魏征做了许久, 这会儿纪言的气血已经恢复过来很多, 牵着马漫步走在街头, 瞧着百姓们在雪中奔走, 想起魏夫人那几句话来, 不由得心生感慨, 道, 同样是下雪天, 若是当日没有认识玉池宝林, 说不定我现在, 还跟翠娘熬着羊汤, 虽然辛苦些, 却也没有这许多烦心事, 然而这念头一起, 马上就被她自己压住, 便是人世间没有那么多如果, 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改变, 眼下已经不是她一个人想忙就忙, 想闲就闲的的时候, 为着手底下那一大帮子人, 为着身边的那许多朋友, 她也不得不烦心些, 就不能生出逃避的念头, 走到府门前, 就瞧见两个细皮嫩肉的小伙子, 从自家府中走出, 两人低声细语, 不时发出奸细的笑声, 就叫几言眉头一皱, 卖不上前, 道, 两位公公来我府中, 是有黄命宣告吗? 那两个小太监聊得投入, 并没有瞧见她, 听她的声音, 就吓得哀悠一声, 才见其中一个轻轻拍着胸口, 道, 侯爷回来了, 吓死咱们了, 倒不是陛下有命, 而是公里听说, 侯爷身子不爽, 命咱们送来些补品, 应着之前侯爷不在家, 已经交接给夫人了, 这就叫几言心中一动, 一面佩服消息传递的速度, 一面问道, 公里, 是哪位送来的? 你给我说清楚, 让我好去谢安。 小太监捂着嘴, 偷偷瞧了她一眼, 小声道, 咱们可不知道, 也不敢说, 东西是从上药局出来的, 至于是哪位贵人赏赐, 就不得而知了, 咱们只是当差的, 什么都不晓得, 侯爷可别为难咱们, 凭他俩一口一个咱们, 大冷的天际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想想也就多少有数, 这就挥手叫他俩走了, 两人重获自由, 真是如蒙大赦, 就怕几言非要逼问清楚, 才是叫他们难做, 这就倒腾小脚, 几步跑得远了, 才进门, 就有家奴上前来报, 启禀侯爷, 吐蕃人又来了, 夫人在后院清点赏赐, 我叫他在前堂等着, 侯爷是否要见他, 陆东赞, 又来了, 几言心中生疑, 这就到, 叫他等着, 别说我回来了, 要是他等不及了, 就问他有什么事, 等我亲自去回他, 家奴领命而去, 几言这就施展功夫, 跳上墙头, 没有一丝动静, 轻易绕过前堂, 这才松了口气, 走到库房门口, 果然见翠娘正跟指令一起, 细细奋解着许多东西, 一见几言过来, 翠娘还没说话, 只然就轻笑了一声, 我说什么来着, 这才是情思难断, 才听说你身子不适, 这就有人送些补品来了, 你瞧瞧, 这腕子粗的老餐, 汤碗大的灵芝, 当今天下, 只有一家拿得出这等东西来, 翠娘迎上前来, 轻轻拍落他肩头的碎血, 柔声道, 相公现在不必再着急, 就是他还牵挂着你, 我原以为是陛下赏赐, 细问那两位公公却不是, 除了陛下, 就是他了, 有这份情意, 相公还担心什么, 我却不能为相公奉上这些, 只能帮着收拾奋俭, 这种大方中透着小气, 委屈里带着欣慰的语气, 直叫几言觉得又是心疼, 又是好笑, 才道, 娘子这一番话说的, 就像是咱们, 要拐骗人家姑娘一样, 谁不知道侯府里是娘子当家, 送给我就是, 送给娘子了, 给我瞧瞧, 果然都是好东西, 就建一个不大不小的箱子里, 错落有致的, 放这些难得的补足汽血之物, 每一样都是稀世罕见, 寻常人有钱也买不到的, 这些东西熬一锅喝下去, 几言怕自己身子都要被撑爆, 便是他虽然损了些气血, 却武功大尽, 原本不需要受补, 自己能调理回来, 只按听他说的高明, 这才笑道, 妹夫这张嘴, 的确很厉害, 明明是给你的, 偏赖在我妹子头上, 方才我瞧了指令的库障, 一点一滴都记得清楚, 断不会挪用了你的, 你放心就是了, 几言哑然失笑, 这就摇头道, 这一番好意, 我算是收下, 只是这些东西, 眼下去用不上, 倒是我去瞧卫先生, 见他病中清寒, 娘子这就叫人挑减些好的, 给他送去, 也算是一点心意, 多谢他几次指点为夫才好, 翠娘只是贪财, 却不小气, 享受的是那种宝物经过自己手里的感觉, 听几言吩咐, 这就点了点头, 道, 库里还有些别的药材, 我找人挑些合适的送给先生, 只是相公你脸色发白, 真的没事吗? 只要听见他真心关切, 几言就什么病都好了大半, 这就笑着点了点头, 又道, 陆东赞又来了, 这会儿正在前厅, 不晓得他又有什么事, 可别是来催我才好, 只要瞧他烦恼, 这就到, 你若是不想见他, 直接赶他走就是了, 一个吐蕃人, 在我大堂地界, 能有什么作为? 不过, 你去见了那位先生, 据说很有些谋略, 应该会指点你从路, 这个路什么身上动脑筋, 就不知道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想好了要怎么说? 小姨, 你偷看剧本了吧? 几言被指然精确地推断, 吓得目瞪口呆, 好容易回过神来才到, 我的确有话要跟他说, 如此, 我就先去见他一面, 小姨自便就是, 若是看上了什么, 直接拿走就行, 指然笑笑, 整个侯府都是我妹子管着, 若是我真看上了什么, 他自然会送我, 快去吧, 人家登门造访, 只怕比你还急, 你只需稳住了心思, 先唬住他, 牵着他的鼻子走就是, 几言连声称是, 这就回房换了套凡夫贵气的衣袍, 浑身上下紫红, 看上去很像是官服, 却比官服还要华丽, 乃是他做好准备参与祭天的时候用的, 这会儿先穿出来, 就准备照着指然的指点, 见面就要镇住陆东赞, 俗话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其中虽然有以貌取人的意思, 却也是真实不虚的世俗之礼, 陆东赞怎么也想不到, 纪言会穿上祭天的衣服来见他, 便是国之大事, 在四宇荣, 除了打战穿的铠甲, 就是这祭天的礼服最为庄重, 纪言又是个阴挺俊俏的儿郎, 人和衣服配在一处, 就着实装重俊郎, 直如天神下凡一般, 一见面就震得陆东赞一愣, 诗神没说出话来, 纪言见他出神, 心中就是一喜, 暗道, 也叫这吐蕃大象, 见识见识我中原正统的威仪, 最好是让他自残行贿, 主动生出退缩的念头来才好, 心里这么想着, 纪言这就抬不上前, 拱手道, 不知大象何时来的, 那些奴才竟然没有告诉我一声, 真真该打, 还请大象见谅, 陆东赞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道, 不敢, 不敢, 我听说侯爷身子不适, 这才冒昧来打搅, 不过瞧侯爷神清气爽, 或许也是, 我想多了, 侯爷这一身礼服, 端得隆重, 就不知有何要事, 纪言一阵大秀, 带起阵阵寒风, 这就腰杆笔直, 四平八稳坐下, 才道, 多谢大象费心, 先前的确有些不适, 不过转过青山见绿水, 守得云开见月明, 或服相依, 倒是颇有些精进, 我因此感念上天恩德, 焚表尚告, 这才耽误了些功夫, 叫大象久等, 陆东赞能说什么, 陆东赞也很无奈, 几言搬出祭天的借口来, 他当然只能乖乖等着, 总不能说自己比天还大, 因此而责怪几言吧, 不过几言的戏也做得很足, 穿着礼服就处处恪守礼数, 这会儿他架开身子端座的姿势, 其实非常辛苦, 还不如站着省力, 又不能随意动弹, 除了看上去端庄之外, 实在没有别的什么好处, 原本他就是贵座都嫌脚疼的人物, 正经危坐就更是要命, 全是为了撑场子, 这才委屈了身子, 听陆东赞道, 那就要恭喜侯爷精进, 我正好带了一株雪莲来, 当作贺礼, 倒也妥当, 说着话, 就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玉盒, 打开了摆在几言面前, 盒子里是一朵完好无损, 还在盛开的新鲜雪莲, 就叫几言也忍不住微微一震, 表面上目不斜视, 想象中却已经伸出了几百只手去接, 强行克制着自己, 才装作无所谓道, 多谢大象, 吐蕃盛产雪莲, 却一向将其视为神明所有之物, 寻常不会轻易采摘, 也不会入转或者入药, 反倒是中原人视之为瑰宝, 求得一株都欣喜若狂, 只是寻常送来中原的雪莲, 都是甘之后保存的, 便是此物一旦离开血线, 三两天就会腐坏, 除非用整块寒欲震着, 否则绝不可能远舍千里, 来到中原, 此物若是入药, 可致气血亏损, 拔除寒毒, 而对练武之人来说, 它更有壮大肝经, 脾经和肾经的神效, 最合适用来弥补因练武, 说来神奇, 其实也就是缩短了 练武需要的时间而已, 新鲜雪莲十分难得, 这么大的就更是罕见, 物以稀为贵, 这朵雪莲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之前, 陆东赞送来了几大车药材, 这家伙, 也是有备而来啊, 起研心中想着, 就知道这么难得的东西, 不可能摆给自己, 陆东赞带着东西来, 便是有求于自己, 才听他道, 侯爷无碍, 我便放心了, 倒还要向侯爷请教, 和亲的事情, 究竟怎么样了? 等着,赞扑已经发来三道亡命催促, 若再拖延, 恐怕, 果然, 几言暗叹一声, 这就把心思从雪莲上挪开, 道, 和亲的事情, 陛下已有定夺, 下嫁的公主, 也已经有了人选, 只是, 前半句陆东赞听的欢喜, 一个, 只是就吓得他一阵, 小心道, 只是什么? 难道那公主的人品相貌, 有不妥之处, 又或是陛下不肯用真帝女来和亲? 他这几天在红卤馆待着, 也不是成天无所事事, 既然要娶一位大唐公主回去, 自然要多了解些, 就听见了不少有关高阳公主的坊间传闻, 着实害怕, 皇帝嫁出的公主也像高阳公主那样, 若真如此, 便不是和亲, 而是请温神进门, 自寻烦恼了, 几言也知道他的心思, 便摇头道, 决定出嫁的帝女, 无论人品相貌, 都是上上之选, 亦因温婉贤淑, 是我大唐女子之楷模, 只是这般优秀的帝女, 陛下舍不得, 我也舍不得, 本来就要找你商量, 听听你的意思, 皇帝舍不得女儿正常, 几言舍不得公主是什么鬼, 陆东赞心中一动, 这就想起之前调查几言的时候, 听说过他曾经拒绝过皇帝的止婚, 一时间就恍然大悟, 小声道, 难道大唐和亲的公主, 是那位长乡公主吗? 几言沉默点头, 两眼直勾勾盯着陆东赞, 看得他浑身发毛, 坐立不安, 端着一盏茶, 双手逐渐开始发抖, 水面上荡漾起一圈圈连衣, 照理来说, 陆东赞身为吐蕃大象, 也是个名流青史的能人, 哪能被几言一个矛头小子吓住, 纵是面对大唐皇帝, 他也不该这般势态, 然而, 他现在并不是害怕, 原本是心虚, 就是瞧着几言的意思, 虽然拒绝止婚, 却还对长乡有益, 若是赞谱娶了长乡, 只怕就要彻底与他为敌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结在一起, 就形成了社会, 互相之间的交往, 便成就姻缘, 纪言有一份考虑, 陆东赞也有自己的心思, 才是现如今, 吐蕃对茶叶的依赖, 已经仅次于牦牛和苏油, 若是因和亲断了与纪言的生意, 只怕奴隶不满, 贵族不满, 僧侣不满, 就要生出动荡, 这就是纪言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小小茶叶所能起到的作用, 思存着, 陆东赞缓缓开口, 请皇帝换一个人选, 有戏了, 几言心中一喜, 脸上却依旧冷淡, 道, 能换, 还等你说, 长相主动提出和亲, 若是贸然将他换了, 只怕有损他的名节, 也有损皇家的脸面, 换了他, 别的公主却不愿意, 陛下女儿是多, 可大多都已经下架, 适合和亲的公主, 其实只有两三个而已, 这相当于是把底细都先给陆东赞看了, 陆东赞自然也心中有数, 一时双手合十顶在脑门上, 显出十分矛盾纠结的模样, 好半天才开口, 道, 如果是我向大唐皇帝敬言, 请他换一个人选呢, 几言摇头, 道, 尔等藩帮, 不懂中原礼法, 明节之事原本在生死之上, 若你敬言, 就是吐蕃退婚, 逼死长乡, 的确能换一位公主, 这就叫陆东赞为难, 贪手无奈道,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和亲乃是两国大事, 现如今却落得这般麻烦境地, 这, 新封后, 照你这么说, 这和亲是合不成了吗? 既言见他这么矛盾, 就知道魏征的话说对了, 长相与自己的纠缠, 使得陆东赞不敢接受他作为和亲公主, 便是正中下怀, 才道, 这些麻烦, 皆因吐蕃一意孤行, 非要迎娶弟女所起, 否则依照前朝先例, 两国都得体面, 陛下不为难, 你也不为难, 我自然就不为难了, 前朝先例, 可若无大唐皇帝血脉下架, 我便无法向赞谱交代, 赞谱失了大唐皇帝的支持, 要在吐蕃推行大政, 便是万般艰难, 眼瞧着陆东赞为难, 既言又从另一个角度威胁道, 你别忘了, 陛下并不愿嫁出弟女, 甚至因和亲之事, 大唐已经跟吐蕃刀兵相见过, 如今是陛下开了天恩, 才跟吐蕃和亲, 下架弟女, 也是受群臣胁迫, 你们争取了弟女, 势必触怒陛下, 还想要他支持, 就是白日做梦一般, 说到这儿, 既言一展衣袖, 做出大鹏展翅模样, 道, 当今圣上, 坐拥四海, 注定万古流明, 就绝不会留下, 叫后人非议的画饼, 即便你们娶了弟女回去, 过的几年, 说不定陛下思念公主, 就把吐蕃变成大唐的国土, 亲自迎接公主回来了, 陆东赞, 你要相信, 有我在, 这不是不可能, 这句话狂妄至极, 可几言和陆东赞都知道, 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只凭着上一次战争中, 几言造出的碎火枪, 就不是吐蕃人所能对付, 一旦大唐, 拼上举国之力, 未尝不能造出几万支更先进, 更高明的碎火枪来, 届时武装一支队伍, 就能对吐蕃进行正面压制, 花费几年时间, 就有可能将其拖垮, 松赞干部, 之所以要在吐蕃推行大政, 就是因为建设了大唐的先进和强大, 要不是吐蕃占据地势, 又是抵御突厥, 波斯, 戒日等藩帮的天然屏障, 以李世民的霸道, 本来是可以将其纳入囊中的, 陆东赞被寄言这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 心中有气, 却无从表现出来, 便是事实摆在眼前, 两国之间的国力, 有着巨大差距, 腰杆子不硬, 口舌上就占不到上风, 始终寄言说的是实情, 他又怎么能反驳真实情况呢? 想半天, 陆东赞还是低了头, 叹道, 侯爷恕罪,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容我回去考虑, 再请赞谱定夺, 和亲本事好事, 若因此生出事端, 也不是贵我两国所愿。 说着话, 陆东赞就站起身来, 拱手告辞, 真要走出去, 就听几言喊道, 慢, 这只雪莲, 请你带走, 继某蜈蜈蚣不受禄, 不好平白收你, 这么贵重的东西。 苦笑一声, 陆东赞就知道, 几言的心意坚决, 否则以雪莲对她的吸引力, 她原本不会拒绝。 只是雪莲虽然贵重, 与长乡的幸福比起来, 却是一文不值, 莫说, 区区一只雪莲, 就是用整个吐蜃来交换长乡, 继言也不愿意。 陆东赞也不是那种耍小聪明的人, 这就点头收回雪莲。 探道, 新风后, 你怎不生在吐蜃, 却生在了大唐。 几言笑笑, 起身道, 吐蜃有了你, 就不需要我, 既生鱼, 和声量, 倒是我大唐人才几几,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吐蜃高耸, 我这个小石头, 就很不起眼。 陆东赞文言长叹, 这就摇着头走出了侯府, 脸上落寞的表情, 认识谁都能看得清楚, 就是这一场, 他彻底败给了几言, 这种全谋上的失败, 比这战败, 更叫他难以接受。 反过来, 有人落魄, 就有人得意, 陆东赞一走, 几言就觉得心头一阵舒畅, 有一块压在他心上的千斤巨石, 这会儿总算是松动了些, 虽然还是让他不敢放松, 至少总算能喘一口气。 哎呦, 妹夫这一声, 不得了, 不得了, 这才像是个侯爷的模样。 而听着只然戏血, 纪言这就转身看来, 才瞧见他和翠娘手玩手过来, 听翠娘道, 相公, 怎么样, 还顺利吗? 懒过翠娘亲一口, 几言心情大好道, 顺不顺利的, 这会儿还不能下定论, 不过陆东赞的心意已经松动, 应该会在此事上做出让步, 到时候, 一切就迎刃而解, 只需再好生安置长乡就是。 纪然轻笑一声, 哦, 我刚才可什么都没听见, 算来大川也该睡醒了, 妹夫见谅, 我得回去了。 几言太过激动, 说漏了嘴, 好在纪然聪慧, 为他解围, 他这就感激点头, 亲自送他出门, 就是没有他帮忙, 事情绝不会有这么大的转机。 翠娘送走清姐, 拉着相公的手, 轻声道, 相公, 无论事情如何发展, 试了之后, 你都将长乡妹子接来府中吧。 清姐说得对, 她实在别无出路, 我只要能陪在相公身边, 就知足了。 几言眼眶一热, 就没想到翠娘会说出这种话来, 便是一旦松赞干部改变心意, 长乡就不必再与吐蕃和亲, 理论上困居一姐, 一切都回到之前那般, 其实对翠娘来说, 就是最好的。 公主嫁进府来, 是绝对不会当平妻小妾的。 翠娘这个正房就得乖乖让出来, 她明知如此, 还这样说就叫几言感动, 不由地揽住她的肩膀, 夫妻俩站在了雪地之中。 这么大的事情, 陆东赞自然不敢独断, 否则要是她自作主张, 迎一位宗室之女回去, 松赞干部恐怕不会满意, 迟早还得她再给人家送回来, 这一来一回的就够耽搁搁许久了。 吐蕃与大唐相隔万水千山, 刨死马, 累死鹰, 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传递消息, 陆东赞不敢耽搁, 回到红卢馆就修书送往吐蕃, 暗叹如今乃是末法时代, 上师们谁也没有修成以心传心的神通, 便只好辛苦两国差役, 奔走传递消息。 这一切说来漫长, 其实也就发生在一天之内, 李世民早上宣召了几言, 下午就听说陆东赞要寄信, 这就心中有数, 下令向他开放沿途驿站, 务必保证这封信尽快送到吐蕃, 好把这件事情彻底定下。 纪言这边总算能松口气, 好生陪伴, 翠娘待了两天, 意图弥补对她的亏欠和委屈, 翠娘却毫不在意, 反过来开解纪言, 就很有些三从四得的样子, 虽说是封建糟粕, 可真享受到了, 还是叫几言受宠若惊。 这一天吃过早饭, 翠娘瞧她还赖在家里, 这便道, 相公, 亲姐教你展现心意, 你在家待着可不起作用, 别的不说, 长相妹子送来那许多补药, 关心备至, 相公原本是应该谢恩才对。 几言点点头, 无奈道, 谢是一定要谢的, 只是他不让工人泄露身份, 自然是有名节上的考虑, 若是我贸然进宫去谢, 只怕要叫他为难。 不过娘子说得对, 这样闲着也不是个道理, 都不说这件大事, 就是咱们在京中那许多生意, 也该去瞧一瞧了。 这话倒是叫翠娘听得好笑, 才道, 原来相公还记得那些生意, 我以为你早不在乎了呢。 这一年来你愈发懈怠, 十天半个月都不去看上一次, 新来的伙计都不晓得, 你才是大掌柜, 我都怕你吃完喝完, 他们找你要前列。 两口子打去, 计言也就假作惊讶, 道, 什么? 难道娘子你去了, 都不给钱吗? 做掌柜的带头坏了规矩, 下面人谁还肯照张办事, 我偶尔去一趟白吃白喝, 我不在, 只怕他们要把店面都吃垮了。 说起来, 我还真得带点筒子, 许久没花钱, 都忘了花钱的感觉了。 翠娘哥哥笑着, 骂他平嘴, 这就取来大厂赢钱, 仔细给他披上。 啊, 茶楼那边倒没什么事, 酒楼那里也一切都好, 就是镖局那边, 前两天孙师傅去了太原, 没人阵着, 我怕有几位师傅会闲得无聊。 一听这话, 计言这就点点头, 摩拳擦掌道, 闲得无聊, 很快他们就不闲了。 我之前舞蹈上有些精进, 真想找几个人来练手, 找别人怕出手没有轻重, 找他们就是最好不过。 决定了, 先去镖局逛逛, 陪他们活动活动筋骨。 其实翠娘很贤惠, 既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也不太会告状, 就是镖局那边何止是闲得无聊。 几名没事干的镖师, 简直快要把房顶给挑了, 一伙人喝风了在后院胡闹。 几言到时, 正有一人大雪地里脱光了膀子, 踢着两个百鱼精的石锁旋转跳跃, 想象自己是九天仙女。 旁边几个罪汉又是起哄, 又是拱火, 非说那石锁分量不对, 甩得起来也不算什么本事。 窜多着那满腹血火上涌, 砰砰两声将石锁摔在地上, 怒道, 你们这些鸟人都是耍嘴的婆娘, 说这石锁太轻, 老子这就去把门口的石狮子抬进来。 只有一截, 我是管抬不管环, 到时候你们自己抬出去吧。 那几人都喝多了, 浑然不考虑后果, 这就连声起哄, 道, 快去, 快去, 饶是你王老二力气大, 还能学楚霸王扛大顶不成。 谁吹牛, 谁他娘的才是娘们呢? 济炎远远站在院门口, 瞧着这一群不修蝙蝠的蟒夫, 一时间觉得头疼, 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这就大步走过去, 喝道, 光天化日的, 是那个不知羞臊的, 要光着身子去抬我的狮子。 丢人丢到大街上, 你们不要脸, 我可还得要脸。 胡闹也有个限度。 他这一声如同红中大驴, 武功精进, 内戏也雄魂绵长, 浑似耳边响起个炸雷, 这就吓得几个人浑身一个机灵, 瞬间酒醒了一半, 连忙跑过来拜见, 道, 侯爷怎么来了? 哥几个说着完呢, 谁还能做出那等不知轻重的事情? 倒是侯爷穿得单薄, 要不要跟我们暖和暖和? 鬼才要跟不穿衣服的男人暖和? 激烟一口血, 差点喷在男人脸上, 明知他说的是喝酒, 可还是觉得鸡皮疙瘩掉地, 这就冷着脸, 道, 腾和体统, 岂不知酒行血气, 遭寒气一冲, 就要伤了身子, 败坏武道, 几人挨了骂, 道也知道侯爷是出于关心, 这就连忙整顿衣冠, 听先前那光膀子陪笑道, 侯爷这一番话, 真叫小人心里热乎乎的, 侯爷对小人比爹娘还清理, 一脚踹开这没皮没脸的, 几言三两步走到石锁边上, 只瞧那石锁又厚又大, 又是花岗石做成, 少说有一两百斤, 就不是一般人能抬得动的, 乃是镖师们平时锻炼臂力, 消耗精神所用, 瞧那小子也不是一身肌肉, 虎背熊腰的看着像个黑熊, 走起路来肚子不住抖动, 就叫几言暗叹一声, 人不可貌相, 才知道这家伙比一般的大击霸厉害许多, 属于那种不险山不漏水的高手, 古人就是身体好啊, 几言感慨着, 这就单手拎起一个石锁, 上下颠了两下, 转头瞧向众人, 就见他们一个个像见了鬼一样, 张大嘴瞧着自己, 这便微微一笑, 道,果然有些分量, 王老二你功夫不赖吗? 只是那石狮子有几千斤重, 你真有把握能把他抬起来。 众人都知道几言武功高, 哥武功高不一定力气大, 见他显露这一手, 就都吓得他们说不出话来,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听王老二道, 侯爷, 小人刚才喝多了, 说醉话里, 都是这几个坏种, 想要瞧我出丑, 我有膀子力气, 也就抬个五六百斤罢了, 哦, 是吗? 五六百斤, 应该也够了, 只听几言说话含糊不明, 几言的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就晓得侯爷手段厉害, 就不知他要怎么责罚, 一个个缩脖子低头, 再没有方才的封禁, 一味装孙子去了。 见他们这样, 几言也就温和笑笑, 道, 怎么, 怕我吃了, 你们不成? 我不过是, 因着许久没有活动, 筋骨有些发紧, 想跟你们过上几招, 又不知手底下有没有轻重, 才问这一句, 你们都跟他一样, 能抬五六百斤吗? 五六百斤, 说得轻巧, 一般农户养的猪都没有这么重, 就不是随便来个人, 就能徒手抬起来的。 除了王老二机缘巧合下, 学过点内功吐纳之外, 其余几人都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就连忙摇头, 扣刀不敢, 吓得不住后退。 王老二有力气, 可拳脚功夫就差着点, 一听几言想活动筋骨, 也是吓得满脸苍白, 就是当年城外教场, 他们出进了高手, 也没能敌过纪言, 这会儿靠他们几个, 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纪言自然知道他们的念头, 原本也只想点到为止, 只是这几个家伙, 实在太不像话, 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这才有心发威, 便故意道, 别怕, 上次是兄弟们仁义, 没有围攻我, 今天咱们切磋, 我就吃点亏, 一个人打你们几个好了。 这话就说得有点大, 始终是双拳难敌四手, 遇上不要脸的打法, 一个人抱腰, 一个人抱腿, 就足够纪言吃上一壶。 然而, 他始终是凶威远波, 即便是群殴众人, 也有点害怕, 才有一个小机灵鬼道, 侯爷神威盖世, 又是尊贵之躯, 我们哪敢跟侯爷动手。 听这话, 纪言就冷笑一声, 心道, 请降不如激降, 这就抬脚, 原地转了一圈, 在雪地上画出个只能站一个人的圈子来, 道, 你们一起上, 只要能逼我出圈, 今后的月前一律翻倍, 我在额外, 许你们不用听孙德指挥, 每年走三趟标即可。 这就有些侮辱人, 又有丰厚的赏赐, 才瞬间激起了几人的血性, 叫他们两眼都变得发红, 就听王老二道, 侯爷这么大方, 兄弟们再做推辞,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来吧, 哥几个也别叫侯爷看清了。 随着琪琪一声热切的怒吼, 众人这就摩拳擦掌, 激起了斗志。 几颜笑笑, 云淡风轻地看着几名怒汉, 露出一丝奸济得逞的笑容。 五分钟后, 这几人便以各种姿势, 躺在了几颜周围, 几颜则定定站在自己画出的圈里, 一尘不染, 轻松非常, 圈子里的雪上甚至没有脚印, 就听他轻声道, 几位这是怕伤了我不肯出权力吗? 别怕, 能伤到我, 也算你们的本事, 之前说好的奖赏依旧有效。 王老二被打歪了鼻梁鼓, 这会儿鼻血直冒, 捂着鼻子嗡声嗡气道, 侯爷饶命, 侯爷饶命啊。 我们知道, 侯爷神功盖世了, 再也不敢胡闹, 再也不敢跟侯爷动手了。 几颜微微一笑, 温柔地蹲下身子, 看着王老二道, 这是怎么话说的, 不就是打了你一拳吗? 去年孙德来我府中切磋, 肋骨都被我踢断过, 第二天也就好了, 算不得什么重伤。 别像那娘们似的, 想想月前, 想想自由, 快些起来, 我这还没活动开呢。 孙德是什么人物, 几人都心中有数, 就是他练武成吃, 又不肯认输, 别说是断根肋骨, 就是断手断脚, 也不会轻易放弃。 正常人又几个是像他那样的, 更何况几颜下手, 着实是黑的不行, 要不是几人都有些武功底子, 这会儿就已经闹出人命来了。 一面身影, 一面求饶, 之前的小机灵鬼总算是看清了事态, 连忙道, 侯爷恕罪, 我们实在是不行了, 今后谁要再敢在镖局里喝酒, 再敢在镖局里胡闹, 就照着今天的法子教训, 不敢劳侯爷亲自动手。 戒严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 听他这么说, 也就点头, 道, 知道就好,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拳头大就是盗脸, 你们要怎么胡闹都行, 只要先问过我的拳头, 一天天不好好练功, 就知道败坏武道, 做件身子, 能有什么出路? 这些人原本都是混世魔王, 被戒严收在麾下后, 倒也收敛了不少, 只是这几天生意冷清, 闲得无聊, 这才趁着孙德不在, 解放了天性, 本不是胡闹一天, 而是好几天了。 翠娘早就听到了风声, 只是先前戒严有要事要做, 便一直没有告诉, 放任他们逍遥了太久, 才叫他们愈发放肆, 对付这种人, 拳头就是最好的道理, 戒严给他们讲清楚道理之后, 他们也就晓得了厉害, 自然会收敛很多, 才不至于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否则今天喝醉了, 就要砸自家的门面, 明天岂不是要出去烧别人的房子, 祸端原本就是要扼杀在摇篮之中的。 眼瞧着众人得了教训, 几言这便点了点头, 道, 罢了, 既然小得厉害, 最好牢牢记着, 起来吧, 自己上些要去, 今后好生练武, 总有你们的好日子过。 众人连忙起身谢恩, 倒也都没有去上药, 就是几言下手虽黑, 但很有轻重, 打得疼而不伤, 缓一缓也就好了, 便听王老二道, 侯爷这是什么功夫, 咱们之前都没有见过, 真像是神仙手段, 割几个都进不得侯爷的身礼。 几言听他吹捧, 这就傲然笑道, 此乃我大唐两位门神清授, 安邦定国的功夫。 吴辈既不在江湖, 武功便是保家卫国用的, 只要你们有心, 我也不领传授, 只是学着功夫, 被挨不少打猎。 王老二先听得热血沸腾, 最后这一句, 却吓得他浑身发冷, 这就连连摆手, 道, 武功乃身外之物, 小人只想好好活着, 求侯爷高抬贵手, 这就放过了吧。 瞧他这副怂样, 众人都是轰然大笑, 几言仰头瞧向毕空, 心中默默念叨, 秦伯伯, 你瞧见了吗? 你叫我的武功, 终究没有荒废了。 黄昏时分, 太极殿中灯火摇曳, 紧闭的门窗和厚厚的漫涨, 将寒风隔绝在外。 与寻常时候不同, 今夜的太极殿显得十分冷清, 不单没有为国操劳的内臣, 也没有太多服饰的工人, 甚至没有议论说话的声音, 只有李世民端坐龙踏之上, 太子和长孙无忌分坐两旁, 三人齐齐看向垂手贵坐的长乡, 心中各有打算。 叹一口气, 李世民这就打破沉默, 轻声道, 吐蕃大象金城来报, 他们赞谱执意要迎娶弟女, 不惜一切代价。 几言那小子, 还是欠些火候。 他这话不像是说给长乡听的, 眼睛却一直看着长乡, 就听他柔声道, 启禀父皇, 这原本是既定之事, 女儿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不知女儿该何时启程, 去往吐蕃。 这么乖巧, 这么懂事的女儿, 就叫李世民眼眶一红, 道, 长乡, 你真不改主意了吗? 长乡温和点头, 道, 能为父皇分忧, 乃是女儿的荣幸, 无论身在何处, 长乡永远是父皇的女儿。 这一番话, 就叫李世民叹气, 却让太子李承前洗上眉梢, 赞道, 妹妹为家国天下, 舍小我而得大我, 真不愧是大唐公主的典范, 天下女子的楷模。 住口!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同时开口呵斥, 吓得李承前差点翻倒过去, 就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和舅舅会呵斥自己, 一时间既委屈, 又害怕, 低着头不敢说话。 这就是他未曾把握到和亲之事的内核, 满以为妹妹出嫁, 就能保证大唐和吐蕃万事友好, 等自己当了皇帝就能坐享太平, 这才一味欢喜, 口不择言。 要是他说点家常话, 扯两句舍不得妹妹之类的, 李世民虽然打心底里不幸, 却也不至于呵斥他, 便是大唐公主的典范这一句, 隐含着公主都要去和亲的意思, 深深刺痛了李世民, 才叫他忍不住要骂醒这个傻儿子。 长孙无忌也是这般考虑, 为着保护外甥, 不让他再乱说话。 长孙对这几个人的往来毫不感兴趣, 只静静坐在原地, 心中什么都没有想, 似乎思维已经从身躯中离开, 留在原地的不过是一个名叫长孙的躯窍罢了。 这半个多月来, 李世民比陆东赞都急着得到吐蕃赞谱的消息, 就希望陆东赞被寄言说动之后, 松赞干部能做出些许让步。 故而这段时间, 他都默许几言往宫里送各种天南海北的稀奇物事, 明以上是献给自己, 其实都是送去了长孙宫里, 就为讨他的欢心。 然而, 长孙与指然不同, 原本不是俗物所能打动的, 又是很有气节, 一应拒绝了寄言的心意, 就一心一意等着下架吐蕃, 再不存着分毫杂念。 这段时间都是心无旁骛的状态, 也是通过拒绝思考来逃避眼前的许多纷扰。 这就叫李世民心疼, 愈发不舍得他下架。 然而今天一早, 陆东赞请求私底下拜见, 说是吐蕃的回文已到, 请李世民尽快准备出嫁公主, 就叫他彻底失去了希望, 不得不接受现实, 这才宣召了长乡来, 叫他的哥哥和舅舅陪着, 一家人最后再见一面。 长孙无忌瞧着长乡, 心中百感交集, 眼前这个侄女, 原是最像他妹妹长孙皇后的, 从感情上说, 他也舍不得将她嫁去苦寒之地。 然而, 公主再怎么高贵, 始终要嫁给臣子, 太子却总有一天会登上皇帝的尊位, 才叫他不得不选择。 为了侄子牺牲侄女, 一切都是为太子的将来铺路, 心想着长孙无忌才缓缓开口, 道, 吐蕃那边按着魏征的刁难, 已经做好了诸多准备, 让他们不敢怠慢大唐公主, 只是始终两国不同, 到了那边若有不变之处, 你一定要跟陛下, 跟舅舅说, 记住, 无论在哪里, 你都是陛下的女儿, 是我的侄女, 更是大唐的公主。 这话就体贴许多, 长乡也温柔回道, 多谢舅舅关心, 长乡谨记在心。 启禀父皇, 女儿还有一事相求, 请父皇务必恩准。 李世民一愣, 就是这女儿从来不向自己求取什么, 这会这么说, 只怕还有心愿, 就抱着愧疚和不舍, 深深道, 无论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长乡闻言, 深深一拜, 道, 女儿求父皇, 和亲之事, 不宜昭告天下, 不宜大张旗鼓, 不宜惊动百姓, 不宜, 不宜叫兴风后之道。 求父皇恩准, 然女儿悄悄嫁去吐蕃就是, 就当, 就当女儿不存在吧。 李世民浑身一震, 这就颤抖着站起身来, 亮呛着走到长乡面前, 蹲下身去, 捧起他的脸, 看着他的眼睛, 愧然叹道。 你这又是何苦? 李承前闻言接口, 顺着他爹的话说道, 就是, 妹妹乃是大唐公主, 出嫁自要轰轰烈烈, 寻常百姓嫁娶, 还有个吹拉弹唱, 又怎能让你悄悄就嫁出去了? 依我看, 准备他半个月, 叫李不和太长寺, 舅舅你拉我干什么? 长孙无忌何止是拉李承前, 这会儿恨不得把他嘴给缝上, 就是他没说一句, 李世民的身子就多一分颤抖, 要是再不拉住他, 恐怕他就要被亲爹一脚踹翻在当场。 李世民只当什么都没听见, 就看着长乡心中一阵悲悯, 知道他这些要求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他的父皇, 为了他李世民。 上天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懂事的女儿, 又为什么要残忍, 将他夺走? 不昭告天下, 百姓就不会知道公主和亲, 民间就不会议论李世民向藩帮屈服, 出卖自己的女儿。 历来和亲, 和亲公主都能得万事美名, 皇帝却不得不背负些议论, 长乡这么要求, 就是舍弃自己的名声, 保全李世民的名声,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要为父亲考虑, 就真不是一般的忠孝结义了。 此举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李世民也心知肚明, 就是为了瞒住纪言, 免得他冲动做出傻事, 始终那小子不同寻常, 一旦发起风来, 就要有损皇室的体面。 于是, 长乡将告别的机会也放弃了。 纪言说话算话, 又是豪爽大方, 承诺传授一众标诗武功之后, 就撑着年下大伙都在京城, 将他们聚拢在教场, 指点他们的功夫, 顺便找几个信任陪自己练手。 那一日他教训王老二等人的事情, 才半个月就在标诗之间流传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他武功的描述就愈发神奇, 传到最后, 简直要把他说成飞天遁地, 赶山填海的神仙, 就让众人心驰神网, 上赶着想求他指点武功, 就来得整整齐齐, 一个不辣。 对于此, 纪言也很无奈, 深知流言就是这样, 越传就越邪乎, 倒是多亏流言, 才将这群散漫的家伙聚拢起来, 也算是有利有弊。 事情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最好。 既然要指点大家武功, 纪言自然是拿出了十二分的镜头, 这才一大早就来到教场, 才中午就汗湿了衣裳, 孙德瞧着他辛苦, 怕累坏了他回去, 遭指然责骂, 这才驱散了围着纪言的众人, 求他休息片刻。 纪言这会儿浑身是汗, 就像是刚洗了个热水澡一般, 冰天雪地里, 身上热气生腾, 只看着孙德暗暗心惊, 活像是烧开了锅, 就知道, 他内功已经有了成就, 才能做到这般寒暑不清, 这就忍不住赞道, 侯爷这一身功夫, 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了, 早听说高手无惧寒暑, 原来侯爷已经到了这一步。 几言笑笑, 结果热查来咕咚咚咚灌下几口, 这才喘着气道, 旁人说得夸张, 你还不晓得吗, 无非是冻得狠了, 气血翻腾罢了, 说什么寒暑不清, 好歹你也是我姐夫, 自不能亏待了你, 待会儿我单独指点你一番, 管叫你死死镇住这些家伙, 就是。 孙德连声答应, 瞧着闹成一团的众人, 感慨道, 当年就是在这里, 我们被侯爷收入麾下, 一晃也两年过去, 大伙都过上了安稳日子, 想起来那天我还不自量力, 跟侯爷动了手链, 几言听着他感慨, 也是微微点头, 就听旁边走西路标的标头照明插嘴道, 说来也是奇怪, 陆东赞他们来长安一个多月, 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还听说要和亲, 却到现在都没有准备, 拖他这么久, 当然是你家侯爷我的功劳, 几言心中想着, 脸上微笑, 就听另一人说, 赵大哥是瞧上了土拨娘们, 等着人家请你走标, 去找老乡好吧, 帆帮女子兴如烈火, 赵大哥, 小心别玩火自焚烈, 赵明脸上一红, 抬脚就去踢那个嘴碎的家伙, 却又听另一人道, 陆东赞, 上次给侯爷送礼那个土拨人, 他们不是走了吗, 怎么, 你们都不知道, 才听见这话, 纪言便身子一将, 手上拿着的茶碗骤然坠地, 摔在地上碎成几片, 最想惊动众人, 才叫他们纷纷住口, 扭头看来, 就见他瞪大了眼睛, 大张着嘴, 身子微微颤抖, 喉咙里挤出声音, 道, 你说什么, 陆东赞走了, 那人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只得举世道, 侯爷也不晓得吗, 三天前一大早, 我从老乡好家里出来, 正好遇见他们一大堆人, 朝金光门去了, 那会儿天黑, 他没认出我, 我却看得真拙, 那陆东赞陪在一辆牛车边上, 小心翼翼里, 侯爷, 侯爷你干什么, 话没说完, 那人就被纪言一把捞住了领子, 瞧他满脸着急, 道, 你没看错, 真是陆东赞, 纪言这一着急, 直下的那飙尸两股战战, 脑子也乱了, 嘴也笨了, 结巴道, 应该, 应该是他吧, 吐蕃人长得都差不多, 不过我看得很清楚, 孙德, 速去红卢馆, 传我的话, 请吐蕃使节来见我, 若请不到, 若请不到, 你便叫御池宝灵来, 纪言一声怒吼, 孙德这就领命, 甩开腿, 以远超骏马的速度, 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 也知道事态紧急, 并没有多问什么, 周围众人都没有见过 几言这么失态, 纷纷感觉到有大事发生, 才听王老二道, 侯爷, 莫非那吐蕃蛮子, 欠了侯爷的钱,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搁几个这就去拿他回来, 纪言看他一眼, 沉默片刻, 咬牙道, 点两百精锐, 各自去领了骏马, 一听这话, 众人便齐齐一领,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问纪言一句话, 也不用争执或推辞, 自然而然有两百人 默默去领了骏马甲咒,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齐刷刷列队站好, 等候纪言吩咐, 也亏得此间是成交较长, 经济一带的府兵有所驻扎, 见到昔日的战友, 又得了纪言的命令, 他们很爽快, 就借出这许多装备骏马, 只以为纪言打算训练 标师们骑射, 不宜有他, 与此同时, 孙德也狂奔回来, 半拉半扯, 拖着满脸惊慌, 气喘吁吁的御迟宝林, 站定几言面前, 朗声道, 启禀侯爷, 吐蕃使节不在红卢馆中, 经我逼问, 他们三天前就已经离开, 御迟宝林带道, 请侯爷发落, 御迟宝林一把甩开孙德的手, 怒道, 反了天了, 跟了新风后, 你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什么带道, 什么发落, 我爹晓得你这样, 不砍了爹, 几言冷冷瞧着他大骂孙德, 故意背对着自己, 就是不敢看自己一眼, 就晓得这小子心中有鬼, 可惜太傻, 不懂得掩藏, 他那冰冷的目光, 隔着后脑勺, 看进了御迟宝林心里, 才叫他浑身发毛, 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总算泄气, 转身看向几言, 小声道, 你要见我, 说一声就是, 咱们兄弟, 啥时候, 要动粗了, 这孙德角力过人, 堪比牲口, 扯着我跑了大半个精成脸, 几言依旧不说话, 只定定瞧着御迟宝林, 就叫这小傻愈发难受, 似乎自己里里外外都被他的目光所穿透, 不由得左顾右盼, 又是嘀咕几句, 宛若九天炸雷, 御迟宝林这就一屁股坐倒在地, 瞪大眼睛看向几言, 道, 你知道了, 不是我故意瞒着你, 陛下下指不让说脸, 哎呦,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御迟宝林一开口, 就相当于把李世民和他爹都给卖了, 本来李世民欺负纪言不上朝, 召见一众参知正事的内臣, 宣布公主下架的消息, 并命令他们不得外传, 原本和亲也是在内朝讨论, 故而一众人都成功瞒住了纪言, 奈何千算万算, 他没有算到纪言手下人撕毁了相好还能早起, 撞破土拨人的行迹, 也没算到, 纪言会果断抓御迟宝林来问话, 原本赵李世民的打算, 应该是悄悄把长乡嫁去土拨, 然后等两三个月, 再下发诏书, 昭告举国上下长乡公主和亲的消息, 就是他不愿意用女儿的名声来挽救自己的名声, 也不愿长乡默默无闻地为大唐天下做出奉献, 一定要叫举国上下都知道女儿的忠孝结义, 只可惜这一番心思, 没瞒过纪言和御迟宝林的智商, 再加上御迟禁的是个没心眼的, 啥事都跟儿子说, 这才三天不到, 这就漏了线, 纪言怒发冲冠, 瞪了一眼御迟宝林, 赤道, 肯说实话, 还算兄弟, 等老子回来, 再给你算账, 你跟御迟伯伯说一声, 让他给你留点智商的担药, 一语敬, 纪言这就长笑一声, 翻身上马, 贺道, 纪谋不才, 连累诸位兄弟, 而等随我追上吐蕃使节, 有不愿的, 这就下马换人, 这一声回荡在天地间,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下马, 孙德甚至抢不上钱, 将两百人里排行靠沫那人一把扯下来, 顾不上换铠甲, 这就翻身上马, 吼道, 侯也有命, 莫敢不从, 敢不为侯也死, 众人齐声迎合, 两百铁骑这就追着纪言, 掀起漫天的白雪和黄土, 绝尘朝着金城狂奔去, 呼喊声震动天地, 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两百人里, 甚至有完全不知道状况,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的人物, 然而就是几言一声令下, 他们这就舍命追随, 毫无顾忌, 皇帝是什么, 王法又是什么, 能吃吗, 好吃吗, 怎么吃, 他们这会儿, 只晓得侯爷的命令, 两百铁冲入明德门, 守门的兵丁, 甚至不敢多问一句, 只一眼瞧见纪言, 这就连忙闪开, 眼睁睁看着他们冲入京都, 自有小兵想要上前阻拦, 还没开口, 就被老兵一个耳光打得找不着呗, 听他怒斥道, 瞎了你的眼, 新风后都不认得了, 马蹄踩烂了你, 老子还要给你家暴仨, 死也死个清静, 给人添乱, 又算什么, 然而金光门的将士, 就比明德门的守军规矩, 也是青眼瞧见陆东赞等人出城, 一早就得了王命, 眼瞧着纪言率领大队骑兵冲来, 这就有守将汉不畏死上前, 拦在铁骑面前, 吼道, 谁人率兵出城, 拿出虎符来叫咽, 奉陛下斥指, 若无上令, 长安十二门不得通行兵马, 只差一步, 纪言的马蹄, 就要将那城门关踩在体下, 闻听此言, 他就冷声, 怒道, 无奈陛下御风新风后, 谁敢挡我, 那城门关显然是个死脑筋, 这就双手握住长朔, 拦在身前, 丝毫不惧纪言的怒火, 又吼道, 就是欲持国公率兵出城, 也要持天子手斥, 新风后再不奉上手斥, 羞怪我等不知进退, 纪言瞧着城门关正直, 虽然心急, 也不愿伤他, 这就一甩马鞭, 五出一的鞭花, 随即大手一挥, 马鞭扯着这城门关的腰杆, 将他拉朝一边, 这才道, 要手斥, 你进宫去要吧, 只怕陛下不肯给你, 某新风后纪言在此, 谁在阻拦, 死生各安天命, 羞怪本厚无情, 除了那耿直的城门关, 其余谁也不敢阻拦他的队伍, 这就连忙让开, 再不敢说别的什么, 这也是因为, 纪言手下众人, 各个身着抚兵铠甲, 区区守成兵丁, 不敢与他们抗衡的缘故, 策马出城, 纪言这就一正, 心道自己率兵追杀大唐兄弟之邦, 乃是十恶不赦的叛逆之罪, 这就一扯缰绳, 喝到七女高堂聚在者出炼, 密尔等即刻回转城中, 赶赴侯府, 禀报夫人, 就说我对不起她, 依旧不需要商量, 这就有三骑人马出炼, 寒泪高声领命, 不是因为纪言恩泽, 而是为着不能随她出生入死, 暗暗点头, 几言幼稚边吼道, 今日之事, 情同谋逆, 食死无生, 且要牵连三足, 有不愿通王者, 可自行策马返回, 继某记不住人, 记不住脸, 天地可见, 若能回转, 绝不追究今日之事, 天空中响起一声闷雷, 就是冬雷滚滚, 下雨雪的一照, 然而一对人马之中, 既没有人离去, 也没有人张嘴问上一句, 全都一言不发, 静静跟在几言身后, 这才叫她感动, 一挥马鞭, 这就喊道, 本后令, 昼夜不休, 追上吐蕃使节, 死则死矣, 大丈夫声六尺驱, 何不令其千古, 众人齐贺一声, 威严直冲云霄, 几乎要将千云驱散, 这就有一对大军绝尘而去, 朝着西面关道急奔, 翠娘这会儿, 正跟指然在府中, 两人抱着上在强宝的大川说笑不已, 不经意听见一人快步闯入府中, 三两步来到两人面前, 单膝跪地, 高声道, 启禀夫人, 侯夜率两百人, 杀出城去, 追杀吐蕃使节队伍, 侯夜有话, 说对不起夫人, 翠娘闻言一颤, 手一抖, 差点将小侄子摔在地上, 还好指然反应快, 连忙双手接过儿子, 出言赤道, 侯夜行事, 自由主张, 你喊个什么, 显得你嗓门大吗, 你们有多少人回来赴命, 这就在追出城去, 追上侯夜, 就说夫人说的, 叫他放手去做, 不必有后顾之忧, 发什么呆, 还不快去, 那镖局说是孙德主事, 其实还是指然执掌着大小事宜, 来这人自然知道他的厉害, 闻言就称是, 又小心问道, 属下斗胆, 请夫人回句话才是, 翠娘略意沉吟, 这就到, 皆如清洁所言, 便是我的意思, 你只告诉相公, 天寒地冻, 请他多穿寒衣, 也别冻坏了诸位师父, 快去吧, 辛苦你们了, 姐妹俩的心思一致, 那人便是动容, 抬手擦着眼泪谢恩, 这就冲出侯府, 一面感慨, 自己何时能娶到这样贤惠的老婆, 一面呼喊, 这兄弟们上马, 追赶计言, 回来时, 他们只有三人, 此刻却早已有数百人, 整装待发等在侯府门前, 几乎所有标师都做好了准备, 这就吓得金光门的将士, 骑骑避让, 又是忤逆亡命, 放了他们出城, 瞧着烟尘滚滚, 金光门守将站起身拍打尘土, 自言自语道, 哎, 做到这一步, 陛下总该无话可说, 但愿新封后凯旋而归, 可别叫咱们的公主被吐蕃人取走了, 来人, 禀报宫中, 就说新封后率兵出城, 无等无力阻拦, 请陛下降罪, 陆东赞义行人队伍浩大, 又带着公主的义音嫁妆, 即便有心赶路, 也快不过身经百战的辅兵铁骑, 与此相反, 既言率兵追赶吐蕃使节队伍, 一路上得到了沿途管义的大力支持, 都不需要出示皇帝的首斥, 或者兵部的军令, 各大驿战这就毫无怨言地为他们奉上最好的饮食, 换上最快的骏马, 有的驿战甚至是一官自己掏钱, 拼着忤逆上义的大罪, 不计一切得失, 买马买肉也要保障纪言的队伍行军顺利, 就是他们身为大唐子民, 也不愿意自己的公主远嫁吐蕃苦寒之地, 人一辈子顶天一百来年, 大唐的威名却要万古流传, 才叫他们不遗余力支持纪言, 一应服侍的妥妥当当, 唐人何等骄傲, 其实从朝礼到民间, 谁也不希望大唐公主被吐蕃人取走, 除了朝中那几个身谋远虑的老臣之外, 其余绝大多数知情人都是与纪言一样的心思, 就不惜代价, 也要挽回公主下架吐蕃的结局, 李世民要是知道属下这么想, 就绝不会让长乡下架, 然而身为皇帝, 高高在上, 日理万机, 有些来自于民间的声音, 原本是不能传达到他的耳朵里的, 当皇帝嘛, 什么都听见, 人非圣贤, 可也不是神贤, 许多时候, 底下的人反而消息灵通, 想得也透彻, 便是沿途驿站的一官都知道和亲公主出嫁, 都不愿大唐公主嫁去吐蕃, 心里明白得很, 只是无力干涉, 眼瞧着几言率兵追来, 就能隐约猜到, 他要干什么, 绝口不问, 又是不遗余力支持, 甚至暗中给他指路, 如此一来, 纪言这一队精兵, 就笔直地朝着吐蕃使劫队伍追去, 按照纪言的计算, 最多不超过两天, 他们就能追上长乡, 然而, 事情远没有他想得这么简单, 追出长安不过五百里地界, 还没有离开川南道, 纪言就远远瞧着有传信的兵丁迎面赶来, 才看见众人便勒马驻足, 急切道, 是援军吗? 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吗? 很显然, 因为众人都身着斧兵甲咒, 这兵丁就认错了人, 纪言只听援军, 二子, 以为前方爆发了战乱, 又是担心长乡, 又是担心百姓, 也就不做解释, 直接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你细细招来, 那兵丁大喘着气, 急切中也来不及分辨, 这就到, 启禀上差, 昨日吐蕃使劫路过三道交界, 陆遇汉匪山贼, 遭了洗劫, 剑南道已经发兵去救, 但因山势复杂, 力有不歹, 顾命下官往山南道求援, 这一番话, 直如晴天霹雳, 便叫几言, 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 好容易稳住了身子, 才杨鞭扯住那兵丁, 押住怒火道, 是何等汉匪山贼, 敢洗劫吐蕃使劫的队伍, 剑南道竟连山贼都对付不了, 要向山南道求援, 那兵丁乔他霸气十足, 又是怒火冲天, 不敢隐瞒, 就连忙道, 启禀上差, 动手的乃是盘踞山中的汉匪, 向来靠着大劫过往祸伤为生, 官府虽然出兵剿灭过几次, 可因这蜀中多山, 山势险峻, 素来一手南弓, 原非驻地府兵懈怠, 几言哪管这些, 这就问道, 那人呢? 吐蕃使劫如何? 难不成, 眼见几言露出争鸣神情, 那兵丁连忙道, 上差息怒, 照我们得到的消息, 除了最开始遭劫时, 略有人员伤亡, 使劫队伍大部分完好无伤, 那群山贼也不知道, 他们是吐蕃使劫, 只以为是普通胡商, 故而将他们扣在寨中, 作为人质, 要挟官府, 这一来, 几言才松了口气, 转念又想起长乡一个大姑娘, 落在这群汉匪手中, 处境不妙, 便又揪心, 道, 那女眷呢? 孙德文言靠上前来, 也不等那兵丁回话, 就道, 启禀侯爷, 这些拦路抢劫的匪类, 无恶不作, 可一般扣下人质后, 不会轻易伤害, 一来, 他们要想索要赎金, 二来, 他们多与地方上有些勾结, 也不敢将事情闹大, 还要保住小命要紧, 孙德他们, 是专门跟山野匪类打交道的, 对这等江湖规矩, 就比寄言要熟, 再加上公主的名节重要, 也怕他情急之下, 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这才连忙上前, 那兵丁听孙德喊侯爷, 直下的两腿一软, 就扑通跪地磕头, 才听几言咬牙道, 好, 你也不用去求援了, 这就带我们去寻那寨子, 试了之后, 自有你的功劳, 速速起身上马, 万不可再耽搁, 兵丁狐疑地看着孙德喊身后的几百精兵, 就担心人手不够, 始终先前数千辅兵杀入山中, 也没能攻破那百余人的寨子, 反而损失惨重, 心里就有些没底, 然而孙德不住催促, 他也不敢违逆, 便是地方上的父母官, 放在侯爷面前还不够看, 这就领命, 上马带路, 一行人原本昼夜奔袭, 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 这会儿却谁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态, 反而一个个精神绝朔, 摩拳擦掌, 才听王老二笑道, 这下好了, 有那不知死的帮我们拦下了吐蕃人, 还准备了活动手脚的小玩意儿, 这几个月江南天下太平, 老子许久没杀人了, 手痒得狠, 孙德文言就瞪他一眼, 低声骂道, 别废话, 不晓得侯爷着急吗? 再乱说话, 你就下马去跟着跑吧, 话音未落, 就听几言道, 这就叫他下马去, 让那兵丁骑他的马, 否则这般耽搁下去, 只怕夜长梦多, 王老二, 跟着跑, 若是吊队, 瞧我不打断你的腿, 王老二这就满脸苦笑,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翻身跳下马来, 一把抓住那兵丁的后脖梗子, 仰手一甩, 就把他甩到了自己的马背上, 姿势, 位置进阶精准非常, 吓得那兵丁险些尿了裤子, 就不知道这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怎的这么厉害, 这会儿还能笑得出来, 他却不知道, 卢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那群山贼前世不休, 原是命中的死劫临门了, 喜劫吐蕃使劫的山寨, 就在武士里开外, 属加州龙游县至下, 凭借着重山峻岭, 盘踞在当地已经有些年头, 几任地方官都新兵围剿过, 可一直未能将其彻底拔除, 总是闹一通没多久就死灰复燃, 一直叫地方上饱受其苦, 因着几言的表示走西路标时, 货物繁重, 多从运河上堵水路, 就还不曾走到这里, 为老百姓排油解难, 现如今却是寒冬腊雪, 运河风洞, 陆东赞他们不得不走陆路, 这就被不开眼的匪徒盯上, 几言等人赶到山脚下的时候, 龙游县地方已经聚集起数千名辅兵来, 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 折损了数百人手, 却已经未能将山寨攻破, 这会儿, 龙游县令正亲自坐镇在大营中, 眼瞧着一股子烟尘铺天盖地袭来, 心中便是一喜, 暗道, 龟儿子跑得挺快, 这就把旧兵搬来了, 还不等他下令迎接援军, 几言的精兵便风驰电掣一般冲入了大营, 稳稳停在中军之前, 就叫龙游县令心中一惊, 暗叹这些人好生厉害, 冲入大营直入无人之境, 若是敌人, 只怕早就将自己的人头给砍下来了, 再看领头那人并不曾穿着假皱, 而是一身紫红色大肠, 看上去, 咦, 看上去很像是四品官的长服, 天老爷, 龟儿子把天军搬来了, 念头只在心里一转, 龙游县令就不由自主败斗, 高呼道, 属下龙游县令郭万成, 攻迎天军降临, 属下治理无方, 致使境内滋生匪徒, 或沿吐蕃使劫, 属下有罪, 请天军责罚, 几言看他一眼, 也不下马, 这就到, 废话少说, 山上有多少人, 使劫是否平安, 而等久宫不下, 有何为难之处, 龙游县令偷眼瞧着几言, 只瞧他满脸着急, 这就不敢怠慢, 将事情又说了一遍, 末了道, 启禀天军, 使劫与, 那位贵人都平安无事, 只被山匪扣住, 让他们不敢动粗, 贼人已然传出话来, 只要府兵退去, 他们便即刻放人, 然自我大唐固有天威, 属下不敢剁了朝廷的威风, 倒是有些骨气, 只是脑子不好, 几言叹一声, 这就到, 只怕逼迫太过, 令他们苟急跳墙, 孙德, 你们出多少人, 能荡平这个寨子, 孙德嘿嘿一笑, 仰头瞧着, 山间云雾缭绕, 道, 平常时候, 十人足矣, 但要救人吗, 得四五十人, 不过侯爷要是肯以身犯险, 二十人也就够了, 始终人多了动静大, 打草惊蛇就不好, 几言不顾被吓得浑身发抖的龙游县令, 这就到, 好, 你挑二十人, 我与你们同去, 敢在天黑前送这些山匪上路, 龙游县令文言就知道来的人很不一般, 正想上去劝两句, 就生怕侯爷在自己治下, 有个三长两短, 到时候, 他不是丢官坐楼, 而是要掉脑袋了,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几言等人就利落翻身下马, 二十一元怒汉朝着山路奔去, 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只剩下数百精兵, 丝毫不见担心的样子, 山上寨子里, 灰暗潮湿的时势中, 陆东暂领着几名亲信, 背对背围成一圈, 将长相护在里面, 其余数十人则簇拥着他们, 面带恐惧, 却一言不发, 只在心中默默助导, 祈求法王将士, 解救他们逃出生天, 堪压这几十个人的, 只有两个流里流气的喽啰, 便是对付一群已经被打败的普通人, 原本不需要耗费多少人力, 这会儿, 山寨的主力都在严阵以待, 只留下他俩在这里倾弦, 就听其中一个道, 不晓得这伙人什么来历, 竟然惊动了官府围攻, 龙游县令一向胆小, 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另一个怪笑两声, 哦, 我不管这群蛮子如何, 中间那个小妞倒是水灵灵的, 你瞧蛮子都不敢看他一眼, 怕是为了他惊动官府, 我是看清楚了, 龙游县既然出兵, 咱们就南逃大捡, 要是能睡他一次, 我这辈子也就值了, 他故意说得大声, 想要吓唬长乡, 长乡却纹丝不动, 才听前一个道, 你个龟儿, 勒紧了裤腰, 债主说不许动他们一根手指, 你不听话, 怕是不想要命了, 那人一听便是大怒, 哦, 债主, 债主, 我儿子是债主, 老子想要个小婆娘, 你说什么的债主, 你等着我捆倒他, 莫叫他挣扎伤了自己, 外面又看不出来, 你怕个什么, 你不说我不说, 小娘子当然不会说, 有我的就有你的吗, 大不了让你先来, 原本他俩只是说闹斗嘴, 可说着说着, 邪念还真涌上了心头, 另外那人当即就不说话, 就瞧他怪笑着扯着腰带, 脉步走上前来, 一众吐蕃使节都被绑了手脚, 嘴里塞着麻瓜, 既不能活动, 也不能喊叫, 这会儿真是着急的眼珠子通红, 纷纷挣扎着起身, 用身体去阻拦那匪徒的动作, 却都是徒劳无功, 上前一个就被踹倒一个全然做不到什么, 甚至愈发激起了那山匪的狠径, 下手越来越狠, 这一行人原本就是普通的文官, 稍有些武力的护卫都在之前浴血奋战而死, 只可惜武道仅在中原流传, 吐蕃人本不练武, 单靠着一枪血勇, 原不是这些能对抗官府的汉匪的对手, 这会儿手脚被绑, 维持平衡都难, 就不能有更多的举动, 然而, 长相已经出了皇宫, 就是他们吐蕃的王妃, 任何一个吐蕃人都不能眼睁睁瞧着王妃遭人侮辱, 这才前赴后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拼了命也要保护好长相, 另外, 那人瞧着吐蕃人汗勇, 心底也是有些发慌, 就怕动静闹得太大, 万一惊动了债主, 他俩就恐怕难逃一死, 若一个小娘子没得手, 反而把性命丢了, 只是, 这会儿他骑虎难下, 已经错过了阻止同伴的关口, 咬着牙坚持了半天, 这就冲上去一脚踹翻一个吐蕃人, 低声道, 你快些, 别动出动静, 那山匪宁笑一声, 这就下手愈发狠毒, 将最后几个吐蕃人打得满脸鲜血, 这就站在了陆东赞等人面前, 只要一步就能碰到长相, 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长相的表现就有些冷静的超长, 只见他依旧纹丝不动,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许是被吓傻了, 又或者已经对什么都不在在乎, 长相这样还算是情有可原, 始终是落在一句哀莫大鱼心思上, 堂堂大堂公主, 难道要哭喊挣扎, 满足那山匪的凌月怪痞, 最后落得个凄凉下场吗? 一动不动, 已经是他最大的抵抗, 便是将眼前的一切都从思维中剥离出去, 只当自己已经死了罢了, 然而陆东赞几人, 却也是冷静淡定非常, 只在原地坐着, 抬眼打量着这山匪, 眼神凌厉自不用说, 却没有做出任何阻拦他的动作, 那山匪见过不少哭天枪地的受害者, 就没见过眼前这等场面, 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毛, 嘴上却还要强撑着道, 老子猜你们是主子, 那些人都是奴才, 却不料主子比奴才还不如, 竟是一点血性都没有, 待会儿老子大展神威, 你们可瞪大眼睛看好, 这是你老子我教你做男人脸, 说着话, 他便强压着心中的不安, 伸手越过陆东赞的肩膀, 抓向长相白皙纤细的颈部, 一瞬间简直幸福地头晕眼花, 眼前不住冒出点点惊心来, 双脚不由地发软, 不知道什么时候, 裤脚都已经湿透, 咦, 怎么回事, 小娘子好像越来越远了, 山匪心中迷糊, 这就仰面朝天栽倒, 吓了他那同伴一跳, 这就猛退两步, 眯着眼打量, 这才隐约乔剑一柄, 镶着金玉宝石的匕首, 齐根没入了他两腿之间, 直透小腹, 搅碎了皮脏, 腥臭的血液喷泊而出, 早已尽失了众人所在的土地, 陆东赞伸手扯回匕首, 拿掉嘴里的麻瓜, 大着舌头, 低声道, 王妃, 咱们是跑不了了, 待会儿若有不测, 请王妃宽恕我不尽之罪, 陆东赞绝不让王妃遭人亵渎, 长相闭着眼睛, 微微点头, 就知道单凭几十个吐蕃人, 根本不是外面山匪的对手, 即便陆东赞靠着藏在靴子里的匕首脱困, 始终还是难以逃出升天, 他的意思, 就是在不得已的时候, 亲手了断长相的性命, 保住他的真结, 剩下那山匪眼见同伴被杀, 愣一愣, 这就高声呼喊起来, 同时抽出别在腰间的大刀, 小心翼翼朝着陆东赞等人走来, 手中的大刀仰起, 准备砍下陆东赞的头来, 陆东赞始终是个谋臣, 而不是武将, 即便有脱困的智谋, 也没有对敌的力量, 眼瞧着明晃晃大刀举起, 他便抱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 恍惚间一声巨响, 金光大作, 刺得众人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陆东赞心中大惊, 暗想难道真是法王将士, 解救众人吗? 心里想着, 他便强撑着睁开眼睛, 才瞧见求是石门洞开, 那山匪的胸口, 透出一节低血的枪头,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模样, 生机随着鲜血离开躯体, 还举着刀, 却再也落不下去了, 枪头一扭, 就将他当剑劈开成两半, 纪言浑身欲血, 这就出现在陆东赞的面前, 才见他手持长枪, 眼神冰冷, 抬腿迈过遍地血泊中的吐蕃人, 枪尖左右一挡, 将陆东赞推朝一旁, 随即将长相拦腰抱起, 叹道, 我来迟了, 这一次定不负你, 长相见纪言神兵天将, 只觉得自己是在梦中一般, 便是上一刻地狱血海, 这一刻就是人间天堂, 心神激荡中眼前一黑, 才露出半个微笑, 就在纪言怀里昏了过去, 陆东赞也没想到, 纪言会出现在这里, 稍一愣便惊喜开口道, 新风后, 你怎么来了, 真是求了大伙的性命, 你快些将王妃放下, 莫让别人瞧见了非议, 纪言冷冷瞪他一眼, 眼神如冰刀刺入他的心房, 才道, 这里没有王妃, 只有我的夫人, 你们可以随我逃出生天, 也可以死在山匪手里, 选吧, 所有吐蕃人都是一愣, 这就有人用吐蕃语高声咒骂起来, 却见陆东赞抬手制止, 低声说了两句, 这才苦涩到, 侯爷果然非常人, 才能行这非常事, 陆东赞服了, 我们愿意追随侯爷逃出生天, 就请侯爷向陛下禀明, 另辞一位公主, 与我们合亲吧, 有道是行事比人强, 陆东赞倒也是个懂得审时夺势的, 就知道, 纪言对长乡念念不忘, 定是一路从长安追来, 才赶上解救他们脱困, 单单这份情义, 就叫他不敢轻视, 即便纪言不说, 他也要对长乡重新打量, 而且现在求是中, 只有他们和纪言, 如果纪言说自己来得太晚, 他们都已经遇难, 似乎也没人可以反驳, 就是他们的小命, 都捏在纪言手里, 命都没了, 其余一切便都是空谈, 一旦吐蕃使劫在大唐境内遇难, 吐蕃与大唐就不得不再打一战, 这一战里市民不想打, 松赞干部也不想打, 这便无奈, 才叫他选择低头, 默默割断捆腹同胞的绳索, 低声嘱咐他们不许闹事, 几言瞧他懂事, 也就微微点头, 这就抱着长乡, 迈步走出求是, 才见外面一片湿山血海, 孙德等人就像是误入羊群的恶狼一般, 各自施展手段, 斩杀一众山匪, 杀的山匪们毫无还手之力, 早已溃不成军, 这会儿早已死伤过半, 剩下的也只在片刻就能解决, 传说吃过一百只老鼠的猫, 单凭叫声就能吓死老鼠, 其实杀过上百个匪徒的府兵, 对付起这些山野蠢汉来, 也是一如反掌, 这二十人上得山来, 几乎没有遇上什么阻碍, 只靠着寄言师长武功越过高墙, 这就来了通里应外合, 长驱直入, 山匪们哪见过这种打法, 一时就被打猛, 等再回过神来, 已经再没有回转的机会, 瞧见寄言出来, 孙德就连忙靠过来, 避开视线不看长乡, 指低声问道, 请侯爷是下, 吐蕃使节是生是死, 几言点点头, 道, 他们知道好歹, 还活着呢, 你去山匪收集东西的地方, 寻长乡的马车来, 我们这就回长安, 几天后, 寄言帅精兵一路回转, 名为保护, 实为押送的, 把吐蕃使节也押回了长安, 就这一路上叫陆东饭吃够了苦头, 旅途劳顿不说, 精神也备受煎熬, 这一个月下来,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吐蕃使节曾经被山贼洗劫一室, 地方上自然是不敢隐瞒, 早几天前就有消息传回了长安, 才叫李世民一瞬间大喜过望, 恨不得给那些搅局的山匪册封点什么, 好感谢他们帮自己留下的女儿, 还奉上了对付松赞干部的绝好借口, 几言的心里也是做这番打算, 回程路上就将德师跟长乡分析的透彻, 长乡绝境逢生, 对寄言解救才逃出生天, 又瞧他对自己一片痴心, 就很受感动,原本冰封的心也逐渐温暖, 便一天比一天亲近几言, 孙德等人一开始追随几言杀出来, 就做好了舍命不要的准备, 结果因为那群山匪半路杀出, 才叫他们从叛军变成了解救公主的英雄, 一时间个个都意气风发, 眉开眼笑, 不住称赞, 几言料事如神, 绝口不提创出金光门的经历, 回到京中, 几言还没进城门, 就得了李世民的宣诏, 命他带公主和使节进宫, 赵书的言辞还算温和, 就叫他着实松了口气, 打发众人先回去休息, 自己这就好生安慰了长乡一番, 这才一把拉住垂头丧气的陆东赞, 笑道, 大象, 也不用我去多说, 陛下这就宣赵你, 想来已经有了安排, 陆东赞叹口气, 点点头, 也不多说, 这就跟着几言进京, 这会儿太极殿内, 曾经参与过和亲之事的众人都在, 几言一走进大殿, 就听身边的长乡哭喊, 父皇飞奔扑进了李世民的怀里, 李世民则是一脸慈祥, 不住安慰, 随即抬起头来, 目光越过寄言, 盯着陆东赞, 冷声道, 陆东赞, 你要给朕一个解释, 陆东赞知道大势已去, 再说什么也是没有意义, 这就贵负在地, 沙哑道, 陆东赞有负大唐皇帝重托, 甘愿承受一切惩罚, 李世民吩咐人将长相带下去, 这就站起身来, 怒道, 朕将女儿交给你, 还没走出大唐国舰, 就出了这等祸事, 若真是嫁去了吐蕃, 长相还不知弱得如何下场, 这一次若非兴风后深谋远虑, 提早举动, 只要再吃一步, 后果就不堪设想, 你吐蕃想娶我的女儿, 以成梦幻泡影, 绝无可能, 陆东赞浑身颤抖, 也是真切感受到了李世民的怒气, 却又身负重任, 不得不多被威胁, 道, 此乃陆东赞一人之错, 求大唐皇帝宽宏大量, 为两国百姓考虑, 依旧与吐蕃和亲, 只要大唐肯下嫁公主, 陆东赞甘愿以死谢罪, 他这会说的是公主, 就与之前要求的帝女不同, 帝女与李世民血脉相连, 公主却只是一个封号, 故而李世民这就点头, 道, 只为了两国百姓, 朕已经策封李道宗之女为文成公主, 与你吐蕃和亲, 你若再敢有任何非议, 吐蕃与大唐就有一场兵祸在眼前, 事到如今, 陆东赞实在是没了法子, 这就跪拜谢恩, 接受了文成公主与吐蕃和亲的现实, 无奈地拱手告退, 这就会洪卢馆向松赞干部修书说明原由, 只等吐蕃的诏书一来, 自己就准备着以死谢罪, 眼瞧陆东赞退去, 众人的目光才集中在了几言身上, 听李世民道, 兴风后, 你好大的胆子, 没有朕的手斥, 也敢率兵随意出入京城, 若非你此番立下大功, 朕这会儿就要致你谋逆之罪, 不过你竟能未卜先知, 遇见到公主遭逢劫难, 是否背后有高人指点, 何不引荐给朕认识, 这已经是给纪言台阶下, 纪言自然是个聪明人, 连忙拱手道, 启禀陛下, 便是之前说过那位, 传授我诸多本领的老者, 突然造访, 好言提醒, 才叫陈金觉大事不妙, 因着新优公主, 来不及向陛下禀报, 请陛下恕罪, 李世民原本是给他找个台阶, 听他一说, 却变得半信半疑, 就是之前纪言将自己发明印刷术, 制造碎火枪等一系列惊人之事, 都推在了一个莫须有的老者身上, 用来敷衍李世民, 现如今, 他在搬出这神秘老者来, 便是前后有了印证, 李世民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才点了点头, 不再追究, 其实, 纪言也不是热血充脑的莽夫, 真带着几百兄弟去送死的, 要说他得了指点, 其实也不为过, 便是长乡下架吐蕃, 李世民并没有昭告天下, 赐下文成公主的称号, 才叫他觉得这中间还有变数, 有希望追长乡回来, 若说有个老者指点了他, 那么这位老者, 就是历史本身吧, 众朝臣已经晓得事态变化, 知道长乡这一回来, 万事就朝着寄言倾斜, 这才听长孙无忌叹道, 新丰后年纪轻轻, 就能与这等世外高人结缘, 实乃我大唐之姓, 也是陛下之福, 只是事到如今, 长乡他, 一听说到长乡, 纪严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却见李世民一脸凝重, 抬手一挥, 就有工人上前封闭宫门, 将太极殿变成一间密室, 吓得众人以为他要杀人灭口, 才听他缓缓道, 朕, 没有一个叫做长乡的女儿, 尔等听清楚了, 史官听清楚了, 纪严, 你也听清楚了, 众人都是一愣, 长孙无忌就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道, 臣记得, 先前公主, 啊不, 长乡曾经祈求陛下, 求陛下当他不存在就好, 如今陛下兑现诺言, 臣字当为陛下分忧, 在场有两个负责记录李世民一言一行的史官, 其中一个, 就是由长孙无忌兼任, 既然他已经表态, 其余众人也就无话可说, 便知道, 此间太极殿乃是龙坛虎穴, 以李世民的脾气, 杀他们不至于, 寻个由头将他们外放去不难, 既然是已至此, 也就纷纷点头答应, 也算是回报长乡的忠孝结义, 如此, 李世民才满意点头, 又道, 己言, 你的心意, 朕已经瞧见了, 之前朕赐了你一名婢女, 现在, 朕在赐你一名, 没有绅士, 没有来历, 没有过去的女子, 你可愿意, 己言热泪盈眶, 扑通一声贵道, 几乎哽咽难言, 朗声道, 臣, 己言, 叩谢陛下天安, 众人皆大欢喜, 只可怜太史局上下遭了殃, 连着一个多月, 他们都忙着篡改, 销毁各种资料, 力图抹去长乡的存在, 许多文书都要推翻重写, 各种记录还要交叉应对, 就苦了他们大冬天, 动得双手通红, 只为了李世民的一句承诺, 都说史官铁笔, 其实皇帝想要篡改历史, 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只是这事儿, 不想旁人想的那么简单, 历朝历代每一次修史, 都是漫长而浩大的工程, 抹消一位公主的存在, 需要一个月, 修改帝王的得失, 就几年也难以完成, 才是史料庞杂, 辈分众多, 牵一发而动全身, 做起来十分艰难, 既言自写的丑, 超史书的工作, 怎么也落不到他头上, 故而众人忙得热火朝天, 他却抱得每人在怀, 李世民胜誉下达的第二天, 就有几十辆牛车, 拉着各种东西, 敲摸摸进了侯府, 长乡禁府, 翠娘亲自来接, 一见她走下牛车, 就笑盈盈快步上前, 一把拉住她的手, 道,总算来了, 迟了几年, 委屈你了, 我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总算把主母夫人判来了, 长乡闻言, 这就下拜, 等夜道, 夫人说的哪里话, 若非夫人慈悲, 哪有长乡今日, 夫人说这些, 便是赶我走了, 长乡不过是一无名之人, 得蒙夫人不弃, 甘愿事后在夫人身旁, 后面跟着的只然摇了摇头, 这就上前道, 说这些没用的话, 事到如今, 已然是得了善果, 你俩都不像会欺负人的, 就也别分大小, 一并做个夫人算了, 妹夫那般厉害, 谁还敢乱嚼舌根, 做好分内之事, 便是女子之德了, 长乡先被她满脸疤痕吓了一跳, 再听她说话, 就觉得亲切, 才是指然的话, 已经算是向着自己, 也免除了许多无谓的尴尬, 这就知道了她是谁, 连忙拜见亲姐, 三个女人手拉手露出了笑容, 起颜站在远处, 眼瞧着她们融洽, 这就松了口气, 心道, 想不到我前世独自一人, 今生却得想其人之福, 以后要守护的人里, 又多了长乡一个, 便要好生努力, 才能养活两个老婆了, 女人在一起, 总有说不完的话, 没几天, 翠娘就跟长乡成了姐妹一般, 回忆起之前种种辛苦, 两人都很有一番感触, 直叫只然看着嫉妒, 直说自己的妹子, 将自己忘了, 冬至前一天, 一道销售身影, 出现在侯府门外, 群寻半天, 落了满身白雪, 始终没有勇气上前, 这就转身要走, 却听几言笑着喊道, 大象, 陆东赞, 既然来了, 为何不进府一叙, 明年的茶叶生意, 我还没跟你商量妥当了, 陆东赞一致, 这才缓缓转身, 躬身下拜, 苦涩着脸, 上前道, 哎, 侯爷这等心胸, 叫我愧不能及, 原非有意轻慢, 只是怕见故人, 颇为尴尬, 既然还没说话, 长相就大步走了过来, 笑道, 大象怕见的故人, 说的该是我吧, 我却一直想见大象, 谢你危难关头, 保全我明洁的大恩, 说着话, 长相就施施然下拜, 吓得陆东赞, 一个机灵, 恨不得也跪下磕一个, 才是在他的潜意识里, 长相是做过吐蕃王妃的人, 他身为臣子, 哪能受王妃大礼, 然而几言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 道, 长相如今已是寻常百姓, 拜一拜救命恩人, 原本也是应该, 只为着, 你那日之举, 今后听雨格卖给吐蕃的茶叶, 一律都是八折, 我也为了夫人, 拜谢大象救命之恩, 瞧着他夫妻俩齐齐下拜, 陆东赞这就羞愧非常, 吐蕃第一聪明人,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在犹豫, 就听得翠娘的声音响起, 道, 哟, 相公, 长相, 恩人登门, 你们怎能背着我就谢了, 拜谢大象救命之恩, 这下好了, 三人都拜在陆东赞面前, 便叫他一时间慌了手脚, 连忙道, 三位快快请起, 真是折杀我也, 我愧对三位, 怎能受你们大礼, 既言这才起身, 顺便扶起长相和翠娘, 道, 我们中原有位者人说过, 杜敬杰伯于恨在, 相逢一孝敏恩仇, 更何况大相助我与长相得成正果, 无论过程如何, 结果都是好的, 就无需心怀愧疚, 免得影响了你我之间的生意, 快进来, 你不冷, 我这两位夫人科了, 陆东赞, 这就被热情的三人迎进了府里, 不由得觉得感慨非常, 便是一念为恶, 一念为善,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因着他当日鼓起勇气保护长相, 今日才有这等回报, 或许当日危难之时, 法王的确曾经降临, 给了他勇气, 为他安排了一场福报吧, 几人坐下说话, 陆东赞这才叹道, 侯爷这般宽宏, 叫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这趟来, 一是想为明年的茶叶与侯爷商量, 而是想向侯爷租借一对标诗, 正月十五, 送我们回土拨去, 回想之前, 回不当初, 要是我一走, 听侯爷劝谏, 也不会闹得如今这般下场, 几天倒是无所谓, 道, 过去的事, 就别提了, 记着恩, 忘了愁, 最好不过, 茶叶的事情, 就一先前所说, 一律给你八折就是, 至于标诗吗? 等我问过小姨, 舍不舍得让孙德去见见世面, 由他领头, 保你一路万无一失, 长相却很担心陆东赞, 才道, 大象, 那日你与父皇, 你与陛下说什么以死谢罪的, 可千万别当真了, 我瞧着你着实憔悴, 就该多注意自己的身子才好, 陆东赞点头苦笑, 啊, 大唐皇帝陛下与侯爷一般, 都是心胸宽广之人, 自然不会为难, 只说吐蕃赞谱那边, 哎, 赞谱看中我, 我却办砸了事, 只叫我愧疚, 这才施不下咽, 几言瞧着他, 眯起眼来, 神秘道, 不怕得罪夫人, 你在这给我听好, 闻成公主入葬, 是你吐蕃莫大的福源, 反而你要赢了长相回去, 恐怕还要错过这副原理, 放心吧, 吐蕃有你在, 自会昌盛繁荣, 陆东赞闻言大喜, 这就谢过季言, 临走时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显然是对季言十分信任, 得了他宽解, 心情好了许多, 唐贞观十五年正月初十五, 闻成公主正式离京下架吐蕃, 李世民下旨昭告天下, 并召令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 大唐举国上下为之欢腾, 百姓们深感闻成公主大意, 都在传唱他的美德, 吐蕃赞谱松赞干部, 改念大唐皇帝天恩, 亲自到白海迎接大唐公主, 呵护备至, 吐蕃百姓也对这位公主充满了敬意和赞美, 为他创造出诸多史实, 流传千古, 自此, 吐蕃与大唐维系了近两百年的友好关系, 其中无论发生何等波折, 每一任吐蕃赞谱继位, 都要得到大唐皇帝的侧命, 兑赞干部和陆东赞的誓言, 就在大唐与吐蕃地结友好之际, 北方遥远的半岛上, 却有一股新的风暴在暗中酝酿, 季言自从将长相取回府后, 便过上了叫人羡慕的神仙日子, 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叫他忧心, 就瞧他每天里陪陪老婆, 管管生意, 心情好去听语阁喝一两杯清茶, 偶尔还能遇上聪慧风趣的王康, 谈笑半天再去镖局传授武艺, 日复一日, 岁月如白居过戏一般, 转眼就过了一年, 贞观十七年, 新罗使节来到长安, 拜业李世民, 既宁身为侯爷和没有名分的驸马, 奉赵入朝, 参与迎接新罗使节的朝会, 许久没有上朝, 朝廷里又多了不少新的面孔, 几言这次倒是轻车熟路, 直接走到玉池静德身边坐好, 才听他道, 好小子, 你过上了好日子, 就把老子给忘了, 欺负我潜心炼丹, 没空去找你的麻烦脸, 趁陛下没来, 快过来让我揍两下出气, 几言瞧他满脸笑意, 就知道他是说笑, 也就回嘴道, 玉池伯伯, 你这话说的, 叫别人听见, 还以为我怠慢了你呢, 你也不想想, 你用那沉舟的朱砂, 两壶的熊黄, 穿熟的朴霄, 那一样不是我按时给你送去, 片刻也不敢耽搁, 要是打坏了我, 你拿什么炼丹? 秦琼去世之后, 玉池静德就一心修炼外丹之术, 成日里足不出户, 在家中炼丹福丹, 其中大部分原料, 都是靠着寄言的标局搜罗送去, 外丹之术, 烧千炼拱, 华夏上下五千年, 不知有多少人被单独断送了性命, 求取长生不得, 反而落得短命, 便不知是丹道缥缈难得, 还是人世间根本没有真正的外丹大道, 然而玉池静德, 却是此道中的异类, 才是他自行炼丹福丹, 不但没有伤害身体, 反而愈发老当义壮, 身子依旧结实, 精神也旺盛非常, 说话中气十足, 眼中神光蕴藏, 真真叫人羡慕, 就佩服他炼出了真丹, 故因此, 寄言才敢源源不断地供应许多原料给他, 便是知道他注定长寿有福, 也不在这一两颗丹药上计较, 玉池静德对此自然满意, 文言也就哈哈大笑, 道, 我可还没糊涂, 记得你的好处, 要说起来, 你比宝林那小的还孝顺, 上次他来告你的状, 我还狠狠骂他一顿, 就是给你出气了, 几言尴尬笑笑, 这就稳稳做好, 得益于跟长乡的朝夕相处, 他的规矩和礼数倒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会正经危坐, 也不觉得辛苦, 就听太监宣告李世民临朝, 群臣都起起起身来拜, 比起玉池静德的宏光满面, 李世民就显得愈发衰老, 举伯上下的政务压在肩上, 叫这位昔年的武道高人也显出了疲态, 也不在意群臣如何恭敬, 他这就白白手, 传令宣新罗使节上殿, 新罗与吐蕃相比, 体量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故而, 新罗派来的使节, 也不像陆东赞那样气度非常, 便只见一名古兽如柴的中年人, 缓步上前, 拜见李世民之后, 这就扑通一声跪斗, 抽气道, 陛下恕罪, 新罗今年的供奉, 只怕要迟上几个月了, 咱们遭了高沟离与百计侵袭, 损失惨重, 李世民一听, 这就皱起了眉头, 道, 我早已下过国书, 不许你三国妄动干戈, 献如尖等互相攻伐, 可是忘了高昌国屈文泰的下场, 此言一出, 新罗使节就浑身一抖, 大气都不敢喘, 便是两年前, 高昌国被突厥人裹挟, 擅自对西域诸国用兵, 李世民得知消息, 直接派出天军覆灭了高昌, 屈文泰在战中病死, 他儿子被送入长安做人质, 自此一带佛国破灭, 用时不过数月而已, 大唐对高昌的一战, 直接震慑了西域诸国和突厥人, 也给周边各国一个强力的威胁, 叫他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因为有此一战在前, 新罗在受到高沟黎侵袭的时候, 甚至不敢大举反抗, 在战中吃了大亏, 这才潜派使者来求李世民做主, 求他像庇护西域诸国一样, 庇护新罗, 只听那使节抽烟不已, 哭诉道, 起奏陛下, 高沟黎狼子也兴, 百计也是一丘之河, 这两国无视陛下诏命, 无视大唐天威, 悍然对我新罗出手, 掠夺我新罗似是于座城池, 新罗仅遵陛下诏命, 一味隐远退缩, 到如今退无可退, 才来求陛下做主, 陛下, 请教教新罗吧, 这一番话, 叫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就没想到高沟黎会这么狂妄无礼, 李世民还没说话, 欲迟尽得就义愤填膺, 怒道, 陛下, 我愿为陛下出征, 教训高沟黎和新罗的蛮子, 叫他们晓得陛下天威浩荡, 肆夷臣服的厉害, 新罗使节闻言, 投来感激的目光, 不住朝御迟尽的作衣, 自哭得泪如雨下, 只是朝臣之中, 像御迟尽的这样, 懒得动脑子的人少, 更多的是深谋远虑的谋士, 就听房玄林缓缓开口, 道, 自我大唐开国以来, 高沟黎对大唐一向亲厚, 并没有什么矛盾, 去年冬上, 高沟黎王高建武遇刺, 其子高藏为王, 尚未与我国互通国书, 这其中许还有诸多内情, 万不可妄动兵戈, 话音未落, 就听那新罗使节又自抽气起来, 哭声之悲切, 直叫群臣都有些不忍, 就听李世民怒道, 哭什么, 此乃大唐朝上, 不是你家后院, 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 你丢把事情细细说来, 李世民天威浩荡, 这一生就吓得心罗使节晋升, 甚至因为停得太过突然,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就着实沉默了许久, 调整情绪, 才哽咽道, 启奏陛下, 去年冬, 高沟黎王遇刺, 乃是全臣所为, 如今高藏年幼, 高沟黎举国上下, 都被全臣把持, 便是那人狼子野心, 好了, 你只将事情写作奏书, 详细承报, 朕自由主张, 不会让你们白白吃亏就是, 李世民显然是见不得这哭哭啼啼的男人, 一心烦就命人将他带下去休息, 这才转头看向己言, 道, 新封后, 你怎么看? 咦? 问我做什么? 己言一愣, 这就起身拱手, 道, 启禀陛下, 臣以为, 用兵乃国家大事, 不能听一面之词, 是否先与高沟黎互通国书, 问明事由, 再做打算, 如果他们拾去, 敬畏陛下天威, 自会主动退去, 如若不然, 他们真要与陛下作对, 陛下便可讨伐, 也算师出有名, 这一番话, 说得房玄龄微微一正, 就是既然许久没有上朝, 这次上朝便成熟了很多, 考虑问题也变得细致而有条理, 不再像之前那样意气用事, 看他这样子, 颇有几分魏征的风骨, 想来他跟着魏征, 也学了不少东西, 只不过, 他始终不懂得陛下的心意, 房玄龄摇头笑笑, 悄悄看向李世民, 果然见他脸上殷勤不定, 可高沟黎公然挑衅我大唐威严, 便应该给他们的教训, 新罗与大唐乃是盟友, 其对新罗用兵便是对大唐宣战,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几言一愣, 这就反应过来露出一丝苦笑, 道, 陛下所言即是大唐天威, 原本不容挑衅, 只是臣始终以为, 先礼后兵才能彰显我大国风度, 不宣而战, 就恐怕叫人议论, 请陛下三思, 到这会儿, 季言已经想起几年前, 李世民曾经表露过想要攻伐高沟黎的意思, 只是那会儿高建武在位, 大唐与高沟黎的关系还算友好, 即便想要出兵也是师出无名, 季言反对之后, 李世民就再也没有提过, 到如今, 高建武已死, 高沟黎主动对大唐盟友出兵, 几乎是求着李世民出兵讨伐他们一般, 就给了李世民一个最好的借口, 如今的李世民已经得到了中原, 吐蕃和西域的臣服, 身为大唐天子和天克汗, 其功绩已然能与秦皇汉无比肩, 成为青史留名的贤军民主, 照理说维持现状, 也要叫后人难以比拟, 只是有钱人不会嫌钱多, 有功的人也不会嫌功劳大, 臣子或许还要忌惮着功高盖主, 皇帝却对此丝毫没有顾忌, 吐蕃是一片苦寒之地, 高沟黎却占据着丰饶的半岛, 要是能将其土地并入大唐国土, 李世民的升威就会达到一个巅峰, 实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成就真正的千古一帝, 像他这样打江山的皇帝, 总是有不肯屈居人下的好强心, 现在他是天下第一人, 便奢望着在过去未来都做第一人, 这才有了好大喜功的心思, 一直琢磨着对高沟黎下手, 房玄陵等人早知道皇帝的心思, 自然说话就会更小心谨慎些, 即便要阻止他出兵, 也会寻一个漂亮的理由, 几言则没有许多顾忌, 觉得合理就说了, 才欠缺些考虑, 如今时机成熟, 李世民自然迫不及待动手, 只是几言所谓出世无名的话语, 的确也叫他有些忌惮, 就怕惹人非议, 这才纠结非常, 群臣都不敢说话, 好半天, 才听李世民叹了口气, 道, 中书省拟址, 昭告高沟黎, 新罗一向对大唐那供不错, 恭敬有加, 证明高沟黎与百计即刻罢兵, 退回国内, 如若不然, 大唐将发兵攻伐两国, 一听这话, 眼界稍微广远一些的大臣, 都暗暗点头, 就知道, 陛下已经打定主意, 要对高沟黎动手, 这份诏书不过是找借口罢了, 打战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酒, 其中所损耗的人力物力, 都是真实不虚, 高沟黎和百计出动大军, 耗费两响军械, 好不容易打下新罗四十座城来, 自然要把战中所用的一切十倍百倍地捞回来, 单凭李世民一指诏书, 就要叫他们马上退兵, 岂不是成了他们帮新罗搞军事演练, 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况且, 高沟黎与百计, 都不是十分开化的王朝, 与吐蕃类似, 还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 就难免格局狭小, 眼界短浅, 得到了眼前的利益, 是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即便面临大唐的威胁, 本能的贪婪, 还是会让他们冒险继续占据新罗的城池。 既然自然知道李世民的心思, 也知道注定的事情无法更改, 大唐即将开始对高沟黎的争讨, 是非要打到高沟黎国破家亡不可了, 这才探到, 陛下若要用兵, 便该提早准备, 今年江南雨水丰沛, 粮食价格却居高不下, 国库存粮, 原不足以支持敖战, 现在下旨征粮, 或许还赶得及。 李世民微微一笑, 道, 是了, 你还做着江南地界的生意, 自然是消息灵通。 嗯, 北方天寒地冻, 将士们苦不堪言, 若说要做准备, 是否你也准备些茶叶才好? 这与你多年的交情, 也晓得你那茶叶的成本, 你总不会狮子大开口吧? 要钱力, 要命了。 几言一听这话, 就觉得嘴里苦涩非常, 像是被塞了一把黄莲, 就有苦也说不出。 要是魏征还在, 李世民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如今这情况, 他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咬牙道, 陈锦尊陛下教会一定囤够了茶叶。 众人瞧几言吃亏, 都在暗暗发笑, 又听李世民道, 好, 如此可教也。 新风后时大局, 董大体, 振兴甚畏。 这样吧, 朕也不叫你吃亏, 这就赐你凌罗绸缎二十匹, 红罗漫帐一套, 以此嘉奖你的忠心。 这些东西, 纪言根本用不上, 陛下是赏给谁, 众人心里也有数。 只是这一次, 他们谁也不敢笑, 一个个肃穆端坐, 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回到府中, 长湘和翠娘都不在, 纪言都不用问, 就知道, 他俩一定又去教场骑马去了, 就无奈摇了摇头, 吩咐下人, 先将李世民的赏赐收入库中。 不得不说, 老李家对骑马打仗的热爱, 是深深铭刻在本能之中的, 长湘是李世民的女儿, 也继承了他父皇这种爱好, 早些年在宫中还有宫人看着, 有长孙皇后纯纯教会, 现如今嫁来侯府, 就算是解放了天性, 得知纪言有权使用城外教场, 小家碧玉的姑娘被长湘一带也就跑偏, 经过头一两次的害怕和紧张之后, 也就对骑射燃起了兴趣, 这就导致两位夫人经常不在家, 侯府里倒是冷清了下来, 旁人瞧着也不敢多说什么, 几言无奈之下也只得默许, 谁叫他娶了李世的女儿, 还一娶就娶了两个, 虽然他还没跟翠娘说起他的身世, 可看他的兴趣爱好, 的确是李世后人没错。 喝着茶, 几言便摊开纸笔, 正打算写一封奏书, 陈述征伐高沟黎的利弊, 但愿能够稍稍动摇李世民的心意, 让他别掀起搅动天下的战火, 就听见外面紫然喊道, 纸灵,纸灵, 这死丫头, 又跑出去了。 小姨来了, 既言这不得不见, 这才迎出去。 啊, 小姨, 醉娘跟长湘去了教场, 怕是要傍晚才会回来, 小姨有什么事, 跟我说就是了。 只然一听, 这就皱眉到, 又去教场了。 这丫头, 没点女人样。 哎, 说是姐妹, 我瞧着她倒是跟长湘更亲, 早知道荡儿就不叫你娶长湘回来, 谁知道会连我妹子都被拐走了。 从血缘上来说, 翠娘和长湘的确是姐妹, 几言复匪, 自不敢说, 只挠头笑道, 侯府再大, 也不过是方寸天地, 呆得闷了, 出去走走也好。 只要翠娘高兴, 就都好了。 只然瞪她一眼, 道, 街上走走也就是了, 起码射箭又成何体统。 你这般惯着她俩, 要小心别人说你闲话了。 罢了, 指令不在, 我也不能白跑一趟。 这是这个月的账目, 妹夫你自己瞧了吧。 既然对账本没有什么兴趣, 倒是见着指然, 像是见到一盏明灯一般。 这就到, 账不急着看, 总不会有纰漏, 倒是我有件事情, 想要请教小姨。 一听这话, 指然就叹了口气。 你们男人的事情, 自己操心筹谋去, 老来为难我一个女人, 就养出了惰性。 我瞧你许久没有上朝, 一上朝就遇上了男士, 心罗使节进京, 难不成又要打仗了吗? 果然, 不愧是偷看了剧本的人, 几言心中佩服。 这就到, 清姐胸怀眼见, 那里是我所能比拟, 能得清姐相助, 就是我的福分了。 事情诚如清姐所言, 我正打算着劝陛下暂缓出兵, 好歹等明年秋收之后, 再动干戈, 百姓们也有条活路。 听她还能为老百姓着想, 只然这也就点了点头, 道, 我虽不曾下过地, 却也听镖局的师父们说过, 春耕秋收, 原始于老天爷抢日子, 耽误一天都可能影响收成, 若是在秋收前大举出兵, 势必要造成农户匮乏, 你想得很对。 我没见过皇帝, 也不知道他的脾性, 不过要想劝他, 倒也不难, 无非是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道理罢了。 几言一听, 浑身一个机灵, 这就辅长较好, 才是真心实意, 佩服指然的智慧。 高沟黎联合摆计, 攻打兴罗, 兴罗因兵力不足, 又惧怕李世民事后责怪, 这才无力抵抗, 急慌忙来求援。 可是以兴罗的国力, 若真抵挡不住高沟黎, 就早该被灭国, 哪里还能慢吞吞浅派使劫来求援? 能够维持局势, 足以证明事态还不是那么严重。 这会儿大唐出兵, 就有些操之过急。 兴罗百姓的性命自然重要, 可大唐百姓也属于无辜受累, 身为君王, 自然应该先为自己的百姓臣民考虑, 就该叫兴罗人奋起抵抗, 真道万不得已。 大唐再派出天军, 届时兴罗与高沟黎两败俱伤, 大唐王师便能坐享渔翁之力。 旨然这个主意, 乃是出于大局, 与李世民是什么脾性毫不相干, 只要纪言能说服他接受这个道理, 他权衡利弊之下, 自然会暂缓发兵, 从而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准备, 能够尽可能减少战场上的损失。 旨然乔几言满脸欢喜模样, 就知道自己的话说到了点子上, 也不骄傲, 这就摇摇头, 道, 妹夫上书之时, 多提一嘴长香, 始终血浓于水, 也叫皇帝瞧着更清静些, 也容易听进去你的道理。 若是时机合适, 也可安排他们妇女团聚, 才算对得起长香, 别叫他委屈。 既然连连点头, 就知道, 只然是个口冷心热的, 嘴上嫌弃长香拐走了翠娘, 心里还是愿意为她考虑, 就怕自己大老粗, 思虑不周, 这会儿还是出言提醒。 其实几言一早就有了这个心思, 只是碍于群臣的议论, 始终不曾实施, 如今只然提醒, 这次上书就是个难得的机会, 才叫她瞧见了一石二鸟的希望, 心里对她就愈发感激。 翠娘不在, 只然待在府中, 就没什么意思, 眼瞧着几言再没有别的事情咨询, 这就出言告辞, 道, 妹夫忙家国大事, 我却得回去带孩子了。 孙德那家伙毛手毛脚, 我就着实不放心他, 好在大川懂事, 不跟他爹那般胡闹。 几言文言一笑, 道, 小外甥长得壮实, 很像孙德, 活泼机灵处又得了小姨真传。 有勇有谋, 等他长大, 我大唐便又得一员汉将, 只然却很不开心, 摇头道, 你可别带坏他, 小心我让指令致你, 打打杀杀, 有什么好, 等他长大, 做点小生意也就罢了。 你忙吧, 我走了, 跟指令说一声, 叫他记着看账。 听这话, 几言便是一愣, 才想起魏夫人有关男儿志向的那番话语, 与指然的说法, 颇有些相似之处, 果然聪明的女人, 总是聪明到一处去了。 指然迈不往外走, 迎面就有一道五大三粗的人影撞了过来, 多亏他平时跟孙德打闹时, 学会些伸手, 才一闪身躲开。 来人原是御迟宝林, 只因这一向横冲直撞惯了, 进门也没有看人, 眼见差点闯祸, 又瞧面前站着指然, 这就心中意领, 连忙拱手道歉, 便是他之前听几言说过, 指然的厉害之处, 不在魏征之下, 他爹教育, 他别得罪魏征, 他自然也不敢得罪跟魏征一样厉害的指然。 比时尚有礼教, 指然也不便与外人照面, 随口应了一声, 这就转身走远。 御迟宝林松了口气, 就听几言在身后笑道, 好小子, 你差点闯下大祸, 若是方才你撞倒小姨, 孙德飞拉着你, 跑遍长安一百零八方不可。 一听孙德, 御迟宝林就很不开心, 怒道, 你还说他? 上次他对我不敬, 我本可以收舍他, 皆因他是你的人, 才没有对他动粗。 时候跟老爹说起, 我还被骂了一顿, 你这会儿还就是重提? 其实几言也知道, 御迟宝林的武功, 已经与当年的御迟敬得十分接近, 要说对付孙德, 那是轻而易举, 便也不再拿他打去。 直到, 瞧你这么着急, 难道出了什么大事? 是否御迟勃勃丹的材料不够, 还是你又没有闲钱挥霍了? 一说这话, 御迟宝林就有些不好意思, 便是他们父子俩 都不是那种精打细算的人物, 算账也不是十分清楚, 有时候大手大脚, 难免遇上难处, 总来找几言接近。 国公找侯爵要钱, 说出去就要叫人笑话, 他傻归傻, 脸皮倒还不算太厚, 只是他今天来, 倒不是为着要钱, 便也不多耽搁, 直接道, 要打战了, 你晓得吗? 陛下有意争讨高勾离, 便是你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御迟伯伯早就看清了真相啊, 几言轻叹一声, 这就到, 我正打算是上书陛下, 请他延缓发兵, 你便急着要建功立业, 倒像是我拦了你的康庄大盗一般。 而且真打起来, 我可不想带兵, 京中这许多产业都离不开我打理。 御迟宝林一愣, 就没想到几言不想打战, 才道, 打战是天大的好事, 家官进爵就靠着军功积累, 爹他们这辈人年纪大了, 陛下就要多一仗我们年轻一辈, 到时候怕是你不想去也不行的。 我这里有些好苗子, 还想让你帮着迅迅, 只要能像孙德他们一样, 上战场便是雄师精兵力。 他这话说的露骨, 但却是某种程度上的真相。 武将不向文官, 全靠着军功安身立命, 天下太平不打仗, 他们便很少有家官进爵的机会。 别说是御迟宝林这样的莽夫, 就是继言也是靠着与吐蕃一战, 才积累军功, 换来侯爵头衔。 那之后天下太平, 新丰厚就一直是新丰厚, 即便娶了公主, 继言也没有再得到任何家风。 现如今, 李世民对高沟林摩拳擦掌, 背后一众武官们也是虎视眈眈, 御迟敬得身为国公, 位及人臣, 可他儿子还需要建功立业, 这才一下朝就忙着将这消息告诉了他, 并指点他来找继言联手。 御迟宝林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可人跪在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自己这一身武功, 太平岁月一个打十个, 上了战场就没多大用处, 汉勇之外, 缺了些许运筹帷幄, 只有得到继言的帮助, 才能打胜仗, 立军功不堕了他爹的威名, 继言也知道他的心思, 只是实在不愿意率兵打仗, 也觉得无奈, 便叹道, 帮你练兵倒是不难, 只是此番征战高沟离, 我是实在不愿掺和, 如果陛下有命, 我自然不敢推辞, 若是陛下不让我去, 我也不会主动请战, 人老了, 就像过点安稳日子, 功名利路什么的, 其实都是身外之物, 这一番话, 教御迟宝林张大了嘴巴,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许久才摇了摇头, 道, 罢了, 到时候由不得你练, 你这家伙, 讨了老婆, 把力气都用在床上了, 愈发胆小, 我明天就把人送来, 你帮我好好训训, 到时候功劳分你一半, 就显出我仗义来了, 说着话, 御迟宝林就摇着头往外走, 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既言瞧他这样, 也不跟他纠缠, 始终是理念不同, 就没有争执的必要, 只是听他说功劳分一半, 但几言心里忽然有了些触动, 一时喊道, 小傻, 阿布, 宝林, 刘布, 御迟宝林站定, 坏笑着转过身来, 道, 怎么, 你改主意了, 嘿嘿, 太迟了, 现在你得求我, 我才肯带你去打战了, 几言骂他一声, 这就正色道, 我是想起秦伯伯的小儿子, 那个叫做, 秦怀道的, 既然要建功立业, 何不把他给带上, 才全了你们两家长辈的情谊, 成就一番佳话里, 他想起秦怀道, 就是想起了秦琼, 想到御迟静德有福气, 自己还能回报他, 秦琼却是走得走, 那个小儿子在宫中当禁卫, 只怕也没有什么出路, 才有意让御迟静德与他并肩作战, 大半年的时间能教会他不少行军打仗的道理, 然而御迟宝林却是犹豫半天, 才叹道, 你不说那小子, 我也不想提起, 他在宫中做了两年禁军, 不知是哪里得罪了陛下, 说是外放他出去做官, 实际是不想瞧见他在宫里当差, 这会儿, 不知被外放去了何处, 我打听过, 没有消息, 几言一愣,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才叹道, 我晓得了, 定是那一日秦伯伯踏前, 他因泪流不止, 当着陛下的面逃出, 想来是触犯了陛下的忌讳, 让陛下觉得他不孝吧, 他非嫡子, 本身不能继承爵位, 如今外放, 只怕这辈子都没有回京的机会了, 御迟宝林点点头, 道, 你也别担心, 秦伯伯而女多得很, 那小子也是命中注定, 没有法子, 话虽如此, 几言还是觉得十分可惜, 便是他瞧着情怀道很有骨气, 又懂得努力, 却没有出头的陛子, 还错过了立功的机会, 就令人觉得惋惜, 御迟宝林说到做到, 第二天一大早, 果然有数百名精兵, 齐刷刷站在了侯府门前, 执教往来的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彼此间窃窃私语, 还以为兴封后犯了枉法, 陛下派兵来拿他, 等几言得到消息, 出门来瞧的时候, 这些人已经在门口站了半个多时辰, 早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才叫几言气愤无奈, 怒骂道, 主子犯傻, 你们也是傻的吗? 谁让你们身着假皱处在这里? 我不要脸的吗? 骂归骂, 说好的事情还是不能推翻, 这几百人虽然不多, 可每一个都是行军打战的好苗子, 说起来算是轻位一类, 是保着玉池宝林阵前厮杀的核心力量, 比之旁的千军万马都重要很多, 对他们的训练就不能马虎分毫, 战场从来都不是展现武功的地方, 所谓万军中只取敌将头颅, 指的是兵法而非武功, 即便武功盖世, 只要还没有白日飞升, 面对万军铁骑, 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搞不好乱军里飞来一只冷剑, 就能葬送一个一等一的高手, 这样的环境下, 轻位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 高手或大将有轻位环绕, 阵前厮杀就多了一重宝杖, 只需一味运筹帷幄或冲锋陷阵即可, 不必过多为自己的性命安危考虑, 这也是一场战打下来, 小兵死伤不计其数, 大将却很少有折损的原因, 有倒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这些轻位的保护和牺牲, 玉池宝林是武官出身, 他爹乃是大唐的开国功臣, 李世明对其一家都十分信任, 故而他手下有一批精锐的轻位, 几百人其实已经算是人数众多, 至于纪炎则没有单独养一批轻位, 真到了需要他上战场的时候, 只一招手, 一众飙尸就能瞬间回归本职, 比之寻常精兵更为厉害, 骂过这群直愣愣的傻大兵, 纪炎也就将他们赶到了城外教场去, 孙德早就领人在那等着, 见人来也就连忙营上前, 摩拳擦掌道, 侯爷, 就是这些人吗? 纪炎点点头, 道,这些是你们老主人玉池敬德的手下, 今后要保着小玉池宫建功立业的, 你们老人带心人, 只将一身的本事都交给他们, 顺便也热一热身子, 将荒废的手段都给我捡起来, 总有用上的时候。 孙德一听, 这就神情肃穆, 大声称事, 又听王老二凑朝前来, 小心道, 听侯爷的意思, 这是要打战了。 几言瞪他一眼, 骂道, 你这是还没吃够亏, 什么话都敢往外讲, 我瞧你这嘴镜给身子惹祸, 最好拧下来塞进裤裆里才好。 别多问, 别乱说, 练好本事就是了。 孙德坏笑一声, 这就一掌打在王老二后脑勺上, 这才抱拳道, 侯爷放心, 弟兄们心中有数, 一定将他们训得服服贴贴, 给小玉池宫保驾护航。 几言带来的新人, 听他这么说, 顿时觉得后心一阵阵发凉, 便是他们从军晚, 却也听说过孙德等人的恶名, 到现在, 在大营里还流传着这批凶神恶杀的传说, 亲眼见了就愈发叫他们害怕, 这会儿想逃也来不及了, 就只得抱定了被训死的准备。 不过, 道理也是这个道理, 哪一个精兵汉将不是从生死之中磨练出来的? 孙德等人舍得出力, 就是对这群新人最大的慈悲, 跟自己人学好了本事, 才好上阵杀敌, 保全一条活命下来。 交代孙德等人全力以赴, 几言这就自古溜达回城, 始终他的战功不是靠杀敌砍头迎来, 两军交锋战场上的事情他并不很清楚, 这方面孙德他们是高手行家, 就叫内行人来做内行是最好不过, 自己还是抽空去喝两杯茶, 做好自己的商人本分就好。 听语格里, 一派热闹景象, 读书人, 公子哥乃至于贩夫走卒都齐聚一堂, 有钱的喝上品清茶, 没钱的要一碗茶叶莫子, 三较酒流混杂一处, 彼此间也没个高低贵贱, 谈天说地, 议论朝野大小事端, 或是有礼, 或是有趣, 又或是纯粹动漫而溜嘴皮子, 总之都是热闹, 却不显得嘈杂。 自从上次王氏的公子哥在茶楼闹事, 惊动几言亲自出手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仗着前权随意欺负别人, 故而寻常老百姓也愿意来听语格与贵公子接触, 此间倒是成了长安城中不分高低贵贱的交流之处, 也是打探消息的最好所在。 今天几言一进门, 就听见靠近门口的几个人鬼鬼祟祟凑在一起, 讨论着兴风侯府一早被重兵围住的情况, 只叫他满头黑线, 低下头快步往里, 却又听见另一伙人高谈阔论, 为首那个牛气冲天道, 只等大唐和辛罗一开战, 咱们就投身去做了辅兵, 斩获军功, 回来成家立业。 其余众人称是, 几言也佩服这人消息灵通, 才不过两天光景, 就晓得将有战事爆发。 只是他的消息来源不太准确, 大唐并不是要跟辛罗开战, 而是要打比辛罗强大许多的高沟黎, 就不知道时候他敢不敢上战场。 哟, 侯爷, 难得见你来一趟, 快请楼上雅间饮茶。 一道滴滴的声音响起, 寄言这就抬头去瞧, 才瞧见胖乎乎的王康站在不远处, 不住朝自己招手, 请自己上楼去喝茶, 这便点了点头, 卖步上楼, 笑道, 这是我的产业, 偶尔来一趟也不稀奇, 倒是你这几天忙得很, 怕是有半个月没来了。 王康苦笑一声, 道, 侯爷逍遥快活, 我却是个苦命的, 前些日子回了太原一趟, 挨了长辈教训, 昨天才回到京城, 急着来喝碗茶过瘾。 说着话, 自然有伙计给寄言端来好茶, 顺便给王康也换了一碗, 才让寄言瞧见, 他之前喝的只是普通茶叶, 一时疑惑, 打趣道, 好歹是个公子哥, 来我这儿也舍不得多花点钱, 这是给哪个花魁攒着呢? 王康摇头苦笑, 叹道, 侯爷拿我开心呢。 自从上次三公子在江南亏了一笔, 家族的生意就一直一蹶不振, 今年更是连着出了几处披漏, 自然就削减了我们数字的花销。 不瞒侯爷说, 就着碗茶, 都是打肿脸充胖子了。 几言扑吃一笑, 哦, 这话别人说有理, 你说就太奇怪了。 无妨, 谁都有难处, 今后给你对折就是。 几言还是仔细跟王康打听了太原的情况, 始终他与王氏虽然已经和解, 可还是要留心着提防些许, 免得一个不小心就被人给坑了, 自己还蒙在鼓里。 这些事情原本也不是什么秘密, 都摆在明面上, 王康也就不隐瞒。 直率道, 侯爷在江南赚了一笔, 那次就伤及了王氏的根基, 后来为了三公子的事情, 里外里又折损了王氏的声望。 原本我们在新罗有些生意, 没想到高沟黎与百计新兵, 阻断了新罗往大唐的道路, 才导致大笔亏空, 一时难以周转。 说着话, 王康捧起久违的几瓶好茶, 满脸陶醉地戳了一口, 继续道, 维持世家豪族的体面, 本身就有不少开支, 如今入相大减, 咱们这些数字就过得可怜。 哎, 高沟黎新兵, 大唐自不会坐视不理, 到时候, 侯爷又是加官进爵, 可别忘了请我喝完好茶咧。 既言文言点头, 看来这次新罗之事, 世家豪族早就有所察觉, 或许陛下也早就知道, 只是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以为消息新鲜。 王康听他这么说, 也就到, 始终世家屹立数百年, 改朝换代都见识过几次, 区区小国作乱, 朝廷会如何处置, 我们都心中有数。 王氏这一次走了被遇, 或许也会有公子投身辅兵, 但愿侯爷在战场上见了, 多照顾险, 其中或许就有我的兄弟里。 其实寻常战士, 不足以惊动这些世家豪族的子弟, 投身军旅, 便是他们数百年积累的力量, 入朝混个一官半职原本不难, 只是人家, 豪族看不上, 自不会贪图区区军功, 去做个败坏门风的武官。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李世民的手段, 比之前许多皇帝都要厉害, 不止王氏, 其余豪族也衰败的厉害, 虽说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嫡系公子哥还过得潇洒, 庶子们却日子艰难, 就有那心思活络的自谋出路, 也想走别的路子出人头地。 王康这样有脑子的, 已经算是数字里活得比较好的, 掌管着家族在京城的一部分势力, 平常也过得潇洒, 只是这种得自于家族的东西, 始终不如自己的保险, 像他现在就连一碗好茶都喝不起, 全靠着计言接近。 既然王康开口, 计言也就点头, 我与你王氏并无深仇大恨, 只要王世兴和王氏宁不上战场, 其余公子哥愿意为朝廷出力, 我自然要帮着提携, 只是我在京中的产业众多, 自己也不会排兵不振, 恐怕这一次不会参战, 就要叫你的一番好意落空。 王康倒是不在意, 边喝茶边笑道, 侯爷说笑了, 此一亿若你不出征, 只能说战局还不到要紧关头, 只瞧你迎击吐蕃一战, 陛下一定会重用你的。 至于你的产业吗? 嘿嘿, 我可听说纸灵和纸然一手打脸, 根本不需要侯爷操心脸。 哎,我把生意做起来, 就算是功成身退, 其余都交给夫人和小姨打理, 才是聪明人所谓。 凡事轻力轻为, 只怕力有不歹, 人生苦短啊。 听他这么说, 王康也就不说别的, 只转移话题, 随便聊些日常琐事, 两人说着开心。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计言所料, 李世民派遣史洁池诏书前往高沟黎, 高沟黎方面对言辞激烈的诏书无动于衷, 新登基的宝藏王年幼懵懂, 甚至不能正确理解大唐与高沟黎的区别, 一味被全臣把持着, 便对大唐使节多有怠慢。 自从汉武帝一统天下以来, 华夏正统的思想就远拨四海, 周边各国都晓得自己与中原的差距, 即便两国交锋也不敢过于怠慢中原使节。 现如今, 李世民开创贞观盛世, 大唐的国力蒸蒸日上, 即便是吐蕃和突厥这样的庞然大物, 面对大唐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就显得高沟黎独树一帜, 与众不同。 老话说得好, 枪打出头鸟, 说得文雅些便是木秀于灵, 封闭催之, 想要与众不同, 当出头鸟就要仔细掂量自己的分量。 使节还朝, 朝也哗然, 李世民大发雷霆之怒, 一股子杀气盘根在太极宫上空不散, 这便降下诏书宣布讨伐高沟黎, 一夜之间在平壤道拉起四万辅兵, 又从辽东道调遣精兵六万, 更在长安和洛阳一带召集有识之势, 一并往高沟黎进发, 王师远征, 天威浩荡。 中原皇帝征讨高沟黎, 不是一次两次, 先前隋阳帝就曾掀起过覆灭高沟黎的战争, 只可惜彼时隋朝大煞将清, 自顾不暇, 那里乱作一片, 天下名不聊生, 别说打高沟黎, 隋阳帝自己都自身难保, 才使得那一战不了了之, 叫高沟黎, 以为中原也不过如此, 平添了许多豪气, 才敢与大唐叫嚣, 然而唐太宗与隋阳帝, 根本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 李世明的文治武功, 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中都不可小觑, 才叫得王师东征, 一路凯旋, 没几个月, 就打得高沟黎找不找北, 节节败退, 吐出了轻战的兴罗诸多城池, 转眼入秋, 傍晚暑气消散, 纪言在府中尽享安逸, 翠娘在一旁给他打扇, 长香切了新鲜的水果喂他, 人世间的福气此刻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叫他忍不住哼着小曲, 闭目享受, 就听长香笑道, 别人建功立业, 相公却在这里偷闲, 陛下怕不是忘了相公, 要叫你这么闲下去了, 吃一口长香未来的兵镇樱桃烙, 几言这才满足道, 这是陛下心疼我赚钱辛苦, 舍不得叫我去战场拼杀礼, 打打杀杀, 有什么好, 做了侯爷, 还能做国公吗? 陪着夫人就好, 我哪儿都不想去, 这般岁月静好, 却可惜天不遂人愿, 一碗乳酪还没吃完, 就有一对禁军闯入府中, 先默默拜见长香, 这才转头拜见几言高举手中的赤子, 道, 陛下手赤, 宣新封后进攻议事, 又来, 几言抬头看着天空中三两颗星辰, 叹道, 漏夜宣照, 怕是出大事了, 上一次李世明漏夜宣照纪言, 还是陆东赞准备来迎娶帝女的时候, 寻常朝廷里自有规矩, 若非大事, 绝不会随便宣照朝臣半夜进攻, 现如今, 大唐正在与高沟离交战, 纪言朵清闲缩在府中, 李世明突然宣照他入宫, 就只怕是前线战士出了什么变化, 才叫他一刻, 也不敢耽搁, 急匆匆换上朝服, 就跟着禁军朝太极宫赶去, 一路上, 纪言就感到,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便只见大街上的府兵, 比平常多了三倍不止, 其中还混杂有大内的禁军, 几乎大街小巷都有人把守, 已经超出了寻常宵禁的范围, 整座长安城似乎处于戒严状态, 偶尔跳过一只夜猫, 都能叫兵丁们警觉许久, 这就不像是前线战士吃紧, 倒像是高沟离已经包围了长安一般, 才叫纪言觉得不对, 张口要问, 却瞧见领自己赶路的禁军头领面若冰霜, 不像是好说话的, 才吸了念头, 免得热脸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 走进宫门, 气氛便愈发凝重, 宫墙内几乎是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所有人都明火执杖, 刀枪在手, 似乎随时准备拼杀外敌, 就叫纪言感觉一股子森严气息凝滞在身旁, 后几辆一阵阵发冷, 当即加快了脚步, 朝着太极弓赶去, 这会儿太极弓中, 群臣端坐一堂, 也不全是有资格参加内朝的重臣, 也不全是京中大小官吏, 人员混杂, 叫人摸不着头脑, 几言环顾一圈, 只见连玉池静德都在, 仔细一想, 这就恍然大悟, 按道, 我说人这么杂, 这里的人, 既不看官阶, 也不看爵位, 倒都是陛下清静之人, 平时粗之大业的玉池静德, 今天也是一脸凝重模样, 一张脸紧紧绷着, 两只眼金光内涵, 见纪炎进来也只默默招手, 让他过去坐好, 却是一言不发, 只坐在那里运气, 自然而然有一股子凶神扼杀的气势, 从他身上涌起, 直叫纪炎在他身边, 觉得寒毛倒数, 启禀陛下, 人齐了, 房玄灵轻呼一声, 就见龙踏上的李世民, 像是被惊醒一样, 这才回过神来, 扫尸在座群臣, 随即吩咐道, 封闭宫门, 吱呀呀, 大殿宫门紧闭, 纪炎就感到心中一惊, 才是他这些年, 已经摸透了李世民的套路, 封闭宫门, 就是有不能外传, 甚至不能被记录的话语要说, 这才心中疑惑, 暗想, 难道是前线大军被高沟黎击溃, 大唐王师在阴沟里翻船, 这怎么可能, 高沟黎真这么厉害, 也不管他胡思乱想, 李世民这便猛的一排龙踏, 怒骂道, 不知死活的蠢货, 他这一生带着疲惫, 却是天威犹存, 直如炸雷一般, 叫众人齐齐一领, 一生之后, 李世民却又陷入沉默, 好半天没有开口, 只等得几言心底发慌, 这才他听他诱导, 东宫太子, 谋逆了, 振宣你们来, 问该如何处理, 此言一出, 直如石破天经, 像几言这样不知道内情的人都是, 愣在了当场, 倒不是, 惊讶于太子谋逆, 而是惊讶此事, 竟没有一丝风声传出, 城中到现在都是风平浪静, 宫里也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哪里像是太子谋逆的样子,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 这才缓缓述说起事情的经过, 原来东宫太子李承前早有不臣之心, 又对兄弟们多有忌惮, 眼瞧着与自己一母同胞的魏王和晋王日益成才, 自己却因为各种琐事而遭到李世民训斥, 也不知是风邪烧坏了脑子, 还是朱油迷住了心窍, 竟然打算重演玄武门之势, 逼李世民退位, 自己提前登机, 彻底了却心事, 只可惜他虽然有李世民的狠镜, 却没有李世民的缜密心思, 自以为事情周密, 其实一举一动都落在他爹的眼睛里, 分毫不错, 李世民顾念长孙皇后, 始终希望他迷途知返, 这小子却愈发胆大妄为, 与大将军侯军击较在了一起, 密谋作乱, 只差一步就要动手, 眼瞧着儿子这么蠢顿, 又恨他连篡位都坐不周全, 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 放弃了这个废物点心, 一到赤子下去, 悄无声息地抄了东宫和太子府, 将早已掌握的一切证据摆在李城前面前, 连一句辩驳都不想听, 这就将他积压, 这才宣召靖臣与他们商议此事, 东宫太子乃是国之栋梁, 所谓储君就是随时准备着接替皇位的人选, 是稳定朝野的重要人物,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李世民自然做不到, 家丑不可外扬, 始终儿子都要对自己下手了, 自己再没些动作, 反而要叫人心不安, 只是这种大事总不能毫无准备就向朝臣宣扬, 还需要事先商量的说辞, 尽可能减少影响, 既然有幸列位此间, 就证明他已经得到了李世民最大的信任, 长孙无忌乃是李城前的舅舅, 这些年全心全意辅佐太子成才, 如今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心里也着实难受, 好容易说完了事情始末, 这就常叹着摇头坐下, 才听见玉池静德冷哼一声, 怒道, 凭他这点脑子, 也想做大唐的皇帝,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这人没用了, 杀了他永绝后患吧, 他这番话杀气腾腾, 听得众人都是疑速, 才想起当年玄武门之事, 引太子李建成是李世民亲手射死, 四皇子李元吉却是死在玉池静德手中, 此人心狠胆大之处, 一般人万难比拟, 才在这个时候, 张嘴就要杀了李城前永绝后患, 众人自不能这么轻易就将太子杀了, 李世民也不愿闹到父子相残, 这就听房玄陵道, 如今已不是乱世, 喊打喊杀的, 杀人不解决问题, 这太子是不能要了, 可成前的命还得留下, 陛下不能留下杀子恶名, 绝不可以, 为人父母, 虎毒尚且不食子, 太上皇李治的痛苦为难, 李世民今天算是品尝到了, 几言暗叹一声, 这就站起身来, 拱手朗声道, 陛下, 几言这一声喊得大, 李世民都是一惊, 仔细打亮他两眼, 才挥手, 让他说话, 就听他道, 陛下, 臣以为, 眼下当务之急, 不是讨论怎么处置废太子, 而该尽快令立新太子, 以稳住朝中动乱人心, 另外, 臣斗胆, 请教陛下, 那侯军级又当如何? 听他这么说, 李世民就被决心位, 按道提拔这小子, 总算派上了用场, 看样子, 他是有心保住李承前的性命, 这就到, 立新太子一事, 稍后再做商量, 废太子叛乱, 侯军级乃是幕后推手, 眼下他屯兵城外五十里,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宫中尚未走漏消息, 他应该还在等废太子受益, 把侯军级说成幕后推手, 就是在为李承前做推托, 只听李世民这一句话, 众人就晓得了他的意思, 连玉池尽得这样的大老粗, 都气愤低下头去, 不再喊打喊杀, 就听长孙无忌道, 新丰厚所言有理, 太子乃是国之栋梁, 既然成前不堪重任, 就该尽快选定贤能, 以安抚群臣百姓, 李世民看他一眼, 也知道他心中的打算, 便是他妹妹长孙皇后, 育有皇子三名, 即便李成前不争气, 也还有魏王李太, 和晋王李治, 只要这两人立为太子, 长孙氏就永远是皇亲贵胄, 稳坐外妻之首, 群臣对长孙无忌的心思, 都有些了解,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戳破他的心思, 便是一众皇子之中, 的确是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 较为争气, 为了大唐的气数, 历历成前的同胞弟弟, 是最好的选择, 启言却不管他们如何考虑国家大势, 只听见侯军吉屯兵在外, 就觉得大势不好, 连忙道, 陛下, 侯军吉乃是我大唐数一数二的将领, 用兵如神, 如若消息走漏, 逼得他孤注一掷, 只怕长安孤城一座, 不见得能挡住他的大军, 这话说得有些不敬, 李世民倒也表示理解, 便道, 他持有镇虎服军令, 可调动荆棘五万人马, 一旦发难, 后果不堪设想, 现如今, 趁着消息尚未走漏, 是该先夺了他的兵权, 既然你毛遂自荐, 就由你去讨伐侯军吉如何, 这便正中了启言的下怀, 才是他与侯军吉也有些交往, 如果能劝他回心转意, 保全他一条性命, 就最好不过, 这么多年, 他始终看不惯杀人流血的场景, 然而既然正要答应, 身旁的御持静德就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 力道之大, 简直叫他动弹不得, 才听御持静德道, 慢, 此事不妥, 侯军吉老奸俱华, 既然这小子心慈手软, 命他去讨伐侯军吉, 简直是送羊入虎口, 我不怕他被蛊惑林阵倒戈, 却怕他心软手下留情, 走脱贼人, 疑惑无穷, 既然的武功兵法, 都是秦琼和御持静德交的, 要说他战法如何, 御持静德自然是了然于心, 这才叫李世民持除, 众人也有些议论, 好半天才听李世民问道, 那派谁去? 御持静德站起身来, 像是铁塔一样, 鹤立鸡群, 朗声道, 还派他去? 我与他同去? 此言一出, 众皆哗然, 便是御持静德早已上了年纪, 这些年又闭门前行炼丹, 早已是一副不问世事的状态, 就谁也没想到他会主动请鹰, 跟几言一同去征讨侯军吉, 而听得众人议论, 御持静德这就猛一跺脚, 怒道, 你们说什么? 嫌我老了吗? 算起来年岁, 侯军吉也不比我年轻许多, 当此存亡关头, 而等还瞻前顾后, 真真岂有此理, 等那贼人打进城来, 杀你们老婆儿女吗? 嗯哼, 李世民重重咳了一声, 提醒御持静德注意言语, 这才道, 逆子与侯军吉约定未时发难, 军中也多有侯军吉旧部暗中相应, 若无静德这等老将压阵, 平清风后, 的确震不住场面, 哼, 正稳坐江山十余载, 正容岁月四十年, 终于又要与昔日故人联手对敌了吗? 御持静德扑通一声贵斗, 吼道, 能与陛下供与逆贼, 乃是末将三生修来的福分? 一瞬间, 众人都有煞气扑面之感, 十几年, 许多人都忘了当年打下江山的豪情, 才在这会儿重温往昔征容, 房玄陵与长孙无忌都忍不住露出激昂神器, 就瞧得既言热血沸腾, 只是还有一丝担心, 不知道御持静德去了, 侯军吉还能不能保住性命? 似乎是从儿子谋逆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李世民这就拍板道, 好, 朕这就发下兵符, 命你二人, 李世民话没说完, 就被御持静德打断, 听他豪气道, 哎, 何必何必这么麻烦, 老子就不信有我在场, 五万大军敢动弹一下, 几言小子自己有几百号好手, 我也有几百号人放在他那边, 千余人打一个侯军级, 已经是给了他天大的脸面, 求陛下将来讨逆诏书, 我拿着诏书去就行了, 这话说得托大, 可谁也不敢不信, 御持静德的威名, 满朝文武, 乡野百姓, 一样如雷贯耳, 相关人等都在场, 这会儿也不顾上什么三省相商, 御持静德, 纪言大步走出太极宫去, 才听纪言颇有些担心, 道, 御持伯伯, 咱们虽有陛下诏书, 却怕侯军级拒不肯降, 要不要多带些人手, 逼将了他, 带回来给陛下问罪, 御持静德瞪他一眼, 骂道, 妇人之人, 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保住侯军级那乱臣贼子, 待会儿问问你的人, 有没有善用强攻禁弩的, 到时候老子去做诱饵, 你们一箭射死他了账, 万一抓他回来, 他在朝上胡言乱语, 才是要害死不少人类, 纪言一愣, 就没想到这层, 才听御持静德道, 城前的小子婆娘一般, 胆子不大, 心眼挺小, 要没人全力助他, 谅他也不敢贸然行事, 死一个侯军级就够了, 连累别人就没有意思, 当年的老人, 如今就剩下我们, 不管谁受了牵连, 都叫我心里难受, 御持静德嗓门大, 店外说话店内都听得清楚, 感慨这傻子大事上道不糊涂, 事不宜迟, 几言这就马不停蹄直奔孙德府中, 小心换他出来, 避免吓到小姨和侄子, 吩咐他这就去将兄弟们招容起来, 一并往城外叫场会合, 只然正在哄孩子睡觉, 听见动静就探出头来, 低声道, 孙德你给我回来, 换上假咒再去, 眼下城中宵禁, 说不清身份, 等着被抓添乱吗? 几言则舌也来不及佩服太多, 只等孙德换上假咒, 不多时便将城里的弟兄们聚拢起来, 一起在国公府门口等候, 情势很像是那天御迟宝林的清兵包围侯府一般, 便是一报还一报, 只可惜没有路人看见议论, 只在一转眼的功夫, 就瞧见御迟静德骑跨乌追马, 手持金铁鞭, 甩得哗啦啦作响, 看一眼几言和孙德, 这就吼道, 走, 跟老子活动身子去, 几百人乌泱泱朝着城门赶去, 沿途的百姓都紧闭门窗, 不敢窥视分吼, 直到得城门之下, 才听御迟静德吼道, 陛下首斥在此, 而等即刻打开城门, 传我的话下去, 从此刻起, 长安十三门不再开放, 除非老子回来, 否则天塌下来也不许打开, 若有擅闯者, 格杀勿论, 城门关浑身一个机灵, 这就大声乘势, 领命而去, 一行人冲出长安城, 奔赴北教场, 御迟宝林的几百清兵已经得了消息, 整装待发, 这就归入队伍, 才听御迟静德吼道, 老子领兵的时候, 还没你们这些娃娃, 今天跟老子争讨逆贼, 乃是你们这辈子的福分, 待会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谁要是堕了老子的名头, 老子就砍了他的狗头, 这几个月来, 孙德等人不遗余力地训练这些清兵, 已经很有些成果, 就听着上千人齐声称势, 声音直冲云霄, 震得几眼耳朵生疼, 才对御迟静德道, 御迟伯伯, 我思前想后, 还是得将那逆贼活捉了才好, 否则王法当前, 不明不白将他杀了, 只怕要叫旁人非议, 御迟静德文言, 着实打亮他一眼, 道, 那些狗屁文官, 随他们议论就是, 老子站在那里, 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侯军吉若是束手就擒, 老子心情好, 或许饶他一命, 倘若他胆敢抵抗, 就别怪我出手无情, 这种话, 你少跟别人说, 否则落得个私通逆挡的罪名, 我可保不住你, 话音未落, 御迟静德便是一鞭子抽在乌锥马身上, 但听得一声嘶鸣, 这就领头朝着侯军吉的大营冲去, 之后千余人你追我敢, 个个都是威风凛凛, 只留下驻守轿场的府兵, 面面相去,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要说起来, 侯军吉也是个行军打仗的好手, 隋朝末年就已经在辅佐李世民, 玄武门时也出过一份力, 随后凭土玉魂, 击退土拨大军都有他的功劳, 与御迟静德比起来, 他虽然武功上有所不如, 谋略上却有有胜出, 便叫几言想不通他, 为何会绞进李承前谋逆的事件里, 按照李承前和侯军吉的安排, 明日一早城门大开, 侯军吉就要率兵包围长安, 以清军策的名义, 领兵攻入太极宫, 李承前则在宫中行事, 先把老四位王宰了记齐, 再将李世民控制在宫内, 重演玄武门之势, 逼他退位当太上皇, 自己顺理成章继位, 一天之内就能坐上龙榻, 只是跟他亲爹李世民比, 李承前的城府谋略都有所不及, 才叫李世民得知他即将动手, 便当机立断将其拿下, 以霹雳手段击溃他谋逆的阴谋, 消息甚至没有传出宫去, 侯军吉便还不知道大势已去, 还等着天亮攻入城去, 侯军吉的大营便驻扎在这里, 从荆棘周边调来的五万大军整个带旦, 还不晓得自己要干什么, 只知道侯将军让他们养精蓄锐, 明日一早便要诛杀逆贼, 众人心中虽然也有疑惑, 可侯军吉本人坐镇又持有陛下的虎符, 兵将们也就安心听令, 倒没有别的什么顾虑, 之后侯军吉的一众亲信, 知道他们明天要做什么, 这会儿众人齐聚中军大仗, 又是紧张,又是兴奋, 围坐在他的身旁, 听他细细安排着明日的一切举动, 事关生死, 谁也不敢怠慢分毫, 寒心漫天, 残月西挂, 再有两个时辰, 城门便要打开, 众人丝毫没有睡意, 只一遍又一遍, 核对着行动掏掠, 再有片刻便要调动大军, 朝着长安进发, 一旦大功告成, 在场每一个人都能飞黄腾达, 就叫他们激动不已, 眼神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就在此时, 一道雄魂粗广, 中气十足的吼声传遍大营, 道, 侯军吉, 你不在京中享福, 来此参风露宿作甚? 我御迟静德, 给你送酒来了, 御迟静德老而不朽, 负担多年依旧武功不减, 一吼起来就像是下夜的闷雷一般, 一声接着一声, 一阵赶着一阵, 响彻整个大营, 惊醒诸多军事, 只听得侯军吉心底一沉, 暗道不好, 这就匆忙起身, 急切道, 坏事了, 他怎么来了, 速速整顿大军, 准备迎战, 若有不测, 就杀了这老东西, 提前动手, 几人都被御迟静德的吼声震得心颤, 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反应, 直到侯军吉气急败坏, 又喊了一遍, 这才回过神来, 手脚并用, 爬出大仗去, 呼喊着整顿大军, 集中队伍, 一时间大营内乱作一片, 纪炎瞧着这片乱局, 不由地看向御迟静德, 将那逆贼捆出来的, 御迟静德冷笑一声, 道, 说得简单, 就怕你没这本事, 侯军吉武功虽弱于我, 却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万军阵中, 只要你一击不中, 让他喊出声来, 陛下, 就得追封你做国公, 与我平起平坐了, 别废话了, 大丈夫做事, 光明磊落, 有我御迟静德在此, 他有五十万大军, 也是枉然, 唐出武德丰沛, 兵将们也是训练有素, 只在两人说话的当口, 五万大军就已经整肃完毕, 黑压压一眼看不到头, 齐刷刷排列在几言等人面前, 单单喘气声, 就像刮过一阵狂风, 只听甲咒摩擦, 便叫人遍体声寒, 烛火摇曳中, 将士们一言不发,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可这会儿, 他们还受侯军级的虎服侠制, 别说面对御迟静德, 就是面对皇子弟女, 只要主将一声令下, 他们也能毫不犹豫地冲锋砍杀, 才是军令如山, 军纪森严, 御迟静德见大军速裂, 不屑一顾, 吃笑一声, 这就又吸了一口气, 喊道, 侯军急, 老子还瞧你一眼, 还会吃了你不成, 叫这些人出来, 撞你那婆娘一般的打骂, 婆娘在躲在汉子后面里, 他这话说得粗鄙, 将士们却只做不闻, 不多时就听得马匹丝鸣, 御迟静德面前的队伍分开两边, 御迟静德, 你搅扰王师大营, 侮辱当朝大将, 祸乱军心, 该当何罪, 见他这会儿还能淡定自若, 御迟静德就在心底冷笑了两声, 这才道, 好你个侯军急, 这就给老子扣上了罪名, 你打算杀了我灭口, 可曾掂量过自己的本事, 来来来, 给我瞧瞧, 这些年, 你长尽了多少? 他这句话没说完, 侯军急身后便有一道人影冲出, 端着长枪朝他刺来, 却听他轻笑一声, 手中的铁链哗啦一甩, 先将长枪打成三截, 再把那人从头到脚捆了得结结实实, 紧接着回手一拽, 将其扯落马下绊住马腿, 连人带马倒在一处, 转瞬间就没了动静, 既然在御迟静德身旁都没有看清他怎么动作, 只觉得从那人窜出到人死马折, 不过转瞬光景, 这就大为佩服, 着实见识了御迟静德的厉害, 御迟静德却毫不在意, 摇头道, 这几年的娃娃是不争气, 软绵绵的身上没有力气, 想杀老子也挑个有能耐的, 叫个娃娃送死算怎么回事, 侯军级神情疑速, 这就吼道, 御迟静德, 你敢袭杀朝廷将官, 来人, 虎服在此, 给我将他拿下, 众人齐齐应喝一声, 就听御迟静德笑道, 你是年纪大了, 眼睛瞎了, 脑子也糊涂, 分明是这小子偷袭本国公不成, 自己坠马而亡, 你却颠倒黑白, 说是我袭杀他, 吴御迟静德在此, 谁敢上前一步, 他最后这句用丹田气吼出, 竟真震慑众人, 一时不敢举动, 便是这五万大军在此, 各个听说过御迟静德的威名, 有不少甚至还是他的旧部, 或者得到过他的提携, 现如今, 他与侯军级相持不下, 还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这便是御迟静德, 非要跟纪言来的道理, 若是纪言独自前来, 哪怕身后站着千军万马, 也不能对抗虎符, 生生震慑一众兵丁, 如今大唐天下, 除了李世明本人, 也就只有他御迟静德, 有这样的本事, 一个人就抵得上千军万马, 侯军级见军事不动, 这便气急败坏, 怒道, 虎符在此, 而等想造反吗, 啪一声破空声响, 御迟静德的铁链急放急收, 侯军级眼睁睁看着自己手中的虎符, 从当中裂开, 嘎嘣一声断成两块, 脱手而出, 坠落泥泞之中, 再也瞧不见了, 叶飞风高, 这就叫他十分尴尬, 手里没了虎符, 又不能下马去捡, 当着五万大军的面, 一时间叫他有些挂不住脸面, 眼瞧着御迟静德一脸坏笑, 侯军级这就怒法冲冠, 马边一挥, 正要下令冲杀, 就听几言叹道, 侯将军, 太子已然认罪, 你又是在为谁效忠? 这一句话, 似有莫名的力量, 一瞬间就将侯军级定在了原地, 才叫他一时间愣在当场, 手里的马边颤抖着, 再不能落下, 他先前瞧见御迟静德来, 只当是事情败露, 便发了狠心, 想着大不了应攻进城, 强行拥立李承前登基救使, 可如今既然说李承前已经认罪, 便叫他万般考虑落空, 即便打进了长安城, 攻入了太极殿, 他又能拥立谁人登基做殿, 给他荣华富贵呢? 古时帝王登基, 讲究的是法统, 将军持兵百万, 也很少有人会拥兵自重, 起兵造反, 便是没有法统, 坐不稳龙椅, 也堵不住天下人悠悠众口的缘故, 若是李承前还在, 他还能拥立李承前, 李承前认罪, 即便杀了李世明, 别的皇子也要新兵讨伐他, 左右是死, 便是无人可以效忠, 御迟静德元打算击侯军级出手, 借故将其斩杀当场, 这会儿就只能狠狠瞪眼几眼, 这才转过头来看向侯军级, 道, 你是用兵法的, 自然晓得进退, 咱俩认识这些年, 交情不算深, 也有同朝为官的情谊, 你倒是溜说说, 陛下怎么你了, 逼得你跟城前的废物裹在一起, 身后的兵丁已经开始窃窃私语, 手下的将官也约束不住他们, 侯军级自晓得大势已去, 这便叹道, 御迟静德, 你是傻人有傻福啊, 朝政如火, 你作弊上官, 福为不争, 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你才是天下无敌之人啊, 御迟静德听不懂这些, 这就不耐烦道, 你说人话, 别闻周周的, 我能听懂, 还用得着打打杀杀吗? 侯军级被他气得凶闷, 缓了缓才苦笑道, 我是忠于陛下, 不敢有分毫剑阅之心, 可陛下血肉之躯, 百年后还有皇子继承大统, 再朝为官, 不得不未雨绸缪, 将来谁做陛下, 谁就把握着你我的生死, 我原本与长孙无忌一般, 支持太子, 可太子不争切, 魏王又咄咄逼人, 再不动手, 只怕太子失势, 魏王做大, 长孙无忌是亲娘救, 我便是那该死的鬼了, 御迟静德挠挠头, 还是搞不清楚, 朝中这许多疾风, 便道, 你这人, 就是心眼多, 自寻烦恼, 谁当陛下, 与你我何干? 你自领兵打仗, 建功立业就是了, 陛下家务事, 你跟着瞎操心作甚, 只见侯军吉闻言长叹, 道, 家务事, 家务事,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你这傻服, 又能想到什么时候? 说着话, 侯军吉扔下马鞭, 耳听着身后人声鼎沸, 自露出一丝苦涩笑容, 这便抽出腰间长剑, 手腕一旋, 寒光一闪而过, 将黑夜都照亮了一瞬间, 剑光照亮黑夜, 人头滚落泥泞, 纪言一直防备着侯军吉拼死一搏, 也怕他举剑自尽, 就没想到他一拔出剑来, 挥手就杀了身旁几名轻信, 才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令人猝不及防, 御斥靖德也被这一幕震住, 片刻后才缓缓开口, 道, 好你个侯军吉, 如此一来, 此事便是死无对证, 随你怎么说都行了, 抛开宝剑, 侯军吉无奈苦笑道, 早知道太子不争气, 却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 既然他认罪忏悔, 我便横竖都是一死, 这些人也曾随我出生入死过, 各个忠心耿耿, 让他们先走一步, 也免得多惹出祸端来, 既然听着暗点头, 就知道侯军吉明知难逃此劫, 却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就不肯莫名其妙被御斥靖德杀了, 这才自己动手斩杀一同造反的几位同僚, 免得他们生事, 也将所有的秘密揽在了自己一个人身上, 太子造反, 乃是天大的丑事, 李世民自然要对外遮掩, 不能叫坊间议论, 可事情已经发生, 队内却要查个彻底, 才能防威杜剑, 将还有可能发生的造反, 消弭于无形之中, 就必须留下侯军吉的活口, 让他与李晨起啊, 你对质, 侯军吉看一眼御迟靖德, 叹道, 国公这就来捆了我爸, 我自会与陛下请罪, 原始我蛊惑太子, 窜多他生出不臣之心, 这番话, 算是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御迟靖德, 这就将信将疑, 道, 你与我这样说, 你可别再生出祸端来, 从来都是御迟家的人, 听不懂别人说话, 这会儿, 却是既言不懂御迟靖德的意思, 只是他不懂, 侯军吉懂, 便是他这一次谋逆作乱, 背后必然还有多方势力牵扯, 一旦他乱咬一通, 自然能扯不少人落马, 得自己在黄泉路上找几个办, 只是如此一来, 内朝千动外势, 千一发而动全身, 朝中大员倒台, 势必会导致对高沟离的战线受到影响, 御迟靖德不关心朝中派系争斗, 却很看重对外作战的输赢, 在他心里, 大唐天下无敌, 断不能吃了败尽, 这才一反常态地, 想要将侯军吉灭口, 绝不能让他胡说, 侯军吉精于谋略, 对御迟靖德的心思把握很准, 这才保证绝不乱说, 当即下马走上前来, 任凭御迟靖德, 用铁链将他牢牢捆住, 交给孙德延家看守, 御迟靖德是个莽夫, 凡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活, 就没想到侯军吉会这么容易投降, 一愣之后也就掏出李世民的赤纸在手, 朝着那五万躁动不安的大军吼道, 陛下赤纸, 侯军吉谋逆造反, 邪同者已经扶诸, 其余而等, 受其蒙蔽, 不再追究, 这一宣照, 才是给五万大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他们之前不知道侯军吉要干什么, 刚刚才晓得他是要谋逆造反, 一时间都是人心惶惶, 谁都知道谋逆是抄家灭族的死罪, 虽说法不择重, 可事后追究起来, 众人也难脱干系, 多少要受些处罚, 就叫他们心忧, 方才侯军吉与御迟靖德对质, 这五万大军都是乱成了一锅粥, 其中甚至有胆子大的打算顺水推粥, 把侯军吉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却听御迟靖德宣兆免除他们的罪过, 这便打消了不敬的心思, 纷纷欢呼起来, 高喊军威, 这就放心, 纪言偷眼瞧着御迟靖德手中的赤纸, 行道, 陛下给的分明是讨逆诏书, 哪里说过邪从不论, 御迟伯伯这是矫诏里, 不过矫诏也好, 真比反了这五万大军, 京城那边只怕还不好应付, 侯军吉这会儿如同双打的茄子, 再没有之前的威风,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已经丧失, 只留下一句屈翘在此, 也不多说什么, 乖乖被孙德压着, 一行人这就调转码头, 朝着京城赶去, 天光大亮, 长安城内外已经有不少百姓发觉事情不对, 十三座城门里外都有人等着进出, 守城的兵丁却说什么也不肯开门, 甚至有几名外放的官员也在人群之中, 四品的地方官也和老百姓一起等待, 御迟爷爷回来了, 快, 打开城门, 御迟爷爷回来了, 随着年轻城门官的一声高呼, 这就有兵丁缓慢上前打开城门, 才瞧见远处黄沙滚滚, 御迟靖德带着千余名精兵凯旋而归, 直下的沿途的百姓纷纷避让, 各个面带崇敬的希望能瞻仰御迟靖德的真容, 便是他身为大唐门神, 身微在外, 在老百姓的心里地位着实不低, 御迟靖德享受着众人的崇拜, 却不敢耽误分毫, 一面让纪严保护好侯军集, 一面就率军朝着太极公冲去, 此刻的太极公中却是一片风平浪静, 太子造反的消息并没有传出宫门, 绝大多数大臣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此刻已经散去, 只有内朝一众老臣与李世民静静等候, 等候御迟靖德的消息。 彭一声响, 伴随着御迟靖德的呵斥与铁链子哗啦啦响动, 就见侯军集被神坤锁绑拖上殿来, 一见李世民便瘫倒在地, 口中高喊道, 陛下, 醉臣有赴陛下天安。 李世民见御迟静德留了侯军集活口, 心中便安定了许多, 这就沉生道, 侯军集, 镇身边的老人, 大唐的大将功臣, 你, 知罪吗? 侯军集心中早已有了决断, 这会儿就鼓起最后一丝勇气, 气声道, 陛下, 皆因我心存不臣之念, 蛊惑太子造反, 却不料天威浩荡, 一切早在陛下的掌控之中, 罪臣自知难逃一死, 只求陛下丢个痛快吧。 一听他这番话, 在场一众内臣都是松了口气, 才听李世民低沉道, 你这样, 对得起阵吗? 侯军集一愣, 这就低头无语, 连装出来的哽咽和哭泣都收了回去, 便是李世民这一句话, 真问到了他心坎里, 叫他眼前浮现出君臣之间的一点一滴, 回想起随莫至今的许多往事, 自知惭愧, 无言以对, 只得沉默。 侯军集被押走收监, 朝堂上便沉默了半嗓。 李世民一句你对得起阵吗? 不仅问到了侯军集心里, 也问到了一众朝臣的心里, 门心自问, 为官多年, 谁又没有个对不起李世民的时候呢? 好半天, 才听李世民轻叹一声, 道, 成前虽是受了侯军集蛊惑, 才生出不臣之心, 却也着实愚蠢, 不可再担任太子重任。 这一来, 就相当于借着侯军集的说法, 给了李成前一个借口, 众人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始终太子造反这样的事情, 说出去难免要叫朝野议论, 特别李世民自己有玄武门这一黑点, 再闹出这样的事情就难以分说。 长孙无忌站起身来, 拱手道, 陛下, 成前本性不坏, 又很有孝心, 古来帝王之家像他这般一时糊涂, 也是有的。 臣以为, 此番霍乱, 皆因太子人选不当所致, 成前资质有限, 却承担太子重任, 才会胡思乱想, 做出这大逆不道之事。 当务之急, 还是另立东宫, 重选太子才是。 李世民深深看他一眼, 问道, 长孙皇后育有三子, 成前不争气, 还有卫王和晋王。 他俩谁能担此大任? 这一问叫长孙无忌, 低头不敢说话, 始终卫王和晋王都喊他一声舅舅, 万一后此薄彼, 说错了话, 事后只怕很难收场。 不过他不敢说话, 自然有敢说话的人, 就听房玄林道, 晋王年幼, 卫王却很有些锋芒。 废太子之所以造反, 也有忌惮卫王的心思。 一听他这么说, 纪严就微微一正, 总觉得他这话里, 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意思, 似乎不是为了推举四皇子为太子, 反而有明包, 暗扁的感觉, 这便抬头看向房玄林, 才见他, 嘴角擒着一丝笑意, 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只是李世民的双眼, 似乎在暗示他什么。 李世民只微微一正, 就反应过来, 道, 卫王的确很有锋芒, 只是他锋芒泰国, 若是立他为太子, 等到镇百年之后, 大唐广阔天地, 还有没有废太子和晋王的立足之地? 难道, 又要上演一场兄弟残杀的惨剧吗? 众人都是义领, 才瞧见李世民缓缓站起身来, 道, 此番成前举动, 一应周密仔细, 唯有两个破绽, 导致他功败垂成。 其一, 是他准备不足, 羽翼未封, 急于动手, 单有一个侯军级就想谋逆, 简直异想天开。 其二, 则是其心存仁善, 不曾提前对魏王与晋王动手, 否则留他一人, 朕又当何去何从? 听着皇帝冷静分析造反大事, 众人都觉得浑身冷汗沉沉, 便是若李城前真有这等准备, 及其一众谋臣, 先杀两个兄弟, 再向皇帝逼宫, 这件事情就会彻底变成玄武门的重演, 李世民就要像太上皇李渊一样面临两难。 乔众人都低头不语, 李世民也就轻笑一声, 继续道, 不过正是因为他尚有一丝人性, 不肯对兄弟下手, 朕才能保全他这条性命, 容许他立足存身。 魏王若当了太子, 定不会容他活着, 此事不妥。 来人, 传狱, 宣禁王李治回京。 如此一来, 李世民的心意就表露无疑, 为这让三个儿子都能活下去, 他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锋芒毕露的李太, 选择了相对平和的李治, 才将大事定下, 群臣也纷纷表示同意。 只有几言知道, 选择李治做太子, 不见得是最佳的选择。 李世民这一念之差, 就为将来的女皇帝铺好了道路。 当下那朝散去, 众人都闭紧了嘴朝宫外走去, 纪言因这一整夜不曾合眼, 只觉得疲惫非常, 也无心与旁人闲聊, 自顾着回府休息。 欲吃尽得则更是夸张, 不住念叨着耽误了负担的时辰, 急慌忙推开众人大步朝前, 险些推倒了几名瘦弱的文官。 也不管众人如何, 纪言这就出宫遣散了一众精兵, 与孙德一道回转侯府, 才瞧见芷然与翠娘早在府中等候, 热州与湘明都恰到好处, 才叫他心中一暖, 上前抱住翠娘, 轻声道, 娘子, 辛苦你了。 他俩这一趟出去, 闹得动静极大, 翠娘身居简出不知, 芷然却是个女中诸葛, 早猜出发生了什么, 这才来跟翠娘作伴, 姐妹俩整整守了一宿, 也不曾合眼, 只等着自家夫君凯旋归来。 孙德在芷然面前乖得像只小猫, 傻笑两声就端起周婉溪溜, 才听芷然道, 看来妹夫立下大功, 家官敬绝指日可待, 我这里先恭喜你。 只是今后有什么事, 还是跟我们说上一声, 你们男人建功立业, 叫附到人家替你们担心咧。 姐言甘大笑笑, 按道你什么都知道了, 何必多说, 嘴上却不敢说出来, 只得不住赔罪, 这才问道, 对了, 怎知有娘子在此, 长乡呢? 翠娘倒是不吃醋, 听她问也就轻声道, 亲姐说有大事, 不叫我告诉长乡小的, 怕她担心。 己言点点头, 也的确长乡心思重, 念头多, 又不像翠娘这么好哄, 的确不好叫她知道。 况且, 这事牵扯到她的大哥, 若有她搅和在其中, 既言也不好做事, 才佩服只然心思缜密, 也不知她是怎么把长乡糊弄过去的。 这边孙德一通胡吃海塞, 好容易填饱了肚子, 这才想起来什么, 惊道, 夫人在此, 大川谁人看顾? 只然狠狠瞪她一眼, 怒道, 你还知道有儿子, 妹夫有公务在身, 过家门而不入, 你一个武夫, 也跟着上朝去了吗? 怎么不晓得先回家来? 孩子在家呢? 乳娘瞧着, 你彻夜不归, 她睡不安稳, 这会儿怕是还没起。 面对夫人指责, 孙德有口难言, 才是她看守着侯军吉, 哪里能抽开身, 总不能带着千余名兄弟, 先回家报了平安, 再押侯军吉上殿。 只是这些话, 她都不敢说出口, 甚至心里都不敢有丝毫不满和抱怨, 只唯唯诺诺, 不住朝指然赔罪, 就瞧得季妍和翠娘相视一笑, 彼此摇头。 帝王之家腥风血雨, 季妍府中却是一片欢声笑语, 便是人各有志, 各得其乐了。 贞观十四年四月初七, 李世民携群臣驾邻成天门, 昭告天下立立志为太子, 同时将废太子李承前及魏王李太, 发配外方, 不允许他们再回京城。 吉言跟在李世民身后, 瞧着霍峰太子的理智面容稚嫩, 眼神清澈, 却没有丝毫担上太子的欢欣之感, 只低垂着眼眸, 似乎在担心什么, 又好像别有牵挂。 旁人或许会以为他做戏, 在李世民面前露出关心兄长的神情来, 吉言却知道他发自肺腑地舍不得两个哥哥, 便是此人仁善孝涕, 他早有耳闻也见识过。 御斥靖德站在纪言身旁, 低声道, 所以说陛下的家务事,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少馆为妙, 侯君吉那个傻子, 就绝想不到事情会这般发展。 吉言文言轻叹一声, 摇头没有说话。 废太子造反的事情, 被李世民轻描淡写结果, 绝大部分罪责, 都由侯君吉一力承当, 最终还是将他杀头治罪, 只赦免了他家中妻儿老小, 没有按照灭三族的惯例处理, 也算是法外开恩。 侯君吉一点也不傻, 早知道自己死罪难逃, 才靠着担下所有的罪名, 保全的子孙后人, 这才是他当日束手就擒, 一点抵抗都不曾做出的原因。 房玄陵听御斥靖德说话, 轻声笑道, 打战你们在行, 朝政就得瞧我们的。 陛下文治武功, 离了谁都不行, 却最怕自作聪明。 国公这样的忠臣, 才是陛下的依仗里。 御斥靖德黑黑一笑, 才道, 我自己都快煮拐棍了, 哪里还能做什么仪仗? 还是你这老家伙袁华, 自己辞了太子少师, 儿子跟魏王缴在一起, 这会儿又推举靖王当上太子, 怎么也不会错, 怎么也不吃亏, 我要有你这头脑, 就跟纪言小子做生意去了。 纪言只觉得无奈, 好端端两人说话, 却又扯上了自己。 不过他倒也真佩服房玄陵, 论眼光论远见, 还是他这样的老臣厉害, 他那小儿子房玉爱一直跟魏王走得近, 这一次竟然没有受丝毫牵连, 反而稳坐太府亲之位, 似乎还有高声的希望。 纪言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也不愿搅和在皇家诸事之中, 只盼着李世民将他忘了才好, 叫他安安稳稳享受神仙的日子。 只可惜天不从人愿, 一向事与愿违。 册封太子的典礼结束之后, 李世民便召集了一众内臣, 宣布道, 朕今日策制而为太子, 乃是上乘天道, 下印明星, 太子乃国之栋梁, 你们今后要多多提点他才是。 从今日起, 朕许之而参知正事, 若是他有哪里做得不妥, 你们一定要当场指出, 分析厉害, 切不可敷衍了事。 众人齐声称事, 李治这边败谢众人。 其实大伙心里有数, 长孙皇后的儿子就剩下李治一人, 他的太子之位已经牢固非常, 再不可能发生什么变故。 只是李治当太子实在太晚, 接触朝政也不太多, 才叫李治明急着培养他当合格的继承人, 不惜专门交代内臣指点于他。 点点头, 李治明又道, 太子之位大定是一件喜事, 朕还有一件喜事要与诸位分享。 大唐征讨高沟离的大军连日来高歌猛进, 百计被轻夺的四十余座城池, 已经夺回大阪。 这等捷报, 一众内臣其实早已知晓, 始终一切文书都要先经过他们的手, 才能承报到李治明面前。 然而知道归知道, 众人还是做出了一副惊喜模样, 这就纷纷恭贺李治明天威浩荡, 大唐王师所到之处, 所向披靡。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李治明一代贤明圣主, 也愿意听臣子的奉承之言。 这便道, 只是那高沟离小国寡名, 不知我大唐天威厉害, 虽是一路节节败退, 却不肯向朕那表投降。 看来朕非要给他们些厉害瞧瞧, 若其再不肯投降, 朕便要御驾清征, 灭了高沟离这小国, 才好震慑四一八方。 御驾清征这四个字, 就像是一滴掉进滚油锅的水珠一般, 瞬间将内朝的平静祥河打破, 才听长孙无忌猛然起身, 喊道, 陛下, 万万不可。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这一声吸引, 才听李治明有些不悦道, 有何不可。 小国寡名, 无知无畏, 如若朕不清零, 竟不能叫他们知道大唐天子的厉害。 李治明为何要御驾清征, 众人心中都有一个算计, 就知道, 他眼瞧着前线捷报连连, 自己又上了些年纪, 动了万事流明的心思, 打算借着诛灭高沟离, 为贞观一招天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真正实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成就万事一地。 只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不是这么简单, 战场上风云变化, 战机瞬息万变, 就是用兵如神的老将, 也不能保证局势一帆风顺, 才听长孙无忌道, 陛下勇武, 无人不知, 秦王破阵, 举世闻名。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陛下乃万经之躯, 担负天下大任, 不可以身犯险, 轻负前线。 李世民这就冷笑一声, 道, 战局如何, 还要你们来交阵吗? 这大唐江山, 是前朝阳帝拱手想让的吗? 如今大唐安泰, 像高沟离这样的小国, 才会蠢蠢欲动, 若不能杀意景百, 又如何设服四夷之心? 朕身为天子, 自然要给大唐子民做的表率, 叫他们晓得, 大唐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这就叫戟严暗中赋匪, 道, 明明是高沟离打百计, 大唐打高沟离的, 哪能说是大唐受了欺负? 唉, 这次清征是拦不住的, 但愿别带上我就是了。 千山万水, 倒要叫翠娘和长乡苦等担心。 然而李世民下一句, 就问到了戟严头上, 道, 新封后, 你看如何, 说出来叫大家议论议论。 戟严一愣, 知道陛下圣财, 臣不敢妄言, 但臣以为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圣人说话还是有道理的。 就这样, 朝会在李世民的不满中草草结束, 一众内臣鱼贯而出, 不住低声讨论着陛下御驾亲征的念头, 大多数都是反对声音, 可谁也不敢在朝堂上直接说出来。 玉池竟得快不赶上纪言, 猛一拍他的肩膀, 笑道, 你小子, 可以啊, 明知陛下的心思, 还敢拿那些俘虏的话来赌他。 嘿嘿, 我看你是要做小卫生了, 贱臣可不好当脸, 几言无奈看他, 玉池勃勃取笑了, 我哪能跟卫先生比? 只是陛下问到我了, 我实话实说罢了, 总不能为了迎合陛下的心思, 昧着良心欺君吧。 更何况, 这战打得好好的, 陛下非要横插一脚, 天子鸾架上前, 万军都要辟议, 虽能鼓舞军心, 却也限制了将领行事, 又有什么好处? 玉池竟得一愣, 就没想到这些, 在他的概念里, 李世民就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 清征区区一个高沟梨, 根本就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 算不得什么大事。 只是他却忘了, 当年的秦王是大唐第一猛将, 如今的李世民却是皇帝天子, 将领与帝王之间有天壤之别, 上了战场又怎么可能一样? 挠挠头, 玉池竟得这就叹道, 我还是搞不清楚, 你们这些道道, 你脑子好, 心肠也不坏, 就先信你一次。 只是这些道理, 难道陛下不懂, 还要你这个矛头小子去教他? 依我瞧啊, 你们这些文官磨破嘴皮, 也拦不住陛下灭高沟里。 叹一声, 几言无奈道, 首先, 我不是文官, 原是武将出身。 其次, 我也没打算要拦陛下, 能拦住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最后, 这些道理陛下都懂, 可他自己不愿意想, 谁都没有办法。 赌鬼不知道赌钱不好吗? 酒鬼不知道酗酒不好吗? 陛下就不知道, 清征不好吗? 御迟竟得文言大笑。 胆大包天的小子, 只有你敢拿陛下和赌鬼相提并论。 哈哈, 这事你们操心去吧, 我是管不着了。 打一战少说三五个月, 就耽误我负担修行。 说起来, 陛下也是辛苦, 虽然身为皇帝, 却被你们这些人牵制, 想自己打个战都不行。 嘿! 话音未落, 御迟竟得就自顾走远, 忙着回家负担, 留下几言站在原地, 自言自语道, 真是傻人有傻福, 不过欲吃勃勃的话也有道理。 我是个过安稳日子的, 陛下却有雄才伪劣, 原本不是同道, 我又能如何指摘他的决定呢? 摇摇头, 几言也迈步朝宫门外走去, 一时不知道该要如何适吼。 其实他的想法, 已经很体贴李世民, 就是满朝文武, 都是从得失厉害的角度议论此事。 唯有他还能考虑李世民内心的渴望和追求, 就着实很不容易。 只可惜, 他自语声音太小, 否则若传到李世民耳中, 他便有希望当上的国公了。 始终, 古来帝王寂寞, 知己缘不易寻。 才出宫门, 几言就瞧见孙德牵着马在不远处等着, 这便快步上前, 道, 你怎么来了, 出了什么事吗? 孙德咧嘴一笑, 道, 倒是没什么大事, 走南边的兄弟, 打回来两只野鸡, 活蹦乱跳的, 我送侯府去了, 夫人让我来看看, 侯爷何时回去, 说是给侯爷补一补, 嘿嘿, 侯爷还是保重身体, 美人虽好, 自己的身子也很重要脸, 几言抬手, 就给孙德肩上一拳, 骂道, 胡说什么? 明明是句好话, 偏叫你听出别的意思, 老子身子好着呢, 轮不到你们来编排, 哎, 罢了, 好日子也就这几天了, 以后想吃,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脸, 这话叫孙德摸不着头脑, 疑惑道, 侯爷说的什么话, 区区两只山鸡而已, 侯爷要吃, 随时都有, 不过是那群小兔崽子懒散, 不肯用心罢了, 哎呦, 莫不是侯爷得罪了陛下, 那可不得了脸, 要说纪言得罪李世民, 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性, 便是他虽然说话直接, 却始终在理, 也没有自己的私心, 其实很得李世民的信任, 甚至比起魏征, 纪言连自己的名声都不太在意, 像这样的臣子, 叫李世民上哪儿找去? 故而, 他这些年在朝中, 既没有树立政敌, 也不曾受到嫉恨, 混得如鱼得水, 就不太可能会遇上什么麻烦, 孙德这么说, 只是瞧着, 几言满脸丧气, 故意说些胡话, 来分散他的心神, 这才听他低声道, 高沟离战士顺遂, 你们或许要跟我出趟远门了, 罢了, 不说这些, 今天你也别去标局, 就在府中陪我喝几杯吧, 人声得意虚敬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啊, 这就说得很明白, 孙德也听得很清楚, 当即浑身一震, 差点喊出声来, 好容易想起, 这是皇宫门口, 才压低了声音颤抖道, 侯爷要上战场了, 天老爷, 终于等到这天了, 许久没杀人, 老子刀都快生锈了, 季言看着这战争狂人, 一时间有些无语, 才叹道, 你喜欢打战, 小姨可不喜欢, 想想你一夜未归, 他就能骂你个狗血淋头, 这要是去三五个月, 回来还不知怎样了, 他这句话就像是魔咒, 瞬间将孙德定在原地, 脸上的欢心雀跃还未消退, 就被愁苦和无奈所代替, 弄得一张脸哭笑不得, 看上去十分滑稽, 季言却没有心思取笑他两句, 侯府中, 翠娘和芷然忙得热火朝天, 杀鸡匹柴, 两人都是厨房里一把好手, 当真是尚德厅堂下德厨房的贤妻, 长香在一旁手忙脚乱, 帮着把几样小菜切得七零八落, 就像是乱刀砍出来的一般, 看得芷然不住摇头, 无奈道, 长香妹子, 这是切菜, 不是砍人力, 你帮着切鲜果吧, 这些放着, 给我就行, 其实侯府中不缺下人, 在不计酒楼里也有大厨, 只是翠娘许久没有为妓言做饭, 今日也不知怎么的, 就是想亲自下厨, 做些家常小菜, 莫名有一种感动和不舍, 盘踞在她的心头, 长香也有一样的感受, 这才非要来帮忙, 只是她生来尊贵, 食指不沾阳春水, 实在不会做什么, 只能尽一尽心一把了, 三个女人凑在一起, 厨房也跟战场一般, 这天底下的魂人很多, 或者说谁都有个犯魂的时候, 也许每个人都是同心为敏, 总有想要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 所以, 在御驾清征这件事情上, 李世民便犯魂了, 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大唐实质上的开国之主, 横扫千军也不皱眉头的贤明圣人, 会因为内臣极力反对他御驾清征, 便将内朝还未定夺的事情, 提到前朝上讨论, 当着数百名文武官员的面, 逼着他们议论御驾清征一事, 扬言若是得不出结果, 就绝不下朝, 非要群臣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彼时大唐开国之初, 皇帝贤明, 朝野清明, 有资格站在两一殿中议事的, 就大多数怀抱赤胆忠心, 对于皇帝要御驾清征的打算, 众人便都表示了反对, 无论李世民如何威逼利诱, 也很少有朝臣松口, 从陈氏熬到午时, 反对御驾清征的声音, 还是占了主流, 李世民也没料到, 这么一件小事, 会遇上这么大的阻力, 陈银片刻之后便笑出来声来, 道, 好, 很好, 诚如诸位所言, 天子御驾清征, 乃是国之大事, 自然要细细议论, 我不着急, 你们接着讨论, 也不必急着答复, 来人, 奉午膳来, 朕就在这吃了, 一声令下, 就有工人奉上简单精致的午膳, 端端正正摆在龙榻面前, 盖碗一接, 便由热气生腾, 混合着肉味, 油味和菜味, 像一只勾魂的小手, 撩动每一个官员的心弦, 他们上朝本来就早, 五更天蒙蒙亮就要在宫门外等候, 起床到现在三四个时辰, 都在这两一殿中耗着, 着实是又累又饿, 喉咙里像是有团火在烧, 只被御膳的香味一勾, 这便是火上浇油,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 甚至已经坐不直身子, 摇摇晃晃, 眼看着就要昏倒,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都是满满的无奈, 就知道李世民讲理不成, 这惠子是打算耍赖了, 名义上是叫大伙议论, 其实就是困住众人不许走, 非要众人同意他御驾亲征不可, 亚生孟子有训,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为人臣子, 就应该将其奉为立身之道, 别说身子疲惫, 未待空虚, 就是刀斧加身, 受尽十八般酷刑, 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说自己想说的话才对, 然而, 孟子是圣人, 一众朝臣却都是血肉之躯, 李世民所用的招数, 已经近似于给众人上行, 身为群臣之首, 房玄龄自然不能瞧着朝堂上真饿死几个, 这便拱手上前, 无奈道, 启禀陛下, 若陛下真要御驾亲征, 就牵动三省六部, 本朝自开国以来尚无此先例, 我等需要仔细筹备, 长孙无忌会议, 连忙接口道, 不错, 天子御驾亲征, 所有的仪仗, 礼数, 随行的陈宫, 护卫, 沿途的路线, 休息之处, 犒赏三军的米面, 酒肉, 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准备完毕,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算清楚的, 咱们在这里议事, 属下人一无所知, 讨论再多, 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李世民切着苏松香脆的芝麻糊饼, 沉声道, 满朝文武皆在此, 还算不清这区区小事, 礼不何在, 太长寺何在, 你们说, 仪仗如何, 礼数如何, 户不何在, 功不何在, 而等与兵不商量, 犒赏三军, 究竟要多少东西, 议论, 接着议论, 朝廷给你们发放俸怒, 是叫你们做事, 话音未落, 就听得殿中传来扑通一声, 这就见忠书令楚岁良, 斜着身子歪道, 眉头紧锁, 牙关紧闭, 手脚不断抽搐, 喉咙里咯咯作响, 似乎是突发了什么疾病, 就吓得房玄玲急忙上前, 一把捏住他的手腕, 李世民也没想到, 会出这样的事情, 一时间手中的胡饼掉在碗里, 摔得粉碎, 才急切喊道, 快传太医, 快, 群臣都伸头朝这边看来, 房玄玲却觉得自己手腕一紧, 才瞧着楚岁良在李世民看不见的地方, 不住朝自己挤眉弄眼, 表情十分丰富, 这就会过一来, 微微一笑, 转头道, 启禀陛下, 杜大夫年老体弱, 五脏失调, 许师一早急着上朝, 不曾用膳, 这会儿撑不住了, 这一番话, 才叫李世民懊悔不已, 一面摇头叹气, 一面亲自端了自己桌岸上的乳粥过来, 扶起楚岁良的肩膀, 不住往他嘴里去胃, 却是他牙关紧闭, 半碗乳粥都撒在了衣服上, 不曾入口点滴, 也就在这会儿, 张太医急匆匆跑上店来, 接受对楚岁良的救治工作, 才叫李世民稍稍放心, 无奈叹道, 朕太着急了, 都忘了诸位还饿着肚子, 罢了, 散了吧, 传指, 四郎下食, 有撑不住的, 就在店外先吃几口吧, 堂堂大堂的朝廷上, 中书令被饿得昏死过去, 李世民作为皇帝, 也觉得面上无光, 眼瞧着房玄龄等人七手八脚, 扶着刚刚还醒过来的楚岁良谢恩告退, 他便觉得心里一阵空落落的, 魂不知自己当这个皇帝有什么意思, 也不晓得自己是哪里得罪了朝臣, 一出两一殿, 张太一便低着头告辞, 医术精湛如他, 早知道楚岁良一切正常, 却不敢戳穿, 只盼着别把自己绞在里面, 楚岁良则是由房玄龄掺着, 故意亮亮呛呛, 胸口一片潮湿, 看上去不像是恶婚, 倒像是中风了一般, 瞒过宫中所有眼线, 这才缓缓走出宫门, 这会儿, 房玄龄的心中真是百味杂陈, 自己围观这么多年, 也从未被逼到今天这个份上, 君臣间斗智斗勇, 竟然用上了下三难的市井手段, 耍赖的耍赖, 装病的装病, 这哪里是朝廷, 分明是东是西方, 那等泼皮无赖行径, 楚岁良也是苦笑, 摇着头缓步向外, 低声叹道, 陛下也不容易, 你们自也为难, 我是年纪大了, 就豁出脸面去, 给大伙个台阶下吧, 自想啊, 咱们把陛下逼到这一步, 是不是太过了, 这高沟里, 就真是龙坛虎穴吗, 房玄龄一正, 没有说话, 只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楚岁良闹这一出以后, 李世民就再不能靠着歪门法子脅迫重臣, 却还是不肯放弃御驾清征的打算, 随后几日, 朝会上时常提起, 每一次都是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 列举历朝历代, 曾经御驾清征, 大获全胜的帝王栗子, 常瞠目结舌, 无言以对, 到第五天头上, 房玄龄实在是忍无可忍, 下朝后, 扯住了长孙无忌和楚岁良两人, 这三个把握了贞观一招最大权力的臣子凑在一处, 才听房玄龄道, 陛下还不死心, 日日提起御驾清征, 已然耽误其余国事, 百官有话, 也不敢直言敬见, 成何体统, 楚岁良抬手擦着汗, 叹道, 莫说, 陛下不读书, 陛下会得比咱们都多, 瞧陛下口若玄河模样, 只怕这几日翻遍了四书, 找遍了五经, 苦读了春秋诸史, 往你我自称文人, 在陛下面前, 竟还有张不开嘴的时候咧, 我看实在不行, 就准备清征示意吧, 长孙无忌摇头笑笑, 啊, 咱们都是帮陛下制事的, 不是与陛下作对的, 本来陛下清征高沟离, 与大唐国体无碍, 又能鼓励前线将士奋勇, 咱们阻止, 本不占领, 自然说不上话, 房玄陵看他一眼, 低声道, 陛下清征, 你自然一万个情愿, 天子在外, 朝中就只剩下太子监国, 以你国舅之尊, 岂不是予取予求, 号令满朝文武, 只在一念之间, 只是高沟离战局如何, 你我心中有数, 他们宁死不肯投降, 只怕打算着与大唐欲碎, 若陛下轻赋前线, 岂不是以身犯险, 长孙无忌其实没有不成的心思, 听房玄陵说话也就连连摆手, 道, 你二位都是朝中重臣, 陛下的心腹, 就该先听我把话说完才是, 咱们是劝服不了陛下, 可今中还有能逆转乾坤, 改变陛下心意的人物在, 只是他丹于享乐, 又怕惹事, 躲在府中不肯出生罢了, 楚岁良一愣, 这就与房玄陵一口同声, 道, 兴风后, 长孙无忌含笑点头, 叹道, 御驾亲征算什么, 两国和亲, 兴风后都能逆转, 而且, 此人直言不讳, 又得陛下欣赏, 活脱脱一个魏征在世, 就能把咱们敢说不敢说的, 敢想不敢想的, 都跟陛下说个一亲二楚, 不是陛下不讲理, 是咱们没把道理讲清楚了, 这一番话, 就叫两人连连点头, 也是这么多年来, 能够逆转李世民心意的, 除了魏征, 也就是一个计言, 一念至此, 房玄陵就急切道, 只是, 他既然夺懒, 咱们又怎么说, 动他出山, 若他愿意阻止陛下, 早该静言了才是, 长孙无忌笑笑, 道, 无妨, 咱们同去, 若他不肯劝服陛下, 咱们就以三思的名义, 逼他随陛下同乡, 他有一盘子生意, 还有两位娇妻, 叫他出生入死, 他自然不愿意, 说句大不敬的话, 咱们定下的事, 除了陛下, 还没谁能违抗, 三人对视一眼, 这就纷纷点头, 各自为政, 明征暗斗多年的他们, 终于为了阻止李世民, 清征高沟离, 团结了起来, 只是, 事情总不会这么顺利, 三人来到侯府, 与纪言说明了来意, 满以为纪言会一口答应, 却不料他沉吟了半赏, 无奈道, 既然三思决定, 由我随陛下出征, 我便不能违抗朝廷的意思了, 但不知咱们几时动身, 我该带多少兵马合适, 三位是知道的, 我乃功不小利, 没有调兵之权, 手下只有几个莽夫理, 房玄陵与长孙无忌对视一眼, 才小心道, 半年前你曾经上书, 请陛下拖延功伐高沟离的时机, 如今怎的又转了性子, 愿意背井离乡去率兵打仗了, 你与玉池静得走得近, 莫不是他逼你的, 几言摇摇头, 轻声道, 其实贵客临门, 来以我早已知晓, 包括之前朝堂上一场闹剧, 我也有所耳闻, 诸位想想, 陛下英明神武, 何时闹出过这等笑谈, 咱们做臣子的, 究竟怎样才是敬忠, 哼, 我说句重话, 这天下是陛下说了算, 还是咱们说了算, 这话的确是众如泰山, 直叫三个老狐狸都浑身一个哆嗦, 才听楚岁良善善道, 陛下贵为天子, 自然是一言九鼎的, 几言瞧着他们, 自己也十分无奈, 才是这三位着实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这是要推自己出去, 做忤逆李世民的出头鸟利, 当年夺回长乡一事, 一是借着李世民爱女心切, 二是得了蜀中山匪舍命相助, 才能皆大欢喜, 将长乡迎回, 如今李世民为了清征高沟离, 不惜挟迫朝臣, 更与群臣唇枪舌剑, 便显出他心意坚决, 旁人难以动摇来, 当年他, 要是拿出这份魄力, 长乡就不会被陆东赞带走, 也就没有那一出闹剧了, 归根到底, 决定一切的, 逆转过帝王天心, 只是一味的顺天而行罢了, 而现在, 三人想推纪言去反对李世民, 就是逼他逆天而行了, 他坐拥金中小半的财富, 守着两个老婆过安生日子, 原本犯不上去, 触碰李世民的逆龄, 也没有必要跟历史大事来对着干, 这一点上,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都失算了, 三人见纪言这般, 一时间也是无奈,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道,罢了, 我那闲职长乡可在府中, 我却许久不曾与他相见, 不知他是否还好, 几言起身, 冷笑一声, 长相与我一般心思, 是否叫他出来与三位说明, 吹枕头风的计划失败了, 长孙无忌摇摇头, 轻叹道, 不必了, 既然如此, 便是大事已定, 与其磨嘴皮子, 不如早做准备吧, 哎, 要是这一两个月以内, 就能将高沟灵灭国, 就没有这许多烦恼, 归根到底, 还是当初派出的冰江, 实在是太少了, 这才叫几言瞠目结舌, 原来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长孙无忌眼中, 这么轻如红毛, 就叫人感慨升位, 只是他知道, 这一次, 长孙无忌可能小看高沟灵了, 李世民称高沟灵为小国寡名, 可事实上, 作为一个西汉末年建立, 存需六百余载的王朝, 高沟灵无论是地势, 人口和经济, 都不算是小国, 即便不能与中原王权相抗衡, 至少也是一方霸主, 百计新罗那样的国家, 只能在其威胁掠夺下, 夹奉求生, 事实上, 中原王朝对高沟灵早有忌惮, 隋扬帝更是三次掀起兵货, 征讨高沟灵, 却无功而返, 如今大唐强盛, 兵马粮草充足, 仗着一众将士浴血奋战, 好歹在战场上压制了高沟灵的气焰, 却也打得十分辛苦, 每一份捷报背后都有无数将士的血泪, 故因此, 听闻李世民打算御驾轻征, 前线的战士便着实受了鼓舞, 士气一时间有了极大的改善, 战场上喊声都要比敌人更大些, 才是追随皇帝打战, 乃是莫大的荣耀, 古来从军者, 也有追求荣誉的心思, 相比起前线一片激昂, 朝中的大臣们便是愁云惨淡, 只为着做好御驾轻征的一切准备, 他们付出的辛苦, 甚至超过真正打一场战, 想当年与吐蕃交兵, 他们都不曾这么担惊截律过, 然而, 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再怎么辛苦, 也只能打掉牙忍着, 戒严更是早早得到了消息, 知道自己将作为李世民的护卫, 随同他的车脸一并出征, 心中随时有一百万个不愿意, 也只得做好了各种准备, 这几天只忙着安抚两位娇娘, 这其中, 最为难的就是长乡, 便是他的父皇要上阵打战, 他的丈夫随同护卫, 这两人里谁有个三长两短, 都能直接要了他的性命, 就叫他连日来以泪洗面, 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 翠娘则是单纯担心戒严, 却也晓得自家相公的本事, 若大一个吐蕃都不是戒严的对手, 区区一个高沟里也就不在话下, 便只是担心, 倒还淡定, 有时候不得不转过头来安抚长乡, 劝说止然, 这一日, 戒严刚从朝上回来, 长乡和翠娘就围拢上去, 急切道, 怎么样, 高沟里的使节说动陛下了吗? 戒严摇了摇头, 道, 没想到那冤盖苏文竟是个欺软怕硬的, 一听陛下要御驾清征, 便派来使节与大唐讲和, 只是陛下主义已定, 达定决心要将高沟里灭国, 不仅不曾接受使节讲和, 反而将那人勘压起来, 只说冤盖苏文犯下是君大罪, 一定要亲自征头, 一听这话, 长乡就抬手抹泪, 才是先前高沟里派来使节, 他还想着, 事情会有转机, 没想到李世民铁石心肠, 无论如何都要清征, 就叫他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感觉, 几言也是无奈, 只得好言安抚, 叹道, 你们俩也别着急, 天下的事总有一个定数, 我保证一定平安归来, 也保证陛下龙体万全, 自家相公的本事, 你们还不晓得吗? 翠娘苦笑着点头, 扶着长乡道, 妹子也别哭了, 哭坏了身子, 倒叫相公担心, 走, 咱俩给相公准备干粮去, 出门在外, 可不能叫他饿肚子脸, 瞧着翠娘哄走长乡, 纪言自己才常常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哎, 我倒是能平安归来, 就不知这一去, 要有多少将士血染沙场了, 平均莫化封侯氏, 一将功成万古哭啊, 唐真关十八年冬, 李世民御驾清征的队伍, 终于开拔启程, 除了纪言之外, 朝中还有不少大臣随行, 包括皇太子李治与国舅长孙无忌, 连御池静德都跟着来了, 房玄陵反而被留在了长安, 负责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帝的存在是封建帝国的基础, 之所以一众朝臣反对李世民御驾清征, 便是所谓的御驾清征, 不是简单的皇帝带兵打仗, 而是将整个皇权行政中心搬离京城, 搬上战场, 以身犯险的不仅仅是皇帝, 而是整个朝廷, 故而大队伍开拔的时候, 李世民是雄心壮志, 旁边的长孙无忌等人却愁眉苦脸, 既言还算正经, 穿着铠甲面无表情, 却敌不住身旁孙德等一群战争狂人的兴奋, 被吵得心烦意乱, 只听着孙德叹道, 没想到跟侯爷过上了安稳日子, 还有这等杀人放火的机会, 上舱真是带我不薄, 老子这一身的功夫, 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了, 王老二也是十分兴奋, 不住拍打着大肚子道, 听说高沟离三面沿海, 肯定有不少海上来的好东西, 我这些年走南闯北, 还没见识过多少海货脸, 灭了高沟离, 好东西就都是咱们的了, 此言一出就有人吃笑道, 你这家伙太没志气, 区区海货, 算什么新鲜, 倒是高沟离的婆娘听说乖巧的紧, 真是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比朱雀芳的婊子强之万倍, 老子别的不要, 叫几个婆娘轮着陪我睡觉, 剩下的都弄去朱雀芳卖钱, 几言实在听不下去了, 这才轻咳两声, 笛声道, 你们好歹是当过兵的, 就给我有点当兵的样子, 咱们护卫陛下, 怎可胡言乱语, 万一亵渎天听, 什么海货, 什么婆娘, 先砍了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忌旗, 大唐王师, 能不能显出些天威来, 孙德见他生气, 连忙陪笑, 道, 侯爷别理他们, 都是说嘴的孬肿, 军令如山, 他们不敢乱来, 往常咱们打战, 不敢说清明干净, 可也做不了太过分, 顶多趁人不注意藏些经营, 回来换酒喝罢了, 此番随陛下亲征, 怕是轮不到咱们打头, 就让他们说说, 过过瘾吧, 听他回护兄弟, 几言也是无奈, 才摇头道, 小姨那边, 你说清楚没有, 可别战场上没送命, 回去叫他, 把你给剁了, 我都说不要你来, 你怎么就不肯听, 孙德咧嘴笑笑, 道, 侯爷这是什么话, 哪有掌柜的冲锋, 伙计们缩头的道理, 你都来了, 我自然得跟来, 至于娘子嘛, 倒是通情达理, 不单不曾怪罪, 反而嘱咐我照顾好你, 才是他辅导人家, 见识有限, 不晓得侯爷的厉害脸, 几言文言叹气, 暗道, 你的那个辅导人家, 我都佩服他见识, 这话要是叫他听见, 还不知道怎样笑话你呢, 不管怎么说, 大军总算是开拔, 除了武将们各自的亲卫之外, 还有万语府兵精锐跟随, 加上一英仆从奴婢, 长安城瞬间空了三分之一, 着实叫纪言, 瞧见了御驾轻征的厉害, 暗叹李世民这一次声势浩大, 原是抱着覆灭高沟离的目标去的, 他被选择护卫, 带领孙德等人, 紧跟李世民的车拈, 轻易不能离开, 却听得打头的兵丁, 不时爆发出骚乱, 走上一两个时辰, 就要停下来片刻, 整个队伍走走停停, 引起了后方不小的麻烦, 李世民也被车拈一走一听, 搞得心烦, 这就让纪言去探明前方缘故, 反正有孙德等数百人严加保护, 白日飞升的高手, 也伤不到他, 多少纪言一个, 原本是无所谓的, 纪言正式无聊, 文言便领命策马上前, 按道, 前面是御池宝林的队伍打头, 就不知这小子有犯了什么傻, 难不成是孙德他们带坏了他的清兵, 那些混小子故意给他找事, 心里担心着, 纪言这就上前, 却瞧见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才见御池静德盘腿坐在队伍当中, 两手五心朝天, 口鼻中吐纳不已, 面前还摆着几个小盒, 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奇怪东西, 探一声倒霉, 纪言这就喊道, 御池, 话音还没出口, 就有一只汗津津的大手捂住了他的口鼻, 差点将他捂死, 才听御池宝林的声音响起, 道, 嘘, 你小子不要命了, 我老爹负担吐纳的时候, 最恨别人打搅, 上次我喊了他一声, 活活挨了十下铁边链, 纪言奋力正开, 哭笑不得道, 你也不瞧这是什么时候, 哪能由这伯父乱来, 后面陛下早已不耐, 只怕龙颜大怒,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御池静德文言就微微睁开了眼睛, 轻声道, 纪言小子过来, 我教你那单大道, 瞧你抱着两个老婆, 连个娃娃都没有, 是不是有些难言之隐, 不好对旁人说, 你瞧, 这是云母, 这是玉髓, 这两样东西一起服用, 御池静德嗓门大, 轻声说话, 也有不少人听见, 这就有人怪笑着看向己言, 叫他恼羞成怒道, 御池伯伯, 我好得很, 多谢你的美意, 陛下催促队伍, 你快歇起来吧, 他这几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 御池静德却毫不在意, 只点点头, 道, 你如实禀报就是, 顺便跟陛下说一声, 今日原始我担到四九之日, 每两个时辰就要负担一次, 十分要紧, 请陛下体谅, 这就叫己言无奈, 就晓得这种封建迷信, 根本不讲道理, 自己也无从说服御池静德, 这就摇头叹气, 回来将事情说得清楚, 却听李世民笑道, 原来如此, 倒是正疏忽了, 也就这一天, 慢点就慢点, 虽说这单道虚无缥缈, 可静德的诚意, 足以感动上天, 什么是朋友, 这就是朋友, 在御池静德面前, 李世民根本没有皇帝的架子, 就很有容忍, 也多原谅, 即使是福丹这种不靠谱的事情, 他也不惜耽误万余大军, 迁就御池静德义人, 己言虽觉得无法理解, 却也着实羡慕他们之间的友情, 这就无奈乘势, 自顾策马朝后方, 协调众人行进的速度, 以免因为御池静德福丹, 而乱了阵脚, 好在四九丹道也就一天, 随后几日都一切顺利, 快到腊月的时候, 一行人总算赶到了洛阳, 府兵们休整安歇, 朝臣们处理国事, 李世民连日车马劳顿, 也被决辛苦, 这就必入宫城休息, 异国之势, 繁杂无比, 虽然有房玄林在长安主持大局, 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奏报李世民决断, 一路上众朝臣已经处理了许多, 可现在还是堆积了不少, 加上前线战局变化莫测, 战暴如满天雪花一般飞来, 这一耽搁, 竟是耽搁了岳鱼之久, 队伍在洛阳一直耽搁到开春, 戟严简直怀疑李世民是想来洛阳过冬, 一直等到2月12, 众人再再度启程, 这一次的速度就快了许多, 3月份队伍就赶到了定州, 再往前就是大唐与诸国交接的地带, 已经存在可能的威胁, 李世民便将李治留在此处, 命令他再次监国, 同时负责整个大军的后勤保障, 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文臣帮着料理, 至此, 保证他即便不在国内, 也能随时把控大局, 长安, 洛阳和定州都有他最信的过的人坐镇, 以免前方大劫, 后院失火, 打下高沟历后发现中原没了, 那才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自找苦吃。 与此同时, 几道国书级别的诏书也分别发完了周边各国, 大唐皇帝下诏命令契丹, 新罗及百计等国出兵, 要求他们的酋长或者国主亲自上阵, 与大唐皇帝一样御驾亲征, 共同讨伐高沟历, 大唐师大, 几国也不敢怠慢, 特别是新罗德善女王敢念大唐天恩, 不惜以女子之身戎装站上前线, 虽然没有多大的作用, 劝着实显示出大唐的天威, 就叫高沟历, 国内也是乱成一片, 没想到李世民真能说到做到, 以身犯险, 瞧着孙德等人摩拳擦掌, 纪言始终怕他们有个意外, 这才在到达定州的头一天晚上, 专门找了个机会, 聚拢众人, 吩咐道, 我晓得你们都热血沸腾, 恨不得今天就跟高沟历大军拼杀一顿,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事情也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只盼着你们多有收敛, 留下这条命来过日子才好, 众人都知道他的爱惜之意, 孙德更是连连点头, 笑道, 侯爷是怕咱们乱来, 可咱们根本不敢乱来临, 在京中哥几个为所欲为, 可如今前线还有咱们的老前辈淤血奋战, 要说厉害, 我们这点微末本事, 可不敢与前辈相比, 就请侯爷放心, 打仗又不是去送命, 几言一愣就瞧大伙纷纷点头, 有些人脸上还露出了畏惧神情, 显然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才道, 前线府兵之中还有比你们厉害的, 孙德笑了笑, 道, 侯爷说笑了, 大唐兵将天下无敌, 咱们几个算什么厉害, 真正厉害的, 是那些从军数十年, 湿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精兵里, 孙德说的不错, 眼下整个大唐的精锐, 几乎都在高沟黎边境上, 除去镇守四方的戍边将士之外, 李唐绝大部分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这里, 始终高沟黎不是寻常小国, 隋阳第三次征讨都杀鱼而归, 李世民也就不敢太过轻视, 虽然嘴上说的厉害, 心里还是十分重视, 而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希望被大唐天子重视, 留下太子和一众重臣之后, 李世民率军继续朝着东边进发, 四月初到了幽州, 再往前就是战场, 此时的幽州城外, 已经驻扎了数万将士, 黑鸭鸭一眼看不到头, 隔着还有几十里地, 就能瞧见银盘和吹烟, 能听见震天的操练吼声, 越接近战场, 众人就越发兴奋, 潜藏在血液中, 深埋在骨髓里的某种情绪, 逐渐被调动起来, 就连几言都觉得心潮澎湃, 有些跃跃欲试之感, 恨不能这就冲上前线去杀敌报国, 便是大唐男尔骨子里的血性, 不是靠着理性就能控制, 随行有数百人, 专门负责押送沿途筹备来的酒水肉食, 要喂饱几万人的肚子, 这些东西就浩浩荡荡组成了长蛇一般的车队, 占了整个清征队伍的一半有余, 带来的都是长安城唾手可得的寻常物事, 可运到前线, 就比真羞美味, 还令人垂涎, 幽州大营的守将早早得到了消息, 天没亮就吩咐人开始准备迎接圣驾, 沿途二十里扫洒干净, 铺满了厚厚的新鲜树叶, 盖住暴藤的黄土, 两旁沾满了身着甲皱的冰钉, 每一个都是精神抖擞, 进阶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俊翘狼, 力求向李世民展现大军对威武的一面, 然而李世民却对这些虚理不屑一顾, 看着守将的种种布置便是轻声叹气, 哭笑不得道, 他们把朕当成什么了, 镇统军的时候, 他们还吃奶呢, 真当我不知道大营是什么样子, 要拿这些花花架子来糊弄我吗, 你们瞧瞧, 瞧瞧, 嘿, 真是煞费苦心啊, 几言和御赤静德在一旁站着, 文言也就笑道, 陛下都说是一番苦心了, 何不成全了他们尽忠的心思, 他们还有闲情意志为陛下准备这些, 恰好证明大唐王是威武, 战局一帆风顺, 否则陷入苦战, 谁还有心思弄这些, 不管怎么说, 手将的心都是好的, 马屁没拍到位罢了, 陛下不必动气, 李世民闻言瞪他一眼, 才摇头道, 罢了, 也算他们有心, 震惊日来, 适时讨逆, 犒赏三军, 却不料给军事们添了麻烦, 几言笑笑, 不发表任何意见, 只瞧着几位手将身着假皱, 迎上前来, 簇拥着李世民进入大营之中, 请他在早已准备好的虎皮踏上坐好, 这才有人迈不上前, 拱手道, 启禀陛下, 前线传来劫报, 李道宗将军, 率军攻打盖木城, 不出十日, 便能将其拿下, 李世民闻言点头, 道, 好, 朕派李道宗先行一步, 他果然不辜负朕之所望, 先下一程, 便能重挫高沟黎的士气, 朕倾赴前线, 整讨高沟黎叛逆, 不是来作威作福, 也不是来游玩享乐, 而等所作所为, 都不需要考虑到朕,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此乃兵家道理, 朕字不会横加干涉, 一众将领最怕皇帝驾临之后, 夺走了自己手中的兵权, 始终打战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策略和风格, 原本不分高下, 就怕被别人干扰, 有了李世民这一番话, 他们的心中便安定了不少, 一时齐声称势, 连连谢恩, 就是发自内心, 玉池静德在一旁瞧着, 黑黑笑了两声, 他乃是跟着李世民打下半壁江山的人, 自然知道李世民的脾性, 就晓得他不是那等胡乱指挥的昏军, 即便自己通晓古今兵法, 还是允许将领保留想法, 自不会像隋阳帝那般事无巨细的把控战场上一切, 反而导致一物战机, 这边君臣间说着话, 那边大营里就炸开了锅, 不时有喧闹声传来, 就叫李世民微微一皱眉, 道, 虽说今日正来犒赏三军, 可这军法军纪却不该荒废了, 兴风后出去看一眼, 瞧瞧是谁在闹事, 既言领命称事, 这就迈步朝外走去, 才听其中一位将领急忙道, 启禀陛下, 我等军法三严, 从未发生过这等无视规矩的骚乱, 兴风后出来乍道, 只怕那些网汉不晓得他, 多有冲撞, 李世民笑笑, 白手道, 莫说别人, 你也不晓得他, 就将他看清了, 瞧着吧, 兴风后虽然年轻, 本事却着实不晓, 朕只怕你手下那些盲小子吃亏, 来来来, 将如今战局, 细细语正说来, 有他发话, 一众将领也就不敢再说什么, 只怀疑瞧着几言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轻轻松松走出了大仗去, 只能在心中暗暗祈祷, 但愿手下人别伤了他才是, 其实外面的骚乱, 也就活该寄言去瞧, 才是天将的缘分, 孙德他们在这几十里的大营中, 巧遇了早些年的铜袍, 一见之下, 真是大喜过望, 只将什么军机都抛在了脑后, 一伙人大声喊叫, 纵情欢笑, 这会儿正盘算着去弄些酒来, 庆祝酒别重逢, 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情谊, 便是所谓的生死弟兄, 都是过命的交情, 一辈子也不会改变, 就比许多血脉相连的兄弟, 还更情比金奸, 酒别重逢, 自然叫人激动, 这其中, 一个又高又壮的黑脸粗汉最为显眼, 几言还未靠近, 就听见他大嗓门喊道, 孙德, 你小子躲哪儿去了, 几年不见你, 还当你遭了军阀处置礼, 这次回来, 可要加着小心, 顶头那几位大爷, 你可惹不起礼, 孙德一改常态, 竟像是羞愧一般, 这就挠着头, 黑黑笑道, 当年多亏了诸位大哥立宝, 又得了国公老主人开恩, 兄弟们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再不能在军中待着, 便回京城混了些日子, 投了名录, 如今败在新封后继公子麾下, 就多谢赵大哥惦记, 前几句话还是笑着说出来的, 说到最后, 却听他带了哭腔, 才瞧着他猛地朝那粗汉下拜, 身后一众弟兄也纷纷败倒, 几年眉头一挑, 才觉得事情很不简单, 这就走上前去, 道, 这又是什么热闹, 也给我瞧一瞧, 一听他的声音, 孙德就急忙起身, 伸手拉住那姓赵的粗汉, 激动道, 侯爷来了, 赵大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侯爷, 侯爷, 这是我昔日同袍大哥, 赵明, 赵明上下打亮他两眼, 忽然失礼下拜, 朗声道, 属下赵明, 拜见新丰厚, 多谢侯爷, 收留我这些兄弟, 这群混小子, 叫侯爷费心了, 激言微微一笑, 按道, 这倒是有趣, 这赵明看着是个粗汉, 却对孙德他们倍加关心, 说话真是长胸如腹, 其中关切之意真实不虚, 心中想着, 他这就上前去扶赵明, 才吓得对方连道不敢, 腰杆一挺, 自己就站直, 听激言问道, 既然是姐夫的大哥, 那也就是我的大哥了, 赵大哥不必多脸, 只是别怪我说话蠢直, 我却从未听孙德说起过赵大哥, 不知, 姐夫? 侯爷的姐夫? 孙德这小子, 可以啊, 赵明瞧着傻笑的孙德, 这就叹道, 侯爷也别怪他, 实在是先前有些事情, 说着也不露脸, 提起来还有些麻烦, 一晃都这么些年了, 摸棱两可的话听在耳中, 激言就愈发好奇, 正要追问, 就听赵明身旁一个大胡子笑道, 赵大哥这话说的, 要叫人以为, 他们做了什么伤天害地的事情, 不过是那年跟土鱼魂打战的时候, 这些小子年轻气盛, 非要跟梁州地方上争个对错, 闯了点小货而已, 赵明不住摇头, 叹道, 小货? 你说得轻巧! 这军魂小子网顾军令, 冲入梁州府衙, 当着朝廷钦差的面, 杀了一个县城, 你说这是小货? 要不是牙医反应快, 他们能把道台都给宰了? 这件事情, 几言之前根本不知道, 只以为孙德他们是寻常的府兵, 这才转头看他, 笑道, 县城也是血肉之躯, 要杀倒也不难, 倒是敢闯周府衙门, 胆子挺大, 孙德尴尬非常, 不晓得说什么好, 便听王老二愤愤不平道, 那个县城勾结土鱼魂, 故意向土鱼魂泄露军机, 导致我们几百个弟兄遭突袭而折损, 杀了他简直是替天行道, 梁周到台明知此事, 却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茂一味掩饰, 没能杀他, 才是天大的汉事, 王老二一向是众矢之地, 然而他这些话说出来, 却罕见地没有遭到反驳, 反而几言眼瞧去, 一众兵丁都是面带悲愤, 连连点头, 就知道他所言不虚, 心中也有了些许判断, 其实历朝历代, 都不缺软骨头的卖国贼, 要说地方上勾结外敌,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这种事情, 一来很难查证, 真凭实据, 很难给卖国贼定罪, 屠玉魂或是以金银美誉, 或是以高官厚禄, 买通了那个县城, 伏击了孙德他们, 才遭到他们如此报复, 不过这等报复, 几乎就是舍了自己的性命不要, 不说袭杀朝廷命官, 就是私闯周府衙门, 依军法也是死路一条, 也是孙德他们年轻气盛, 也是他们怒火中烧, 有一万种报仇的方式, 偏生选了这大张旗鼓的死路, 才显出他们的决心来, 叫几言也很有感触, 赵明叹了口气, 道, 军法如山, 这些小子原本都是死罪, 多亏了李大将军暗中护持, 故意将消息透露给御斥国公晓德, 国公也爱惜他们, 才将他们进阶调回了长安, 如今他们在侯爷手下做事, 就远离许多是非烦恼, 也算是得了个归宿, 我便安心了, 几言微微点头, 就听孙德说道, 那日若非诸位大哥拼死相见, 李将军又怎会留心我们这些蝼蚁, 只为着我们莽撞, 连累诸位多年, 孙某心中有愧, 不敢见大哥的面, 赵明摇摇头, 示意他不要再说, 几言却心中有数, 这就朝赵明等人深深屹立, 大军中何止万人, 区区数百名闹事的府兵, 原本不值得李道宗大费周章保护, 甚至其中的许多细节, 李道宗之前根本不知, 左右军法在此, 依法行事就是, 孙德他们能活命, 就是靠着赵明等几位军中颇有声望的中层将领, 拼死敬严, 险些引发华变, 才引起了李道宗的重视, 让御池敬德就走了他们, 只是规矩摆在那里, 选择了就要承担后果, 为着保下孙德一众人等, 赵明他们受到了严惩, 这些年同袍都军功显赫, 有些本事的已经当上都尉, 他们几个却还在府兵之中混迹, 便埋没了一身的本事和报复, 不过, 看赵明如今的表现, 他们并不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 反而真心为着孙德他们有个好归宿而欢喜, 几言便也真佩服这样的好汉, 真心道, 岂约无依, 与子同常, 亡于兴师, 休我假兵, 与子斜行, 赵大哥真乃豪杰眼, 孙德你也是好汉, 赵明连道不敢, 孙德却红了眼眶, 我们都是戴罪之身, 多亏侯爷不弃, 才有今日与诸位大哥重逢之时, 几言笑着点头, 先前陛下说帐外喧闹, 这会儿才晓得是一番情意, 你们也别急着去弄酒, 今日陛下犒赏三句, 有的是酒和肉给你们, 待得事情了结, 再仔细续一续情意才好, 天底下这种彰显天理的情意, 原本不多见了, 说完话, 既言遮就留下众人叙旧, 自顾返回大帐之中, 回禀道, 陛下, 外面不是吵闹喧哗, 而是故有重逢力, 原我手下那些清兵, 在此间遇见了昔日同袍, 一时勤怯, 搅扰陛下, 一愣, 这就瞧见御迟静德朝自己挤眉弄眼, 当即反应过来, 笑道, 是那个, 孙德? 好, 朕晓得了, 这是好事, 你又何罪之友, 待会儿多赏他们些酒肉, 赐他们一罪方休, 既言朗声称是, 自然知道李世民消息灵通, 御迟静德救下孙德等人, 自然瞒不过他的耳目, 也不会瞒他, 军阵航武中出来的人, 都晓得这其中的真情实义, 不但不会责怪, 还会生出些感触来, 这会儿就感慨非常, 当天正午, 李世民亲自祭祀天地, 犒赏三军, 每一位将士都分到了丰盛的酒肉, 又见到皇帝真言, 进阶热血沸腾, 齐呼万岁,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年鱼不惑, 照理说, 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冲动热血, 然而数万大军在底下高呼, 祭台上的众人都不能保持淡定, 别说是李世民, 御迟静德年纪更大些, 这会儿也是眼眶湿润, 笛声道, 老子带兵这么久, 还没见过这等场面, 年轻娃娃们, 真是斗志昂扬脸, 长孙无忌是文官, 这会儿还能保持淡定, 叹道, 老夫自以为心如止水, 见了这般场面, 还是觉得心血涌动, 大唐儿郎如此, 天下便不愁长治久安, 看来陛下轻负前线, 好处多过了坏处, 提振士气, 稳定军心, 的确还是由陛下亲自来做, 效果最好, 纪言则是冷静瞧着, 黑压压万鱼人, 心想, 不知道这一场战打下来, 还有多少人能活着回去, 事情已经如此, 自己也做不了什么, 只能奋力杀敌, 击溃敌军, 才能给已经阵亡, 及准备牺牲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一晃神的功夫, 李世民的导文, 就已经念完大半, 纪言回过神来, 就听他朗声道, 高沟黎乃中原心腹大患, 若不将其拔除, 势必养虎为患, 朕亲征高沟黎, 有幸与大唐豪狼共计外敌, 乃是千秋功业, 保我大唐万世国作, 而等头神航武, 保家卫国, 视为大唐狼之楷模, 朕敬你们一杯, 说是敬酒, 其实也就是向征信举一下杯子, 然而, 这对一众兵将来说, 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可以吹嘘一辈子的天恩, 这就各个好影, 其声吼道, 敢不为陛下死, 纪言被这浩荡吼声, 朕的耳朵生疼, 心中却暗暗佩服, 不由地轻声道, 陛下不愧是大将出身, 一身功夫简直是出神入化, 一开口便如红中一般, 字字入耳, 我自存没有这份修为, 欲吃尽得黑黑怪笑, 不, 你还没见识过陛下的功术, 那才是惊世骇俗的功夫, 咱们大唐天下, 要说武功, 民间高人众多, 可要论其设, 陛下乃是第一, 你只瞧见陛下身居宫中, 却不知他多年来苦练不错, 莫说你, 就是我与陛下过招, 武士不开外, 也是必败无疑, 李世民的功术惊人, 纪言早就知道, 可不知道, 他竟然厉害到了这个程度, 欲吃尽得天生神力, 自恃甚高, 当时已经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却还肯心甘情愿拜服在李世民的功术之下, 就叫纪言心惊, 着实佩服李世民的本事, 历来开国皇帝, 大多都有不俗的武艺在身, 无论是秦始皇统御千城战车, 汉武帝剑斩神异白蛇, 李世民强功百步穿阳, 宋太祖一条长棍打遍天下, 便是这江山之主, 大多是从尸山血海中拼杀出来, 但凡本事稍微弱些, 就坐不稳这天子大位, 几言早就从史书和演义中, 听闻过李世民的厉害, 可自己练了武功, 才晓得他的本领, 武者之间总是惺惺相惜, 他这才重新审视这个久居深宫的皇帝, 得了李世民的恩典, 一众将士都敢念皇恩, 大快朵頤, 紧绷了许久的神经, 得到了些许舒缓, 低迷已久的士气也逐渐高昂, 到得第二天一早, 重兵将都是神采异议, 精神焕发, 摩拳擦掌等着给高沟黎一个厉害桥, 而以李世民为首的高层将领集团, 却凑在一处眉头紧锁, 苦思战局, 才听御斥进得道, 要打下高沟黎, 最大的难处在于安世成, 安世成乃是高沟黎副都, 帝是一手难攻, 杨广出兵三次, 都是被安世成拦住, 只要拿下安世成, 半个高沟黎就落入大唐手中, 届时要将其灭国, 便是一如反掌, 李世民点头, 道, 朕以命兴罗在海上袭扰, 又命契丹从侧面攻入, 以此牵制高沟黎兵力, 方便李道宗他们长驱直入, 如今盖木城微如泪软, 十日之内必将陷落, 届时打通了粮草通路, 大军便能深入高沟黎, 直取安世成, 话是这样说,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安世成难打, 乃是隋阳帝用举国之力得出的血泪经验, 如今大唐虽强于隋朝, 却也没有强到无视一切阻碍的程度, 便是众人都皱着眉头, 晓得这才是一块真正的硬骨头, 沉默半上, 李世民又开口道, 薛颜陀那边动向如何, 吩咐人叮嘱他们, 若是薛颜陀抱起, 大唐便将父辈受敌, 届时争讨逆贼不成, 只怕还要吃亏, 长孙无忌笑笑道, 陛下英明神武, 一早给薛颜陀降下诏书, 如今他们老实得很, 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况且我们也有三万大军束手边疆, 即便他们抱起, 也可拖延数月, 想来权衡利弊, 他们不会动手, 说到这儿, 济颜突然开口, 陛下, 我听说高沟离权臣冤盖苏文, 不单是谋臣, 更是个猛将, 此人精于兵法, 韬略不凡, 若有我们队上, 便是一员大敌, 不可小觑, 冤盖苏文, 李世民沉吟着, 突然猛一拍案警, 道, 这司室主篡国, 朕正是讨伐他来的, 我也听说过他武道不凡, 早有心与他过上几招, 如今我大唐名将在此, 倒要给这逆贼见识见识, 济颜默默叹气, 不置可否, 又道, 此人把持朝政, 只怕轻易不会露面, 若是他亲自领兵出征, 陛下可千万不能留情, 务必一击致命, 才能消弭大患, 这就叫李世民有些疑心, 盯着济颜的双眼道, 你一向安于享乐, 怎会对高沟默这么熟悉, 听你这话的意思, 竟是要交正怎么办了, 不过, 你也一向直言不讳,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或是传闻, 说来给朕听听, 亦或是那位传授你道理的老神仙, 又跟你说什么了, 哪里有什么传闻, 济颜只是知道的太多而已, 轻叹一声, 他这就拱手道, 臣只是认为, 晚宫当晚强, 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此人乃是大敌, 自该先拿下他才是, 这边李世民他们烦恼, 那边盖幕城外的李道宗也不轻松, 这个算上老弱妇孺也只有两万人的城市, 在大唐的天军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和抵抗, 李道宗大军围城已经三日, 依旧不曾攻破城门, 杀入城中, 眼瞧着城外广袤平地上, 一众兵丁正忙着组装攻城兵器, 李道宗急得不住踱步, 瞧得一旁的李世纪心烦不已, 骂道, 你急个什么? 区区一座小城, 哪怕是铁打的, 有你我在此, 难道还攻不下? 你我戎马多年, 见过多少风浪, 害怕这区区蛮夷? 李道宗心烦意乱, 顿足道, 我能不急吗? 陛下已经到了幽州, 不日便将抵达盖幕城, 若是陛下到来, 我们还没攻下此城, 一世英明, 人自然容易, 为他一个月, 什么城也破了, 可咱们没有一个月里, 李世纪闻言摇头, 道, 你这人就是顾虑太多, 陛下是大唐圣人, 咱们却不是神仙, 几天能打下来, 陛下比咱俩都清楚, 又何必着急? 若是陛下清灵, 率领大军攻下第一城, 才是万古攻击, 龙兴大喜, 两人说着话, 那边就有一名将官飞蹦而来, 道, 启禀二位将军, 云梯与投石车都已完成大半, 眼下咱们是不是打一发试试准头? 李道宗正要说话, 就听李世纪抢先开口, 道, 是, 赶快试, 不单要试一发, 最好试得无法试发, 头一发大进他们城里, 后几发都照着城墙去, 动静越大越好, 速度越快越好, 一定要叫他们以为, 咱们能用投石将盖木城一为平地, 那将官领命而去, 李道宗就大惑不解, 道, 投石威力有限, 要想一平盖木城, 怕是十天半个月都不行, 更何况, 咱们打下一座废城又有何用, 陛下要的是完整的盖木城, 李世纪看他一眼, 摇头道, 你用兵如神, 可惜心不够狠, 又处处被陛下所限制, 才说出这等话来, 高沟里有六百余年国座, 却不想中原那般百家争鸣, 投石车这种东西, 他们见都没见过, 只一石头将他们打怕, 逼得他们的军队出城, 以咱们手下的兵力, 便能一举将其歼灭, 说话间, 就听得大营中一阵骚动, 几十名将士喊着耗子, 搬过一块几百斤的巨石来, 只瞧得李道宗心中一惊, 道, 这石头怕有几百斤重, 哪里是投石车所能承受的, 叫他们莫要胡来, 否则损毁了军械, 就是一宗大罪, 将官文言连忙解释道, 启禀将军, 这投石车乃是工部改良过的, 脚盘和投币都与之前不同, 比起老的那批能投掷更大的石头, 鞠躬将说, 一千斤以内的重物都不成问题, 点着的石头也可以用, 李道宗大惊, 就不知道工部什么时候有了这等本事, 一阴工程器具都是代代流传下来的精巧法子, 大道投石车, 小道撞开城门的原木, 都有工匠的智慧和无数次战争检验在其中, 寻常绝不能改动分毫, 否则一旦出现纰漏, 就是一场败仗的开端, 谁也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那将官自己也不懂这些, 眼瞧将军眼中的胡怡逐渐凝聚, 这就跑去拉了正在指挥工程车使用的工匠过来, 叫他解释, 那工匠马杆身材, 斗大的脑袋, 一看就是个聪明人, 文言也就笑着解释道, 将军有所不知, 工部这些年可是颇有建树, 得益于新丰后的奇思妙想, 老师傅们造出了不少新鲜玩意儿, 这工程车便是其中之一, 先前咱们已经仔细试过, 万无一失, 这就叫李世纪来了兴趣, 道, 新丰后, 起言那小子, 他整天不务正业, 忙着在金中赚钱, 竟还有这等智慧, 能改进前人的造物, 李道宗跟起言更熟显, 这就笑道, 这你就不晓得了, 这小子脑子的确灵光, 先前打吐蕃人的时候, 就是他出了怪招, 才叫咱们出奇制圣, 所造的碎火枪更是威力非凡, 陛下命他在工部任职, 乃是知人善用, 看来他这些年也没有闲着, 起言这几年的确没有闲着, 除了陪伴娇妻, 料理生意之外, 偶尔也会靠着自己超越时代的知识, 弄出些奇奇怪怪的发明造物来, 只是这些造物, 大多派不上用场, 即便其中的原理, 让工匠们嘖嘖称赞, 却始终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像是他曾设计出一个巴掌大的木盒, 里面装满了杠杆机关, 和一种叫做齿轮的零件, 能够靠脚盘蓄力, 一打开就有音乐流出, 简直是天宫开悟, 就叫人佩服不已, 然而工匠们花费两个月时间造出这小盒子, 却不知将其用在何处, 最后还是被几言拿走, 给翠娘和长香玩去了, 万无一礼, 工匠们虽然不知道, 那个会唱歌的小盒子有什么用, 却从其中学会了齿轮运转的原理, 稍加改变, 运用在工程器械上, 就将那些器械愈发灵活, 也愈发稳固, 所能承受和释放的力量也就越强, 在战场上就有更大的用处,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这种过于精密的器械, 已经不是寻常兵丁所能组装使用, 故而公布不得不派了诸多年轻工匠随军, 负责指导组装使用, 太过复杂的东西, 产量也十分有限, 以这投石车为例, 目前为止只造出来三辆, 全部推上战场, 原本是一次实验, 李世纪听得目瞪口呆, 不由得连声赞道, 我还说, 那小子是个废物, 原来他真有这等天才, 好好, 你们快将那投石车装好, 我也开开眼见, 不多时, 兵丁们就费力将巨石撞上投币, 又在李世纪的允许下, 浇透了火油, 拖着巨石的部分乃是金铁铸造, 不怕火烧, 这也是得益于几言提出的火攻策略, 原本他想用火药代替巨石, 只因为工艺限制, 火药始终不如石头安全, 这才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将巨石浇上火油, 随着李世纪一声令下, 便有一道沉闷的破空声, 骤然响起, 盖牧城中的百姓兵丁纷纷抬头, 就瞧见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从天而降, 天, 塌了, 半个月后, 李世纪率领大军来到盖牧城, 与李道宗等人会师, 顺利接收盖牧城并入大唐领土, 第一发燃烧的巨石落入城中, 城中百姓的惊骇不斥于天遣降临, 巨石毁去了大半条街, 落地的瞬间就夺走了数百条人命, 唐石的技术比不得现代, 几百人伸出头来, 砍也要砍多半个时辰, 即便是大军屠城, 也没有这么恐怖的杀人效率, 才叫许多百姓一瞬间就吓破了胆, 真切体会到了大唐的天威, 守城的将士倒还算勇敢冷静, 在最初的慌乱之后, 就盯上了城外那一架偌大的投石车, 当机立断, 不能让唐军再丢出一枚巨石, 否则城中的民心就会陷入动荡和不安, 这便整顿了兵马, 出城迎敌, 直奔投石车而去, 李道宗早就有所准备分散三千军事在四周埋伏, 只等敌军陷入圈套, 这就有无数人影从四面八方冒出, 每一个都手持强弓敬母, 一时间飞驶像是蝗虫一般铺天盖地, 只一个照面就将三分之一的敌军葬送, 不过一个时辰, 李道宗就指挥手下完成了这场单方面的屠杀, 俘虏兵丁三千余人斩杀对方大将与马下, 直接摧毁了盖木城百姓的心理防线, 城主当即开城那墙, 好在大唐冰疆没有屠城的习惯, 对方投降之后也就得了平安, 李道宗在这半个月里主要忙着清点城中财物, 为当地百姓登记造册, 将他们纳入大唐地界, 一个月里就为大唐平添了两万人口, 李世民端坐城主府邸之中, 听着李道宗汇报正果, 脸上喜笑颜开, 不住朗生叫好, 到最后他也着实感慨, 叹道, 没想到新丰后不在战场, 还能立下如此大功, 若非他改造工程器械, 只怕这些百姓不会轻易臣服, 好啊, 好, 你还有什么鬼点子, 都说给朕听听, 朕全力支持, 既言迈不上前, 报权道, 陛下, 攻下盖木城, 乃是两位将军的功劳, 我不过是做了公布的本职, 也没想到这投尸车会用到战场上, 不过依我之见, 下次投尸伙食可以避开城池中心, 一来减少伤亡, 二来也是为大唐留下完整的战利品, 他这会儿的心情, 大概就类似于得知原子弹威力的爱因斯坦, 才是先前进城的时候, 亲眼瞧见火石坠落之处, 已成一片焦土, 不少百姓围在附近哭记死去的亲人, 虽然说这一族语言, 可悲切的意思谁都能明白, 这一切, 都是既言改进的投尸车所致, 就叫他心中惶惶不安, 也不敢说妖功, 只觉得万分愧疚, 他也不是圣母心泛滥, 前线杀敌, 他下手比谁都狠, 只是打战是冰江之间的争执, 不得的胜利并不能叫他体会到成就感, 然而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 李世民和一众将领都对他的投尸车另眼相看, 才听御斥静得道, 既言小子这投尸车, 说不得就是此番征讨高沟黎的利器, 只可惜数量太少, 用起来也麻烦, 应该命公布即刻开始赶攻, 做他的一两百嫁出来, 安世成号称天欠, 也嫁不住百千伙食从天而降, 李世民点头, 深以为然, 道, 朕这就下旨, 命公布赶攻, 不过千山万水, 只怕东西运到, 高沟黎早已灭国, 有备无患, 今后征讨薛岩驼也有大用, 众人朗声大笑, 既言叹气摇头, 才听李道宗道, 打下盖木城, 原本是举手之劳, 只是在往前去, 便是曾拦住了阳广的辽东城, 如今陛下亲率大军与我等会合, 天危所至, 无往不利, 却还要谨慎行事才好, 这倒是被李世民提了醒, 才听他道, 此意争讨高沟黎, 乃是大国攻伐小国, 正义讨伐不义, 精兵猛将攻打散兵游勇, 激昂之师攻打带舵之师, 大唐占尽上风, 却还要张弛有度, 如今大军都在城外驻扎, 救命他们好生休整, 养足了精神, 才好杀敌立功, 众人领命, 这边纷纷退出, 几言走在前面, 听着众人恭维, 不住苦笑, 就听长孙无忌凑到身边, 低声道, 我瞧你之前毫无欢喜之意, 还怕你说话败了陛下的兴致, 明明立下大功, 新封后为何愁眉不展, 纪言与长孙无忌也算亲近, 对方又是老谋深算的长辈, 他这便将自己的忧虑低声说出, 才听长孙无忌笑道,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你这才是杞人忧天, 你那投石车的威力, 陛下看得分明, 兵者不祥,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自有节制, 不会滥用, 纪言也知道, 李世民不是暴君, 不会为这获得胜利, 就滥杀无辜, 听长孙无忌一说, 也就稍稍释然, 才道, 只是如今, 陛下是要将高沟离灭国, 只怕情急之下, 舍不得这杀敌力气, 我也不曾想到, 小小一个八音和, 内涵的道理竟然这般厉害, 好在眼下火药, 没什么, 他心神恍惚下说漏了嘴, 玉池静得一直在旁边听着, 这就到, 火药, 闲职你也通晓外丹知道吗? 我听前辈高人说过, 若以朴霄, 硫磺和碳粉照一二三配比, 则呈火药, 浴火极燃, 火性甚烈, 三五金就能焚毁一座殿雨, 千斤下去, 只怕能毁去整座城池裂, 说出口的话收不回来, 几言这便敷衍道, 道理不错, 可惜实现不了, 火药最烈, 寻常无法控制, 碎火枪也不敢多用, 就是怕骤燃爆裂, 反伤自身, 一千斤火药堆成一座小山, 稍微见了火星, 或是遭到雷击, 便会将数万大军化为灰烬, 届时, 敌方不必强攻, 只派高人行火攻之术, 便十分危险, 欲吃尽得服食欲丹, 对熔炼之事不太了解, 可听这寄言描述, 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连声道, 这可不行, 太危险了, 还好你小子脑子清醒, 没用这等歪门手段, 几言点头, 自言自语道, 隋军的火油也不是无穷, 或许这等惨况, 不会再上演了吧, 大唐军队的霹雳手段, 传回高沟黎国都平壤城中, 引起朝野哗然, 一时间举国上下惶恐不安, 就不晓得大唐王师真这么厉害, 几日之内, 就能轻松攻下前线盖母城, 如今的高沟黎国主宝藏王, 不过是个小孩, 对战争完全没有概念, 倒是不觉得, 唐王李世民有多可怕, 止不住叫嚣着, 要将大唐皇帝, 永远留在高沟黎的国土上, 真正执掌朝政的冤盖苏文, 却真是个人才, 遇到如此大事也不惊慌, 当即调拨四万部骑兵, 支援辽东城, 此时高沟黎四面灵敌, 除却正面前线的大唐十万军士之外, 还有契丹数万大军, 在西面虎视眈眈, 新罗德善女王之前遭了羞辱, 如今更是举全国之力, 凑出数万部骑兵和水师, 不断在东面沿岸袭扰, 令高沟黎不胜其烦, 兵力也被分散, 好不容易凑出的四万大军赶到辽东城的时候, 李世纪和李道宗的大军已经将辽东城重重包围, 加上李世明带来的数万精兵, 唐军便将辽东城围的水泄不通, 四万大军折损了数千人, 才得以突破重围, 冲入城中, 送去一英粮草不及, 城外中军大帐中, 一众大唐将领聚在一处, 对之前的冲突毫不在意, 甚至带着些笑意, 才听李道宗道, 这群蛮子不通兵折轨道, 蛮以为自己冲破了重围, 其实是陷入了圈套, 辽东城已成绝地, 此刻入城, 无异于自投罗网, 若是他们远远驻扎, 反倒能叫我们父辈受敌, 不好动手, 玉池静得黑黑笑着, 蛮子被寄演小子的投尸车吓怕了, 我瞧着他们正在城楼上修建木楼, 妄图用那种东西挡住头像城中的巨石, 便是, 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小虫虫挡马车? 那叫躺臂当车? 城楼上的防御攻势, 的确能阻拦寻常飞石, 只是新封后的千金火石, 万不是那点木头所能阻挡, 只瞧着他们浪费物力, 去做这等毫无意义的事情, 便知道对方已经乱了阵脚, 李世纪摸着胡子, 黑黑怪笑, 顺便嘲讽了一嘴玉池静得, 玉池静得却毫不在意, 直到, 如今辽东城内至少有五万军士, 若是我们大军攻入城中, 将他们一举灭了才好, 李世纪之前不知道在想什么, 沉思好半天没有说话, 这会儿才缓缓开口, 道, 高沟黎派来援军, 是将辽东城当做了阻拦王室的壁垒, 如今大军围城, 却不能多做拖延, 李世纪, 张俭, 你们去与契丹人会合, 让他们出兵, 从南面攻打辽东城, 李世纪大声称是, 又听李世纪道, 李道宗, 张世贵, 你们从西面打, 刘洪基带人填平壕沟, 纪言将你那三架投尸车架起, 穿插在普通投尸车之间, 打去他们修起的木楼, 众人进阶称是, 就留下御池静得傻眼, 连声道, 我呢, 陛下, 我还闲着呢, 许久没打仗了, 可不能叫我在营中哭等, 李世纪看他一眼, 笑道, 哪能忘了你, 你负责率领太长乐人, 给朕奏乐增威, 朕要在你的乐声中, 踏平辽东城, 叫杨广瞧瞧, 皇帝该怎么当, 战场上的军乐, 就不是宫廷里听的那种谜谜之音, 乃是军威士气所在, 也负责调度军队进退, 与军旗一般重要, 就超过各位将军, 才叫御池静得府长大孝, 又道, 陛下真是懂我, 这等重任, 只有我能担当力, 但不知奏起何乐, 李世纪抬眼看向帐外, 眼神格外飘忽, 许久才朗声道, 秦王破阵远, 虽然是皇帝, 可李世民与隋阳帝绝不相同, 其在军阵上的造诣, 一众将领都心服口服, 众人这就领命而去, 纪言也迈不朝公部一众将人所在之处走去, 踩到半路, 就见那个大脑袋工匠迎上前来, 传道, 启禀侯爷, 后方送来火灵剑三千只, 请侯爷清点, 火灵剑? 公部那群疯子, 真把这东西做出来了, 纪言心中一颤, 这就快步随那工匠朝前, 才见几只巨大的箱子堆在哪里, 密封的岩丝合缝, 四面贴着封条不算, 还用蜜蜡吐死了一切缝隙, 就算是掉在水里, 一时半刻也不会影响到里面的东西, 纪言颤抖着手, 这就扯去其中一箱的封条, 用匕首小心割开蜜蜡, 还没打开箱子, 就闻见一股浓浓的刺鼻气味渗出, 才叫他轻叹了一声, 吩咐道, 那工来, 早有人在一旁做好的准备, 这就有一张上好的犀牛角弓递在他手里, 纪言搭上弓弦, 开箱取出一支冰冷的纯铁弓箭, 沾上弓匠递来的火油, 搭弓引箭, 瞄准远处一株槐树, 翁一声弓弦颤动, 搜一声利箭击飞, 只瞧见一道火光在半空中亮起, 整支铁箭都燃烧起来, 准准钉在树干上, 火势依旧不减, 片刻就将整颗槐树点燃, 琵琶声中烈火熊熊不休, 军中对火十分敏感, 这一下就惊动了不少人过来, 几位将军都围着那颗火炬一般的槐树惊叹, 纷纷过来问纪言缘由, 东西已经做出来, 纪言自然不会隐瞒, 这便道, 此乃火灵箭, 乃是在箭杆上涂抹了火灵, 配上火油, 一箭射出后, 箭杆便会自燃, 因着是金铁铸铸, 烧多久都不会融化, 也不易被半途拦下, 最合适用来火攻, 只是对工兵的要求极高, 寻常人用不了这二两重的铁键, 众人嘖嘖称奇, 进阶跃跃欲试, 就像是瞧见了新玩具的小孩一般, 纪言也随他们拿去用, 反正这铁键可以回收, 洗净后涂上火灵, 又跟新的一样, 没有损失, 这东西只是他一时其思妙想, 没想到工部那群疯子, 真将其实现, 其中最要紧的火灵配方, 只怕是从炼丹家手中取得, 就叫他着实佩服, 为了长生不老, 炼丹家们着实创造了不少杀器, 得益于投尸车的改造成功, 公部这下子算是露了大脸, 平常不敢尝试的许多东西, 如今都可以试着做出来看看, 一旦稍有成果, 就马上量产送往前线, 只盼着能立下大功, 也从这场战争中奋一杯羹, 几言以守服额, 暗叹道, 就不知今后还会送来什么, 事情好像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诸位将军纷纷上手, 尝试了火灵剑的威力, 一下子被这等杀器吸引, 三千只根本不够分, 三万只也要被他们轰抢一空, 不过几言作为公部在军中的代言人, 对这批火灵剑的还有支配权, 这就到, 火灵剑威力惊人, 却不像各位将军想的这么完美, 首先这铁剑有二两重, 一般的弓兵射不出太远, 寻常的长弓也承受不住拉力, 其次, 此物必须密封保存, 开封就必须用掉, 否则敞开来摆着, 自己就会烧起来, 众人听他说的严肃, 也就着实考虑了一会儿, 才听李世纪道, 我麾下的弓兵, 都是千锤百炼的高手, 二两重的剑, 对他们不算什么, 新封后就将这三千只剑都给我罢, 若是得上天相助, 这些剑或许能奠定圣机, 也未可知, 李世纪一开口, 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始终军中最好的弓手, 的确在他麾下, 旁人拿走火灵剑, 也只是图个乐子, 他敢说奠定圣机, 想来是已经有了打算, 好东西要交给合适的人用,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几位将军倒也还讲理, 这就点头让给他, 只有果国公张诗贵还不死心, 又问道, 还有什么奇门兵器, 新封后就都拿出来吧, 全当咱们帮你试试, 有什么问题, 也好及早发现, 纪言看向那大脑袋工匠, 才听他道, 对不住诸位将军, 实在没有新鲜玩意儿, 陛下褒奖投石车的诏书, 半个月前才送到工部, 工部紧赶慢赶, 也才敢支出一批火灵剑来, 再也没有其他, 不过再过几日, 或许还有新的造物送来, 到时候, 还请诸位将军帮忙, 帮着试一试才好, 一听再没有新鲜玩意儿, 众人也就失落离开, 唯独李道宗没开眼笑, 这就喊人来抬走利剑, 顺便让纪言教他的人如何保存, 纪言自己也是焦头烂额, 那三架千斤投石车的安装和测试都十分麻烦, 倒不是说原理复杂, 而是每一个部件都沉重庞大, 组装一架投石车的工程, 不小于平地上盖起来一间屋子, 即便有娴熟的工匠和力大无穷的兵丁, 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完成, 到这会儿, 他总算找到了事情给王老二组, 这就喊他过来, 道, 你这一身神力, 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 你这就领几个有力气的兄弟, 去附近找五百斤左右的轻石过来, 多多一扇, 最好形状归整线, 省得手打磨, 王老二一听就傻眼, 道, 侯爷说得轻巧, 这附近哪来的巨石, 莫说五百斤, 就是两百斤往上的, 都要从五十里外的山中开挖, 一来一回, 就不知要担个多久, 几言坏笑着看他, 道, 不然怎么让你去弄呢, 五百斤的石头, 你花些力气, 也就抱起来了, 附近没有, 你就给我去辽河里了, 辽河水深, 水底必有巨石, 你多往沙利里找, 一定会有收获, 快去, 君令如山, 你想挨鞭子吗, 这就叫王老二无奈, 垂头丧气, 去抓了几个有力气的弟兄, 又带上几百名负责后勤的兵丁, 抓着头往辽河方向走去, 几言瞧着他为难, 不住发笑, 心中暗道, 辽东之地尽是白云黑土, 原本不产巨石, 这小子成天咸游滥逛, 也给他个教训瞧瞧, 不过说归说, 只要是几言吩咐下去的事情, 手底下人就没有谁敢怠慢敷衍, 王老二虽然性格散漫, 可对几言却十分敬重, 果真带着人潜入辽河, 去捞河底宝金打磨, 浑圆一块的石头去了, 到得傍晚时分, 组装一半的投石车前, 就堆起了一座小山, 全都是圆溜溜的青石, 每一块都有水牛那么大, 不住朝外散发着阴冷的水气, 这些石头, 早就被滔滔辽河磨去了棱角, 最适合用在投石车上不受水利的结构, 注定也就少受空气阻力, 投掷时也不会翻滚偏离, 实在是尚好的工程宝物, 上天在赋予辽东城风扰土地的时候, 就已经把破灭此城的契机藏在了辽水里, 王老二等一众兄弟早已泪滩, 浑身湿透, 皮肤发皱, 像是从水底爬出来的淹死鬼一样, 直叫几言瞧着不住点头, 赞道, 你这人平时吊锒铛, 坐起时来倒不含糊, 带得躬下辽东城,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来人给他们干净的衣裳, 再给美人两斤好酒, 好好犒赏他们, 众人这会儿累得连泄赏的力气都没有了, 也就是他们这等武功才能从辽水里捞出几百斤的石头来, 换了普通人来, 只怕连命都要丢在这里, 就别说什么功劳, 越往东边去, 越靠近海就越不容易找到几千斤的石头, 不过靠近海域的好处就是水路众多, 河底的原石取之不净, 虽然轻些, 却更好用, 到的第三天清晨, 一切都准备就绪, 期间高沟里几次试图突袭投石车所在之地, 都被纪言一杆长枪挡了回去, 无功而反不说, 还折损了不少好手, 几次失败之后, 高沟里方面也就放弃了破坏投石车的打算, 还将纪言生生记在了心里, 做梦都恨不得啃他的肉吃, 对方做什么好梦, 纪言毫不关心, 随着玉池敬得一声高吼, 异曲, 秦王破阵月, 回荡在辽东城的上空, 紧随而来的便是三颗熊熊燃烧的巨石, 伴随着十几颗普通的巨石, 从天而降, 打在辽东城城墙上的木楼之上, 摧枯拉朽, 不但丝毫没有被挡住, 反而撞到了木楼, 伤了不少兵丁, 高沟里将领惊慌之下, 还未来得及下令迎战, 就听见成南城西都传来震天的呼喊之声, 大唐王师裹挟着弃丹人的军队, 宛若洪流一般朝着辽东城涌来, 就像那传说中滔天的洪水一般, 似乎要将这座城池彻底淹没, 嫡妻, 拼上这条命, 守住辽东城, 高沟里的儿郎们, 为了国家, 为了父母, 为了妻儿, 跟我杀出去, 守城大将一声声怒吼, 魂不顾非使巨石擦身而过, 眼珠子瞪得通红, 宛如要责人而视得野兽一般, 家国面前, 各个民族的热血和勇敢, 都是一般无二的, 虽然战前大唐方面表现得轻松, 可一众大将的心里都晓得这一战并不简单, 凭着之前他们与高沟里的几次短兵相接, 大伙心里都达成了共识, 晓得这些蛮子虽然眼界狭小, 可汉勇之处不输给大唐狼, 打起战来都是不要命的, 全靠着一枪热血与大唐作对, 老实说, 这样的勇士, 要是寻常时候, 一定能得到大唐名将的夸奖和赞许, 可这些勇士却是他们的敌人, 就叫他们忍不住咬牙切齿, 每一声都是骂娘, 高沟里五万军士分做了三股, 一股出南城迎击李世纪为首的唐军和契丹人, 一股出西城阻拦李道宗的大军, 还有一股是几千精兵, 打算着趁乱毁掉大唐的一众攻城气线, 有冲得快的精兵, 这会儿已经抬着云梯架在了辽东城的城墙上, 还来不及往上爬, 就有滚烫的热油兜头浇下, 热油烧得在府中翻滚不已, 一碰到云梯就燃起熊熊大火, 甚至坠落几十张后, 滴在地上还发出呲呲响动, 冒出阵阵清烟, 这一幅热油, 要是浇在活人身上, 只怕连声惨叫都听不见, 就只剩下一具浇糊的骸骨, 然而大唐的精兵经验丰富, 打下的城池比高沟离人见过的多多, 就哪里会上这种恶荡, 早早闪在了一旁, 脸上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轻笑着抬头看对方的冰丁, 那云梯乃是由致命的童目所致, 竟能攻巧将熬干了油脂, 用米浆代替, 毒死了气孔和纤维, 火烧之后依旧坚固完整, 只是表面略危险的漆黑, 才叫高沟离的冰丁目瞪口呆, 发了风一般不住倾倒滚油, 却无济于事, 这边几言智慧着手下人台上巨石, 浇上火油, 命令他们瞄准城墙上的木楼打, 万不可贪攻朝城中投射, 经过该木城之事, 高沟离百姓也对火石有了心理准备, 轻易不会被吓到, 再往城里投火石就效果大减, 还不如先回去居高临下的木楼, 占据优势, 迁于最精锐的冰丁, 朝着纪严等人所在之处冲杀而来, 每一个都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远远就射出无数火箭, 奇迹之下, 还真让他们回去了一架最靠近城墙的普通投射车, 便叫寄严气的怒吼不止, 道, 孙德, 领人拦下他们, 自家的东西都收不住, 咱还打什么战脸? 孙德文言怪笑一声, 摩拳擦掌, 这就吼道, 兄弟们, 杀人的时候到了, 你们都给我小心些, 别把命送在一国他乡了。 众人轰笑一声, 这就翻身上马, 扯出得意兵器, 怪叫着冲向高沟离的金兵, 只一个照面, 就将全套盔甲的金兵打落大半, 留下剩下的那些大惊失色, 一时间分散开来。 纪炎站在高台上瞧着, 这才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才是孙德他们, 看似杂乱无章, 其实分成两边, 结成包围之势, 得益于纪炎这些年来对他们的训练和调教, 这一出手便是无懈可击的锤翼阵行, 专门对付冲杀中的骑兵, 就不是高沟离人所能理解。 另一边, 李道宗的大军却遇上了不小的阻力, 几次尝试都未能将功成援墓送到城门面前, 反而自己这边的军事折损了几百人, 这在李道宗统兵多年的历史上, 不敢说是绝无仅有, 也是一次莫大的挫败, 才叫他心急如焚, 怒火中烧。 这既不是李道宗年老昏溃, 也不是高沟离大将用兵如神, 相反, 完全是因为高沟离方面错估了局势, 以为李道宗这边才是功成的主力, 故而将大部分兵力都放在了他这边, 就不曾发现, 城南李世纪那边, 除了一众大唐精锐之外, 还有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契丹人, 兵力远胜于城西。 李道宗气归气, 也只能奋起杀敌, 这一战从天亮打到天黑, 从黄昏打到星月高悬, 李道宗已经紧绷了一天, 正打算明经收兵, 忽然战场上狂风大作, 吹得飞沙走时, 迷人双眼。 高沟离乃是半岛之国, 国土大部分与海面相接, 再加上时值五岳, 本来就是瓜信风的时候, 这一来大风呼啸, 也属正常, 连几岩那边都停止了头时, 就怕误伤自己人。 这风一起, 李道宗瞬间喜上眉梢, 吼道, 瓜南风了, 圣机已显, 传令三军, 给我拼命抵住, 务必拖住高沟离主力, 时刻准备追杀他们。 传令官一头雾水, 也只能如实传达, 将士们虽不知其中奥妙, 却也大受鼓舞, 挤出最后一丝力气, 仅仅拖住了高沟离大军。 仅仅片刻之后, 辽东城中就忽然火光大作, 城里许多处街市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时间城外寒打喊杀, 城里哭号不止, 兵力都出城迎敌, 百姓们奋力救火, 却也是杯水车星, 只能眼睁睁瞧着火势逐渐蔓延开来, 将几代人辛苦积累毁于一旦。 南风刮起的瞬间, 一路高阁凯旋的李世纪便露出了笑容, 这就命令手下三百精锐弓手, 搭上几岩的灵火之剑, 登上高台, 趁着风势, 居高临下, 朝着辽东城中急射, 顷刻间就将三千只火灵剑, 悉数用光, 还搭上了不少沾上火油的普通羽剑。 原本强攻近武, 也不可能深入城池之中, 然而得了猛烈的南风相助, 剑使的射程就陡增了一倍不止。 再加上众人用的原本是火箭, 不追求射得准, 只追求射得远, 火灵剑一旦射入城中, 就能引起一场莫大的浩劫。 随着无数道火光滑破夜空, 像是天将火雨一般洒向辽东城, 辽东城的百姓就瞧见夜空中火星坠落, 毫无章法地定在巫射之上, 烈火熊熊, 片刻间就引燃了屋子, 蔓延到街道。 吓坏了的百姓中, 自有猛士伸手去拔那些火箭, 却发现火箭都是金铁铸造, 箭身烧得发红, 根本无法触碰, 即便忍痛握住, 沉重的箭头也是入目三分, 用尽力气也拔不出来, 便只能在愤怒和恐惧中, 眼睁睁瞧着大火蔓延开来。 戒严站在高台上, 眼瞧着火雨落入城中, 心中一惊, 随即暗叹, 道, 辽东城已破, 只是苦了城里的百姓。 城中突然着火, 火势还十分猛烈, 就叫高沟黎的一众兵丁, 心中慌促, 都急着回城去协助百姓救火, 大战的心思就吸了很多, 毕竟跟眼前的损失比起来, 整个国家的得失似乎不值一提。 这就是李世民骂高沟黎小国寡民的原因, 要是大唐的城池着火, 在外征战的军事, 是绝不会兴起援助的念头。 大唐赢得天下, 不拘泥于一城一池, 火光冲天, 就见高沟黎的士兵都忙着回转城中, 李道宗之前下的命令就起了神效, 军事们都做好了追杀逃兵的准备, 一时间掩杀袭杀, 直将逃回城中的高沟黎士兵杀得有苦难言, 进阶溃不成军, 撤退时折损了不少人手。 遇吃尽得, 逼得太长乐人, 各个喘不上气, 竭力鼓揍着, 秦王破阵月, 一天一宿下来, 众人都是上气不接下气, 却都能在高台上瞧见战况, 一时间勇气陡然萌生, 每个阅人都是拼命奏乐, 乐声欲激昂, 叫人热血沸腾, 胆气陡声。 纪炎这边也知道高沟黎回天乏术, 长叹一声, 这就吩咐兵丁们重装巨石, 继续在黑夜中攻打辽东城的军事建筑, 一时间小火花混杂着大火星, 从天而坠, 顷刻间就险些毁了整个辽东城。 大盛之下, 大唐的军队痛打落水狗, 仅仅一夜之间就是杀敌无数, 更是俘虏了高沟黎数万军士, 将其押送后方服役, 直接接管了辽东城并没有遭到太多抵抗, 李世民坐镇中军仗中笑得不能自已, 才听李世记道, 陛下, 此意大获成功, 全是靠了新封后的灵火剑神威, 臣不敢鞠躬, 以为新封后乃是攻下辽东城第一功臣, 纪炎则是为着辽东城的损失暗叹不已, 根本没有心情领受军功, 这就拱手道, 工匠的功绩, 不过是自己的造物被将军利用罢了, 躲在后方的人没有什么功劳, 李世民身为人亡地主, 对属下的心思就掌握得十分清楚, 也知道几言在想什么, 这就道, 新封后的功劳得益于后方公部一众工匠, 前线斩获大胜, 还是几位将军的功劳, 凡是偏废则诗人, 明理则得心, 这是用兵的道理, 你们礼让, 手下兵将却不一定臣服, 功劳还是归于攻城兵丁, 众人文言都是点头, 不再争执或者礼让, 一切仅遵李世民的安排, 在场一众人等, 几乎都是国公一级, 位级人臣, 有些甚至还是皇亲国妻, 身份贵不可言, 对他们来说, 征讨高沟礼已经不是为了军功, 而是维护大唐朝廷的利益, 功劳归谁, 其实并不要紧, 可他们手下的那些府兵, 却不能放弃得之不义的军功, 谁都想着立功当官, 或者得到赏赐, 若是长官一句话, 就把功劳给让出去, 他们心中也不会臣服, 自要埋下隐患。 当下, 李世民又道, 吴继和宇兵部尚书点算军功, 和宴无物之后, 一律行赏, 我听说兴风后手下, 有个力大无比的壮士, 一日之间从辽河中捞起百余巨石, 此乃大功一箭, 额外封他个武官贤职来做, 叫他领一份朝廷的俸禄, 既言连忙替王老二谢恩, 才听御迟静的笑道, 那小子一身傻力气, 也算是派上用场了, 当年我曾与他比试过力气, 就晓得他定有一番作为。 好了, 拦住了阳广的辽东城, 也没能拦住陛下的天威, 看来这一次征讨高沟黎, 着实顺利的紧。 这一句话就逗乐了大伙, 始终辽东城的地位十分重要, 能将其攻下, 也是给众人莫大的鼓舞。 长孙无忌笑过两声, 又开口道, 这一次用了火攻之术, 城中百姓死伤超过万人, 天威浩荡, 也要恩威并施, 今后用火, 还要多体续险。 文官与武官的矛盾, 自古以来都是一样, 李世纪一听这话, 当即哼了一声, 道, 怎不说此一生情高沟黎兵丁万余人, 还将其四万援军歼灭过半? 我方损失不过数千人, 若不是用了火攻之术, 又要有多少兵丁死在战场上? 你心疼外人, 外人可憋着要你的命脸。 长孙无忌不向魏征, 为臣老谋深算, 又很圆滑, 这就笑道, 不是说将军这伙用的不好, 只是陛下的仁慈, 也要叫世人之道, 否则莫说万余人损失, 就是将辽东城烧成灰烬, 只要能击破高沟黎的援军, 都是值得的。 我不懂军阵谋略, 还请将军见谅。 李世纪这才点了点头, 既言听着也觉得无可奈何, 便是长孙无忌所说的话, 虽然残忍, 却很真实, 战争看得是最终的胜败, 而不是一时的得失,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即便他为那些百姓感到悲悯, 也不能因此就指责李世纪直言骗语。 当即, 李世纪降下旨意, 命令兵丁们在城外驻扎休养, 并将城中所藏的好酒好肉尽数分发给他们, 允许他们暂时打破规矩, 好好修整一番, 等着养精蓄锐, 再度立下大功。 既言告辞离开, 这就将好消息告诉王老二小德, 只叫他傻乐不止, 激动之下抱着既言转了两圈, 甩得他头昏脑胀, 这才骂道得意忘形。 你要吃亏裂, 记者得了好处, 对兄弟们好些, 别叫旁人瞧着眼红, 反而与你疏远。 孙德就在一旁, 文言就大声笑道, 侯爷放心吧, 咱哥们都不是婆娘, 哪那么小心眼? 王老二平时就傻愣, 能得这一份愤怒, 至少后半辈子不愁, 兄弟们只为他高兴, 绝不会眼红。 说到这儿, 就听孙德手下一人叹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城外还有几万精兵里。 陛下坐镇此间, 他们不敢进城掳掠, 只怕心中不满, 就要多小心些。 大唐虽不屠城, 可历来破城之后, 都不太约束兵兵的举动, 总要叫他们有了收获, 才有人抢着来当府兵, 搏一场荣华富贵。 纪言文言点头, 放心就是, 陛下自有分寸。 天子在此, 哪里会叫将士们受了委屈? 事情诚如几言所说, 因着不能进城截掠, 城外的兵将们多少有些怨气, 可长孙无忌的军功一算出来, 就叫他们各个喜笑颜开, 再也没有什么抱怨, 反而不住高声感谢天恩。 攻下辽东城是开天辟地之士, 李世民自己也觉得, 凭此压过了隋阳帝一头, 青史留名, 龙兴大悦, 故而给所有人的赏赐, 都直接增加了一个等级。 凡是参与了这一次战争的兵丁, 都得到了一呼寻常的后代, 所得赏赐, 远远超过他们私自劫掠的收获。 而这许多赏赐, 李世民自己也没有吃亏, 只不过是将辽东城所有的财富, 分给一众兵将, 自己让利于民罢了。 唐军的勇猛精进, 总算让高沟黎方面看清了现实, 辽东城的大败, 令冤盖苏文惊怒非常, 下诏斥责了一众武将, 甚至波及了无辜, 败逃归来的兵将, 被骂得狗血淋头, 不曾参战的众人也受到连累, 一并被斥责, 就着实无奈。 年幼的宝藏王, 从未见过冤盖苏文这么生气, 直下地缩在一旁不敢言语, 朝臣们瞧着君王如此懦弱, 一个个都是恨铁不成钢, 却又无可奈何, 只得暗中议论, 甚至开始, 有人说出要是大唐皇帝做主就好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冤盖苏文自己也十分无奈, 心知那辽东城已经是抵御唐军的最后一道壁垒, 也是自己还能管控住的一座要城, 一旦辽东城失落, 高沟黎的国运就只能看天数, 饶事他冤盖苏文再厉害, 也干涉不了太多了。 大唐君臣都很看重的安世成, 冤盖苏文却是对其恨之入骨, 便是当年他暗杀戎流亡, 拥戴宝藏王, 自己作为摄政大臣, 把握国政。 安世成的城主杨万春却大逆不道, 坚决不肯承认他做摄政王, 甚至公然反抗, 惹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以冤盖苏文的手段, 自然要发兵讨伐不听话的安世成, 然而, 无论他发去多少大军, 都不能将安世成攻破。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 只当安世成不存在, 就不再与杨万春纠缠。 眼下辽东城被迫, 唐君不久就会大到安世成之下, 就让冤盖苏文陷入了某种奇怪的矛盾, 既希望唐君攻破安世成, 杀了杨万春, 又希望杨万春挡住唐君保全高沟离的国座。 这种将身家性命托付给敌人的感觉, 让冤盖苏文十分不痛快, 这才朝上师宜, 身赤一众兵将。 那边宝藏王下的哆嗦, 冤盖苏文七的发抖, 这边李世民却是春风得意, 意气风发, 不但整天都一副欢喜爽朗模样, 甚至偶尔会跑去城外大营中 教将士们拉弓射箭, 才叫一众将士都是大喜过望, 感恩戴德, 交口称赞, 遇上了一千年才有一个的好皇帝。 这一日, 大军准备朝着安世成开拔, 李世民突然私下召见了戟盐。 这几日以来, 军盐都忙着跟一众工匠核对, 修缮工程气血, 事情不难但十分繁琐, 几乎没有时间跟旁人说话, 就好几天都没有瞧见李世民的身影, 骤然得到宣照, 他还有些纳闷, 也来不及多想, 这就擦去手上的油泥, 跟着宦官急匆匆离开。 李世民则是心情愉快, 正端着一盏清茶, 喝得不亦乐乎, 瞧见军盐进来, 这便招了招手, 道, 军中也不讲什么规矩, 你也不必拘礼, 快过来跟朕做作, 朕许久没有跟你聊天了。 几言一愣, 连道不敢, 却瞧见李世民淡淡一笑, 道, 堂堂新风后, 万军镇中镇定自若的人物, 说什么不敢, 算起来, 你也是朕的女婿, 民间不是都说, 女婿跟岳父容易亲善吗? 快过来, 别让朕治你个抗制不尊的罪过。 这一番话, 亲切地让几言心底发毛, 就是他知道, 这几天李世民龙心大悦, 可怎么也接受不了一个庄严皇帝, 突然变成了慈祥的岳父老泰山, 这就愈发加着小心, 告罪在李世民案前坐下, 轻声道, 不知陛下宣兆, 有何旨意是下? 李世民一瞪眼, 假装生气, 那, 非要有事才能宣你吗? 朕一天到晚, 怎么就这么忙? 几言连声告罪, 又听李世民叹道, 这一眨眼, 离开长安都三个月了, 朕知道你牵挂家眷, 也放不开那一摊子生意, 逼你出征, 实在是为难你了。 这话的确暖心, 几言自己也沉默了片刻, 这三个月来, 他不是不想翠娘和长乡, 而是根本不敢刻意去思念他们, 只怕自己堂堂一个侯爷, 伟岸七尺男儿, 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落泪, 叫别人看见了不好。 战场上生死瞬息万变, 几言瞧见了太多生离死别, 每每想到这样的事情, 有可能落在自己身上, 想到翠娘和长乡可能会接到噩耗, 就叫他心如刀脚, 彻夜难眠, 这也不是他贪生怕死, 而是在世上还有着牵挂, 有着一定不能死的理由, 才叫他不免心思敏感。 李世民瞧着他沉默, 也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这就到, 苦了你了。 这里有一封信函, 夹杂在公文之中, 朕拆开了才发现, 原是长乡写来给你的。 房玄林那家伙, 也算是为了你以权谋私, 振兴圣位。 你便拿去看吧。 几言心底一惊, 这才颤抖着手, 接过李世民递来的兴致, 只一眼就瞧见熟悉的字体, 不是出自长乡, 而是出自翠娘, 就叫他眼窝一热, 差点落下泪来。 信中以长乡的口吻, 倾诉了对几言的思念, 又夹杂, 有许多安慰话语, 叫他好生为陛下伴差, 不要牵挂私情, 盼着得胜凯旋, 一家人重得团圆。 很显然, 李世民已经看过信中的内容, 才思念起那个董事的令人心疼的女儿, 爱屋即屋, 连带着对几言都宽和了许多, 瞧着几言不住抬手抹泪, 这就叹道, 此乃一片真心, 你万不可辜负, 只是这信不能带走, 免得叫人说你不忘私情, 你有什么要答复的, 这里就有纸笔, 朕会为你送出。 几言感激点头, 这就提笔即书, 言辞恳切, 真情流露, 只是那一笔狗爬般的字, 叫李世民瞧着皱眉。 从李世民那里出来, 几言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倒不是思念爱妻心中悲苦, 而是长香和翠娘的情谊叫她感动, 这会儿处于某种甜蜜的朦胧感中, 走路都快要飘起来了, 正不知道要往哪儿走, 就听得身后一道粗声猛地响起, 有人吼道, 侯爷, 在想什么呢? 几言一个机灵, 反手就是一巴掌, 骂道, 鬼鬼祟祟的, 走路不出声, 把我吓得好胆, 乔小姨活吃了你。 来人正是孙德, 才瞧他身子一歪, 避过几言的那掌, 才笑道, 我瞧着侯爷魂不守舍, 想着帮你叫个魂力。 自打咱出发以来, 侯爷都是闷闷不乐, 瞧着今天倒还喜气洋洋的, 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说来大伙乐乐。 几言骂他一声, 才道, 离家千里, 多少有些挂签, 今天侯府来了家书, 叫我多少有些未解, 不过是徒增思念罢了, 哪里喜上眉梢, 倒是我瞧着你们搁几个欢天喜地, 此番出征, 就像是逃脱牢笼一般, 积极得很, 把我的话都抛在脑后了。 孙德挠头笑笑, 怪我不识字, 夫人也不晓得给我寄来家书, 侯爷的福气, 咱们是想不了的。 你也知道, 兄弟们本就是行武出身, 行军打仗, 无牵无挂, 还能杀敌报国, 自然勇猛精进。 听侯爷的意思, 是否担心他们的安危? 若如此, 我吩咐下去, 就是。 一群战争疯子, 几言叹一口气, 无奈道, 也不是叫你们束手束脚, 只是别因这一场胜仗, 就冲昏了脑子。 你们真觉得, 此番陛下出征, 能将高沟离灭国吗? 我却瞧着高沟离人拼死抵抗, 只怕要将其亡国灭种, 不是这么容易。 这些孙德倒没有考虑过, 始终他打仗, 也就是个小兵, 大局上的事情, 不需要, 也轮不到他考虑。 只是几言一向很有远见, 他的话孙德也不得不记在心里, 才道, 侯爷说的, 自然不会错, 我叫兄弟们小心就是。 不过这话, 可不能叫别人听见, 否则祸乱军心, 就是一桩大罪。 这会儿, 城里城外都乱成一片, 因着大营即将开靶, 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人打包被入吹锅或许很快, 可几万人同时打包, 那场面就乱得可以。 工部那边人手不够, 继言还要帮着料理工程器械, 落大一座投石车, 自不能推着赶路, 还需要拆开, 拆出来的上百个零件部分, 都要专门保存, 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人声鼎沸之中, 几言隐约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左桥右桥也不见一个熟脸, 心中就有些疑惑。 暗道, 哪怕是长孙无忌, 也要叫我一声心丰厚, 此乃朝廷的礼数, 是谁这么没大没小, 在这万钧之中喊我的本名。 也不用他多想, 这就瞧见玉尺宝林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气喘吁吁, 正式的没大没小的傻瓜, 叫几言看得无奈, 听他道, 你怎么在这里? 我就说找不到你, 我爹让我来找你。 三句话说不清一件小事, 说的就是玉尺宝林, 才叫几言以首服额。 叹道, 我这边忙得要死, 你有事就快些说, 万一耽误了拔营的时辰, 咱俩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玉尺宝林陪着笑, 罕见地客气道, 我知道你忙, 你如今可是大红人烈。 听说英国宫之所以立下大功, 全是靠了你提供的兵器, 攻下辽东城来, 你原该居守宫, 这都多少天以前的事情了, 要说拍马屁, 这马屁拍得也太迟了吧。 几言皱着眉, 这就到, 究竟有什么事, 逼得你这么拐弯抹角, 从来你都是直来直往, 咱俩之间难道还要玩花招? 玉尺宝林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这才道, 我想来问问, 你还有没有什么兵器, 可以借给我用? 我自随军以来, 还没有立下什么大功, 我爹骂我没志气, 叫我来找你帮忙。 他这一说, 几言就明白了, 始终玉尺宝林虽然武功高强, 手下也有一批精兵强将, 可在一众国公老臣面前, 他也只能乖乖听从指挥, 也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 时间长了, 心里就有些想法。 他爹玉尺静德, 乃是威震天下的名将, 他自然也不肯落后于人, 这才来找几言, 让他出出主意。 兄弟一场, 几言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只是眼下他手里的确没有什么神兵利器, 都是些笨重复杂的大型器械, 别说不能给玉尺宝林, 就是给了他, 他也不一定会用, 万一有个插池, 就是闯出天大的祸来。 正烦恼着, 几言突然瞧见一抹白色的人影, 从人群中闪过, 脑海里这就有一道闪电亮起, 想起了一个戏文里经常出现的名号, 这就伸手一指, 急切道, 快, 追上穿白甲那人, 你要立功, 这就是助你的贵人。 玉尺宝林却站在原地没有动, 脸上露出很不高兴的表情, 道, 兄弟一场, 你不帮忙, 也不该这样取笑我, 那人也不用拦, 我晓得他在国国公麾下, 连着归哪一行, 哪一武, 都如雷贯耳。 几言一愣, 按道这人现在就已经闯出了名头吗? 心中一动, 他便问道, 既然知道, 为何不设法拉拢? 遇见了高人, 你还不赶快示好? 难不成已经有旁人瞧上了他, 连你都不敢去争吗? 玉尺宝林黑着脸, 道, 说得跟抢婆娘似的, 我可没那种癖好, 那小子又是什么高人? 你是跟这些木头呆久了, 脑子也变成木头了, 我跟你说, 那小子狂得很, 成天穿着一身白甲晃悠, 生怕别人瞧不见似的, 大伙都有些瞧不惯他, 你叫我拉拢他, 岂不是叫我跟大伙做对? 要挨骂脸? 是这样啊, 几言这才知道, 那人的确有了些名头, 不过不是美名, 而是恶名, 便是军中粗人多, 大伙都直来直往, 表现得太过张扬, 的确会被人看不顺眼, 名义最为要紧, 玉尺宝灵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韦, 拉拢那人, 不过, 那人的确有狂的资本啊, 几言心中暗想, 这就轻叹一声, 没从几言手上弄到神兵利器, 玉尺宝灵满肚子不愤转身离开, 只瞧得几言无奈非常, 承诺若是有了新的玩意儿送来, 一定先给他瞧, 免得他争不过诸位将军, 玉尺宝灵的好处就是直率没有城府, 既言诚心赔罪, 没废的忙着收整东西去了, 旁人都瞧不惯的人, 寄言偏生很有兴趣, 这就打发手底下人去打听那位白甲军士的消息, 顺便震慑与他同武的兵丁, 免得他们合伙欺人, 兴风后看中的人, 旁人自然不敢欺辱, 次日清晨, 大军开拔, 带着从辽东城缴获的五十万石粮食, 士气高昂的朝着白岩城进发, 白岩城坐落于辽东城与安氏城之间, 沿辽水进军安氏城, 就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白岩城, 此间也算是一处屯兵重镇, 只是规模上比辽东城小了很多, 放在大唐地界只能算一个村镇, 在高沟里倒也能称之为城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万余人的小城, 却成为了李唐大军攻入高沟里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中军营仗之中, 李世民阴沉着脸定定朝着暗基上的沙盘, 而听玉池静得吼道, 他娘的, 这白岩城巴掌大的地方, 鸟蛋一般的所在, 怎会连攻了三日都纹丝不动, 像是铁打的一般, 也是李世纪谨慎太过, 不敢出手, 不如陛下给我三千金兵, 我带着他们来一次突袭, 李世民不说话, 一旁李道宗轻声开口, 道, 静得说大话了, 你也是身经百战的将军, 就瞧不见那白岩城衣衫靠水, 一手难攻吗? 也不怪英国公久攻不下, 换了咱们上去, 也是一样, 玉池静得本来就性子急, 一听这话便气得吹胡子瞪眼, 却也知道李道宗所言不错, 这才掉转矛头, 朝着几岩撒气, 道, 几岩小子的投石车也用不了吗? 挤石头下去, 管将这城砸成废土, 几岩面对极火攻心的玉池静得, 也十分无奈, 道, 白岩城地势太高, 投石车打不了那么远, 如果换小一些的石头, 威力又十分有限, 况且, 周围没有合适的平地, 能够架设投石车稍微平稳些的地方, 都在其弓箭射程之内, 一旦对方火攻, 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也是真实不虚的道理, 玉池静得就着实无法, 恨恨一拳都打在地上, 怒道, 难道就真拿他们没了法子? 几岩小子, 你也有些功夫, 这就去换了轻衣来, 咱俩闯进城里, 拿了那鸟人城主出来, 李世民终于听不下去, 抬头瞪了玉池静得一眼, 沉声道, 不许胡说, 城中何其凶险, 那里是武功能对付的, 朕知道你心急, 也暂且忍耐片刻, 白岩城地势险峻, 既是好处, 也是坏处, 朕料定他们万难不己, 围城多日, 城中早已空虚, 左不过围一个月, 这城里就要开始吃人了, 便是不攻自破, 也就是欲吃尽得, 能叫李世民安抚他, 只是围城一个月的说法, 在场众人都知道不太可能, 便是他们如今领着近十万兵丁, 在高沟离地间, 每一天消耗的粮食, 都能堆成一座山, 拖得时间越久, 大唐方面的压力也越大, 如果久攻不下, 只怕朝野都要有闲言碎语传出, 皇帝不怕绝顶高手刺杀, 就怕朝野议论纷纷, 所谓众口朔惊, 自能杀人, 一旦前线战事不顺, 大唐内部明星就会动摇, 这对李世民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事, 众人正为攻下白岩城发愁, 就听一名将官飞奔来, 闯入帐中, 不等李世民呵斥, 这就急切道, 启禀陛下, 大事不好, 又为大将军中箭了, 话音未落, 就听见两声脆响, 李世民手中拿着的算筹, 猛然坠定, 不但李世民, 在场众人除了纪言, 各个脸色大变, 连着之前急躁不休的御迟靖德, 都瞪大了眼睛, 长孙无忌更是急切问道, 李将军现在何处, 伤情如何, 诉传随军太医, 为他诊治, 万不可叫他, 有了丝毫闪失, 纪言瞧着众人这么着急, 就有些好奇, 这位又为大将军, 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以一己之身, 惊动大唐最高层的这群老狐狸, 照理说战况艰难, 主帅就绝不能露出一丝一毫的慌乱, 眼下这几人的表现, 便是犯了大忌, 李世民二话不说, 这就命将官投钱带路, 御迟靖德和纪言走在最后, 眼瞧着没有旁人, 纪言这便问道, 御迟伯伯, 那李将军是何方神圣, 怎瞧着陛下这般惊慌, 御迟靖德压低了声音, 道, 你小子就知道聚脸同钱, 朝中之事简直一窍不通, 又为大将军李斯摩, 原本不是中原汉人, 是个突厥人类, 他身份特殊, 陛下不得不留心关怀, 几言愈发奇怪, 道, 可大唐一向包容, 朝中突厥人也不少, 也没见陛下亲爱许多, 御迟靖德恨铁不成钢, 压低声音道, 早年间大唐征讨突厥协力可汗, 有不少突厥人都来到大唐地界居住, 李斯摩乃是伊利克汗曾孙, 陛下便册封他做了汉帝那些突厥人的可汗, 咱们喊他将军, 那些突厥人却要喊他可汗咧, 如今他重剑受伤, 陛下自然担心, 几言这才明白,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追上李世明的队伍, 也知道这位李斯摩着实不一般, 自大唐征讨协力可汗以来, 突厥人逐渐融入了中原, 成为大唐子民, 却还有不少人抱着狭隘的念头, 尊崇克汗胜过尊崇大唐皇帝, 如今有一个克汗在战场上受伤, 李世明自然着急, 此事稍有差池, 只怕中原就有一场骚乱, 要叫他前方打仗, 后院着火, 这会儿李斯摩已经被抬回营中, 众人赶到时他早已陷入了昏迷, 左肩上半只断剑, 大半边身子都已经被鲜血染红, 几言只瞧一眼, 心中就叫不好, 才是那箭头没入之处, 乃是肩窝血管汇集所在, 算是一处不大不小的要害,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又为大将军, 只怕是就不回来了, 片刻之后, 专门服侍李世明的太医, 急匆匆赶了过来, 寄言一瞧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曾在宫门口, 救过自己性命的张太医, 瞧着老头一副绝朔模样, 比起一般的将士, 都要精神几分, 显然是养生有道, 越活越年轻了, 一见李斯摩的情况, 张太医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顾不得跟一众王公贵族行礼, 这就冲上前去, 一把按住李斯摩的锁骨, 压住肩甲之下的血脉, 这才左右环顾, 视线落在寄言身上, 急切道, 侯爷, 老朽袖中有一盒金针, 请侯爷替我取出, 唐人宽袍大袖, 袖内一般逢有暗带, 用来携带些零碎事物, 视为袖李乾坤, 张太医这会儿, 一只手按着李斯摩的血管, 不敢松手, 单手拿不出金针来, 又自持身份, 不肯让普通冰疆触碰自己, 这才请在场最小的贵人几言帮忙, 也是颇有些傲气, 救人要紧, 几言自然不会纠结, 这就上前摸出一只小盒, 打开后, 里面只有五六根细如牛毛的金针, 张太医探手撵出三枚, 刷刷刷三下刺在伤口边上, 这才松了口气, 缓缓松手, 这金针真有故所血脉的神效, 这会儿, 李斯摩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 止血效率之高, 一般的金创药都比不上, 才是这位老太医, 却有真材实学, 不是混日子的酒囊饭袋, 要过一柄锋利的匕首, 张太医这就划开李斯摩的伤口, 小心抽出埋在肉里的箭头, 皱着没看了片刻, 探道, 好狠毒的手段, 这箭头上脆过毒, 一听箭矢有毒, 众人都是一惊, 才听李世明道, 毒性如何, 张太医仔细观察, 又把箭头凑到鼻子底下, 仔细闻了闻, 才道, 好在外邦蛮夷, 不通衣礼, 乃是寻常草木之毒, 并不致命, 只是受毒性影响, 将军的伤口已经开始腐朽, 内有淤血包裹, 不宜直接缝合, 老朽来得匆忙, 不曾带着囊带, 只得委屈将军等淤血自行渗出, 说话间就有人递来露血酒, 张太医往里面对了些药末, 撬开李斯摩的牙关, 缓缓灌入, 露血酒进嘴, 李斯摩的喉头就发出咯咯两声, 随即缓缓睁开了眼睛, 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李世民瞧着他这般, 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猛地咬牙下了决心, 这就上前扶住李斯摩, 道, 天气暑热, 若任凭淤血自行流出, 只怕这条胳膊就保不住了, 朕不能失去爱将, 也不能痛失臣子, 话音未落, 就见李世民猛一低头, 凑上李斯摩的伤口, 瞧得众人一惊, 再想阻止便来不及, 只听长孙无忌不住喊陛下万万不可, 李世民这便扭头吐出一口暗红的淤血来, 才是他在刚才片刻之间, 亲自为李斯摩吸出了伤口中的淤血, 众人都瞧得发愣, 就没想到高高在上的陛下, 会做出这等举动, 几名五官虎目含泪, 都为陛下的体恤和腾息所感动, 一时间哽咽无语, 片刻后, 就有一人擒着泪, 大步冲出营房, 吼着朝白岩城冲去, 李斯摩失血过多, 浑身动弹不得, 这会儿要立上来, 不由得昏昏沉沉睡去, 唯有两道热泪, 从他的眼角滑落, 张太医在一旁瞧着, 也是轻叹不已, 欲吃尽得都看呆了, 长孙无忌却反应快, 这就轻声对纪言道, 陛下这般仁爱体恤, 不该只有咱们晓得, 兴风后这就出去走走, 跟大伙都说说这事, 起言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就是李世民此举虽是真切体恤, 却也有些许小心思在其中, 否则吸出淤血一事, 随便喊个人来就行, 何必他大唐天子玷污自身, 亲自去做, 李斯摩身份特殊, 自然要笼络他的心思, 叫他感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关怀, 如今白岩城久攻不下, 将士们士气也有些低迷, 若是这件事情传到他们耳中, 他们便会切身感受到陛下的爱将之意, 便有惺惺相惜, 自然要受感动, 继而拼命为大唐尽忠, 长孙无忌公于谋略, 一眼就瞧出了李世民的深意, 这便让与将士们最为亲近的几言去传播此时, 一定要把这事传的人尽皆知, 助李世民轻使留名才好, 几言并不反感这种心机, 当即点头就朝外走去, 他有数百名清兵, 其中不乏有能说会道的, 孙德他们又是府兵出身, 与一众兵丁都混得很熟, 只一两个时辰的功夫, 陛下亲自为李斯摩吸出淤血的事迹就传遍了大营, 一时间人人都在说, 人人都在叹, 原本疲惫不堪的将士们, 心中像是着了火一般, 士气这种东西真的很玄, 左转中就有一股作气, 扎衰, 三而结, 比结我赢的例子, 原本白岩城久攻不下, 将士们的信心就多少有些动摇, 这会儿听闻这等振奋人心的士气, 一时间便是士气大增, 都憋着一股劲儿要回报陛下天恩, 恨不得这就再度出击, 拼了命也要把白岩城打下来, 有了如此高昂的士气, 一番休整之后, 李世纪再度发动大军进攻, 情况就与之前不同, 兵丁们汗不畏死, 盯着瓢泼大雨一般的箭矢寸寸推进, 数百人以血肉之躯作为屏障, 掩护着一架撞车, 朝白岩城的城门冲去, 白岩城的兵丁眼瞧着大唐军士这般勇猛, 一时间心中都有些犯嘀咕, 士气本来就是比结我赢, 一方高昂, 另一方就会陷入低落, 这一战打得昏天黑地, 白岩城一方疲于防守, 拳杖着城池地势险峻, 才堪堪将撞车摧毁在城门之外, 为此折损了数千名好手, 一时间战场上尸横遍野, 正当白岩城内外交困, 城中人心惶惶的时候, 唐军的后方补给军队也抵达了前线, 带来了几大车蒙着粗步的古怪物事, 公布的大脑袋工匠屁颠颠地跑来几岩帐中, 喊道, 侯爷, 又来新玩意儿了, 有了这东西, 白岩城逼迫无疑, 几岩一击灵, 心中暗叹, 公布这些家伙, 不想着改善名声, 以为埋头消耗人力, 做这些杀人的神兵, 却不知人力有穷, 天术难改, 就算开来一架高达, 又能如何? 有了之前两次经验, 这次诸位将军都盯着公布的举动, 几岩还没有到, 一众大将就围住了那几车零件, 连御池靖德都领着他儿子来了, 看样子是打算争一争这批兵器, 大脑袋工匠捧出来一卷图纸, 递给几岩过目, 大将们也好奇探头来看, 却谁也看不懂图纸上的弯弯绕绕, 别说那些零件的模样, 奇怪复杂, 就是注视在图样旁边的话语, 都是古怪傲口, 叫他们瞧得一头雾水, 要说起来, 几岩写字的本事不高, 可看图纸, 却十分在行, 始终不管怎么说, 他也曾经接受过一套完整的工学教育, 在文明社会顶着个名为工程师, 实为班砖工的头衔,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 看懂唐朝的营造图纸, 倒也不难, 迅速翻阅这一大卷图纸, 几岩这就叹了口气, 啊, 诸位要是有事, 可以先去忙了, 这是个大家伙, 不是轻易能用的, 众人一听, 不是火灵剑那样的小剑, 一时间就都有些失望, 始终几岩的工程器与他们会用的不同, 非要有明白人负责操作才可, 用不了的东西就是废物, 却不影响他们发挥好奇心, 非要缠着几岩, 让他说说这是什么宝贝, 瞧着这群贤汉求之若渴的神情, 几岩也是无奈, 心知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这就召集一众工匠上前, 动手开始组装气血, 那几车零件似乎是好几份, 几岩只用了其中的两车, 就组装出了一个雏形, 咦, 好大一架弩, 李道宗金鱼骑射, 第一个认出了这东西, 不由地惊叹了一声, 这就愈发靠近, 细细观桥, 那东西的确很像是一架弩, 却又跟正常的弩不同, 普通的弩, 较为类似工, 只是靠积阔之力, 将拉弓的过程转化为上弦, 从而可以积蓄力量, 瞬间发出, 类似于碎火枪, 只是一个用的是机械力, 一个用的是火药而已, 而面前这一架巨大的弩, 却是像一辆战车, 有一个风箱模样的大柜子立在车上, 一架半圆形的铁箍顶在柜子上, 要不是那铁箍的结构, 很像寻常的弩, 李道宗都不敢肯定他究竟是什么, 便叫众人嘖嘖称奇, 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有什么作用, 一众五官看不懂, 前来乔热闹的长孙无忌却一眼大惊, 道, 这, 这是连弩车, 兴奋后豪大的本事, 真能天宫开悟, 将这上古之物再献人间, 一听长孙无忌道破观翘, 众人都是心中一惊, 也不怪他们不认识连弩车, 并是这东西只在春秋时出现过, 由墨家的绝顶高人设计创造, 其真形早已毁于战火, 也没有图纸流传下来, 只有, 墨子中留着之言片语, 留给后人无数想象的空间, 墨家先贤有天宫开悟之能, 所造之物后人绝难模仿, 无论是千古圣手公书般, 还是鼠中卧龙诸葛孔明, 都曾尝试复现墨子的造物, 却都没有彻底成功过, 最接近连弩车的诸葛弩, 也做不到传说中的万箭齐发, 顶多是能同时发出若干之弩箭, 随后还是要再行填装上弦, 然而, 东西虽然没留下来, 连弩车的威名却一直代代相传, 故而一众武将们虽然没有读过, 墨子也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才齐齐抬头瞧向几言, 见他微微点了点头, 认可了长孙无忌的判断, 此刻几言心中也是十分无奈, 才是之前又一次跟工匠们吹牛, 听他们说起上古墨家造武, 瞧他们心驰神网, 自己就有些想出风头, 引述了弹夹的远离, 启发他们可以将弩箭对垒成几层, 靠机械力填充, 省去填装的麻烦, 因着当时纪言已经做出了碎火枪, 再依靠机械力就显得很落后, 他也不想一千多年后的考古学家, 从唐朝遗址中挖出一把冲锋枪来, 便没有细说, 只趁着酒精, 大概给工匠们画了弹夹的草图, 然而, 他低估了大唐工匠的匠人精神, 也低估了几千年积累的造物手段, 一旦有了个粗略的原理, 工匠们便抓破脑袋, 也要将其实现出来, 其中又引用了许多技研, 曾经用在其他东西上的技术, 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 竟然真将传说中的连弩车造了出来, 真正触及到了先贤圣人们的领域, 而更让几言疑惑惊叹的是, 大唐的能工巧匠, 都要靠着超出时代的知识, 才能造出这种杀气, 一千年前的莫子, 又是以何等智慧, 完成这等发明, 眼前这一架连弩车, 结构上已经跟现代兵器十分接近, 只在动力来源和形状大小上有些区别, 内力就十分复杂, 组装也十分费劲, 饶势有十几名鼠手工匠联手, 对照着图纸, 还是花费了两个时辰, 才将这牛车一般大小的连弩车装好, 完整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为了这等上古神物, 等两个时辰完全可以接受, 一众将军连带长孙无忌,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几言辛苦了两个时辰, 直到得大功告成, 才听玉池宝灵兴奋道, 好了吗? 好了吗? 快装上母剑, 是他一事? 我都等不及了, 虽然是杀人的凶器, 可真正拼凑起来, 却有一种异样的美感, 就连几言都有些跃跃欲试, 好在还保留着最后一丝理智, 道, 如果图纸无物, 这东西的威力, 要比咱们想象的大得多, 此间大营之中, 到处都是血肉之躯, 万不能在这里是, 嘿, 宝灵, 你来把这车推出大营去, 玉池宝灵兴奋点头, 这就握住车把, 嘀吼一声, 将这连弩车推动, 自己嘀咕道, 见鬼了, 这车好重, 慢说普通人, 一般的牛, 只怕都拉不动里, 几言暗暗笑着, 眼瞧他, 把车推到了大营之外, 正对白岩城方向, 才道, 好了, 诸位瞧好, 可别眨眼, 我这就上眼万箭齐发, 李道宗一皱眉, 道, 就算是上古神兵, 也不能凭空运作, 却不知如何给他上弦, 几言黑黑一笑, 道, 宝灵一路辛苦, 这车已经蓄满了力, 诸位请看, 这车轮连着激阔, 行走中自然蓄力, 方才那一段距离, 已经够发出这一侠弩箭了, 先贤何等聪慧, 我都佩服脸, 只见几言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几里地外的白岩城守军喊道, 不想死的, 速速避开, 让你们城主出来, 开城那响, 他这一声气息悠长, 一旁的御迟靖德和李道宗, 都是暗暗叫了声吼, 只是还觉得他这话口气太大, 难不成靠着, 这区区一架弩车, 就能途径面前上万白岩城兵丁不成, 敌军大营之中, 也有人探出头来瞧了一眼, 似乎吃笑了一声, 这就不再理睬, 便是这二里地的距离, 彼此间毫无瓜葛, 就算陆地神仙也不可能攻击到这么远, 否则大唐一众名将在此, 身旁也没有兵丁护卫, 高沟黎完全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便是做不到的缘故, 瞧对方不理, 纪言也就轻叹了一口气, 自己站上车去, 叹道, 纪某几天也要大开杀戒了, 话音未落, 就见他双手握住弩车圆环的两段, 猛地朝后一拉, 这就有一只弩剑被搭上击阔, 尖头直指白岩城的大营, 随着几言一松手, 这剑便瞬间飞出, 生生飞跃二里地, 落入了对方的银盘中, 众人都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弩车的射程这么恐怖, 远远胜过弓箭, 以非人力所能为, 却听御尺宝灵道, 远是挺远, 可说好的万箭齐发呢? 难道是一只一只来, 只省去了填充箭矢的麻烦吗? 纪言摇摇看着对面大营, 轻声道, 稍等片刻, 有伤人得。 长孙无忌满一点头, 李道宗却嗤之以鼻, 对面的敌军似乎是没注意到那一只弩箭, 也可能是被吓住了, 许久也没有反应, 才叫己言无奈, 稍稍转移了弩车的方向, 这就一拧那圆环, 随即朝后一拉, 叹道, 这便是天术了。 一瞬间, 只听到无数声尖锐声音响起, 刺痛众人的耳膜, 寝刻间就有一片乌云一般的阴影, 又像是一片飞黄, 争先恐后地朝着白岩城大营飞去, 划出一道道标准的抛物线, 随即铺天盖地落入营中, 当即就有无数声惊呼和惨叫声响起, 对面大营里似乎有一道血光闪过。 平心而论, 己言本不欲伤人, 故意将弩车的方向调偏, 只打算给对方一个震慑, 再加上弩箭本身杀伤力有限, 除非命中要害, 否则很难夺走敌人的性命, 顶多是在对方, 是身上打个孔而已。 然而这弩车万箭齐发的效果, 实在是太过恐怖, 伤害不够, 数量来凑, 这一发出去, 白岩城大营中便有数百人当场倒地不起, 还有千余人多多少少被伤, 杀伤效果着实惊人, 一下子就引起了莫大的混乱。 后方的工匠抱来弩箭田庄, 连玉池静德都一时心有余悸, 道, 得了, 瞧见了这东西的厉害, 咱们也算是知足了, 待陛下给白岩城降下诏书, 逼他们投降就是。 他这话已经有劝阻的意思, 那大脑袋工匠却很不认同, 道, 国公这话说的, 哪有做事做一半的道理? 这连弩车乃是先贤造物, 动静皆可, 不单能攻袭敌营, 乱军中也有浩大威力, 不一一事了, 咱们没法跟公布交代理。 众人都是一耸, 就揣摩着动静皆可的意思, 眼瞧着工匠们填上了弩箭, 又让玉池宝灵推着弩车绕了两圈, 可巧对方迎中这会儿也反应过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算毁去这恐怖的杀气, 派出百余骑兵策马奔袭, 就见工匠冷笑着跳上弩车, 转动圆环, 猛地拉动。 这一次, 弩箭就不是一股脑清泻而出, 而是仅仅射出一层, 飞向几名骑兵。 玉池宝灵傻了一辈子, 这会儿却突然灵光起来, 扶置心灵, 当即上前握住车把, 将弩车稍稍转向, 便又有一层弩箭射出, 击伤另外几名骑兵。 随着弩车的方向不断转动, 射出的弩箭就形成了一个扇形覆盖面, 打击面比之之前更广, 杀伤力也变得更高, 没多久, 那百余骑兵进阶倒地, 连人带马, 躺在了血泊之中。 大脑袋工匠, 瞧得眉飞色舞, 在他的眼中只有这犀利的兵器, 便瞧不见这兵器造成了死伤, 一时间手舞足蹈, 欢喜雀跃, 却听得一阵弓弦崩断般的声音从弩车中传出, 轻轻传入众人的耳中。 几言一愣, 这就抢不上钱, 一把拉开弩车的匣子, 这就满脸呆滞, 才见里面原本井然有序地积阔散落各处, 有些甚至已经碎裂开来, 就像是发生过一场小型爆炸一样, 整个弩车内部一塌糊涂。 众人都凑过来看, 个个都面露惊骇, 才听那工匠带着哭腔道, 怎么会这样? 以公布的手艺, 原本不至于此。 这, 这是为什么? 几言稍稍镇定, 也就知道为什么, 才是射出几千支箭的力道, 已经超过了材料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一两次或许无所谓, 可基阔本身已经逐渐累积了裂痕, 达到一定程度, 自然会碎裂开来。 始终当时还没有发明出, 能承受这种力量的合金, 也没有对应的精密铸造工艺, 故而, 零剑承受不住距离而粉碎, 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众人撤回营中, 道, 看来公布的设计还有缺陷, 弩车本身承受不住万箭齐发的力道, 只能用一两次, 这一辆弩车的花费不菲, 所耗费的人工也是浩大, 只怕没什么用武之地, 便是工匠们思虑不周了。 众人一听, 都觉得可惜, 便是他们刚建设弩车的厉害, 还没自己试着用一用, 就被告知这东西用不了, 心里就觉得很不适滋味。 只是他们知道, 己言所言不差, 不能稳定使用的工程器, 谁也冒不起这个险。 如今大营中还有另外两架工程车的零件, 算起来也只能再用个四五次, 既然这东西今后都用不上, 把这四五次机会用在何处, 就是值得众人仔细考量的问题。 他们绞尽脑汁, 白岩成营中却是哀红遍野。 李世民听说己言等人去世涉连弩车, 一时也生出好奇心, 连忙宣己言来问, 却得知了连弩车已经被毁的消息, 便有些失落, 却还是打起精神, 道, 天底下原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也不怪公布那些工匠, 些许赢钱罢了, 大唐还花销得起, 只叫他们再接再厉。 长孙无忌也在一旁打圆场, 道, 弩车的威力, 陈青岩所见也着实杀伤了许多白岩成的兵丁, 算得上有了回报。 触及先贤圣人的高度, 吴辈总是不及, 也是那弩车威力太大, 有伤天河, 才不能长存于事吧。 众人都接受了弩车失败的事实, 只当那些钱拿去打了水漂, 却不料公布花出去那些铜钱, 买到的东西, 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料。 次日清晨, 白岩成主孙戴英开城投降。 纪严最开始施射万箭齐发之时, 数千只弩箭落入大营之中, 仅瞬间就杀伤数百人, 随后又有几十人因为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随后大脑袋工匠攻击骑兵之时, 弩箭更是致命, 上百名初音的骑兵无意生还, 连带着马匹都损失惨重。 白岩成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城, 瞬息之间数百人死亡, 千余人受伤的结果, 就着实吓得兵将们心中发慌。 要紧是, 这些伤亡不是两军对垒造成, 一辆奇怪的马车造成, 唐军有了这等神兵戾气, 一个八岁小孩都能屠灭高沟黎大军, 再抵抗下去, 完全就是找死, 故而城主直接决定投降。 这便是孙戴英一夜障目, 不见泰山, 既不知道一辆弩车的花费, 足够武装数百名精兵, 也不晓得那弩车操作困难, 田庄也花费时间, 自然, 他就更不会知道, 杀伤他们数百兵兵的弩车已经损坏, 无法修复。 这一切都无所谓, 大唐这边自然不会有人嘴见与他说明, 故而孙戴英自负手脚, 亲自来到大唐营中投降, 只求李世民大开天恩, 莫要屠城, 放他的兵丁和百姓一条生路, 他甘愿受寸灵活寡之行。 瞧他爱民如子, 李世民也不忍苛责, 当即命人放开孙戴英, 道, 大唐天君, 乃是正道王师, 从不行屠城之事, 也不会伤害无辜。 孙城主爱民如子, 朕也看重你的人品, 识时误者为俊杰, 大唐正需要你这样的人物。 说着话, 李世民便降下赤子, 道, 改白岩城为严州, 赤孙戴英为严州刺史, 赐福杰, 许免其子孙三死。 自从冤盖苏文摄政以来, 高沟离大小官员都憋着一股气, 孙戴英便是反对者之一, 却没有安示城主那样反抗的勇气, 就着实受了不少折磨。 现如今, 李世民宽宏大量, 仁慈英武, 不但不追究他与大唐作对的罪过, 还让他继续当白岩城的城主, 既不曾屠杀他的军队, 也不会掳掠他的人民, 就叫他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时间双膝跪地, 喷喷磕头, 高喊我主万岁, 毅然已经成了大唐的重臣。 这便是帝王之术, 李世民看人极准, 早知道孙戴英开城投降, 对高沟离来说, 其罪当诛, 即便自己不杀他, 他也再没有了别的活路, 这样怀柔的地方官, 着实有利于安抚高沟离百姓, 也好给众人见识大唐天子的人词, 命他再度为官, 实在是水到渠成, 此人必定效忠, 绝不会有一丝歹念。 这也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 这等容人之量和用人之术, 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把握, 将曾经敌人放在自己的补给路线上, 着实是一招险棋, 却也是一招妙棋。 孙子曰,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白岩城主动投降, 唐军中便是欢腾一片, 苦战了数日的城池终于攻下, 将士们心中都着实欢喜, 好生庆祝了几日, 自有那消息灵通的, 已经将纪炎和他的连弩车吹到了天上, 搞得他穿过大营之时, 全身上下都是炙热的目光, 几乎要将他融化。 好不容易到达中军帐中, 还来不及参拜, 就听李世民笑呵呵道, 如今兴风后的声望, 快要跟镇一般高了, 就是几位老将, 也比不得你了。 几言一个哆嗦, 满脑子都是功高镇主的惨案, 这就连忙告罪, 生怕引起李世民的怀疑, 才听长孙无忌也笑道, 别人要是这样, 陛下定要疑心, 可若是兴风后吗, 就能叫陛下安心。 如今这银盘之中, 为二有陛下放心的的人, 一个是御持国公, 一个便是兴风后了。 几言尴尬笑笑, 也不知道这是夸还是骂, 这就瞧见韩孝坐在一旁的孙戴英, 心中就暗暗疑惑, 不晓得李世民怎么收服了此人, 叫他这般乖巧。 人到齐了, 李世民这就开口, 啊, 这位延州刺史孙戴英, 原本也是反对逆贼冤盖苏文的义士, 如今做了我大唐的刺史, 便与我等是一条心。 听说, 他与安氏城主杨万春乃是故交, 那杨万春也与冤盖苏文成不共戴天之仇, 还抵挡了两次高沟离朝廷的进攻, 宁死不屈, 便也是为义士。 听到这儿, 几言就心中有数, 便开口道, 既然如此, 孙次使能否与杨城主讲讲道理? 有你这个活榜样在, 杨城主应该会少些顾虑。 孙戴英微笑点头, 道, 我已经写下了书信, 送往安氏城中, 想来杨城主的回信, 今日就能送还。 李世民满心欢喜, 道, 今日宣赵而等, 便是为等杨万春的回信, 若他肯弃暗投明, 一平平嚷成, 就轻而易举, 朕轻征讨伐高沟离, 便也, 报。 安氏城回寒送道, 传令兵的呼喊打断了李世民的话语, 他却丝毫没有生气, 只笑着叫送信进来, 自己慢悠悠拆开了火漆, 抽出写满了文字的纸张, 细细阅读, 读着读着, 李世民的脸上就变了颜色, 原本的笑意像是被寒冰封冻, 眉宇间自有一股煞气凝结, 面色一时变得铁青, 连几言都看出了不对劲, 正要开口发问, 就见他猛地将那信拍在暗戟上, 怒道, 正要杀了这不知好歹的蛮夷, 自打大军攻入高沟离, 李世民一直都心情舒畅, 一路上顺风顺水, 连着攻下三城, 换了谁都会高兴, 就叫一众大臣许久没见过他的怒容, 几言一个是好奇, 一个也是胆子大, 这就出言问道, 不知那杨万春写了什么, 竟惹得陛下这般震怒, 若是他不肯投降, 原也是理所应当, 大唐王师在此, 自能讨伐他安事成, 李世民一甩手, 就将那信抛到几言面前, 几言捡起来匆匆浏览, 一时在心里笑出了声, 杨万春在信里, 先是把孙戴英骂了个狗血喷头, 直骂他鼠点望祖, 开成投敌, 毫无血性, 丢了高沟黎的脸面, 自己做了叛徒, 还想拉别人下水, 就是不忠不孝之辈, 叫人耻鱼与他相识, 骂完孙戴英, 杨万春有骂李世民的位不正, 世兄逼父, 窃取大统, 掀起诸多战士, 如今攻打高沟黎, 名为讨逆, 实为入侵, 堂堂大国天子, 搅扰小国百姓, 毫无风范, 更有野心, 不得不说, 杨万春文采飞扬, 这一封信, 简直将孙戴英和李世民, 骂得体无完肤, 丝毫不留情面, 的确是骂出了高度, 骂出了境界, 以他这封信的水平, 当个城主实在有些可惜, 要是放在大堂, 至少能考个进士, 前提是, 李世民没有活寡了他, 信里杨万春的意思非常明确, 安世成只要还有一个活口, 就绝对不会放弃抵抗, 全城百姓都是一样的心思,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投降, 纪言虽然与他立场不同, 可对他的这种硬气, 还是十分佩服, 也才知道, 为什么他区区一个城主, 能跟冤盖苏文对抗这么久, 李世民气得蹊跷声音, 孙戴英就羞愧低头无言, 他原以为, 凭自己与杨万春多年的交情, 再加上李世民讨伐冤盖苏文的借口, 能够说服杨万春与他们同仇敌忾, 就没想到他虽然与冤盖苏文为敌, 却不愿与李世民为伍, 一门心思忠于宝藏王, 也是个死心眼的忠臣, 其实, 站在各自的角度, 孙戴英和杨万春都没有错, 前者为了保全百姓, 开城投降, 乃是仁慈, 后者忠于自己的国家, 宁死不屈, 乃是忠义, 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却不料孙戴英自讨没趣, 主动去招惹了杨万春, 才连累李世民也跟着受辱, 这会儿气得眼眶中都快喷出火来了, 长孙无忌看完了信, 这便苦笑一声, 道, 陛下, 此人就是个愚中的莽夫, 不晓得变通的, 何必为他生气, 既然他负于顽抗, 就叫他晓得大唐天君的厉害, 孙刺时也不必为此惭愧, 既然不同道, 这杨万春便是咱们的敌人, 李世民咬着牙, 怒声道, 原本安世成或有一条活路, 却不知此人如此不知进退, 朕非要将安世成攻下, 瞧他是否真抵抗到最后一个人, 几言一听, 便觉得无奈, 一是为李世民的好胜心, 二是为杨万春的安世成, 早在之前, 一众将领就仔细商量过进攻的策略, 因着安世成战绩斐然, 又不宜攻打, 其实大伙曾经考虑过, 绕过安世成, 先攻安世成南面的建安城, 将安世成变成孤城一座, 届时便不攻自破, 只是如此一来, 大军就要冒着补给被安世成切断的风险, 一旦杨万春发兵突袭补给, 大军就有可能陷入五米下锅的窘境, 众将官为此争执过几次, 一直没有拿定了主意, 直到现在, 杨万春的一封信, 算是给李世民彻底指明了行军的方向, 哪怕天塌地陷, 也逼得他非要进攻安世成, 非要将杨万春这狂徒拿住, 叫他知道大唐皇帝的厉害, 大军休整了几天, 这会儿也基本恢复了元气, 只听李世民一声令下, 这就开把准备行军, 既言吩咐人将剩下的两架弩车保护好, 又专门往后方带了条口信, 先保证正常攻击, 别到时候战场上一堆奇怪造物, 兵将们连刀枪都用不上, 才是闯祸, 皇帝的怒火熊熊燃烧, 大军便以超长的速度加快行进, 仅仅十余天就赶到了安氏城下, 安营扎寨, 还没架起锅灶做饭, 就瞧见一小队人狼狈狂奔而来, 瞧他们风霜模样, 身上的甲咒都悉数破碎, 唐军一开始还以为是嫡袭, 多亏计言在场, 听见了熟悉的长安口音, 才没有动手, 看这群人狼狈的不成样子, 几言心中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和验了伏结之后, 发现他们竟然是后方边境上的守军, 这就知道大事不妙, 急急问道, 出了什么事? 而等为何如此狼狈? 这几人一路赶来, 个个都惊魂未定, 才听为首那个哑着嗓子, 道, 启禀上官, 瓦杰人起兵反叛, 投靠了高沟黎, 正与高严寿, 高慧珍两人, 乃是后方守军, 听闻消息, 赶来报信, 路上击遭埋伏, 百余位兄弟, 只剩下我们了。 说着话, 那人便落下泪来, 显然跟他一起赶来报信的, 都是他真正的生死弟兄, 只为着这一个消息, 大多数人都已经丧命, 才叫男儿落泪, 见者伤心。 然而他们带来的这个消息, 又的确是惊天霹雳一般, 如今驻扎在安氏城下的唐军, 也不到十万人, 一旦那十五万援军赶到, 大唐王师就面临着前后夹击, 到时候, 别说打安氏城, 就是能不能顺利回去, 都是一个问题。 纪炎自不敢怠慢, 这就施展开功夫, 飞速赶往中军营仗。 彼时李世民刚下鸾架, 还没个落座的地方, 就瞧见纪炎一阵风板赶来, 急急将这恶号说了, 就听得他三尸神暴跳, 举着马鞭吼道, 瓦杰人早已向阵称臣, 领奉阵的诏书, 发兵讨伐高沟黎, 一旁的长孙无忌听见, 连忙迎上前来, 好言劝谨, 便是大营之中, 还有契丹军士, 皇帝大骂蛮夷, 若是被他们听见, 只怕会引起变数。 只是李世民怒不可遏, 哪里听着进去, 这就下令赵几位将军过来, 商讨对策。 仲将军正忙着整顿银盘, 闻听这消息, 也是一个个暴怒不已, 其中以玉池进得最甚, 老国公挥手就劈碎了面前的暗机, 骂道, 他娘的, 这些蛮子都是墙头草力, 必是那冤盖苏文威逼利诱, 引得他们反戈背叛, 却不知陛下天威浩荡, 冤盖苏文都没几日活头了。 呸, 蠢顿。 其余几人听他骂得痛快, 纷纷出言硬贺, 就只有一众文官和计言还算冷静, 就听他道,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怎么骂也于事无补, 好在天意难为, 咱们早早得到了消息, 还有回转的余地。 赵报信的兵丁说, 援军至少要一日之后才会抵达, 咱们好生准备, 好好欢迎他们便是。 其实众人还有心情骂, 就是已经有了应对的法子, 始终大家都是身经百战的人物, 是到临头, 还是晓得怎么处理。 众人破口大骂, 原是骂瓦杰背叛大唐, 对于将领来说, 背叛比失败更难以接受, 震怒之下, 真是什么乌言会语都骂了出来。 李世民这会儿也是怒火中烧, 这就命人摊开沙盘, 勾勒地势, 开始排兵布阵, 准备给那十五万援军迎头一击, 便听长孙吴记道, 敌军十五万, 我军只能动用五万, 大营不可空虚, 杨万春也不可不防。 以少胜多倒是不难, 就怕打蛇不死, 后患无穷。 撒了气, 御斥靖得也冷静了下来, 平时他脑袋不灵光, 打战上却是比谁都聪明, 便道, 人家用兵法, 讲究人多为人少, 我征战许多年, 却喜欢人少为人多。 只下一个香儿, 勾住了那些蛮子的下巴, 等他探头来咬, 就拦摇给他一下, 猛踹他的屁股, 打得他哭爹喊娘。 他这话又是粗俗, 又是抽象, 但是众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 才听李世民道, 这倒是个好法子, 诱敌深入, 功气不备, 只要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十五万散兵游泳, 便不足为虑。 只是这诱饵不能太小, 能用的兵力也不多, 要想一击而中, 就要用精兵里的精兵。 这会儿, 几言站了出来, 启奏陛下, 我手下并无精兵, 却有数百善于突袭的猛士, 虽不能斩杀多少敌人, 却能作为骑兵, 扰乱对方的阵脚。 陈请命, 领兵出征。 李世民抬头看他, 似是有些纠结, 始终他是长乡的丈夫, 皇帝可不想女儿做了寡妇, 故而数月来若干大战, 几言都是负责攻城兵器, 不曾直面敌人, 免去了不少危险。 御迟尽得健壮, 就哈哈大笑了两声, 陛下, 不可小瞧了这小子脸, 他这一身功夫, 保命绰绰有余, 手下那些浑小子, 个个也有些绝活, 不会给陛下丢脸。 娃娃多见点血, 才长得大脸, 让他去, 让他去, 这就叫李世民无奈, 想了想也就点头, 笑道, 朕倒是忘了, 新封后是静德与舒宝的爱徒列。 好, 既然小辈都出头了, 朕也活动活动筋骨, 御驾轻征, 可不是坐在营里, 瞧你们卖面。 众人闻言, 悚然一惊, 然而转念一想, 也就放弃了劝说, 便是李世民本身武艺过人, 打仗的经验比谁都丰富。 此番唐军提前得到消息, 占据天时地利, 请出这位大唐名将来, 应该也没有答案。 就听长孙无忌微微一笑, 既然陛下出马, 老臣也得尽忠了。 高沟黎的援军盯着几位大将, 绝想不到陛下天子。 老臣闻官, 新封后一个小子领兵埋伏, 自然不会有戒心, 反倒能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李世民闻言府长大孝, 之前的阴郁一扫而空, 叹道, 外邦蛮夷, 哪里知道我大唐的厉害。 大唐二郎, 不分文武, 不分老少, 不分尊卑, 各个都是马上杀敌, 马下之势的。 好好好, 此一非要给高沟黎和瓦戒仁一个教训, 叫他们晓得, 朕, 才是天子。 当即, 众人便定下了妙计, 以李世纪和张世贵两员名将作为诱饵, 统帅部骑兵一万五千人, 在安市城西面的山林, 摆开驾驶迎敌, 长孙无忌和牛靖达, 则埋伏一万一千人在山北, 李世民自己率领四千骑兵埋伏在山上, 纪言则领着孙德等人放弃马匹, 纯靠武功埋伏在山腰, 抖开了乾坤带, 等着高沟黎援军自投罗网, 玉池静德文言便愤慨非常, 嘀咕道, 嘿, 没我的愤脸, 陛下这是嫌我老了, 怕我拖累呢。 李世民文言一笑, 道, 你这脑子, 不会算账, 新封后教你父子二人, 都教不出一个子丑银帽来。 你算算, 我们临走两万五千人, 大营里还有多少人? 万一杨万春趁机偷袭大营, 没有你这位老英雄坐镇, 岂不是要后院失火? 静德, 此番大战, 你同兵最多脸。 玉池静德掰着指头算了半天, 的确算不出一个子丑银帽来, 只知道固守大营的兵丁的确比出征的多, 这就笑开了怀, 咧嘴道, 还是陛下懂我, 给我看着这些娃娃脸。 众人都笑, 事不宜迟, 这就纷纷去点击兵马, 准备出发, 要趁着夜色避开安石城的耳目, 提前做好埋伏。 几岩这边召集孙德等数百人, 将事情一一与他们说了, 才听孙德拍胸脯道, 侯爷总算给咱们找来了差事, 这几个月瞧着别人杀敌, 老子手也痒, 心也痒, 尾巴骨都做得发痒。 侯爷放心, 就是他千军万马, 咱哥们也打猛他们。 正说着话, 就见玉池宝林也带着人过来, 激动道, 几岩, 我爹让我跟你同去, 说是借着你的东风, 立些功劳回来。 几岩这就无奈, 道, 说你傻, 你还不承认, 要立功得在长孙伯伯的骑兵阵里。 咱们这散兵游勇, 不成气候, 哪能有什么功劳。 玉池宝林嘿嘿一笑, 道, 我爹说了, 这一战必胜无疑, 陛下亲自出马, 以两万人击溃十五万大军, 万古留名, 天大的功劳。 咱只要沾着一点光, 便能加官进绝了。 这就叫几岩一愣, 心中暗道, 好家伙。 玉池伯伯也开始看剧本了, 他到底是真傻, 还是装傻。 眼瞧着日陀低垂, 平地上灰蒙蒙的, 一大波唐军就从大营中奋出, 朝着安世成西面进发, 隐约间, 安世成城墙上有几人商量了片刻, 这就小跑着去给杨万春报信。 不得不说, 大唐能打下中原弱大的江山, 无论是将领的策略, 和兵丁的执行力都是一流, 虽然是仓促间发兵开拔, 可队伍却着实整齐非常, 李世民穿上了戎装, 真是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别说是隔着几里地, 就是面对面见了, 也不一定能认出他就是大唐皇帝来。 几颜和御池宝林则是领着清兵, 混在步兵队伍里, 孙德他们平时没个正行, 战龙府兵倒也是有模有样, 甚至挺胸抬头之处, 比之一般的兵丁还有盛出, 就瞧着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道德成西山岭, 李世纪率领的兵丁便原地驻扎, 生火造范, 其余万余兵丁则是化整为零, 趁乱散开, 跟随者各自的将领奔赴各处埋伏, 就值得委屈些, 肯干亮度日。 几颜等人护送着李世民上山, 途中突然见李世民眉头一皱, 举功搭弦射箭仪器合成, 这就将掠过头顶的一只鹰笋射下, 遣人去捡来。 就见鹰笋脚上帮着一封密信, 上面写着, 唐军离开大营的军情, 却没有再写其他, 就听李世民微微一笑, 道, 好, 就让他们传递这消息, 须则实之, 才好瞒住援军。 人一多起来, 就只是个大概的数字, 黑压压一片大军离营, 仓促间谁也拿不准, 究竟有多少人数。 杨万春这份消息里, 并不曾提及唐军的人数, 便正好用来误导援军。 众人埋伏既定, 这就轮换着休息, 十五万大军单脚步声, 也能在几里开外听见, 他们道, 不必辛苦熬夜守着, 只等对方自投罗网就是。 次日清晨, 天蒙蒙亮, 几言他们这边没有动静, 却听得远处唐军大营之中, 一片喊打喊杀之声, 御齿宝林黑黑笑了一声, 这就到, 杨万春以为咱们调走了主力, 按耐不住出城攻袭, 大营了。 也不知我爹今天大开杀戒, 要将多少人斩落马下。 纪言也是笑着点头, 饶有兴趣地探头, 朝大营方向看去, 毫不担心大营会被攻克, 便是几万人在御齿晋德的统领下, 别说是区区一个高沟离城主, 就是李世民本人来攻, 也不见得能讨了好去。 御齿晋德宝刀不老, 稍微陪杨万春玩玩罢罢了。 说话间, 就听见远处一阵隆隆声响, 抬头望只见黄沙漫天, 孙德滴滴开口, 道, 侯爷, 援军到了, 是绕着山走的。 咱们再攻其不备, 到时候别管你带着兄弟们掩护, 我与宝灵去砍了他们的大旗, 要是机会合适, 再破了他们的战鼓为最好。 施了战旗战鼓, 大军就是眉头的苍蝇, 让他高岩寿用兵如神, 穿不下令去, 也是白打。 众人低声称是, 这就瞧见黑压压大军 如长蛇般蜿蜒而来, 堪堪停在李世纪大营前方五里。 此时李世纪已然摆开军阵, 准备迎敌, 万余人阵形打开, 一时间煞气冲天, 高沟黎援军虽有其十倍不止, 气势上却输了一大头。 只瞧着援军之中稍稍一阵混乱, 这就有兵丁竖起了大旗, 架起了战鼓, 似乎是拿定了主意, 这就等不及安营扎寨, 要将李世纪的队伍击溃。 李世纪方面的反应则是出人意料, 却是命将士们手持长矛, 齐齐站在营前挡住高沟黎部队, 直如躺臂当车一般。 估计这会儿, 高岩寿在大军中都笑出来生来, 就是这种阵法, 根本拦不住工兵远攻, 一旦万箭齐发, 唐军前排的步兵就要尽数倒地。 就在他暗喜的时候, 却听见震天喊声从部队后方传来, 匆忙中探头去看, 才瞧见长孙无忌率领万余马步军从后方掩杀而来, 一时间队伍大乱, 大部分兵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惊骇中, 又听得旁边山头也是吼声大作, 李世民统帅这四千骑兵从山谷中杀出, 坠在援军后方的老弱病残, 根本挡不住骑兵的冲杀, 与高沟黎人一起的瓦截人更是肝胆剧烈, 慌乱中言语不通, 也不晓得究竟怎么了, 急吼吼就四散逃开, 一下子将队伍冲散。 高岩寿大惊之下, 这就传下军令, 命大军固守原地, 应对前后夹击。 骑手鼓守得令, 这就武动战旗, 敲响战鼓, 却瞧见半山坡上又有一队人马杀出, 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一般, 简直像是飞过来的一样, 片刻间就冲入了援军队伍, 簇拥着两名年轻的小将, 只朝军起所在杀去。 贸然冲入敌军大队, 就要面临父辈受敌的危险, 然而孙德他们既是精锐的府兵, 又得了寄严多年的栽培, 无论军阵还是武道, 都已经远胜高勾力的兵丁, 惨叫震天, 血流遍地。 纪炎和御池宝灵则运其武功, 一个亮银枪横扫八方, 一个金瓜锤势如山倒, 多少被逼急的兵丁汉勇上前, 也尽不得他两人身前一仗, 不过是片刻的功夫, 他俩便在万军中杀出一条血路, 杀到了大旗面前, 只瞧着纪炎银枪一扫, 那碗口粗的旗杆拦腰折断, 大旗这就跌落泥脑之中。 与此同时, 龙龙军鼓声突然一致, 随即重新响起, 敲响的竟然是撤退的鼓点, 就叫万千军士一瞬间发猛, 竟不知如何进退, 真像是眉头了苍蝇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乱撞。 杰炎抬头, 才瞧见孙德脚踩鼓手, 手持三尺战锤, 正在咧着大嘴, 坏笑着猛敲大鼓, 敲出各式各样的军令来, 搅得高勾离兵丁心烦欲偶, 精神激进分裂, 不知如何是好。 正当此时, 一支羽箭从万军之中射出, 正中孙德的后心, 纪炎眼瞧着他脸上的坏笑还没退去, 整个人便软倒跌落骨台。 一时间, 纪炎只觉得热血充脑, 目刺欲裂, 这就怒吼一声, 银枪如闪电般划过, 整个人化作一道疾风, 冲到了孙德的身旁。 此时的高勾离援军, 已然显出疲态, 背后被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率兵驱赶屠杀, 前面是几千只亮闪闪的矛头等待, 象征军威的大旗已然倒下, 指挥进退的古典也已经停息, 高炎兽扯破了喉咙在乱军中大喊, 却压不过十五万人哭爹喊娘的声音, 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在喊什么。 恐惧蔓延开来, 终于有人开始脱离军阵, 朝着一旁的山上逃去, 只盼着借助密林藏身, 逃过这天大的浩劫。 这一来, 便像是大帝被冲破了口子, 有一个人跑, 就有成百上千人追着, 一瞬间高沟离方面溃不成军, 高炎兽也只能随着乱军逃命。 几眼眼睁睁瞧着敌军与自己擦身而过, 只如惊弓之鸟, 都不敢多看自己一眼, 却丝毫不觉得高兴, 只忙着伸手去扶趴在地上的孙德, 眼瞧他口鼻中不断有血沫渗出, 再看那支箭从他后背右方刺入, 就晓得他被伤了肺腑, 情况着实危急。 好在孙德这人没有别的优点, 就是运气比别人好些, 大老错能把女娇娘骗回家, 这会儿骗过遍地乱窜的勾魂鬼, 倒也不难。 他那几百个兄弟都有绝技在身, 其中就有精通各种外伤处置的, 瞧见他重箭也就忙着赶来, 求季妍帮忙按住他后心的穴道, 封住血脉, 这边一刀割开他的战甲, 两下划破他的血肉, 顺着箭头进入的角度, 轻轻将那羽箭拔了出来。 季妍瞧这人的操作, 竟比张太一还要利落几分, 下手又狠又准, 几乎在一瞬间就拔了箭头, 割去伤肉, 抹上金疮药, 再求季妍连点孙德身上的穴道。 季妍练过武功, 穴位倒还认识, 只是这繁多穴位的作用, 他就一窍不通, 便也不敢多问, 当即凝聚真力在手, 刷刷刷几下点中, 便觉得孙德的身子逐渐放松下来, 呼吸也变得平无而缓慢。 这就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本事, 跟太一属那种理论派各有千秋, 也多亏旁边有个武功以真化镜的技研, 点穴可比金针有用多了。 高沟离援军溃散, 长孙无忌这边下令追杀, 当即乱军两头遇袭, 不过各把时辰, 就留下了一地的尸体, 其余人躲入山中, 已然是走到了绝境。 三方人马汇聚, 李世民脸上却满满是争鸣, 才瞧着不算太高的山包, 怒道, 围住山路, 放火烧山。 该死的蛮夷, 折损震议员猛将。 打战总是会有伤亡, 战场上生存的几率人人平等, 大唐这一战斩杀两万余援军, 却折损了左五位将军王军厄, 才叫李世民哀痛不已, 龙颜大怒, 这就下令放火烧山。 几言牵挂着孙德的伤势, 也无心管烧山是否合理, 眼瞧着火光涌起, 浓烟滚滚, 山林中便有惨叫哭喊之声传出, 又是讨饶, 又是投降, 又不知有多少人被烧死在山里。 没多久, 失魂落魄, 灰头土脸的高岩兽领着三万残捕投降, 被押回了唐军大营之中。 好笑的是, 瓦捷人竟没有多大损伤, 原是李世民才发起进攻, 他们便失了斗志, 一门心思逃走, 倒还真保全了性命, 眼睁睁看着高沟离大军死伤。 然而逃过兵货, 逃过山火, 也不算真正逃出升天。 李世民一见瓦捷人首领, 脸上就露出厌恶表情, 怒道, 朕不想看见此人, 将他给我埋了。 将官一愣, 这就闻见了浓浓的杀意和血腥气息, 小心道, 陛下, 剩下那些瓦捷人怎么办? 李世民冷哼一声, 浑身上下散发出寒冰一般的冷意, 几乎要将山火都逼退几分, 才听他道, 唯利是图, 背信弃义, 出而反而, 背叛大唐, 一并给我埋了。 另外给瓦捷猪部落送去诏书, 宣扬此事, 狠狠深吃他们, 若再有反心, 朕便灭他们全部。 这一句话说出来, 连启言都吓了一跳, 却见长孙无忌面臣似水, 李世纪也满脸铁青,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祈求李世民的宽恕, 这便心中一震, 暗道, 是了, 若不严惩这些叛徒, 杀鸡景侯, 大唐就再无威信可言, 也无法设服周边一众小国。 当狠则狠, 却不能负人心肠。 瓦捷人里有会说汉话的, 一听李世民的命令便吓得颤抖哭号, 三千人也爆发了小小的骚乱, 却瞬间就被唐军制服, 这便有数百人开始挖坑, 奉唐王陛下之命坑杀这些叛徒。 自有人压着垂头丧气的高颜兽和高慧真前来, 两人在李世民面前都是颤抖不已, 先前坑杀瓦捷人的余音还在, 银盘中哭喊求饶声不绝, 便真叫这两人像是到了阎罗殿一般, 虽还活着, 却已经吓得半死。 好在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 就比对背叛大唐的瓦捷人温和许多, 始终这两人虽是败军之将, 却也的确有真才实学, 否则也无从统侠高沟离十五万大军, 纯粹是遇上了大唐的一众名将, 这才吃了大亏。 两人一见了李世民的面, 便是跪地磕头, 也不求饶, 也不哀嚎, 倒还算有些风骨, 也全了败军的礼数, 没有进一步激怒李世民, 反而令他十分看重, 便道, 大唐天威, 而等见识了吗? 就听高岩寿长叹一声, 道, 我主万岁天威浩荡, 用兵如神, 区区两万人马, 就击溃我十五万大军, 可见冤构苏文以卵击时, 唐必当车之物, 罪人助纣为虐, 妄图抵抗天军, 乃是不自量力, 皮肤汉术, 不敢求生, 只求陛下宽恕我那三万军事, 李世民闻言一笑, 道, 你这外邦之臣, 倒是有些文莫, 胜败乃兵家常事, 谁又是常胜将军, 起来吧, 赐座, 一听这话, 在场众人就心中有数, 晓得李世民生出了爱才之心, 又想借这两人震慑那三万大军, 这才以礼相待, 丝毫不计较他们之前的大罪, 这两人更是受宠若惊, 差点昏死过去, 颤颤巍巍起身坐好, 口中高呼陛下仁德, 才听李世民道, 降将不杀, 朕还有礼遇, 传指, 赤高颜兽为红卢卿, 高慧珍为私农卿, 随君出征, 待班师还朝, 再行赤丰之礼, 文听此言, 高慧珍剃泪满面, 磕头谢恩, 高颜兽更是两眼一番, 这就昏死过去, 礼堂严习随待官至, 皇帝统御三省, 旗下就是六部九卿, 红卢卿与四农卿, 都是九卿之一, 也算位级人臣, 高慧珍磕头谢恩, 是没有想到, 自己败君之将, 还能担任大唐的九卿之一, 高颜兽昏死过去, 则是想到大唐九卿, 绝对轮不到自己一个藩邦一族, 败君之将来当, 彼时礼堂朝廷之中, 六部尚书, 九四正卿, 都有皇亲国妻担任, 再不计, 也是追随李世民打江山平天下的一众老臣, 纪言都还没爬到这个位置, 又怎么可能轮到高沟黎的败将来担此众人, 高颜兽脑子清醒, 就知道, 这次赤锋不过是空口白话, 搞不好李世民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让他们回不到大唐地界, 在场众人谁也不是傻子, 都晓得李世民的意思, 就没有人心生不满, 反而是看小丑一样, 看着这两个大唐众臣, 嘴角擒着一丝意味深刻的冷笑, 高慧珍还不明所以, 只当是大伙微笑祝福自己, 其实只要知道李世民的脾性, 就晓得他打的什么主意, 这一战说来赢得轻松, 却是唐军攻入高沟里以来最大的危惧, 一旦十五万援军与劳不可破的安市城里应外合, 大唐的军事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单单袭杀援军, 大唐都折损了一员大将, 要说李世民心里舒服, 打死众人他们都不会信, 只是帝王心术, 万难揣摩, 半军如半虎, 不是说着玩的, 高沟里李崩越坏, 能容忍全臣摄政之事, 将领不懂, 情有可原, 长孙无忌他们却都是老狐狸, 就谁也不会戳破, 只在心中冷笑。 大胜归来, 大唐在此一中俘虏敌军三万余人, 缴获骏马三万余骑, 耕牛五万余头, 冥光铠五千余套, 其余粮草自重, 不计其数, 都在高沟里大军逃入山中之时, 就落入了唐军手中。 其余一切都还好办, 只是这三万余军事的安置, 是个难题。 人活着就要吃喝拉撒, 唐军后勤的供应原本就十分紧张, 再多养三万张嘴, 就有些捉襟见肘, 眼下也没有城池宫他们驻扎, 就叫李世民一时犯了难, 低声道, 只是背负军事, 不好安排。 纪言这会儿也稳住了心神, 文言就连忙起身, 道, 启禀陛下, 臣以为, 这些军事都是累赘, 留在军中也没有什么用处, 不如, 听到这儿, 高慧真浑身一颤, 还以为纪言要建议活埋三万军事, 这便是自秦皇汉武以来都罕见的惨况, 却听他继续道, 不如将他们都放了, 随他们去吧。 心神激荡, 高慧真险些昏倒, 李世民则是一条眉头, 道, 放虎归山, 你何时变得这般糊涂, 整个高沟里才有多少人, 放走了他们, 等着留下祸患吗? 纪言微微一笑, 道, 陛下已两万军事, 攻破十五万大军, 仅留着三万人残佈, 他们便锐气以施, 若是放他们回去, 沿途宣扬大唐天威, 所影响的, 绝不止十五万人。 圣人真言, 舆论乃是至高阵地, 陛下占据了, 冤盖苏文就无从发声, 有他们宣扬, 谁还敢跟陛下作对? 此乃匹夫夺治之际, 何愁放虎归山? 这番话一说出来, 长孙无忌的眼睛都是一亮, 这就叹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 兴封后竟有如此深谋远虑, 陛下! 兴封后所言不错, 这三万军事, 便是我大唐的传令先锋官, 一旦放走, 就要将陛下的天威与仁德 传遍高沟离全境。 几言是个矛头小子, 长孙无忌却是老谋深算的, 连他都忍不住赞叹, 就证明几言的说法有理有据。 李世民微微沉吟, 这就扶长大笑, 道, 好好好, 你的确思虑深远。 武侯有言, 功臣为下, 功心为上, 此乃功心妙计, 就依你所言。 几言拱手称是, 这就松了口气。 其实他与功不多有消息往来, 了解后方情况, 知道随着大军深入高沟离, 后方的补给已经日渐艰难, 养活现在的军事已经不易, 再多养三万军事就着实困难。 哀鸣声之多间, 几言也不愿穷兵独武, 掏空了大唐的抵御。 能为老百姓省下一点, 都是莫大的功德。 两日之后, 唐军回转大营, 与玉池静德会合, 在此之前, 遣返了三万高沟离俘虏, 只留下百余名有能力的将官, 让他们为大唐效力。 这三万军事死中逃活, 重获新生, 一出唐军大营, 这就狂奔逃窜, 沿途散播唐王的天威, 争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直接导致附近皇城和银城的百姓, 闻风而逃, 方圆数百里地界内, 荒芜人烟, 连带着平壤城朝野震荡, 进阶是哀鸿遍野, 已经有不少人准备投降, 放弃祖国, 归顺大唐。 玉池静德文厅众人回来, 特地吩咐人摆下了迎接凯旋的大宴, 自己大笑着迎上前去, 大声道, 陛下深谋远虑, 一举击溃高沟离援军。 老臣不如使命, 这三日里, 也打退杨万春两次突袭。 满一步通兵法, 中了陛下的诱敌深入之际, 如今援军覆灭, 安世成也损失惨重力。 他这番话名为功赢, 实为妖功, 李世民心中有数, 也不生气, 这就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这多亏了静德指挥友方, 宝刀不老啊。 都说虎腹无犬子, 宝林这一次, 也斩获敌方大旗, 立了守宫, 前途无量力。 咱们君臣一心, 自是无往不利, 纵是龙坛虎穴, 你我也能闯的。 玉池静德哈哈大笑, 陛下天威浩荡, 几言小子机灵, 承蒙陛下不气, 我那傻小子沾光丽。 成功迎陛下凯旋, 预祝陛下马道攻城, 建立万事功绩。 众人随声附和, 几言暗暗附匪, 行道, 玉池勃勃素日直爽, 拍起马屁来也真不一般。 这便是, 他与陛下兄弟情深, 这话只有他说, 不惹人厌烦。 军士们得胜凯旋, 进阶士气高昂, 又见玉池静德摆下大雁, 便各个情绪高涨, 闻言就猛敲兵刃, 起声高呼, 喊声震天, 道, 陛下天威浩荡, 国公宝刀不老, 君臣俱士一心, 肆意拱手大唐。 吼声震动天际, 响彻安事成内外。 杨万春在府中端坐, 考虑着三日的得失, 听着动静, 便喷出一口热血, 眼前一阵阵发黑, 挣扎喊道, 传令, 封闭城门, 顾手不开, 谁人妄言, 立斩无赦, 生死存亡, 在此一役, 安事成不辣, 高沟离不绝。 犒赏三军之后, 李世民与众将官欢聚一触, 突然开口, 道, 朕瞧见万军之中, 有一白衣猛将奋勇杀敌, 斩获敌军, 直如探囊取物, 英姿飒爽, 惹人钦佩, 但不知此人是何来历, 身在何方。 纪言文言一笑, 心道, 我倒是比陛下先瞧见此人, 只是此人浩大功绩, 不再我争观一招, 今后征战八方, 都要靠着他脸。 心里想着, 几言这就起身, 拱手道, 启奏陛下, 那人乃是张氏贵将军麾下, 区区无名小卒。 臣之前与他相见, 觉得此人汉勇, 多有留意, 晓得他名幻靴里, 自仁贵, 乃是河东靴氏之后, 为人汉勇, 通晓兵法, 乃是帅才。 张氏贵手下那么多人, 都是招募而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有这一号人物。 然而, 既然启言开口, 就不会有错。 事到如今, 众将官对季言, 都有了一种迷信, 他这就连忙道, 启奏陛下, 新封后所言即是。 薛人贵此人, 汉勇非常, 是我大唐将官之表率。 李世民心情大好, 这就笑道, 既然是表率, 就别埋没了他。 宣他上前回话, 正要赏他的汉勇。 薛人贵只是军中一员小卒, 虽然汉勇非常, 攻杀无畏, 却因着特立独行, 在航武中受到众人排挤, 全靠着新封后继言官赵庇护, 才没遭到太多为难, 就绝没有想到, 自己有幸面见圣上。 骤然得到宣赵, 他也有些手足无措, 却凭傲骨趁着, 挺身拜见了李世民。 李世民乃是行武出身, 最是爱惜人才, 一见面前, 这人眼似同龄, 面如重走, 这就心中生出爱将之意, 笑道, 好一员猛将, 倒可惜今日才见。 朕见你勇猛无匹, 汉勇无双, 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凡响。 击退高勾离援军, 你也有莫大功劳, 朕亲眼瞧着, 不会有错。 但不知你想要何等赏赐。 薛人贵这会儿心中波浪滔天, 表面上倒还能维持冷静, 这就恭敬拱手道, 区区小卒, 能得陛下青睐, 已是万事之福。 启禀陛下, 小卒愿为陛下征战南北, 不敢推辞。 这话说得李世民龙颜大悦, 府长孝道, 你是小卒, 就叫重兵丁溃煞, 既有此雄心壮志, 朕便许给你一个将军虚险, 只待破灭高勾离, 回转长安, 便赐你实职。 从今日起, 你领将军路, 代行校尉之权, 张氏贵麾下, 你剑官大一级。 所谓剑官大一级, 跟什么免清九死差不多, 都是空头支票, 不见得非能兑现, 只是表明皇帝对臣子的重视与恩宠, 是一种荣誉, 而非实权。 李世民赐下如此恩宠, 倒不是打了圣仗, 头脑发昏, 而是在薛仁贵的身上, 看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 断定此人大有可为, 必成大唐的一代名将。 想到小儿子李显, 怀柔有余, 刚猛不足, 他这就准备着, 培养薛仁贵, 辅佐新军了。 薛仁贵受宠若惊, 却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傲娇, 这便微微拱手谢恩, 脸上的表情也很淡定, 瞧得欲吃尽得, 黑笑了一声, 道, 这个娃娃, 狂得很, 我喜欢。 鼓鼓鼓, 你将它让给我, 我好生调教一番, 说不定又是个将才, 可不能埋没了。 张氏贵只笑不说话, 李世民这就开口, 道, 都知道你是名师, 培养出新风后制等奇才, 只是薛将军年轻气盛, 恐于你有些冲突, 你要有心, 自己去谷谷公营中指点, 到时候成就将才,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 李世民的话却不得不听, 御吃尽得这就哼了一声, 瞪一眼薛仁贵, 道, 小子, 等我来指点你, 你可别溜了。 薛仁贵依旧不卑不亢, 朝御吃尽得一拱手, 也不答话, 也不谢恩, 瞧得众人都是哈哈大笑, 佩服这小子真有些骨气。 十五万援军溃败, 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撤走, 安世成就成了孤城一座, 也不再指望着会有增援。 之前那十五万大军, 已经是高沟里的底牌, 要再征兵就会伤及国本, 搞不好会引起百姓造反, 不等李世民打进平壤城, 老百姓就能把宝藏王和冤盖苏文活吃了。 然而杨万春的确是个人物, 即便到了这等困局, 也不肯亲言放弃, 一副要抵抗到底的势头, 就叫李世民恨得咬牙切齿, 日日与将官们商量进攻的计划。 安世成作为高沟离军事重镇, 义英的防御攻势都尽善尽美, 不是之前那几座城池所能比拟, 单单城墙就有三丈那么高, 一般的云梯和投石车都不起作用。 而这样的城墙, 安世成共有三层, 每一层之间都设有瓮城, 安设有诸多机关和伏兵, 即便撞开了城门, 也不能轻易攻入城中。 而且杨万春一早就关注着唐军的动向, 知道唐军有技研的威力加强版投石车, 早在大唐军队到来之前, 他就安排人开始加高城墙, 眼瞧着那城墙像是雨后的春笋那般, 一天比一天更高, 就叫一众大唐将领心中焦急, 望洋心叹。 这一日, 众人聚在一处, 商量对策, 就听长孙吴记道, 安世成乃是重镇, 毗邻了水, 水路不断, 吉养不绝。 如今其虽城孤城却没有积井之灾, 再加上城墙日益高筑, 只怕愈发难以攻下。 这道理大家都懂, 也苦思冥想了许多天, 今日李世纪有了打算, 便道, 陈有一计, 不知是否可行。 安世成高筑城墙, 咱们也别闲着, 就在他城外筑齐土山, 以此越过他的城墙。 他们筑一寸, 咱们就筑一尺, 辽东广袤大地, 土石取之不竭, 咱们十万大军, 迟早能筑齐五六丈高的土山。 这话放在现代, 就是天方夜谭一般, 可对古人来说, 蚂蚁搬山式的劳动, 实在是习以为常。 万里长城都筑起来了, 一座土山又有什么困难? 十万人齐上, 哪怕是重建一座安世城, 又能花费多少功夫? 故而众人一听这话, 都陷入了沉思, 许久才听几言小心道, 山是堆垒, 乃是鬼斧神功。 区区人力, 虽能筑城, 却不知能否长久。 如若土山崩塌, 无异于天塌地陷, 彼时我十万大军, 又该何去何从? 起研的顾虑也是大家的隐忧, 只不过堆垒土山工程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做, 历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故而李世纪也就笑道, 你说那是小娃娃撒尿活泥, 随堆随道, 咱们营中却有工兵部, 慢说是一个土堆, 就是建造城池, 也不是什么问题。 李世民一直没有说话, 文言也就开口, 道, 就依此法, 即日起开始堆垒土山。 安世城久功不下, 有损大唐天威, 杨万春一介狂徒, 定要给他的报应。 说干就干, 当天就有两万余兵丁开始忙活, 众人从不远处的山坡就地取材, 人背马驼搬运到安世城城墙之下, 层层堆垒, 不过一两天的光景, 就已经有了些气候, 直接将那里的土地, 生生拔高了几尺。 安世城的守军, 瞧见唐军举动, 也晓得他们意欲何为, 虽不住在城墙上放箭, 也烧滚了热油浇下来, 可收效甚微, 土石也不怕热油滚烫, 管他们倒下来多少, 都一味收了, 反倒叫地基皆是细米, 许多杂物都被热油化去。 只要这土山无休无止地堆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超过安世城的城墙, 安世城守军无奈, 只得日夜加固城墙, 就弄得两边像是竞赛一般, 都拼命将自己的宫室修筑得越来越高。 这一日, 几颜巡查理世纪的土山, 只瞧着不过半个月的功夫, 就能超过安世城的城墙, 不由得感慨, 人力之伟大, 也瞧着这看不到顶的高山, 心中隐隐感到畏惧, 不知怎么的, 总觉得这山马上就要垮塌, 将自己活埋在里面。 可瞧李世纪领着副将过来, 正要与几言遇上, 这就笑道, 新封后, 怎么样? 我大头狼的本事, 可不能被你看低了脸。 你瞧瞧, 这土山地基稳固, 山石弥合, 就是天崩地裂, 也不能动摇它分喉。 带得这攻势完成, 你那两架弩车就有大用, 居高临下, 要叫杨万春晓得, 什么是贱如玉下。 几言轻叹一声, 道, 国公的本事, 我算是见识到了, 只是请国公一定盯紧了兵丁, 别叫他们脱工减料, 我始终怕这土山青岛, 总有不好的预感。 李世纪皱了眉头, 正要反驳, 就听传令官急匆匆跑来, 道, 两位都在, 便是太好。 陛下有令, 宣召诸将在中军大仗会合, 听说杨万春意图出城进攻, 阻止国公爷修建宫室。 李世纪闻言一笑, 这就道, 晓得了, 杨万春也算有些眼光。 两人来到帐中, 见众人都在, 就听李世民道, 先前有兵丁来报, 说是听见安氏城中有杀猪宰牛的动静, 一片欢声笑语。 当此兵临城下之际, 杨万春还有心思欢庆, 不是脑子坏了, 便是在适时准备进攻。 看来土山一起, 他也慌了手脚, 不得不出城进攻, 御迟尽得大笑, 我还以为他打定了主意, 要做那缩头的乌龟, 如今也逼到了绝处, 不得不动手了。 先前我与他两度交锋, 只觉得此人精通用兵之法, 郑贤没有战得痛快。 启禀陛下, 老臣愿意领兵迎计。 李世民笑笑, 这就道, 都晓得你眼高于顶, 谁也不服, 能得你夸一句杨万春死也值了, 只是朕打算亲自回回他, 这狂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新封后可愿随朕出击, 为朕保驾护航。 几言拱手称是, 心中便有些无奈, 虽然有幸为大唐卖名, 却奈何孙德受了伤还躺着, 少了他与属下沟通, 清兵的威力就要打一个折扣, 主将厉害归厉害, 还得有靠谱的副官, 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御迟尽得文言, 也就笑笑不再争执, 道, 陛下小事牛刀, 这是勾起了影头来, 就让纪严小子护驾, 我这一大把年纪, 就不跟小辈人争了。 众人当即就去准备, 李世纪还故意多调了些人去修筑公事, 就做出一种大营空虚, 随时可能被攻破的假想来。 搬运三十, 十分耗费体力, 唐军为着赶攻昼夜不休, 三班到每班两万人, 如今大营中多数兵丁都是疲惫不堪。 杨万春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打算突袭李唐大营, 洛飞走漏了风声, 这一次还真给大唐造成莫大的损失。 约莫到傍晚时分, 远离唐军大营的一道城门悄悄打开, 几千骑身着轻甲的精锐骑兵, 在杨万春的带领下, 敲摸摸出了城, 趁着黄昏朦胧, 朝着李唐大营摸去。 这会儿正是生火做饭的时候, 在土山那边忙碌了一天的兵丁也回来, 大营里人声鼎沸, 兵丁们的注意力也是最为放松。 然而杨万春的骑兵队伍还没有接近大营, 就听得不知何处发出弓弦响动, 随即几百只羽箭从天而降, 当即就有数十名骑兵落马, 这才听队伍一侧几十杖处, 纪严齐在马上朗声喊道, 杨城主, 难得见你出城来, 是打算向陛下投降吗? 杨万春闻言大惊, 扭头看去, 才瞧见几言身着重甲, 手持长枪, 领着几百名威风凛凛的汉子, 搭弓引剑指着自己的队伍, 这就怒火中烧, 吼道, 哪里来的小子竟如此不知进退? 区区几百弓兵, 也妄图阻拦我高沟离, 休一声雨剑飞过, 就将杨万春接下来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才瞧见李唐大营方向, 李世明亲自率领三千骑兵部阵, 自己则趁着寄眼影杨万春开口, 一剑射来, 打算将他当场射杀, 也是杨万春命大, 刚好李世明射剑时, 他胯下的骏马来回夺了两步, 叫这剑湿了准头, 没能正中他的喉咙, 只擦破了尖头的油皮, 李世明公束无双, 哪里吃过这种暗亏, 这就闪电般再度拉弓引剑, 剑使几乎是瞬间出现在杨万春面前, 叫他只来得及抬手一挡, 硬生生让箭头射穿了小臂壁骨, 堪堪停在喉咙面前半寸, 只差一毫就能取了他的性命, 出师不利, 杨万春也当机立断, 忍着刻骨剧痛, 这就纵兵朝几岩的队伍杀去, 想着先砍了这群工兵, 再退回城中养伤, 也算是有了剑术, 好叫城中百姓鼓起勇气, 可惜的是, 纪岩身后的那些猛汉, 并不是工兵, 只听得纪岩一声长笑, 身后众人就放出手中剑使, 随后将弓弦背在身后, 这就抽出各式各样的兵器来, 凝笑着朝着杨万春的精锐骑兵营去, 要是硬碰硬, 几百人绝对碰不过四千人, 大家都是血肉之躯, 谁又能在军阵中讨了好去, 然而纪岩等众人的马匹, 到了敌军面前, 却是猛一个拐弯, 避开了对方竖起的矛头, 绕到侧翼拔剑挥刀就砍, 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几十匹马原地不动, 马背上的清兵, 掏出了各式各样的远程兵器, 有几个精通奇门之术, 派不上用场的, 则是默默从马鞍上, 截下寒光瘦瘦的碎火枪, 熟练填装, 瞄准, 点火, 每一枪都朝着杨万春所在之处射去, 砰砰几声巨响, 一时间杨万春的队伍阵脚大乱, 然而, 这位安氏城主也真不一般, 当即扯开嗓子一吼, 骑兵们便收缩阵型, 借助长矛的距离优势, 与几岩的一众兵丁周旋, 几岩的兵擅长突袭, 无论是戒备森严的府衙, 还是地势险峻的山寨, 都拦不住他们的脚步, 战术便十分灵活, 却不擅长正面交锋, 不过这也没有关系, 他不擅长的, 自然有人擅长, 李世民领着三千斤骑兵, 这就大吼着杀了上来, 这一次突袭已经失败, 杨万春这就大吼着撤退, 骑兵们簇拥在一起, 护着他优先撤离, 留下两千余人, 拖住李世民和几岩的队伍, 凭借血肉之躯, 扯住敌人的兵器, 一个人同时面对三四人, 无论是刀剑加身, 还是弓箭射穿了身子, 都一步不退, 死守原地, 这样的死事, 纪严和李世民也动容, 才知道高沟离真有硬汉, 安世成百姓, 真能为了守城而放弃生命, 李世民又惊又怒, 深知杨万春乃是大敌, 不肯放他走了, 自顾驱马朝着杨万春追去, 一路引弓射箭, 射杀了杨万春身边的庶民清兵, 又在杨万春肩甲上补了一件, 纪严不敢叫他孤身犯险, 这就连忙策马追去, 猛然间就见对方人群中有一人转身, 手上扣着一架小巧玲珑的弩箭, 对准了李世民的胸膛, 冷笑着扣下了击阔, 李世民策马急奔, 一门心思都放在杨万春身上, 这就来不及防备, 只得连忙一侧身子, 连人带马当即失去平衡, 翻到在泥沉之中, 骑兵都有马凳, 原是为了避免坠马, 如今马匹翻到, 李世民的脚就被马凳卡住, 一时脱不开身, 眼睁睁瞧着齿弩那人, 又装上了一支弩箭, 准备激发, 大唐皇帝命悬一线, 三百年国作, 只在旦夕之间, 千军一发之际, 之间一道荧光宛若骄龙一般闪过, 裹挟着无边的怒意和至高的武功, 发出划破空气的嘶吼, 隔着几十杖, 瞬间定在了耻弩那人胸膛, 还原为一柄亮银枪, 随着那人的身子一同跌落泥沉, 几岩抛出银枪后, 这就翻身下马, 赶到李世民身旁, 单手用力将那几百斤的马匹掀开, 一手将被压住腿的李世民拉了出来, 这才扶正骏马, 却见其前腿以舌, 自此残废, 再不能追随李世民, 征战八方。 李世民虽是武功盖世, 却始终还是血肉之躯, 做不到灵机放出一道真气, 将马匹与自己隔开, 这便被马压住小腿, 虽不曾骨折, 却也伤及了筋络, 左腿顷刻肩肿起来一倍有余, 炙热的疼痛蔓延到全身, 直到纪言小兴将他背起来, 才苦笑叹道, 正是老了, 不中用了。 纪言于心不忍, 这便宽慰道, 陛下以一己之身, 立刻群敌, 重创那杨万春, 虽叫他侥幸走脱, 只怕也要休养许久。 马师前提, 原非陛下之过, 侍臣护驾不力, 还求陛下责罚。 李世民轻轻摇头, 却发现纪言只有一只手托着自己, 才瞧见他右臂低垂, 无序甩动, 肩甲处肿胀不堪, 就知道他在情急之下, 拼命甩出银枪, 虽奇迹般杀了那人, 自己也受伤不清。 几十丈的距离, 说起来似乎很近, 然而一般的弓箭, 也射不了这么远。 银枪和弓箭比起来, 中了合纸百倍, 纪言也真是被逼到了绝处, 将一辈子的武功都凝聚在这一枪上, 才能保全李世民的性命, 仅仅弄伤了右臂, 已经是仗着年轻, 凭着幸运了。 眼瞧着君臣二人归来, 已经将那两千骑兵砍成肉块的众人, 便连忙引上来, 却听纪言冷静道, 鬼手照素看陛下伤情, 护送陛下回营医治。 先前救了孙德, 那人连忙上前, 纪言则是自己抓着胳膊, 用力想要将脱臼的右手复原, 却奈何浑身脱力, 剧痛钻心, 疼得额头上渗出黄豆大的汗滴, 也没能将那胳膊装好。 旁边还有他的轻兵, 见状才知道他右手脱臼, 连忙上前, 一个人按住他的身子, 另一个抱住他的手臂, 抱贺一声, 向上发力, 耳听的嘎嘣一声脆响, 这才将他的关节复原。 纪言疼得浑身汗湿, 嘴唇发白, 全是撑着面子, 才没有惨叫出来, 这就传道, 你这家伙, 好大的力气, 老子是人, 又不是牲口, 何苦使这么大的劲儿。 那人懒然一笑, 低头道, 侯爷明鉴, 小人当兵前, 还真就是个兽医, 这才叫几言哭笑不得, 这就吩咐回转大营, 由那脚上功夫过人的, 已经冒着被伏击的风险, 去将那赶量银枪捡回, 赞道, 侯爷这功夫, 真是神仙手段。 几言左手接过银枪, 叹道, 刚才这一下, 只怕真有神仙相助, 今后再享用这一招, 却是万不能了。 回银后管住了你们的嘴, 陛下乃是马士前提摔落, 我却不曾有丝毫功劳, 若是谁敢胡言乱语, 几年的兄弟也保不住你们。 众人点头, 也知道李世民亲自迎击杨万春, 只能大获全胜, 不能有丝毫闪失, 否则动乱了军心, 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这也是几言不肯, 大胜凯旋, 唐军士气大震, 这一夜迎中欢声笑语, 安氏城中却惨淡一片。 李世民击溃高沟离袭击的战役, 极大地鼓舞了唐军的士气, 他因马士前提而受伤的事宜, 几乎不足为道, 就连史官都不敢记载, 只记录了他的大胜, 就叫杨万春吃了大亏。 而安氏城主杨万春, 则因着这一次大败而吃尽了苦头, 李世民百发百重, 定在他臂骨和肩胛的两支箭矢, 就是毕生难忘的耻辱。 后续追加在肩胛骨的箭矢, 还没有造成大的阻碍, 然而一开始定在左臂骨上的箭头, 就威力非常。 血肉之躯, 分为皮肤, 筋肉和骨骼, 李世民这一箭同时贯穿了三者, 皮肉伤容易恢复, 可触及骨髓的伤势, 就连话陀都摇头叹息无言。 当日李世民一箭, 威力惊人, 直接劈开了杨万春左手的骨骼, 脊髓叶渗出, 骨骼一分为二, 原本不是当时的医生所能治疗。 就算真有活死人, 肉白骨的药王爷门人, 也进阶在大唐境内, 区区一个高沟离城主, 享受不到这样的医疗待遇。 就在杨万春卧病在床, 休养生息的时间, 大唐的冰疆就筑起了超过高沟离城墙的土山。 几岩最后一次视察土山的时候, 土山的高度已经足够俯视安氏城内部。 然而天树使然, 安氏城像是有天神护卫一般, 就在李世纪的土山高过安氏城城墙的时候, 辽东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雨, 噼噼啪啪, 雨点子打落在地, 较大唐的兵营中都是泥脑一片。 雨势太大, 几乎昼夜不停, 修建土山的工作就只能暂时停下。 始终那土山不是自然山石形成, 暴雨一炮就成了泥脑一片, 平常人脚踩上去都要陷到小腿, 再背上土方就快没急腰肢, 就算军事们雄心勃勃也无法施工。 李世纪对这一场暴雨也十分头疼, 连日的潮湿导致大营里酸臭弥漫, 好在大伙都是男人, 尚能忍受, 却对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营中每个人都是愁眉不展, 见面就互相抱怨, 一物发霉。 计言就更惨一些, 工程器械中有不少金铁铸造的零件, 大雨瓢泼, 天气潮湿, 这些零件就纷纷开始生锈, 逼得他每天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 与工匠们一起用灯油擦拭。 时间久了, 觉得自己都被灯油给浸透了, 说话都透着一股自由腥味。 大雨吓到第七天早上, 李世纪终于坐不住了, 眼瞧着那土衫被冲刷得泥泞不堪, 他也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这就跟李世纪情旨, 领了几千人去视察现场, 可乔几言也在汇报气泄生锈的情况, 文言就长叹一声, 道, 国公且慢, 带我与你同去。 李世纪瞧几言一眼, 这就点了点头, 道, 也好, 新风后所学庞杂, 也去帮我看看, 那土衫如何加固, 这雨要是再下下去, 只怕那山就立不住了。 话不多说, 一行人这就朝着土衫所在赶去, 离着还有二里地, 就觉得脚下泥泞, 山上冲下来的土石已经遍地都是, 摇摇望去那土衫就像泥泥中爬出来的巨兽, 身上不住往下流淌泥浆, 颤颤巍巍似乎在朝安市城爬行, 看得众人都是心中一惊, 稍稍定神, 既颜运起木栗桥去, 才发现不是土衫在朝安市城爬, 而是整座山都往安市城方向倾斜而去, 山顶几乎要靠在安市城的城墙上, 整体已经不足以维持处理, 才叫他一时大惊, 道, 不好, 来迟一步, 这山就要倒了。 李世纪文言一惊, 局目望若然山势将倾, 心中暗暗叫苦, 这就喊道, 快掉工兵迎来, 万不能叫这山倒了。 兴风后一向都有主意, 快想想办法。 说着话, 李世纪就要往前冲, 既颜连忙一把将他拉住, 就见得眼前猛的一亮, 天空中响起一连串炸雷, 那土衫似乎被炸雷所惊动, 这便也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做回应, 就在众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朝着安市城方向塌陷而去。 先是一粒石子, 然后是一块土堆, 接下来就是无数的石子, 无数的土堆, 会聚成一股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 安市城的守军都吓得动弹不得, 眼睁睁瞧着大山倾倒, 下一刻所有人就都被泥浆埋没。 安市城的城墙再高, 也不过是人力铸就, 面对这成千上万斤的泥土, 简直就像是纸壶的一样。 顷刻间, 这一段城墙就被崩塌的土衫所压垮, 泥浆倾泻而入, 甚至冲垮了安市城的部分民居, 便是一场人造的天灾, 比之寻常的泥石流还要厉害。 纪颜只觉得耳中嗡嗡作响, 脚下不断摇晃, 面对这等天威, 完全回不过神来。 李世纪就不愧是老将, 稍稍惊骇之后便稳住了心神, 吼道, 快, 快攻上去, 不能叫杨万春攻上了土衫。 然而他这一声喊出, 却没有任何回应, 扭头才瞧见原本陪在身旁的副官, 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 早被这天崩地裂一般的威势, 吓破了胆子, 临阵脱逃了。 副将逃走, 军心动荡, 军士们亲眼瞧见山石滚落的厉害, 这会儿也吓得在原地不敢动弹, 饶势李世纪连吼几声, 也没有一个人响应, 就气得他怒发冲冠, 拔剑砍倒面前几人, 眼瞧着血水混入泥浆, 才又吼道, 违抗军令, 你们想死吗? 众人溅了血, 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结成军阵, 朝着那土山爬去, 顶着不住滑坡的泥浆, 也不愿面对暴怒的李世纪。 李世纪一面率领着几千军事上前, 一面对几言吼道, 速速回鹰, 调两万人来, 土山一旦失守, 安石成便再不可能攻下。 几言猛一击灵, 连忙称势, 接住李世纪抛来的虎符, 这便运起轻功, 融入滂沱暴雨之中, 朝着大营赶去。 天崩地裂的动静, 大营中早已听见, 长孙无忌连叫不好, 这便手持符节, 召集了大军准备, 眼瞧着几言狂奔而来, 也不用多问什么, 这就传下令去, 吼道, 传令, 死守土山, 攻占山顶, 千秋伟叶, 就在而等肩上。 大雨中, 齐刷刷一声怒吼, 两万大军这便迈开脚步, 朝着土山冲去, 一切都晚了。 土山崩塌的瞬间, 卧病在床的杨万春, 就从梦眼中惊醒, 稍稍一回神, 就意识到, 唐军的土山终于被大雨冲垮, 寝客间洗上眉梢, 连衣帽鞋袜都来不及穿, 这就敲响战鼓, 召集整个代弹的军士, 朝着那土山冲去。 高沟里的士兵日夜守城, 准备充分, 杨万春传令下来, 他们便汗不为死, 朝着还在滑坡崩塌的土山冲去, 反应速度原本就比李世纪这边快, 所奔袭的距离也更短, 再加上土山压垮城墙之后, 自然形成了一个山坡, 比起城外那一面, 更容易往上攀爬。 等李世纪的几千兵丁爬到半山腰, 杨万春已经带兵占领了山顶, 只听他一声令下, 就有无数箭矢都投落下, 叫深陷泥泥之中的大唐兵丁, 来不及反应, 就被射倒了一片, 随即更有巨石顺着山坡滚落, 又叫许多人骨肉成迷。 等到长孙无忌率兵赶到, 只瞧见半山坡一幕惨烈战场, 这便抬手拦住跃跃欲试的重兵将, 叹了一声, 道, 咱们来迟了, 杨万春占领了高地, 城中兵丁源源不断赶来, 居高临下, 咱们上去也是送死。 几言这会儿满身的泥水, 雨水和汗水, 文言也知道回天乏术, 才道, 我去劝国公回来, 免得他以死相抗。 长孙伯伯率兵守住山脚, 不能叫杨万春城市反攻。 长孙无忌点点头, 也知道几言的武功已经高到一个境界, 身谋远虑如他, 也不愿看见李世纪战死在这小小土包之上。 孙子兵法里专门有一张讲地势, 崩塌后的土山就成为了一处险地, 杨万春的兵丁不断登上山顶, 居高临下攻击, 就叫李世纪空有一身本事, 也无从反抗分毫, 明知已经不可能攻克, 却憋着一股自劲, 始终不肯放弃。 几言赶到的时候, 李世纪的兵丁已经死伤过半, 只见他满脸泥泞, 神情争鸣, 依旧不断吼着, 逼迫军士们进攻。 他征战多年, 极微深远, 单站在那里, 都不怒自威, 叫人不敢直视, 便没有军士敢于反抗分毫, 已经打定了这条命不要, 也要将土山夺回。 乔治已经陷入癫狂的李世纪, 既言只能先将他从漫天剑雨中扯回了两步, 吼道, 土山已失, 请国公下令撤兵, 与其无畏牺牲, 不如保全军事, 今后再做考虑。 他这声几乎压过了雷霆, 李世纪却是充耳不闻, 抹一把满脸的雨水, 这就一把推向己言, 脉步还要向前, 大有一种不死不休的态势。 然而既言一个年轻大小伙子, 哪能被他这一下推开, 当即就身子一挺, 像是跟铁钉一样钉在原地, 反手抓住李世纪的尖头, 打落他抽出的宝剑, 几乎就在他耳边吼道, 战机已失, 还不撤兵, 更待何时? 国公看看, 大豪啦, 战机一晃就被纪言扯倒在地, 这才留下两道热泪来, 哽咽着朝己言摆了摆手, 整个人似乎一瞬间老了十岁, 惊其神大半都已经离开了身体。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李世纪又怎会不知战机已失, 只是心中困苦, 不肯放弃, 自觉无言面对李世纪, 这便生出了战死的心思, 直听到己言当头棒喝, 才一时回过神来, 心只是以不可为, 被迫放弃。 己言健壮, 连忙扭头吼道, 军令, 撤兵, 前排掩护, 分批撤下。 军士们早就听见他两人争执, 心中已经有了撤退的心思, 闻听此言, 这便有条不紊地朝着山下撤去, 同时暗暗感激己言体恤, 要不是他距离力争, 只怕大伙都要死在这里。 己言则是伸手去扶爹坐在泥浆中的李世纪, 几次用力都没能将他扶起来, 就知道老不公失了锐气, 哀如心死, 也不多说什么, 这便蹲下身去, 将李世纪背在身上背好, 自己施展轻功, 没几下就跳下山去, 总算是保全了老国公一条性命。 这会儿, 李世纪已经被惊动, 亲自率领骑兵赶来, 眼见忌言将李世纪背回来, 这才松了口气, 连忙迎上前去。 李世纪恍恍惚呼呼, 瞧见李世纪过来, 心中便是一惊, 想要倾诉, 想要谢罪, 想要求饶, 想要求死, 各种念头晦汐在一处, 几乎要将他的脑子炸开, 这便摇摇晃晃起身, 跌跌撞撞朝李世纪奔去。 先前他在土山上, 一双靴子早已羡慕在泥泞中, 这会儿光着脚踩在泥浆里, 魂不顾遍地锋利的土石, 每走两步脚底就被割开, 随后每一步都是一个血淋淋的脚印, 只瞧得李世纪心中大痛, 急忙上前搀扶, 叹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你又何至于此? 那许多军事看着, 怎能施了将军的威仪? 这一番话名为责备, 世卫关怀, 就叫李世纪心中一暖, 铁血哪儿也落下泪来。 嚎啕道, 臣愧对陛下, 愧对天恩。 侍臣刚愎自用, 不听新风后提醒, 一位高大喜功, 致使大军数月苦功毁于一旦, 几千郎白白送命。 臣有罪, 臣只求一死, 请陛下成全。 李世纪瞧着他, 微微摇了摇头, 道, 圣人曰, 人横过, 然后能改, 败一次就要寻死, 那朕还要不要活? 此番大败, 自然有你的过失, 却也是朕首肯。 要说有罪, 便是罪在君, 不在臣。 长孙无忌也上前来劝, 道, 大错已经铸成, 眼下要紧是弥补。 国公身经百战, 自能想出法子。 若是这会儿死了, 又有谁能料理这乱局? 说话间, 李世纪眉头一皱, 眼神一眠, 抬头朝着山顶瞧去, 似乎隔着瓢泼大雨, 隔着万千兵丁, 瞧见了杨万春戏血的眼神, 这便扯过犀牛角弓来, 拉弓引箭, 直下的山上的杨万春, 心中一颤, 后几辆发凉, 明知道弓箭射不了这么远, 还是被李世纪神威所射, 脚下一滑, 栽倒下去。 众人都被李世纪突然爆发出的天威所震射, 才瞧见他挺直身子, 拉满弓弦, 立身暴雨雷霆之中, 脚踏八荒四海, 朗声道, 传阵口谕, 攻下那小小土坡, 一瞬间的寂静之后, 大军中便爆发出震天的吼叫, 每个人都泄贯同仁, 如虎狼一般朝着土山冲去。 李唐大军的进攻, 持续了整整三天, 杨万春的军队也拼死抵抗, 仗着敌人白送的守城攻势, 安世成的大军, 生生抵住了进攻, 都说是天意弄人, 那一场瓢泼大雨, 冲垮了土山之后, 便戛然而止, 第二天就是晴天白日, 似乎这场雨, 就是为着给唐军添乱而来。 在李世明的怒火鞭策之下, 大唐的军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却还是未能攻破杨万春固守的土山, 反而折损了不少好手。 期间李世纪, 李道宗和张世贵等人纷纷献策, 连着御持靖德都老将出马了一回, 却还是徒劳无功。 道德第三天傍晚, 银盘里升起了吹烟, 李世明终于接受了土山无法攻破的事实, 下令撤兵, 虽然不甘, 成了其抵抗大唐军士的防御戾气。 不过这三日的猛攻, 也不是毫无剑术, 唐军在皇帝天威加持之下, 着实勇猛, 接连斩杀了安世成几员大将, 令杨万春一方也损失惨重。 安世成的守军几乎死了三分之一, 才将那土山堪堪守住。 大营中, 一众将领齐聚一处, 李世纪的头滴滴垂下, 瞧着李世明愁眉不展的样子, 才听几言叹道, 此一亿乃是天灾, 安世成也损失惨重。 若是我们能固守不放, 围城数月, 或能将安世成攻下。 只是如今已是深秋, 天气即将转寒, 北国冰天雪地, 只怕我们撑不了那么久。 在场者众人大多是中原出身, 却也在征讨突厥时, 见识过天地冰冻的雪灾, 就知道纪言所说不错, 一旦熬到入冬, 唐军就会陷入被动。 前线的军事能否抵御严寒是问题, 后发的补给能否跟上也是问题。 寒冬降临, 辽水风冻, 数万大军在辽东便会孤立无援。 长孙无忌, 暗暗朝几言白首, 这才好言对李世民道, 陛下出征数月, 战绩斐然, 天威所到之处, 高沟黎闻风丧胆。 只是朝中诸事繁杂, 国不可一日无君, 与其跟小国寡名消耗, 不如顺应天时, 暂时回转, 等待机会, 再打过来。 听他也劝李世民撤兵, 一众武将的脸上就都不好看。 始终这一次, 是抱着将高沟黎王国灭种的目标来, 却被小小一个安石城拦住回头, 就叫他们心中不愤, 才听玉驰劲的怒道, 安石城难打, 就先不打了。 咱们绕过此地, 只取平壤城, 砍了冤盖苏文和宝藏王的头, 再班师回朝不迟。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一愣, 便是这主意似乎也不错, 平壤城可不像安石城这般难啃, 始终一个是国家首都, 一个是军阵种地, 只能不同, 攻打的难易也就不同。 冤盖苏文虽是一代枭雄, 却没有杨万春这样的战略意识, 宝藏王区区质子孩童, 原本也不足为虑。 归根到底, 难办的不是安石城, 而是杨万春, 没有他的领导, 安石城应该早已陷落才对。 只是众人一愣之后, 也就纷纷回过神来, 才听李道宗道, 陛下乃是一国天子, 怎可以身犯险, 身入敌后? 若是打下了安石城, 补给顺利, 自然可以进攻, 可如今安石城久攻不下, 一旦大军深入, 补给又从何而来? 杨万春不死, 咱们就不可能放着安石城不过? 此举过于鲁莽, 万万不可。 戟严这会儿也开口, 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大唐千秋万事, 也不急在这一朝一夕。 如今后方补给吃紧, 军中存粮不多, 若是贸然深入, 恐怕会有危险。 咱们打突厥, 也不是一蹴而久, 对高沟里也不该小瞧, 天地地利人和, 如今已失其二, 若再失了军心, 便是大事不好。 李世民听他这么说, 才无奈开口道, 辽东之地, 一旦入东, 的确不是寻常兵兵所能对付。 若能攻下安石城, 固守城池过东, 还有一战之力, 否则冰天雪地, 不用对方来攻, 严寒就能冻死不少军士。 唉, 如此, 半个月内, 若能攻下安石城, 咱们就继续, 若不能, 便班师回朝罢。 连皇帝都这么说, 旁人就再没有别的意义, 李世纪心中苦闷, 站起来往外就走, 其余众人也是摇头, 纷纷鱼贯而出, 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己言, 听李世民道, 有件事情, 朕不瞒你们, 无关天时, 只怕朕的身子, 快撑不住了。 长孙无忌早就知道, 己言却是文言大惊, 才瞧着张太义缓步进来, 服侍着李世民脱去战甲, 就见他后背上伸了拳头大一块恶窗, 窗面已经开始腐烂, 看上去十分恐怖, 也十分凶险。 张太义一面小心割去腐肉, 一面低声道, 陛下这窗生了半个多月, 原本不至于此, 奈何连日阴雨, 陛下又不肯禁养换药, 以至于病势扩展, 如今已然无法遏制。 若不尽早返回中原, 悉心疗养, 只怕会有性命之危。 他服侍皇帝久了, 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 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李世民不爱惜身体, 坚持穿甲骤捂着, 导致那恶窗蔓延, 到如今无法控制。 既然知道他不是推托, 也晓得李世民不肯禁养的缘故, 始终安事成久功不下, 李世民也焦急非常, 哪能卧床禁养, 自要时刻准备迎敌。 李世民不为所动, 也不责怪张太义多嘴, 只淡淡道, 生死有命, 朕早已看淡。 只是, 若朕病死在前线, 这几万兵将的士气便会大衰, 说不得朝中也要生出动乱, 才是朕决定撤兵的缘由。 你二人都是晋臣, 又是皇亲, 便要叫你们晓得, 免得出了事, 你们手足无措。 这话已经有了交代后事的意思, 就叫纪言和长孙无忌心中掀起波澜, 好容易克制住情绪, 纪言才道, 陛下负责绵长, 不该说这等丧气话。 既然是如此情况, 就应该尽快撤兵, 何苦又要再熬半个月。 这会儿, 张太医已经包好了药, 李世民这才转过身来, 叹道, 若不多给半个月时间, 叫兵将们尽了力, 只怕他们心有不甘, 还要生出祸端。 借新风后吉言, 但愿振这副身子, 还能再撑半个月吧。 李世民考虑的周祥, 纪言也无话可说, 的确要是现在, 就退兵, 将士们大多都会心有不甘, 明明几天前还是胜利就在眼前, 只因这一场大雨一切成空, 若不让他们尽力一事, 只怕上至各位将军, 下至一众冰丁都不会服。 李世民身上的恶疮, 放在现代来说就是某种感染, 即便是现代医学, 对待感染也十分谨慎。 多亏了张太医医术高明, 李世民本身也有武功在身, 身子骨结实, 才能熬这么久, 否则换了一般的冰丁这样, 只怕就要命丧黄泉。 纪言虽然知道, 这恶疮是感染, 却对其束手无策, 既不可能凭空变出一支青霉素来, 也变不出干净的酒精和纱布, 能做的, 只有嘱托张太医一定要将药部煮沸消毒, 苦劝李世民按时换药, 同时也期望真能发生奇迹, 大唐军士能把安世成攻打下来。 然而, 奇迹还是没有发生, 半个月过去, 安世成依旧坚如磐石, 唐军用上了架云梯挖地道等各种手段, 也没能撼动安世成一丝一毫, 反倒是后方送来补给的间隔越来越长, 潦水上已经有兵临顺流而下。 9月18这天, 李世民终于放弃进攻, 下诏班师回朝, 此时军士们已经是身心俱疲, 听闻圣狱后一个个沉默无言, 大营中寂静一片, 只剩下收整银盘的细微动静。 这样沉闷压抑的气氛下, 几言只领着孙德等人守在李世民的帐外, 寸步步离, 便是这几日来李世民的病情愈发恶化, 那恶窗已经长得有顽口大, 皇帝再怎么坚持, 也没法坐直身子, 才要他们瞒住这个消息, 至少在撤离安世成之前, 稳住军心。 次日清晨, 大营开拔, 在安世城内一片古月齐鸣, 欢呼不休的热烈氛围中, 顶着头上黑压压的阴云, 沉默退去。 没有任何人知道, 就在李世民大军开拔的同时, 躺在城主府中的杨万春, 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深受剑伤折磨两个余月的他, 终于被高烧和感染, 夺去了生命。 弥留之时, 杨万春特别嘱咐家人, 隐瞒自己的死讯, 密不发丧, 一定要等唐军撤出高沟黎地解, 才能将他安葬。 撤退途中, 李世民情绪低迷, 为自己未能征服高沟黎, 而愤愤不满, 长孙无忌为着开解他的心思, 便抱着偌大一本账目过来, 轻声道, 启奏陛下, 老臣细细一算, 陛下此番出征, 灭杀高沟黎军是六万余人, 俘获兵丁十万余人, 将官三千五百余人, 更有诸城百姓七万余户, 大唐实力大增, 陛下天威浩荡, 李世民侧躺在榻上, 眯着眼睛, 叹道, 只可惜未尽全宫, 放纵冤盖苏文那逆贼逍遥, 纵是掌获再多, 也难叫阵开怀。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 这就吵几言实眼色, 就听他道, 陛下何必如此? 经此一议, 陛下威名远传高沟黎全境, 虽未能将高沟黎王国灭种, 却彻底击碎了他们的信心, 此后高沟黎一蹶不振, 任凭大唐于取于求。 一旁的几位将军, 虽心有不甘, 却也不忍瞧见李世民这般消沉, 便纷纷开口, 附和几言的说法, 又听李道宗道, 陛下龙体不适, 不曾瞧见, 末将却瞧着, 连日来都有姬名, 从平壤城方向逃来。 此一议, 高沟黎损及果本, 只怕有一场灾祸就在眼前, 便是陛下天威所致, 冤盖苏文自偿苦果。 李世民无力点了点头, 叹道, 唐使魏征在此, 镇定不会贸然兴起兵货, 众人都是一镇, 这就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说话。 当年李城前造反, 魏征曾担任太子少师而受到牵连, 虽然人已经不在, 还是遭到了推到石碑, 下着身吃的责罚。 如今李世民心生悔意, 却不能消除已经造成的影响, 皇帝开口认错, 足见其懊悔至极。 唐军撤退的消息, 传回平壤城中, 冤盖苏文就猛地送了一口气, 一时间整个人瘫坐在地, 衣裳都被冷汗浸湿,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欣喜过望道, 杨万春守城有功, 礼当家讲, 我要封他做镇国大将军, 用镇安侍成, 侍习网替。 前来报信的使者小心翼翼, 道, 启禀大漠离之, 杨成主他, 已经殉职了, 此言一出, 冤盖苏文瞬间眼前一黑, 深知杨万春虽然跟自己作对, 却是高沟离国运维系之身, 如今他死了, 高沟离的国运大概也到头了。 心中惊剧非常, 冤盖苏文颤抖着吩咐召集群臣, 下令休养生息, 掩齐息鼓, 尽量避免与大唐的冲突, 绝不能再先战火。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高沟离与大唐一战, 损失的兵力在十五万人以上, 加之四面被攻, 父辈受敌, 冤盖苏文穷兵独武, 导致全境上下百姓哀嚎。 如今寒冬将至, 许多老百姓家里却没有点滴存粮,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个月, 一场饥荒即将席卷整个高沟离全国。 只可惜这一切都不能平复李世民心中的愤懑。 退到高沟离边境的时候, 他已经病得无法起身, 甚至连靠在龙榻上都做不到, 只能派人抬着不年赶路, 就再不能掩饰病情。 乌漏偏逢连夜雨, 唐军撤退到辽河边上, 偏生遇上辽河上游洪迅, 冲垮了沿岸地势, 方圆几百里内化作泽国, 漫无边际一片泥闹所在, 别说是人, 就连马匹都无法同行, 数万人大军就被困在了辽河边上。 随着时间拖延, 北国的寒风已经悄然吹起, 军士们突然发现甲昼已经不足以预寒, 夜里经常被冻的惊醒, 甚至有在战中受了伤的马匹, 开始一匹匹被冻死,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凑在中军大帐中商量, 瞧着李世民半睡半醒, 长孙无忌这才无奈叹道, 辽河岸边化作泽国一片, 军营中已经有兵丁被冻死, 若是再不能尽快赶回中原, 只怕寒冬降临, 大祸就在眼前。 为今之计, 怕是等不得沼泽干涸, 诸位将军须得借出人手, 共度难关了。 古来行军打仗, 难免各立山头, 特别是几位猛将聚在一处, 但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是他们较劲的时候, 再不想办法撤回大唐境内, 别说是一般的兵丁, 就是皇帝李世民的生命, 都已经危在旦夕。 故而长孙无忌一开口, 众人也就都点头, 纷纷借出自己麾下的精兵, 合计万余人, 交给长孙无忌调配。 长孙无忌又跟纪炎 借走了公布的一众兵将, 指挥着兵丁们就地取材, 砍伐周遭山头的树木, 填入沼泽之中, 硬要铺出一条路来。 这工程无比浩大, 几十里的沼泽 可不是一两棵树就能填满, 即便是大唐的兵丁拼尽全力, 也足足花了七天时间 才开出一条道来。 这期间寒冬降临, 冻死的人员马匹不计其数。 原本李世民轻征高沟黎, 虽未能攻入平壤城, 可摧毁地方军事力量, 掠夺高沟黎诸多人口和牲畜, 算起来也算是有些功绩, 损失也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可如今严冬降临, 冻死兵马, 就叫大唐的损失瞬间扩大了许多, 令李世民精神愈发违靡。 北国的寒冬不是中原人所能想象, 一旦天地冰封, 穿着棉袄都可能被冻死。 高沟黎的老百姓一到冬天, 便是接连几个月不出门, 窝在家里与严寒抵抗, 才显出着冬天的厉害。 大唐的军队是四月份出征, 正式风和日丽, 艳阳高照的时候, 穿着甲皱都满身大汗, 很多军士恨不得光着膀子, 如今这般天气, 就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 即便公布想尽了一切办法, 一时半会儿间, 也变不出几万件足以御寒的棉衣来。 几言他们倒是还好, 始终有些武艺在身, 刀枪不入做不到, 寒暑不倾倒还可以, 这便也出了一份力, 领着手下众人给长孙无忌帮忙, 多亏了一众其人一事, 才保证了那条道路尽早铺城, 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0月21日, 大军总算是顺利通过了通关, 彼时李世民的病情已经传回后方, 惊动了太子李治亲自来接驾, 眼瞧着不碾上的父皇半睡半醒, 疲惫模样, 李治也是忍不住哭出声来, 快步上前陪在李世民的身边。 李世民不愧是一代英侯, 听闻李治的哭喊, 就强撑着睁开了眼睛, 赤道, 堂堂太子, 哭奔而来, 叫人瞧见, 成何体统。 朕没事, 成兴风后吉言, 朕这把老骨头, 应该还能再撑些日子。 李治遭了父亲的训斥, 一瞬间却露出了笑容, 才知道父皇还能训斥自己, 自然身子没有大碍, 倒不像朝臣们暗中流传的那般, 已经并未将死。 吉言在一旁瞧着, 却是十分无奈, 才是最后这一段时间, 李世民身上的恶疮的确十分严重, 导致他几次陷入高烧昏迷, 只是张太一服侍的好, 才撑到今日。 这其中, 还有吉言的莫大功劳。 为着保住李世民的性命, 吉言用现有的铁器造了一套蒸馏设备出来, 虽然粗糙, 但勉强能用, 这才靠着这套蒸馏器, 从黄酒中提取了相对酵醇的酒精出来, 日日以热酒清洗窗面, 才勉强遏制了恶窗扩大, 也阻止了感染的进一步发生。 再加上天寒地冻,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至少寒冷对李世民的病痛, 李世民其实已经从重病中恢复, 处于疗养阶段, 最凶险的时候已经过去, 李治自然会觉得文官们小题大做。 这些事情, 除了李世民本人, 只有张太一和吉言知道, 为着稳定军心, 并不曾泄露给任何人晓得。 文官们认为李世民病危的那个晚上, 吉言和张太一正忙着给他清理窗口, 彼时他已经陷入昏迷, 说是病危, 其实也不为过。 无论如何, 功伐高构离的战争算是顺利收场, 大唐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高构离也不曾落的什么好处, 细究起来, 其实大唐还是占了上风, 皆因为天时不正, 又遇上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帅才杨万春, 这才未尽全功。 李世民的雄心壮志被这一场战争挫伤, 已经晓得自己不可能彻底征服高构离, 毕竟这样的清征可一不可在二, 持续大规模的战争迟早会动摇国本, 隋朝的灭亡也与隋阳帝多次掀起兵货有关, 李世民自己吸取教训, 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大军浩浩荡荡回到了幽州, 满朝文武齐聚在一处, 盘算高构离之战的得失, 李世民此时身体已经大好, 恢复了往日的威风, 端坐在龙榻之上, 叹道, 朕此番轻征高构离, 未尽全功, 众将官都已经拼尽全力, 军士们亦汉不畏死, 一切皆因正考虑不周, 用兵不善, 罪在阵, 不再列位成功。 此言一出, 众人齐齐败道, 才听长孙无忌道, 陛下虽未将高构离王国灭种, 可确实动摇了其国本, 高构离延绵六百余载的国作, 如今算是走到了头, 便是陛下之功, 何罪之友。 这一来, 就是将李世民亲征的得失, 定下了论调, 别的大臣再怎么议论, 也只能顺着长孙无忌的方向去说。 始终李世民是大唐实质上的开国皇帝, 大唐如今的疆域大半都是他打下来, 造成莫大的损失, 借口就像是脚底下的杀, 有心去找, 总能找到许多。 众人议论着因果得失, 不知怎么的就说到了 瓦捷人的背叛上, 由此延伸就有戍边的五官参奏道, 启奏陛下。 数日前, 薛颜陀珍珠大可汗曾有异动, 遭我大军镇压, 周遭小国平平背叛, 陛下不可不防。 这话就叫李世民神情一宁, 道, 珍珠可汗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我大唐天恩浩荡, 薛颜陀不过是突厥残部, 手下败将罢了。 哲兵部查明此事, 细细报来, 一旦落实珍珠可汗背叛, 朕就要叫他知道背叛者的下场。 怒吼回荡在宫殿中, 纪颜低头一叹气, 行道,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看来又有一场兵货, 竟在眼前了。 朝会散去, 纪颜摇着头走到外面, 就见孙德牵着他的马, 笑嘻嘻地在外面等着, 才叫他心情未知一阵, 迎上去笑道, 怎么不多休养几天, 这就忙着下床了。 张太医说, 你伤了肺腑, 得休养大半年练。 孙德黑黑笑着, 道, 闲得太久, 反而难受, 早上鬼手照给我换药, 说是伤口已经长好, 我便寻思着出来走走, 活动活动。 当日孙德在迎击高沟离援军使中箭, 多亏了纪颜和鬼手照才保全了一条性命, 这家伙却不知道珍惜, 刚好一些就忙着出来闲逛。 也多亏他身子骨结实, 重疮肺腑的伤势都能这么快就愈合, 虽然多少会留下些毛病, 可与之前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 季妍这几个月都忙得恨不能学分身术, 就着实没有多少时间去乔孙德, 算起来上一次见他还是撤离安士城的时候, 那会儿他还被麻药治住, 神志不清, 就没想到这一个多月过去, 这小子已经生龙活虎, 活蹦乱跳了。 季妍笑着他嘻嘻哈哈的样子, 也是忍不住道, 几次交代你们处处小心, 结果兄弟们平安无事, 唯独你出风头受伤。 好在如今没有什么大碍, 否则你有个三长两短, 叫我怎么跟小姨交代? 我是怕了, 今后再不敢带你出来。 孙德什么都不怕, 就是怕闷在家里无聊, 一听这话就着了急, 连声道, 侯爷神机妙算, 是我太过招摇, 都说死罪害有悔改的余地, 侯爷不让我出门, 却是要了我的命了。 这事儿可不能叫娘子晓得, 否则以她的脾气, 怕不是要将我捆在家中。 几言笑笑, 也就是逗她两句, 才道, 天下太平最好, 除了你们这些疯子, 谁还愿意打仗? 这一次, 你算是吃了大亏, 我也得了教训, 朝夕相处瞧不出来, 我只觉得自己憔悴了许多, 要趁着这几日好生休养, 免得叫家中娘子担心里。 两人说着话, 就瞧见玉尺宝灵喜气洋洋地走了过来, 似乎是路上捡到了金元宝一般, 才叫几言笑着喊她, 道, 宝灵, 有什么好事, 说来给我听听力, 玉尺宝灵一见计言, 也连忙迎上前来, 贼妹鼠眼道, 你在这儿, 我正找你, 我跟你说了, 你可别笑出声来, 就是长孙伯伯他们和燕军功, 你我应该都能再进一几, 你如今已经是侯爷的身份, 再往上坐便是公爵, 虽不置国公之位, 也算是位级人臣, 我好在也有个票弃将军可做, 今后做事就更方便, 是吗, 已经开始核算军功了, 几言心中感慨, 这就摇了摇头, 道, 官做得大, 事情也就越多, 我可不想担这等麻烦, 得去跟长孙伯伯说一声才好, 倒是你小子这次算是露了脸, 只可惜没听我的话, 放走了那薛仁贵, 一说到薛仁贵, 玉尺宝灵的脸上就有些不痛快, 愤愤道, 嗨, 你还说嘞, 那小子走了狗屎院, 怕是要坐上统兵的将军了, 早知道他一身摆甲, 是要吸引陛下注意, 我便也坐一身来穿了, 战场上勇士众多, 怎就轮到他出头, 听他这话, 像是喝了两桶陈醋一般, 酸溜溜的叫人牙都倒了, 几言微微一笑, 也就安抚道, 你别说谁不愿搏一个出人头地, 我瞧他不是一般人, 你趁早跟他搞好了关系, 说不定今后战场上, 你俩还有互相扶持的时候咧, 玉尺宝灵不信, 只微微摇头, 又道, 我爹他们商量着要灭了薛仁贵, 这一次定不能将那小子再抢了风头, 纪言, 多年的兄弟, 你可不许帮他, 果然, 纪言心中一动, 就瞧见孙德跃跃欲试的样子, 才连忙道, 此番是陛下御驾轻征, 我不得以护驾而来, 薛言驼谁爱打谁打, 我却不搅和了, 你要钱也好, 要兵器也罢, 我都帮你, 唯独别叫我再去打战, 我是个生意人, 见不得刀光剑影, 孙德瞬间失望, 玉尺宝灵也像是见了鬼一样, 才道, 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人, 杀人不比赚钱来的痛快吗, 薛言驼不比高勾离, 灭了他, 简直一如反掌, 这是白捡来的功劳, 你也不要, 嘿, 原来你是傻的, 罢了, 这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也不会亲征, 你可记着自己说的, 到时候, 我来找你拿钱, 说着话, 玉尺宝灵就摇着头离开, 不住嘀咕, 几言怎么这么傻, 就叫几言无奈, 转向孙德道, 这一次, 你们立下了大功, 玉尺伯伯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我还是劝你少滩浑水, 多想想家中的娇妻小儿, 我可不想大川受人欺负, 指引你在战场上鲁莽, 家庭始终是孙德的软肋, 一听几言这么说他, 也就低下了头, 当日后心中见的时候, 他最担心的, 便是, 只然与大川的生计, 心中无限懊悔, 其实已经生出了过安稳日子的念头, 只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伤头一好, 他便忘了凶险, 这才被几言提醒, 瞧他这样, 既言也无奈摇头, 才转移话题道, 那薛妍陀珍珠可汗, 也是个摇摆不定的, 许是怨恨陛下, 之前毁婚, 才想着成人之威, 反咬大唐一口, 如今, 陛下在高沟里受挫, 正憋着一股子邪火, 这家伙主动送上门来, 只怕是在劫难逃了, 女人爱八卦, 男人也爱, 孙德这就隐晦笑道, 听说珍珠可汗有天大的本事, 说动陛下下架帝女给他, 奈何半途中陛下反悔, 将帝女追回, 只用宗室之女代替, 吐蕃赞谱都没做成的事, 险些叫他给做成了, 功败垂成, 心中有些怨恨, 也不奇怪, 几言笑笑, 没有多说, 就知道自从长乡主动和亲之后, 李世民对剩下的几个女儿, 都有了些疏离, 才会在薛妍陀和亲一事上松口, 果真下架帝女, 只是长乡得到消息之后, 破天荒往宫里去了一趟,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几言不知道, 只知道第二天李世民就反悔, 追回了公主, 如此, 李世民就在和亲一事上保全了明节, 有史至终都没有下架任何一个亲生女儿, 此举令珍珠可汗大为不满, 却也是薛妍陀灭国的祸端, 可见与大唐皇帝和亲, 原不是那么容易, 一说到打战的事情, 兵部那群人的效率就高得不像话, 众人都知道, 李世民在高沟离受了挫折, 正需要一场大胜来提振民心, 便每个人都表现得十分积极, 没多久就将薛妍陀的消息查得清清楚楚, 先前李世民起兵亲征的时候, 珍珠可汗就曾经有过不沉的念头, 只是当时李世民向各国发下诏书, 天威浩荡, 珍珠可汗也不愿在那等要紧关头, 与周遭各国为敌, 免得皇帝一到诏书下来, 契丹就有借口将其彻底扑灭, 等到李世民班师回朝的消息传来, 珍珠可汗便认为大唐在高沟离吃了大亏, 必定损失惨重, 才又蠢蠢欲动起来, 彼时没有太方便的消息传递方式, 打探消息就是靠着口耳相传, 以珍珠可汗的本事也不可能知道的太详细, 这才判断失误, 在边境闹出了些摩擦, 这种情况要是放在平时, 李世民顶多也就是深斥几句, 可如今这般情况, 就是珍珠可汗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大唐高层已经决定要将薛颜驼彻底覆灭, 永绝后患, 当然, 这一切都跟纪炎无关, 长孙无忌才说出要攻打薛颜驼, 纪炎就连忙起身告罪, 道, 启禀陛下, 臣这一趟追随陛下出来, 既不曾有什么功劳, 也没有什么建树, 倒是对公部的本职工作很有心得, 便停止在后方维持物资供应, 嘴上是这么说, 众人却心中有数, 这一次征讨高沟离, 纪炎的功成器立下大功, 他本人也曾两次救过李世民的性命, 对李世民自己来说, 再没有谁的功劳能比纪炎更大, 然而这一次战争, 也让李世民大为受挫, 推挤及人, 本心里也不愿意纪炎再去以身犯险, 这就点头道, 能人放对了地方, 才能做出贡献, 你若能尽心研究诸多造物, 就是得前线将领帮最大的忙, 我大唐不缺名将, 却需要你这样聪明的脑子, 纪炎这就谢恩, 才听李世民诱道, 先前你从黄酒中酿出白酒的手艺, 朕觉得很不一般, 倒不曾好好品尝些许, 你可以再做一些出来, 这就叫几言一愣, 抬头才瞧见李世民略显疲惫的模样, 虽说血肉之躯总有疲乏的时候, 可他这种表情, 分明是自己打不起精神来, 才叫纪炎暗暗摇头, 拱手道, 陛下, 那白酒性烈不宜入口饮用, 又是损伤身体, 臣不敢贸然进贡, 长孙无忌暗暗点头, 还会被醉死吗? 叫你做, 你就做, 朕自有分寸, 话说到了这一步, 纪炎也就真没有办法, 只得连声答应, 才听御迟竟得笑道, 可惜我今些年修行单道, 负担养生, 甚少饮酒, 否则一定要尝尝, 连陛下都念念不忘的好酒, 纪炎小子, 我瞧着你, 又有一桩生意可以做了, 纪炎苦笑拱手道, 御迟伯伯玩笑了, 美食可以饱腹, 好茶可以清心, 都是与百姓有益的生意, 唯独这酒我不敢大肆贩卖, 你还不晓得那白酒的厉害, 只当是寻常的黄酒恋, 罢了, 不说了, 陛下恕罪, 臣这就去酿酒去了, 他最后这番话还有劝解的意思, 李世民却直接假装没有听懂, 这就挥挥手让他退下, 还嘱咐他一定要多酿些出来, 给大伙都尝尝, 说是酿酒, 纪炎的手段其实是蒸馏, 利用酒精沸点低于水, 又比水容易挥发的特点, 通过加热冷凝将酒精从黄酒中分离出来, 这法子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很不容易, 加上酿造工艺的问题, 分离出来的白酒里不仅酒精更多, 杂质也更多, 与现代白酒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并不合适饮用, 李世民最近心中困苦, 寻常的黄酒已经不足以解忧, 才想起几言为自己冲洗伤口的白酒, 抱着一众一醉解千愁的心态, 逼着寄言给他酿造, 几言心知肚明, 却也无法抵抗, 只得少做一些, 推脱产量有限, 尽量别让皇帝沉迷在酒醉之中, 落得个晚节不保, 此时大部队正在朝长安进发, 银盘中也是乱成一片, 寄言刚离开内朝, 就瞧见一道白色的身影掠过, 那影子明明已经走了过去, 偏生又转回头来, 拜倒在几言面前, 朗声道, 末将薛人贵, 拜见新风后, 这一幕, 要是叫御迟静的瞧见, 只怕要惊得他下巴掉在肩膀上, 才是他对薛人贵很感兴趣, 一直默默观察, 只瞧他见了皇帝, 也只是拱手失礼, 见到张氏贵便只微微躬身, 狂妄得近乎没有礼貌, 似乎从不将别人放在心里, 怎么也想不到, 他还会有向别人败倒的时候, 寄言也被吓了一跳, 这才连忙伸, 双手去扶, 笑道, 若是你跟别人也这样客气, 想来之前就不会遇见诸多麻烦, 听他打趣, 薛人贵却一本正经, 道, 人与人不尽相同, 若都用一样的礼数, 就怠慢了君子, 抬举了小人, 也非我愿意找人麻烦, 不过是懒得与他们虚情假意罢了, 卫书, 说凤凰非无同不落, 非竹米, 不识, 此乃品行高洁, 不愿同流合污, 这话叫几言听了一愣, 回过神来才道, 你倒是学识渊博, 着实难得, 只是老子也曾说过, 和奇光, 同其臣, 你有你的大致, 我有我的道理, 倒不敢说指教, 只当做闲聊就是, 他是真心识意为薛仁贵好, 薛仁贵心里自然有数, 说来也奇怪, 薛仁贵此人傲骨超群, 也可以说是眼高于鼎, 偏生对几言一见如故, 又着实佩服, 得知, 是他帮忙自己解决了琐碎麻烦之后, 就一直在心中怀着感激, 只是苦于没有当面道谢的机会, 今天才算是遇上了, 几言活了两辈子, 活得着实通透, 也不在意薛仁贵的怪脾气, 又笑道, 都说有本事的人大多都有脾气, 特立独行才不会泯然众人, 薛将军在高沟离战场一战成名, 旁人都等着瞧你跌落泥闹, 我却觉得, 你这一飞冲天, 从此不可限量, 更有许多功绩, 等着你去博取, 薛仁贵闻听技研的鼓励, 顿时露出了笑容, 羞涩的笑容出现在他冰冷的脸上, 总有一股自为何感, 才叫路过的冰丁一个个侧目, 傅匪道, 小人得志, 这就攀附兴风后去了, 倒要瞧着爱出风头的, 啥时候跌得大跟头, 心里的想法, 难免就会挂在脸上, 几言和薛仁贵都瞧见兵丁们不懈的神情, 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相视一笑, 这就无奈摇头, 他知道, 想要看薛仁贵吃亏, 这些兵还得再熬几十年才行, 到时候, 还能有几人活着, 还是个未知之术,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越聊越觉得投机, 就越舍不得放对方走了, 几言惊叹于薛仁贵, 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和志向, 薛仁贵则佩服几言的知识和眼见, 更难得的是, 两人对高沟黎和薛仁陀诸多看法都惊人一致, 说着说着就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 末了, 薛仁贵公务在身, 只得恋恋不舍与几言告别, 叹道, 与侯爷一番常谈, 叫我明白了许多事情, 今日君务在身, 不能尽兴, 他日回转京城, 末将一定登门拜访, 几言哈哈笑着, 道, 等你来, 你若不来, 我还要去找你, 两人就此分别, 几言满意一笑, 才听身后传来御赤镜的阴瑟瑟的声音, 道, 几言小子, 你什么时候跟他搅在了一起, 嘿, 才是你这眼光, 我都佩服, 此人前途无量, 却有许多人不晓得, 几言被这一声吓得一哆嗦, 转头才满脸黑线道, 御赤伯伯, 脚可不是什么好话里, 几个月前, 我就瞧着他不同凡响, 只是那会儿他还没闯出什么名头, 许是那会儿有了些交情, 他今天才来与我说话, 宝林不喜欢他, 听你老人家的意思, 倒还挺看得上, 御赤镜得点点头, 笑道, 宝林那个傻小子, 不会看人, 老子打了一辈子战, 什么人一辈子是兵, 什么人能做统帅, 什么人能成将军, 什么人是国之洞梁, 一向看得很准, 不会有错, 这小子现在只是狂歇, 今后却前途无量, 等老子嫁鹤西去, 就轮到他名阳四海了, 如此高的评价, 才叫纪言佩服, 就是御赤镜得的眼光和胸怀, 都着实不一般, 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小心眼, 真正遇上了人才, 他也还是十分爱惜, 并不会因为自家儿子的关系, 就打压排斥薛仁贵, 两个月后, 大军总算是回到了长安城, 三月初七这一天, 满朝文武和城中百姓都出城相迎, 迎接李世民大军凯旋归来, 瞧着家道欢迎的百姓, 低眉顺眼的官员, 既言心中颇有些感慨, 就知道, 虽然此番清征高沟离不利, 李世民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才瞧见房玄陵颤颤巍巍, 迎上前来, 领头拜道, 陈房玄陵攻迎陛下凯旋, 李世民也被这等热烈的氛围所感染, 多少开怀了些, 这才搭不上前, 哈哈笑道, 凯旋就不敢说了, 不过是平安归来而已, 阵争站在外, 朝中大小事情都压在自藏身上, 倒是叫你辛苦, 房玄陵连道不敢, 纪言却没有心思听他们君臣寒暄, 只击在马上不住朝四周张望, 见人群摩肩接踵, 飞压压一片, 却瞧不见翠娘和长乡的身影, 不免有些失落, 有人失落就有人收获, 纪言心中七七就听见身后孙德一声怪叫, 眼瞧着他翻身下马, 一阵风势地朝着人群狂奔去, 大手连辉推开众人, 一把抱起满脸娇羞的纸然, 激动道, 娘子怎么来了, 这许多人怪计的, 叫我心疼, 纸然心中欢喜, 却假装生气, 称道, 快放我下去, 这大庭广众的, 叫我怎么做人, 谁来瞧你, 我是来瞧妹夫, 告诉他妹子, 为他下厨, 抽不开身, 正在府中等他, 孙德也不生气, 这就黑黑笑着, 转头吼道, 侯爷, 夫人喊你回家吃饭里, 他这一嗓子清脆嘹亮, 隔着二里地都听得见, 就叫围观众人轰然大笑, 纪言扫得抬不起头来, 一面暗骂, 一面就翻身下马, 先问了纸然的安, 这才一把, 拎起孙德的后颈皮, 仰手一甩, 将他摔进轰笑不已的清兵群中, 纸然淡淡笑着, 冷眼观瞧, 也不心疼自家丈夫, 直到, 活该给他的教训, 省得他不知规矩, 这一群人闹得实在不像样, 长孙无忌这便快步上来, 小声道, 侯爷莫要胡闹, 陛下还在里, 几言笑笑, 就是陛下还在, 才要多热闹些, 大伙有说有笑, 就没人乱嚼舌根了, 长孙无忌一想,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却始终看不惯这种胡闹, 这就摇着头走开, 几言瞧他背影, 微微一笑, 才听只然开口道, 孙德那家伙, 受伤了吗? 是不是他胡作非为, 给妹夫添了麻烦? 剧透的又来了, 几言无奈点头, 道, 道不是添乱, 而是过于勇猛, 遭了敌人的冷剑, 伤在后背上, 小姨放心, 我已经请御医替他瞧过, 留了个疤, 身子骨无碍, 只然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轻声道, 我说呢, 之前这蟒夫抱我起来, 似乎不太好用力的样子, 多亏妹夫护着他, 才没叫他把命给送了, 你不晓得, 凌初争钱他那副模样, 瞧着就是要出事的, 那也和我好言相劝, 他也听不进去, 两人说着话, 那边房玄陵的迎接仪式, 也已经接近尾声, 才听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 簇拥着李世民和李道宗等人, 朝城中赶去, 混乱中, 几言一把抓过御医宝林来, 低声道, 若是陛下问起, 你就说我身子不适, 先回府了, 御医宝林黑黑笑着, 猥琐道, 晓得, 晓得, 你家娘子, 喊你回去吃饭吗? 大伙都听见了, 陛下不会问的, 宫中御膳虽好, 却比不上娘子亲自下厨礼, 快些去吧, 别叫家人空挡, 几言脸上一红, 这就遣散了自家的亲兵, 叫他们各回各家, 好生休息, 自己则是与纸然和孙德一起, 朝着侯府赶去, 一去一年, 几言对翠娘和长乡的思念, 已经无法压抑, 一年的时间, 说短也短, 说长也长, 还来蜀王转瞬即过, 点点滴滴却铭记心头, 几言此番追随李世民御驾清征, 离开侯府整整一年, 等回来的时候竟有了些陌生感, 才是老话说的静香琴切, 只然瞧他站在侯府门口不动, 这就打拒道, 妹夫这是怎么了, 连自己家门都不敢进了吗, 是否我先去帮你通禀一声, 回了我家妹子, 瞧他要不要见你, 几言挠挠头道, 小姨说笑了, 人都说物是人非, 我却觉着这人没变, 东西却愈发陌生了, 想想金戈铁马, 万人银盘, 都快忘了自家门口是什么模样, 只然轻笑一声, 这就迈不上前, 几言和孙德跟在后面, 才听孙德傻呵呵道, 侯爷快掐我一把, 我真怕一进门就醒了, 这一回来, 倒像是做梦一般, 咱是怎么回到京城呢? 他这种感觉, 几言也深有体会, 长夜漫漫, 他也曾不知多少次梦见自己回府, 这会真回来了, 竟觉得有些虚幻, 直到瞧见下仆们齐刷刷站定, 喜气洋洋问好, 这才感到真实, 好容易忍住, 才开口道, 怎么不见夫人, 他俩还好吗? 只然文言, 眼口一笑, 啊, 小妹和长湘知道你回来, 非要亲自下出迎接, 只因他俩好日子过久了, 手艺有些生疏, 这会儿只怕烟熏火燎, 忙得灰头土脸, 待会儿你见了, 可不许笑话, 难得堂堂侯爵夫人, 一心为着迎接你回来, 旁人都在外面瞧热闹, 他俩却跟锅碗瓢盆较劲, 说话间, 就听见翠娘惊喜的声音从后堂传来, 叫道, 相公, 你可回来了, 话音未落, 就见一道人影飞奔而出, 扑在几言怀里, 买手垂泪不已, 似乎是要将这一年的思念与心酸都哭出来, 心里才觉得好受险, 既言瞧他脸上有烟灰, 身上有火气, 手里还攥着一把马勺, 这就心疼不已, 连连安慰, 又笑道, 你这人粗心的紧, 怕不是炒锅还在灶上, 就忙着过来, 娘子, 辛苦你了, 此番回来, 我便再也不走了, 翠娘一面抹泪, 一面欢笑, 又听几言提醒, 这才惨叫一声, 道, 哎呦, 我正给你熬酥油脸, 不好不好, 该糊锅了, 乔治只然明显是激动弄乱了脑子, 几言心中也十分不忍, 这才搂住他, 叹道, 要什么酥油, 有娘子就够了, 好端端的, 干嘛要亲自下厨, 说着话, 就瞧见长相缓步从后面走出, 帝王世家出身就比翠娘稳重, 到这会儿还能维持端庄, 只是眼中已经有热泪流下, 几言见了这就招手, 喊道, 长相快歇过来, 卫夫也想你, 长相抹了抹泪, 轻声道, 相公回来便好, 不知陛下是否康太, 几言点点头, 正要说话, 就听翠娘道, 你俩, 这腻腻歪歪的, 也不怕别人瞧见笑话, 学学人家长相多有礼数, 才是诸门大户的品行, 有话进屋在说, 自己家里, 何必这么客气, 众人都是一笑, 这才鱼贯进了正堂, 这就有下人帮着端上来鸡鸭鱼肉, 实现果蔬, 满满摆了一桌, 才听长相柔声道, 相公为国征战, 着实辛苦, 风餐露宿, 我与姐姐为相公接风洗尘, 长相粗本, 没能帮忙, 这些都是姐姐的手艺, 请相公品尝, 实话实说, 长相公主出生, 的确不会下厨, 桌上的大部分菜肴, 一看就是出自翠娘之手, 然而, 翠娘却温和笑着, 啊, 长相把功劳都让给我, 是想累坏了我呢, 相公一定要好好品尝, 每一道菜, 都是咱们合理完成, 只然性格爽利, 这就叹道, 这么多年, 你俩还是这么客气, 依我说,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 我家那口子不争气, 眼睛都发直了, 也不知是军中短了他的吃食, 还是妹夫客扣了他的口粮, 众人一瞧, 果然见孙德直勾勾盯着满桌菜肴, 不住吞咽的唾沫, 便都是一笑, 这就听几言道, 小姨明健, 姐夫吃得比谁都多呢, 只是军旅不必居家, 也就是管宝, 要说美味, 还要看两位夫人的手艺, 一家人也别客气, 我这就先动手了, 随着几言一筷子下去, 大伙这就大块朵仪, 不得不说, 翠娘的手艺还是没得挑, 即便是生疏了些, 也叫大伙吃得喜笑颜开, 一顿饭忙到他没空去接几言, 所花费的心思就不用多说, 就叫大家不住称赞, 好酒配好宴, 翠娘一早, 从库房中找到了陆东赞送来的陈年轻科酒, 正是汉帝难得一见的真品, 直喝的孙德连连称赞, 连纸然和长香都陪着喝了一杯, 几言更是放开了好饮, 一坛子就很快就见了底, 酒多话多, 乃是客观真理, 孙德喝到信头上, 这就开始讲起此番出征的种种, 大着舌头吹捧鸡言的无上武功, 顺便捎带着也吹一嘴自己, 也不知他哪来这么好的口才, 真把一桩桩一件件说得活灵活现, 听得几个女人时而焦急, 时而欣慰, 时而落泪, 时而欢笑, 说到最后, 孙德的舌头实在是打不过弯来, 才听只然笑骂道, 你这小兵说得厉害, 侯爷却不曾开口附和一句, 也不怕吹破了牛皮, 叫人笑话, 你这人从不肯听我的话, 叫你莫要出头, 还抢着去当靶子, 这酒可不许你再喝, 你就多吃些菜, 把嘴堵上吧, 只然说一, 孙德绝不敢说二, 只然指东, 他就绝不敢看西, 哪怕现在喝得舌头都大了, 早已变不清东南西北, 他却还知道要听娘子的话, 这就低头猛吃, 差点把自己噎死, 几言瞧他俩有趣, 才笑道, 小姨这就冤枉了他, 我作证他说的句句属实, 这一次虽未能一举成功, 可大伙立下的功劳摆在这里, 姐夫这就要领朝廷的愤怒, 小姨也要得到宪君的名分里, 只然一听, 这就心中意暖, 抬眼看向孙德, 所谓宪君, 乃是告命的一种, 孙德拼死拼活, 其实就是为了给他博这一个名分, 要让他跟翠娘一样, 成为朝廷的外命夫, 不叫他在妹妹面前挨一头, 至于他自己是否升官发财, 原本没有什么所谓, 管着诺大, 一家镖局就已经够他忙的, 打完战就要论功行赏, 无论是胜失败, 兵将们付出的辛苦与牺牲都是真切存在的, 故而班师回朝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对战中立功之人进行封赏, 其实这一路上, 长孙无忌就已经将军功奋出个大概, 按照李世民的意思, 额外在嘉义城, 为着鼓励士气, 沿途就已经泄露出具不少, 大家伙多少都心中有数, 只是等着朝廷下发诏书而已, 果不其然, 几天以后, 众人齐聚在侯府中, 就有宣旨的中书省官员登门宣旨, 赤继言为公布侍郎, 郑毅大夫, 并领中武将军职, 赏赐他银私仅断数十匹, 毫马良居二十匹, 倒是没有加封他的爵位, 原是他之前暗中向长孙无忌要求的, 除了公布侍郎之外, 其余两个官职都是四品的文武散官, 更多的是名头, 没有实质意义, 然而同时领受文职和武职, 再贞观一招也算是少见, 足见李世民对继言的信任和恩宠, 就叫旁人不敢小看了他, 水涨船高, 朝廷命官的地位上升, 家中正妻的告命也就随之而来, 李世民显然是偏爱长乡, 有心补偿, 破格侧封翠娘和长乡为郡夫人, 给了他们二品的外命负名分, 就相当于变相承认, 继言有两个正妻, 从此再没有人能在此事上再做文章, 孙德跟着继言混, 自然也不会吃亏, 得了五品定远将军散职, 顺便将他的娘子指然抬到了五品宪军的身份, 夫妻俩从此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从普通老百姓摇身一变, 变成了读书人见了也要行礼的小贵人, 孙德文听斥旨, 简直难以置信, 便是他作为继言的亲卫, 跟功成略地的兵丁们相比, 就差了一些, 这才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 听几言笑道, 姐夫这是高兴傻了, 还不赶快败谢天恩, 当日陛下亲自出马, 击溃高沟离十五万元军, 就是陛下的恩典, 他这才浑身一个机灵, 连忙下败谢恩, 眼瞧着中书省的人出了府, 这才呆呆道, 我先前求了国公爷不要功名利禄, 只要为娘子驳一个告命即可, 却不料陛下这般恩典, 连我也一并赏了, 简功立业, 真不是剧空话啊, 既言文听, 就晓得那里的缘由, 孙德说的国公爷, 自然就是御迟静德老英雄了, 以御迟静德的脾气, 哪里有耐心帮他算这些战功德师, 自然是动用了自己的老脸, 想方设法给他换来如今的荣华富贵, 一句话说, 就是孙德占了些便宜, 得了个两全其美, 也算不辜负他重那一件, 其余追随寄言的人, 多多少少都得了些好处, 除了王老二是李世民欲口清风以外, 更由鬼手照得到了太医署生员的资格, 能够系统地学习太医署的知识, 今后的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 才叫他乐得向着两百斤的孩子, 绕着侯府跑了两圈才算完, 翠娘重力清明, 对名分告命之类的不肯在意, 这会儿就笑着上前, 道, 还好陛下没有进封相公的爵位, 否则咱们侯府的匾额还得另做一块, 又是一大笔开销, 众人闻言大笑, 才听几言叹道, 娘子如此勤俭持家, 就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这爵位原是我自己推掉的, 只因着, 如今我还年轻, 高官厚禄, 只怕惹人眼红, 进封公爵也对御赤伯伯他们不敬, 还是低调些多赚铜钱才好, 说着话, 纪言就转向孙德, 吩咐道, 兄弟们随我出征一年, 标局的生意都荒废了许多, 连带着太原的听语阁, 吐蕃的茶砖都受影响, 赏赐不过是一时, 生意才是长久, 还得快些将标局重新开张, 借着诸位兄弟上阵打战的名气, 快些恢复运转才好, 孙德连连点头, 就听纸然道, 标局的生意不用担心, 你们不在, 我也有别的法子, 如今虽然不像当时那样红火, 却也没有彻底没落, 只要各位兄弟一回归, 生意马上就有得做, 我手头就积压了几票生意, 只是想叫兄弟们多休养几天, 此言一出, 就听王老二张头喊道, 哎呦, 我的好嫂子, 你可是救了咱们的命了, 快些跟我说说, 我等不及要出门了, 纸然一愣, 纪言就笑出声来, 才是这伙兄弟, 个个受不得约束, 从军一年虽然在外, 却处处被规矩管着, 早就受不了了, 巴不得能到处瞎跑, 放飞自我, 哪里肯在长安休养几天, 不过笑归笑, 纪言还是着实佩服梓然, 标局一年里都没有标失在, 他竟然还能维持日常的运转, 就足见这位女中诸葛的厉害, 纪言自己都感到佩服, 这几天, 纪言都忙着陪伴翠娘和长乡, 弥补这一年的思念之苦, 并没有太多过问生意上的事情, 这才不晓得, 纪言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就好奇到, 老话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把人都领走, 小姨又是如何维持标局运转的, 好标失, 哪是这么容易找到的, 一听这话, 纪言就淡淡笑了一声, 道, 好标失不好找, 好掌柜的县城就有一个, 凭着你们之前闯下的名头, 咱们的标局已经是一块金字招牌, 都不用咱们自己出人, 只用接了生意, 介绍给靠得住的标局, 仔细把握着, 路上别出岔子, 咱们的标局就能维持下去, 这不是中介家外包吗, 纪言暗叹一声, 这就抬手擦汗, 没想到, 纪然真有这等智慧, 靠着借机生蛋的法子, 来维持标局运转, 其实唐石就有这种门路, 叫做前客, 专门负责牵线搭桥, 这主意, 也不算是纪然发明创造, 只是要做前客, 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要有人脉, 其次要有眼光, 真正高明的前客, 比之正经营上还要操心, 不是一般人能来的, 一念至此, 几言也是佩服叹道, 多亏小姨费心, 才省去许多麻烦, 看来姐夫娶了小姨, 倒是我的福气了, 众人闻言都笑, 只然也不在意, 这就将手上几趟原本要外包的标, 分发给翘首以盼的众人, 叫他们欢呼一声, 这就各自回家准备, 日子好像又变回了之前的样子, 丝毫没有改变, 这一年的征战, 就像是一场梦境一般, 唯一不同的, 便是几言的工程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 录了风头, 回来后, 就不得不经常去公布报道, 与工匠们讨论研制新的气线, 不过这对几言来说, 也不算是什么苦差事, 公布的工匠们, 大多是民间手艺人出身, 淳朴老实, 既没有官架子, 也没有繁琐礼数, 平日里有事就埋头干活, 没事就聚在一起吹牛, 气氛十分融洽, 总能从他们口中听见天南海北的奇闻意识, 这一日清晨, 几言照例来到公布报道, 却瞧见大堂中空无一人, 后院也是一片寂静, 这才心中生出疑惑, 暗道, 奇怪, 几百名工匠, 竟然都不在府衙中, 也没谁通知我一声, 该不会是哪里又出了大事, 抓他们去做苦力了吧? 正想着, 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音, 几言转头去看, 才瞧见一位瘦高的中年男人缓步走来, 只瞧他眼中金光朔朔, 似乎映照出万事万物, 就叫几言心中一惊, 晓得来人是为能工巧匠, 连忙迎上前去, 道, 逼人工部侍郎几言, 不知, 那人打量着几言, 笑道, 原来是兴风后当面, 在下乃是刑部侍郎严立本, 久闻侯爷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叫人心生敬仰, 严立本, 几言一惊, 这就连忙拱手, 恭敬道, 妙手丹青来了, 我曾与严侍郎有庶面之缘, 只是没有机会败见, 他这一番话, 是出自真心, 乃是对能工巧匠的敬佩, 不管在哪个领域, 能做到登峰造极, 名流青史的,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几言很有自知之明, 也对这些追求极致的匠人, 推崇备至, 如今与万古流芳的大画家, 面对面站着, 态度就十分真诚, 严立本温和笑着, 道, 区区见名, 玷污了侯爷的耳音, 但不知侯爷何时有空, 我想为侯爷做一幅画呢, 此言一出, 几言简直受宠若惊, 连忙道, 继某何得何能, 能得到圣手垂青, 多谢先生青睐, 严立本笑笑, 啊, 我这人有个怪癖, 给人做画, 要是看不上的人, 是一笔都不想画, 可要是心仪的俊杰, 就恨不得当场就动笔, 新封后风神俊朗, 神采内敛, 自有一股子浩然正气, 正是人中俊杰, 若不能为你画一幅肖像, 我这半辈子, 就算是白活了, 几言哪里承担得起这等一美之词, 白手连倒不敢, 正要谦虚两句, 就听见公布尚书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笑道, 严侍郎好没有规矩, 竟敢这般贬损心丰厚, 你要为他作画, 何必私下邀约, 眼前就有个机会, 正摆在你的眼前, 难道你认为, 他不够资格吗? 一听这话, 几言就满头雾水, 才道, 上书明鉴, 严侍郎根本是在夸我, 我受之有愧, 又何来贬损? 公布尚书看看他, 突然道, 你许久没有上朝了吧? 嗯? 这是要查考勤吗? 几言一愣, 这就连忙道, 启禀上书, 陛下特许, 若无宣照, 继某可以免去朝会, 不知上书有何见教, 莫非是否嫌我懒惰了些? 公布尚书奇怪一笑, 倒不是说你懒惰, 只说, 你消息不灵通罢了, 明日早朝, 你还是来一趟, 就晓得其中的道理。 对了, 陛下降下旨意, 重修未争的石碑, 工匠们都去石场忙碌, 你今天算是白跑一趟了, 回去吧。 闻听此言, 几言才晓得发生了什么, 这就拱手告辞, 心中却还有疑惑, 暗道, 这老头, 神神秘秘, 有什么话不能明说, 非要叫我去上朝, 哎, 明天又得早起, 我真是命苦啊。 眼瞧着几言走远, 严厉本这才苦笑道, 尚书许了大饼给侯爷, 只怕到时候他没吃上, 要怨你捉弄他呢。 不过我瞧他正直无私, 大概也不会放在心上, 只是这种玩笑, 轻易也开不得。 工部尚书笑笑, 这就拉起严厉本的手, 朝后膛走去, 口中道, 等着瞧吧, 这人很不简单, 陛下吩咐的弩车和投石车, 我已经叫人做了模型出来, 你拿回去, 慢慢参详, 务必要将这两件东西画得清楚, 张扬陛下, 攻打白岩城的威风。 几颜走出工部, 顺着朱雀街信部朝前走去, 想着去听雨阁瞧瞧, 才走到半路, 就突然驻足, 迈步走进街边一家油饼铺子, 隔着门窗朝外瞧去。 是方才他一瞟眼, 竟然瞧见了李治在街上溜达, 堂堂皇太子不坐镇东宫, 就不知道他上街来干什么。 多亏的宫墙高耸, 皇城森严, 普通老百姓连皇帝都没见过, 就不曾认出他是当朝太子, 几颜却不想跟他撞上, 这才避朝一旁。 饼店的伙计很有眼力, 虽然几颜没有穿着官服, 身上的便衣也不同凡响, 叫他夹着小心, 这就热情上前连声道, 大爷贵族他见地, 照顾咱们来了。 小店没有别的, 苏有饼算是一绝, 不知大爷可有雅性, 赏脸用几个。 几颜盯着李治, 随口道, 来二斤尝个味道, 再配上一两个小菜, 来碗汤。 伙计闻言喜笑颜开, 这就高声喊道, 二斤酥饼, 肉汤一盆, 小菜两个附送, 谢大爷傻。 他这一嗓子又脆又响, 质地有声, 要不是太过张扬, 几颜都想给他喊一个好。 只是他这声实在是太好了, 好道吸引了接对面李治的注意, 才瞧李治扭头一看, 这就迈不过来, 看样子是想来尝尝这家的特色。 几颜一见, 心中叫苦, 只恨那伙计张扬, 这会儿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也没地方跑, 也没地方藏。 这种街边小店, 摆三张桌子就满满当当, 一眼就能从门脸看见后厨, 几颜不过是血肉之躯, 也不会隐身之法, 只得尴尬坐着, 脸上挂着一丝假笑。 才瞧见李治一步迈进, 几颜就先发致人, 喊道, 瞧得很, 老酒来了, 快过来坐, 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 李治排行第九, 却是皇家出身, 这辈子也没谁敢喊他一声老酒, 便是一愣, 这才瞧见纪颜朝自己招手, 才连忙迈不过去, 听他低声道, 殿下数计某屋里, 人多眼杂, 请殿下落座。 比起他大哥李成前, 李治就更温和些, 也更聪明些, 文言就撩袍坐下, 凑近纪颜, 小声道, 新风后怎会在这小店中, 我先前竟没有瞧见你, 这几天你都不上朝, 我要谢你, 都找不到人, 可巧今天遇见了, 咱们非要好好聊聊, 纪颜听他这么说, 就知道他已经晓得高沟黎的事情, 却不接话, 直到殿下怎会独自一人在街上溜达, 也没个护卫跟着, 万一有个什么差错, 又该如何向陛下交代, 一听这话, 李治就红了脸, 他这趟偷摸出来, 故意没叫人跟着, 乃是因着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情, 这会儿也不敢对纪颜明说, 李世明宫中有个才人, 是老将武士霍的女儿, 今年才十九岁, 侍奉在李世明的身旁, 李治获封太子之后, 入主太极公东宫, 曾见过这位才人两次, 却对他一见倾心, 明知不合理法, 依旧暗暗挂面, 这几日, 武才人愁眉不眨, 李治就想要逗他开心, 这才独自上街来, 寻摸些新鲜玩意儿, 带回去给他, 此乃违背伦常之事, 李治自然不敢宣扬, 就是贴身服侍他的下人, 也不晓得这天大的秘密, 他心中有鬼, 自然怕被人戳穿, 这会儿听几言问起, 就指的搪塞道, 我在靖州时, 经常隐瞒身份, 上街查访, 如今回到长安, 也没改了这个习惯, 几言先瞧他面红过耳, 就觉得事情不对, 再听他这般搪塞, 就愈发生出好奇, 却也不好挑破, 直到, 殿下今后是要统领万民的, 多瞧瞧民间疾苦也好, 只是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你孤身一人出行, 还是有些不妥, 李治连忙称事, 想方设法转移话题, 道, 高沟黎的事情, 我都听父皇说了, 父皇说新丰厚为人正直, 又有决断, 单薄名利, 一心为了朝廷, 要我多跟你学, 多听你的境界, 只将你当作为丞相一般尊重, 今天便受教了, 这才叫几言不好意思, 也不知今天出门撞上了那位福神, 接二连三有人夸奖自己, 还都是出自真心实意, 这就摸着鼻子道, 承蒙陛下厚爱, 继某愧不敢当, 苏炳来了, 哎我说老九啊, 他家的酥饼可是大大有名, 别瞧你平时吃得好, 未必吃过这些便小吃脸, 其实几言根本没来过这家店, 也不知他家的饼子如何, 只是随口一说, 就被端饼过来的伙计听见, 叫他一时眉开眼笑, 道, 大爷好眼光, 更是好品味, 谢大爷惊口, 咱家这酥饼担得起大爷夸脸, 他这话说的客气, 那里却颇有些骄傲, 才叫几言和李志都生出好奇, 这就各自抓了个饼子, 送到嘴里一咬, 顿时羊油肆意, 葱香满口, 酥得吊渣的饼皮碎了一手, 却来不及清理, 只忙着大口咀嚼, 就是这饼子真好吃到了一个境界, 几言三两口吃完一个饼子, 只觉得意犹未尽, 这就连声吩咐道, 好好好, 你果然没吹牛, 这饼子可撑一绝, 再来二斤, 我今天要吃个痛快, 顺便给我打包二斤, 要叫我家夫人也尝尝, 一听夫人二字, 火鸡就浑身一个鸡灵, 没有二瓶以上的高命, 谁家的婆娘敢叫夫人, 这就叫她一瞬间身子僵硬, 舌头也不再利索, 结巴道, 启, 启饼老爷, 咱家这, 这饼子可带不走力, 热饼子出锅, 凉了就没法进嘴, 请, 请老爷见谅, 见谅, 既言瞧他吓得发抖, 也知道是自己说漏了嘴, 便温和笑道, 带不走就算了, 等我带他俩来,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你家这饼子, 正好跟我的羊汤配套, 嘿嘿, 有你一笔大声一做, 你还怕什么咧? 说着话, 既言探手入怀, 掏出一大把童子, 大方塞进伙鸡手里, 安抚他快要被吓飞的魂魄, 两个夫人, 还有羊汤管, 这伙鸡也不是闭目色厅之辈, 消息着实灵通, 这就已经知道了既言的身份, 捧着童子扑通一声就跪下, 连声道, 多谢侯爷赏赐, 多谢侯爷赏赐, 恕罪里, 既言喊他起来, 笑道, 瞧你这副模样, 难道我就不能出来吃点东西吗? 你们在朱雀街上, 也算是见多识广, 难道没有见过朝廷命官? 还是说, 大家都怕我凶悍, 有谁霸坏我的名声吗? 火鸡激动非常, 简直语无伦次, 这就道, 没有, 不是, 侯爷威名远扬, 神仙一样的人物, 小人上辈子积福, 才有心目睹侯爷真容, 侯爷大驾光临, 是小店的负责, 小人不敢收侯爷的钱, 全当孝敬, 孝敬侯爷了, 说着话, 伙计就把手中的童子, 恭敬放回桌上, 倒不是害怕既言, 而是害怕坐在他对面, 被他称作老九的那个年轻人, 天老爷咧, 老九, 岂不就是, 既言瞧他神色骤变, 不住斜眼偷瞧理智, 这就无奈苦笑, 又将童子塞给他, 道, 给你你就拿着, 平白叫我白吃白喝, 不该想的别想, 不该说的别说, 去忙吧, 伙计一个机灵, 这就捧着钱跑开, 留下理智, 微笑着看向既言, 道, 看来新丰厚的名声, 老百姓都晓得, 如此受人爱戴, 就知道父皇说得不错, 这家的饼子味道绝佳, 可惜不能带回宫去, 给, 理智戛然而止, 既言心中有数, 这就抬头看他, 故意道, 殿下这般孝顺, 还牵挂着陛下, 不过陛下万圣之尊, 怕是没有这等口福, 那天我跟殿家学学, 叫玉厨也掌掌手艺, 理智连声称是, 不住打量己言, 只瞧他老神在在, 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当下无话, 两个饭桶将四斤酥饼, 一盆肉汤, 两盘小菜一扫而空, 这才意犹未尽, 拱手相扁, 每时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既言吃饱了, 也就觉得身心平静, 也没心思去听雨格, 这就慢悠悠转回侯府, 只瞧见翠娘和长香在一起, 秀着什么东西, 看他俩嘻嘻哈哈的样子, 倒是显得十分融洽, 一见己言回来, 翠娘这就喊道, 哟, 相公今天回来得早, 真好来给咱们拿个主意, 我和长香要给大侄子绣身袍子, 可总拿不定主意, 不晓得用什么花样才好, 己言一听, 这就上前, 才瞧见两人面前摆着几个绷子, 绷紧了丝绸, 用探笔描绘着各式各样的图案, 花样繁杂, 却也为妙为俏, 虽然比不上严厉本的妙笔丹青, 可是比一般人也强了很多, 微微一笑, 己言这就想起, 当日自己发家之际, 还曾请长香帮自己画过插图, 这就面红过耳, 随手一指, 道, 我瞧着这小猫扑蝴蝶不错, 灵动有趣, 大川还小, 正喜欢这样的趣味, 你们多用些彩线, 将蝴蝶绣得多些, 他一定喜欢, 长香无嘴一笑, 道, 原来相公不单能上阵打战, 绣工也颇为不俗, 季言连连摆手, 他哪里会刺绣, 为着转移话题, 他这就说起, 大街上与李治的相遇, 又提起那家风味绝伦的酥饼铺子, 邀请两位夫人抽个时候, 跟他一起去品尝才好, 翠娘一听, 眼睛就是一亮, 道, 咱家的羊汤天下一绝, 可惜, 没有好的酥饼搭配, 如今相公, 发现了这家铺子, 正好请他家老板去做大厨, 这些年来, 相公的心思都放在茶叶上, 可别忘了那羊汤管子, 才是咱俩发迹的根本呢, 季言也是这个意思, 当即点头, 却听长相疑惑道, 奇怪, 九弟素来乖巧, 没有父皇, 阿布, 陛下的允许, 绝不会一个人出宫来闲逛, 如今, 陛下将大半的国事都交给他, 他哪来这等闲情一知, 莫不是, 听他欲言又止, 季言就心中着急, 才道, 你说就是, 这里又没有外人, 长相犹豫片刻, 才小声道, 莫不是他也到了岁数, 对谁家的女子动了心, 一个人上街, 是想找些讨小姑娘欢欣的新奇物事, 此言一出, 几言的心中, 就像划过一道闪电, 熟知这一段历史的他, 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了然于胸, 才低声道, 我倒不知道, 太子殿下到了岁数, 但不知, 他是哪年生人, 始终是一母所出的亲弟弟, 就算是皇家亲情淡薄, 长相也还是回忆到, 九弟是贞观二年生人, 到今年该有十五岁,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 陛下或许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吧, 到时他自己有了主意, 我得找个机会问问他才好, 一听这话, 几言心中一惊, 连忙道, 万万不可, 这才叫长相心中生疑, 看向几言, 疑惑道,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虽与陛下没了关系, 却与九弟手足情深, 母后几名儿女, 只有我还留在京中, 这等人生大事, 怎能不替他把握几分, 傻长相, 这就是天大的丑事, 几言心中想着, 这就斟酌开口, 道, 十五六岁的小男孩, 正是情窦初开时候, 懵懵懂懂, 又最害羞, 夫人贸然戳破此事, 只怕他脸面上会难堪, 到时候, 反而要恨我多嘴, 就叫为夫为难了, 长相最听几言的话, 最怕给他找麻烦, 听这话就点点头, 道, 道也是, 就让他自己做主吧, 他虽年纪小, 主意却很大, 我一个女人家, 道也比不上他, 哎哟, 相公回来这么久, 光顾着跟我们说话了, 忘了, 给你倒杯茶, 才是咱们的不适, 说着话, 长相连忙起身, 去给纪言淒茶, 淬娘微微笑着, 道, 长相他万事轻力轻为, 相公这是天大的福分, 从来只有驸马服侍公主的, 哪有公主这么乖巧可人, 我要是个男人, 也得跟相公争一争, 偏生是个女子, 只能羡慕嫉妒了, 纪言知道他打去, 也不往心里去, 才道, 有娘子帮我打理一切, 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稍后我去请小姨过来, 叫他陪娘子, 去那酥饼店一趟, 探探店家的口风, 给他送一笔大生意过去, 这会儿, 长相捧着一杯热茶过来, 轻轻摆在几言面前, 道, 这是江南刚送来的明前茶, 相公快尝的新鲜, 听宇阁那边卖的火爆, 侯府里也没能存下多少, 茶叶是今天一早才送来的, 从采摘到炒制不超过半个月, 一路上紧赶慢赶, 就是为了尽快将新鲜送到, 长相出身宫廷, 钟爱这雅致之物, 嫁过来三年有余, 茶叶便已经登峰造极, 才叫纪严捧着茶杯, 轻戳一口, 随即发出绵绵不尽的赞叹之声, 次日清晨, 天蒙蒙亮, 纪严就穿戴整齐, 骑马赶赴大明宫, 准备参加朝会, 昨天公布尚书说话神神秘秘, 也叫他心中好奇非常, 故而, 虽然早朝四更天就要起身, 他也还是坚持着来参加一次, 也免得长久不露面, 错过了朝廷大事, 也叫别人在背后议论, 进了宫门, 正在廊下等着, 朦胧晨晨灰中, 就有一道粗壮的声音响起, 道, 嘿, 纪严小子, 你也来了, 难得, 难得, 谁说你淡薄名利, 原来也不能免俗, 老子丑话说在前头, 这事可没你的份儿里, 纪严抬头, 才见玉尺静得捧着肚子过来, 一时心中疑惑, 道是玉尺伯伯你最心丹道, 没有大事从不上朝, 来得稀奇, 话说回来, 究竟是什么事情, 能惊动你老人家清零, 难道是朝廷剿灭薛严陀的准备, 已经做好, 玉尺静得一听, 这就凑上前来, 怀疑得打量几言, 祈祷, 咦, 你不知道, 这驴唇不对马嘴, 既然你不知道, 又来凑什么热闹, 好小子, 你该不是被人哄了吧, 见鬼了, 所有人都神秘兮兮的, 既然不知道从何问起, 正要开口, 就瞧见黄门关走上前来, 宣找一众文武官员上殿, 玉尺静得一把拉住既然, 低声道, 待会儿你就坐我旁边, 看戏就行, 别乱开口, 免得惹祸, 带着满满的疑惑, 既然这就被玉尺静得拉上京殿去, 一路上瞧见人群熙熙攘攘, 许多平时不怎么上朝的老臣, 都穿戴整齐, 混杂在人群之中, 才叫他愈发疑惑, 瞧见别人, 几言这才受到提醒, 转头看玉尺静得, 就见他一身戎装, 一丝不苟, 满脸大胡子, 都修得整整齐齐, 浑然不想平时不修蝙蝠的样子, 倒像是有什么大事一般, 整个人一容端正, 看上去威风凛凛, 就显得十分诡异, 人多嘴杂, 既然也不敢多问什么, 只自己加着小心, 乖乖跟在玉尺静得身后, 人多嘴杂, 既然也不敢多问什么, 只自己加着小心, 乖乖跟在玉尺静得身后, 一路走进两一殿, 在紧挨玉尺静得的位置坐好, 环顾四周, 就发现两一殿坐得满满当当, 上次迎接路东赞, 都没有这么热闹, 不单热闹, 还有一股子奇怪的气氛, 弥漫在两一殿中, 许多人都朝几言瞧来, 眼神中疑惑, 极度, 冷笑和嘲讽都有, 才叫他如坐针毡, 不晓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哪里得罪了这么多人, 玉尺静得就稳重许多, 只如一座泰山般跪坐原地, 眼光伶俐, 扫射众人, 叫任何, 等他有眼神接触的人, 都浑身一个机灵, 不由地低下头去, 再不敢看他这边, 片刻之后, 李世民背个老太监搀扶着, 缓步走上殿来, 稳坐龙踏, 接受了众人朝拜, 这才朗声开口, 道, 今天是定下林烟阁功臣名录的日子, 而等议论了几日, 可有了结果, 此言一出, 几言便心中一动, 才知道, 为何这两仪殿中的氛围如此奇怪, 原来是到了李世民立下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为诸位功臣绘制画像, 万古流传的日子, 有道是, 乱世出英雄, 随莫乱世, 道理堂开国, 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 有文有武, 自有不少能够名流轻史, 留待后人瞻仰的人物, 然而, 人都有一个攀比, 好胜的心思, 无论是谁, 都不肯干居人下, 管他是文官还是武将, 都想要成为贞观一朝最有名望的人物, 这一次征讨高沟离归来, 李世民顿觉韶华已逝, 自己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秦王, 想到秦琼未争等一众老臣, 先后离世, 心中不免生出了缅怀之感, 这才突发奇想, 想要为功臣们造相, 一来表彰功绩, 二来寄托思念, 然而功劳这种事情, 本身又很难说, 武将保家为国施功, 文臣出谋划策也是功, 这些功劳数大数小, 谁高谁低, 就是一个叫人头疼的问题, 即便是李世民自己, 也不好轻易就定下了名路, 就怕朝中百官不符, 引起朝野动荡, 故因此, 半个月前, 李世民就降下了赤指, 命满朝文武议论, 自贞观以来, 朝中文武官员的功劳大小, 从中临选出二十四位功勋卓著之人, 为其造相, 画像请入林烟阁中, 享受万事敬仰, 这一来, 就像是网游锅里泼了一瓢凉水, 朝廷上下都沸腾了起来, 连玉池尽得这样一心负担严受的老人都被惊动, 谁都憋着为自己争取这份荣誉, 嘴上都是谦虚, 心中都是算计, 单单这半个月, 朝廷里的名争暗斗, 加起来比过去一整年都多, 只有几言这样忙着赚钱, 陪伴娇妻的人物, 才一点风声都没听见, 大伙似乎也默认他淡薄名利, 就没有谁跟他通风报信, 直到这会儿, 几言才晓得发生了什么, 这就觉得无聊, 按道一幅画像而已, 有什么好争的, 要是说画这画像, 给几千贯铜钱, 我或许还会动心, 但让我站在那儿给人画, 我却没有兴趣, 只是他没有兴趣, 不代表大家都没有兴趣, 李世民一句话说出来, 朝堂上就弥漫起一股尴尬凝重的气氛, 像是高手过招一样, 谁也不愿意先开口, 却又谁都希望自己能胜出, 好半天, 才听长孙无忌道, 魏征当为文官之首, 这是一句正确无比的废话, 谁都知道, 李世民重新竖起了魏征的石碑, 所谓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搞不好最初就是为了缅怀魏征而设立, 就让众人一阵附和,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 李世民微微点头, 又听房玄林上前, 道, 秦叔宝功勋卓著, 这又是一句废话, 秦琼的画像现在还贴在千家万户的门上, 要说他不算功臣, 只怕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不答应, 与秦琼一起贴在门上的御池静德文言, 这就满意一笑, 知道既然秦琼有份, 自己也跑不脱, 这就大声道, 我听说, 房谋杜断, 房玄林和杜如慧都是能人, 这就是为了报答房玄林, 房玄林文言也就微笑点头, 连道不敢, 却一副当之无愧的模样, 原本这名单经过了十几天的议论, 已经大致具备一个雏形, 照理说, 今天就应该在一众老臣的互相吹捧之中, 凑足二十四个名号, 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什么变数才对, 然而贞观一招, 出了最大的一个变数, 便是横空出世的兴风后, 才听公布尚书大步上前, 挑衅式地看着众人, 朗声道, 臣以为, 兴风后纪言, 文武双全, 不输前人, 此言一出, 纪言就是眼前一黑, 不是被这句话吓到, 而是欲吃尽的大怒之下, 照着他后脑拍了一巴掌, 这就起身道, 放屁, 你是说, 纪言这矛头小子, 能跟咱们这些追随陛下大半辈子的人相比, 你这猪油蒙了心的蠢货, 也敢在百官面前放屁, 该打, 说着话, 御迟静德这就从腰间抽出金边, 仰手就要给公布尚书头上一下, 却听李世民倾壳一声, 道, 静德稍安勿躁, 议论而已, 本朝不应言获罪, 到这会儿, 纪言才回过神来, 抱着后脑壳, 心中大喊冤枉, 这就连忙起身, 道, 启奏陛下, 臣绝不敢与前辈争功, 也不敢与秦伯伯和御迟伯伯相提并论, 请陛下明鉴, 臣丸死不敢, 开玩笑, 要是真被画成画像, 挂在魏征, 房玄陵, 长孙无忌和御迟静德, 他们几人之间, 纪言只怕再也睡不着觉, 这才叫他大骂公布尚书乱来, 将自己推进火坑, 但凡脑子稍微笨一点, 都坐不到公布尚书的位置, 老尚书敢冒天下之大部委提名纪言, 就有他自己的一番考虑, 表面上看, 几言的确年纪轻, 资历浅, 公开的功劳也不是很多, 似乎别说位列二十四功臣, 就连一个合格的臣子都不该够格, 然而, 他献祭祭拜吐蕃, 担任朝廷打击世家的先锋官, 追回和亲公主, 救下李世民的性命, 发明创造诸多造物, 似乎又不是随便一个人所能比拟, 只是几言做的许多事情, 都不是那么轰轰烈烈, 或者不能摆在明面上来说, 才叫大伙对他颇有些微词, 也有些误会, 反倒是老百姓们对他十分尊重, 将新封后抬到了跟御池静德一样的位置上, 旁人不知道, 公布尚书作为纪言的顶头上司, 就一直很关注他, 这会儿他突兀开口, 推举纪言, 满朝文武都不能理解, 李世民却是陷入了沉思, 许久才到, 新封后也不必急着谦虚, 此事最终要有一个公论, 老尚书这一番话, 倒是提醒了朕, 谁说这二十四功臣, 一定要从老人里面选拔, 此言一出, 众皆哗然, 御池静德狠狠寡了公布尚书一眼, 又转头瞪己言, 怒道, 人人都知道, 己言小子得了我的真传, 人人都晓得, 老子最爱护短, 然而让这小子, 位列二十四功臣, 老子第一个反对, 乱说话的, 下朝后都给我小心着点, 这一番话, 既有欺君的嫌疑, 又有威胁的成分, 换随便一个人说, 都是死罪难逃, 唯独御池静德说出来自然合理, 连李世民都不曾追究点滴, 只是好言安慰道, 都说要公论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 朕还没有老糊涂, 静德就先坐下, 己言这会儿是尴尬非常, 只感觉无数道目光汇聚在自己身上, 身旁还有御池静德冲天鹅熊熊怒火, 就叫他实在没有办法, 又起身道, 启禀陛下, 臣实在不敢受此殊荣, 哪怕是被议论, 也是对前辈的不敬, 臣请陛下, 莫要在意此事, 此时的李世民心里也有些纠结, 就是回想起己言做过的一桩桩一件件, 与别人细细对比, 总觉得他虽然资历不够, 可要说, 贞官一朝选, 二十四个能人, 他还真排得上好, 始终救命之恩, 永世难报, 己言不仅救了李世民的生命, 还为了保全他的生威, 主动放弃了这个功劳, 公布尚书也是拐弯抹角打听到这个消息, 才不顾一切推举纪言做功臣, 倒也不是要图什么, 只是想要为古往近来的所有工匠争一口气而已, 叫人们都晓得, 公布也能出镇骨朔金的大功臣, 想半天, 李世民还是宣布散潮, 留下一众内臣, 退往两一店偏店, 继续商量, 一路上, 纪言紧紧跟着玉池靖德, 玉池靖德却只顾着发火, 明知道他没有争名夺利的心思, 还是将怒气撒在了他的身上, 不住推草, 又不住呵斥, 也没有算计, 完全是个直肠子的浑人, 也就默默忍受, 直到在偏店做好, 才听李世民为他做主道, 靖德也别再跟兴风后怨气, 正瞧着今天受了委屈的, 不是你, 而是他力, 房玄灵等人发笑, 玉池靖德也有些不好意思, 才挠头道, 要说这小子, 其实也没犯错, 就是被人当兵器使, 打算叫我们面上无光, 可高手过招, 不就是委屈兵器吗? 陛下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又笑, 摇头道, 其实要说功臣, 新风后也是贞观朝一大功臣, 只是辈分在这摆着, 朕就算有心要赏他这份声誉, 他也不敢接下, 说起来, 是靖德与舒宝钳制了他, 他着实委屈, 这一句话, 就说到了几言的心坎里, 也叫玉池靖德一时无言, 好半天才道, 这么说, 陛下已经有决定了, 旁边房玄灵无奈开口, 道, 你这人哪里都好, 就是不肯动脑子, 明知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要当真, 知道的说你心直口快, 不知道的, 岂不是以为你极贤度能, 话说到这一步, 玉池靖德总算是放心, 这才拍了拍几言的肩膀, 就算是赔礼道歉, 纪言也不纠结, 其实玉池靖德的心思, 众人都能明白, 知道他看重规矩, 师徒不能霍锋一样的功劳, 否则乱了辈分, 就是欺师灭祖, 纪言虽未败师, 但实际上是他徒弟, 哪能跟他平起平坐, 共列二十四功臣, 上书给坑了, 这会儿万分委屈, 也没处说, 才听李世民道, 这几天议论二十四功臣, 你们可听见了什么不该有的风声, 朝中是否有人鞠躬自傲, 或是对朕有什么不满, 畅所欲言半个月, 是否有人得意忘形, 漏了马脚, 此言一出, 就叫几言心中一惊, 这才知道, 李世民立二十四功臣, 背后的目的并不单纯, 除了嘉奖与缅怀老臣之外, 还有试探朝臣的心思, 要叫他们为了真功, 将自己的真心话吐露出来, 除了几言, 在场众人都知道这背后的深意, 也早有了准备, 才听长孙无忌道, 公布侍郎推举新封后, 是匠人义气, 并无不成之心, 然而这半个月来, 朝臣往来勾结, 献一只如下几人, 有大逆不道的话语, 说着话, 长孙无忌就一口气爆出了十几个人的官阶和名字, 每一个都是有资格上殿参政的重臣, 才听个几言浑身冷汗直冒, 不敢想李世民会如何处理, 好容易听长孙无忌报完名单, 又见房玄龄微笑着站起身来, 道, 除却之前几人, 臣以为还有以下几位, 一众内臣接二连三, 爆出了近百余名官员的不成之语, 每一个都有人正可攻传讯, 就叫李世民的脸越来越黑, 直到最后, 黑成了锅底, 口鼻中也开始喘粗气, 一股恐怖的怒意从他身上凝聚出来, 在场只有几言和御迟静德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名字, 才是他师徒俩一个毫不知情, 另一个毫不关心, 在御迟静德的心里, 只有自己是否能位列二十四功臣, 才是最重要的, 八卦和议论, 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满朝文武还沉浸在对二十四功臣的热议中, 就不知道一片阴云已经遮蔽了长安城朝野上下, 酝酿出狂风暴雨, 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李世民一到赤诏降下, 百余名官员都被吏部叫去问话, 众人直到走上吏部大堂, 才发现吏部天官不是要嘉奖他们的功绩, 而是追究言语上的过失, 问话的态度十分恶劣, 问完话还有人当场就被拿下, 虽然说历朝历代都心闻自愈, 可贞观一朝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魏征做榜样, 李世民也常说不应言获罪, 大伙做官就不是那么拘谨, 有些话明知不合适也要往外说, 这么多年都平平安安过来, 很少有人因为说错了话而被定罪, 然而这一次情况就有所不同, 上百名官员因言获罪, 轻得格职外放, 重得直接下了天牢, 李世民专案上的申冤奏书, 堆得像是做小山一样, 这一切都跟己言无关, 谁也没本事把火烧到他身上, 才是圣人真言, 毕丽千认, 无欲则刚, 一个根本不在乎自己功劳的人, 就不会因真功而栽根头, 然而, 纪言不在意功劳, 长相却在意他的父皇, 只瞧着金钟乱成一片, 大小官员人人自危, 他便再也坐不住, 专门来了纪言的书房中, 担心道, 如今金钟乱成一片, 相公如何, 还能稳如泰山, 是否父皇的身子有所不适, 才会这般大张旗鼓, 整顿励志, 一听这话, 纪言就轻叹了一声, 道, 都说惠智兰心, 便是你这样子, 只从朝政动荡, 就能窥见陛下的龙体情况, 你别担心, 也不是陛下如何, 只不过是此番高高离受挫, 叫陛下施了锐气, 加上回城时的重病, 才有了为皇太子铺路的心思, 你若担心, 我便带你进宫去请安救世, 长相道不是不愿进宫, 只是不想让纪言和李世民为难, 这才摇头道, 既然陛下无碍, 那我就放心了, 虽说我已不是陛下的公主, 这血脉清情, 却是割不断的, 为人子女, 总是牵挂父母, 才叫相公费心, 纪言笑着起身, 在长相身旁坐下, 安慰道, 这是夫人的好处, 为夫高兴还来不及, 陛下整顿立志, 也是为太子监国夯实基础, 否则朝中官员多有不满, 胆敢口出不敬之言, 以太子的性格, 只怕压不住他们, 长相点头, 正要说话, 就听书房外有下人禀报, 道, 侯爷, 刑部侍郎严利本求见, 纪言眉头一挑, 这就吩咐请他进来, 才瞧见严利本满脸和须微笑, 大步走进门来, 不等纪言说话, 这就叹道, 方才剑府中女眷回避, 看背影, 很像是长相公主, 这等忠孝结义之人, 我若有幸为他造相, 这辈子就不算白活, 纪言知道他作画成吃, 眼中只有形而上的大美, 并没有亵渎长相的意思, 这就到, 言侍郎妙笔丹青, 长相也是爱美之人, 带我与他说说, 要是他愿意, 就请侍郎为他造相, 只有一截, 我有两位夫人, 只怕要加倍劳烦侍郎, 乔侍郎满面春风, 似乎是有大喜事, 今日驾铃笔府, 自是与这喜事有关, 严厉本满意笑着, 道, 侯爷目光如炬, 陛下定下了二十四位功臣名录, 命我为诸位老臣造相, 我瞧了名录, 都是人中龙凤, 当时英雄, 个个都叫我手养难耐, 就没有我不愿意画的, 今天来, 是想请侯爷三日后往公布管理, 顺便让我为侯爷画一幅肖像, 一听这话, 几言就笑了起来, 道, 其实以言侍郎的丹青, 为谁做画, 只是画二十四功臣, 已经很不容易, 又何必急在意时, 要把季某也得画了, 这话叫严厉本笑的何不拢嘴, 才听他道, 侯爷明鉴, 别说一天画二十四人, 就是十天半个月, 也不见得能画好一位, 三天后只是定个底稿, 严某自由把握, 凭记忆描绘, 这几位都是未及人臣, 平日里难得一见, 更别说叫他们保持姿态, 站立许久, 实在是千载难逢, 我也要细心做好准备, 这话倒是不假, 几言也能理解, 知道画画虽然是门手艺, 却也受到作画者心境的影响, 要想把握住贞观以来, 二十四位大功臣的神韵, 着实需要修养身心, 凝聚精神, 严厉本约自己同趣, 就是为了借着这骨子精神, 一口气把自己也画下来, 免得错失了机会, 再没有落笔的机缘, 一口气捕捉二十四位大英雄的神韵, 对严厉本来说也是难得的修行机会, 心念所致, 不单不会觉得疲惫, 反而会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 要是能借着这骨子锐起, 将几言也一并画了, 就叫他着实满足, 再也没有什么遗憾, 只是有一个问题, 一直叫几言有些纠结, 如今严厉本登门, 他便也问出来, 道, 只是这二十四位功臣, 并非全部在世, 魏先生先是已久, 杜如惠也早已不在, 却不知严侍郎要如何描绘这几位, 怎样才能把握其神韵精髓, 这也是严厉本拙是遗憾的地方, 文言就长叹口气, 道, 天地尚且有缺, 就没有十全十美之事, 好在这二十四位老臣, 都在同一个时代, 神韵间多少有些勾连, 借着对在世这些位的描绘和积累, 加上早些年我曾见过不在的几位, 凭着记忆, 或许能表现三五分, 他这话已经十分谦虚, 便是以他的本事, 过目不忘, 还是做得到的, 魏征他们也不是寻常人物, 自有其气势与特点, 以他的妙笔单轻化起来, 也不是什么苦难事, 纪言知道这一点,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心中放下一块巨石, 微微点了点头, 魏征虽然不算是他的老师, 却的确教会了他许多东西, 所谓一字为师, 他对魏征就十分尊重, 只愿他能享受到和别人一样的待遇, 离开后仍有精神留存, 当即, 两人就约定三天后再见, 严厉本也不多耽搁, 这就回府闭门谢客, 休养精神去了, 三天后一大早, 纪言依照约定, 来到公部门前, 却见公部尚书独自一人站在门外, 满脸都是焦急模样, 直到瞧见纪言, 才稍稍显露出轻松, 迎上前道, 好在是兴风后仙道, 我这条老命总算是保住了, 纪言见他这般, 暗暗一笑, 故意问道, 尚书这是从何说起, 难道有谁打算取尚书的性命吗? 老尚书擦一把汗, 叹道, 那天朝上, 我一时糊涂, 推举兴风后竞争二十四功臣, 得罪了玉池国公, 他这几日都寻着游头, 要找我的麻烦, 我原以为你们师徒情深, 国公会一力支持兴风后入选, 也叫咱公部面上有光, 却不料他雷霆大怒, 才叫我这几日心惊胆战, 这就叫几言摇头苦笑, 道, 玉池伯伯虽然性如烈火, 这些年始终也上了岁数, 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厉害, 上书也不必这么担心, 哼, 今天是我先到了, 待会儿就找个机会, 祝你俩化解这一段恩怨, 也省得你成日里担惊受怕, 老尚书连连点头, 这就迎着纪言进了宫部, 又道, 陛下给魏征树立的石碑, 已经赶工雕刻完毕, 过几天就会重新竖起来, 你要记着去观礼祷告才是, 别人不知道你与魏征的关系, 我这个顶头上司, 却是心知肚明, 这应有的礼数, 可不能马虎了, 纪言点头称是, 心中多少有些凄凉, 想起魏征在世时, 李世民对他百般依仗, 却还是在他死后听信风吹草动, 执意推翻他的石碑, 便是半君如半虎的厉害, 不可不防, 今日来公布画像的一众老臣, 也不见得个个都能全身而退, 今天是功臣, 明天就可能变成罪人, 谁也说不准的, 没一会儿, 房玄林和长孙无忌就携手进来, 有说有笑, 红光满面, 简直像是年轻了二十岁一样, 几言乔他俩都是身着礼服, 浑身上下收拾的整整齐齐, 繁琐的衣袍上连一道褶子都没有, 就知道他们为了今天画像, 做了充足的准备, 只看房玄林手上捧着的那块护板, 就不是寻常臣子所能拥有, 洁白中淡淡透着一丝粉红, 乃是极品的象牙制成, 可遇而不可求, 足可以做传世之宝, 公布尚书见两人进来, 连忙上前迎接, 才听长孙无忌笑道, 无妨, 无妨, 老尚书在公布主事, 我们都是客人, 前来掏扰, 还请见谅, 话音未落, 就听得一道粗声怒吼道, 什么主人, 什么客人, 老子凤诏来此, 有谁敢拦着我不成, 听声音就知道是御迟静德, 听声音也知道他想找茬, 纪言这就微微一笑, 抢不上钱, 敢在御迟静德不小心撞上老尚书之前, 拦在了他的面前, 笑道, 御迟勃勃惊提啊, 你好威风, 这一身假咒, 只怕是府中珍藏, 可瞧我这里有一把吐蕃打造的宝剑, 正配你这一身战袍, 御迟静德, 今天的确是威风凛凛, 身上的铠甲每一片都擦得发亮, 就与打战时汉字血污的模样大有不同, 也不知道下人们花了多少时间打理, 在瞧他头发竖得整整齐齐, 胡子修得一根不乱, 显然也是精心打扮过, 大老粗也有爱美的一面, 纪言解下腰间的宝剑, 亲自给御迟静德绑上, 头中道, 用的却是中原的手艺, 剑饼上欠有七宝, 剑鞘以赤金勾勒云纹, 华贵非常, 我花了许多功夫, 才从陆东赞手上敲诈来, 御迟静德瞧着那宝剑, 这就笑弯了眼, 道, 还是你这小子懂规矩, 不像那公布尚书, 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很好, 很好, 这柄宝剑正好陪老子名流轻使, 他这话听的众人都是皱眉, 就没有哪个有身份的人会这样当面开骂, 不留情面, 才听几言道, 伯伯是我的恩师, 老尚书是我顶头上司, 哪有长辈砸小辈放碗的, 岂不是要叫我难做, 那日老尚书也是一时心急, 说错了话, 人都说宰相度里能撑传, 就不知这将军的度量, 比宰相如何, 欲吃尽得吃软不吃硬, 只听计言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这就消了大半的气, 才瞪一眼公布尚书, 不满道, 哼, 我瞧他就是看不起我, 老子一路赶来, 口干舌燥, 你们公布连碗水都不给我喝, 老尚书闻言, 这就一个机灵, 也不敢吩咐仆役, 自己快步跑去后堂, 亲自欺了香茶出来, 端到欲吃尽得面前, 陪笑道, 古有将相和, 千古流传, 老夫今日高攀, 也愿与国公成就一段佳话, 老夫年老昏溃, 有时口不对心, 竟说胡话, 还望国公海寒, 他俩年纪差不多, 地位上也悬殊不大, 欲吃尽得, 虽然顶着个国公的名头, 却不如公布尚书实权在握, 其实也就是半斤八两, 眼瞧着对方摆出这么低的姿态, 又听着几言不住讲和, 他也就伸手接过茶来, 笑道, 算你上道, 若再与你为难, 倒显得我小借, 罢了, 只当你没说过那混账话吧, 欲吃尽得没有什么心机, 这也是大家包容他性格的缘故, 既然对方道歉, 他也就不为难老尚书, 转头就把恩怨忘了, 哈哈大笑起来, 眼瞧两人和好, 众人都是微笑点头, 这会儿又有几位功臣陆续感到, 每一个都是神采异议, 唯独最后进来那人, 低垂着头, 一副丧气模样, 铠甲也没有擦洗, 发际也没有梳齐, 不像是贞观功臣, 倒像是来领罪一般, 长孙无忌见状, 这就暗叹一声, 上前道, 英国公怕是起晚了, 仪容都不增细细打脸, 岂不知今日为你我造像, 是要流传千古的, 哪能这么邋遢, 来人服侍英国公书洗, 再帮他打理甲咒, 李世纪文言摇头, 正要说话, 就见严厉本大步从后堂走出, 眼中神光异矣, 道不必了, 英国公这样正好, 就要他这副模样, 才显出我大唐征战四方的功虚, 要叫后人晓得, 这天下是真刀真枪, 拿将士的命换来的, 这才是战戒, 这才是军功, 英国公竟显我大唐将领威风, 这一番话说的鼓舞人心, 就连李世纪都不由得抬起头来, 只觉得一股子豪气充斥胸膛, 整个人一瞬间有了底气, 顿时就从颓废的败将, 变成了狮山血海中屹立不到的英国公, 自从上次在高沟黎大败之后, 李世纪一直都呈现出颓废模样来, 接连几个月都沉默寡言, 众人连番苦劝也没有效果, 只瞧着他一天天颓堂下去, 再没有了之前的威风模样, 严厉本虽是个话痴, 却也能洞彻人情世故, 哪里会看不出李世纪颓废, 才故意用这一番话鼓励, 倒也真说到了点子上, 一下子就给了李世纪信心, 才算真正将他从溃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整个人当即就有了精神, 这便是良言一句三冬暖的好处, 几言瞧着严厉本比三天前更显瘦削, 唯独眼中的金光几乎要化作实质, 就知道, 他这三天前心凝聚精神, 做好十足的准备, 只怕是将全部的精气神意都集中在了这一件事情上, 真正废寝旺时才会到达这般境界, 严厉本微微朝记严点头, 这就朝众人拱手, 道, 严某不才, 承蒙陛下厚爱, 今日为诸位造相, 玄于林燕阁名流轻史, 待会儿请诸位配合严某, 既不要拘束, 也不要松懈, 只将自己的常态表现出来, 才能让严某把握到诸位的精神, 在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 造一幅人像的确十分艰难, 在场众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 自然都画过相, 跟着他直言不讳, 对他高看一眼, 这就纷纷点头答应, 承诺随他安排, 严厉本满意点头, 丝毫不敢松懈, 环顾众人一圈, 这就朝玉池静德拱手, 道, 请玉池国公先随我来, 新封后也来, 玉池静德第一, 众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先后不代表功劳大小, 多等一会儿也不是什么大事, 反而要是让玉池静德等极了, 大伙儿还都有些麻烦, 哄一个失去耐心的老小孩, 着实很不容易, 玉池静德则是骄傲地看了众人一眼, 满满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 这就趾高气昂跟着严厉本去了后堂, 一路还嘀咕道, 既言你这小子跟来捣什么乱, 难道也会作画, 要给严侍郎打下手吗? 嘿, 你可别存着给老子添乱的心思, 几言笑笑, 糊弄道, 我好歹是个公布侍郎, 跟着服侍玉池伯伯和几位功臣, 原是理所应该, 能帮着端茶倒水, 要是玉池勃勃累了, 跟我说一声就行, 玉池静德文言也就不再纠缠, 只捧着大肚子来到后堂, 就听严厉本轻声道, 请玉池国公到屏风下站好, 将兵器握在手中, 直到你面前是敌军首领, 你俩人在对拼气势即可。 这一番话简单明了, 玉池静德一听就了然, 当即左手抄起钢鞭, 右手拔出宝剑, 一摆架势, 眼神自然看向虚空中的假想敌, 瞬间进入了状态, 不得不说, 单纯也有单纯的好处, 像玉池静德这样, 别人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一瞬间就入戏, 将自己的气势表现得一览无余, 直叫几颜在一旁看着, 都感觉他像是变了一个人, 请客间就从虎脚蛮缠的老小孩, 变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这等气势, 要是真有人敢跟他比拼, 只怕片刻就会落败, 见玉池静德这么配合, 严厉本也就激昂起来, 闪电般抄起一旁的探笔, 这就在丝帽上比划起来, 落笔时而如狂风暴雨, 时而如春风徐徐, 紧张与舒缓完美结合, 不多时, 就有一道简单的人影被他描绘下来, 纪言瞧着那影像, 虽然比划简单, 却十分传神, 寥寥数笔之间, 就将玉池静德的鹦鹉霸气, 描绘得淋漓尽致, 简直就像是他本人的影子, 这才在心中对严厉本不住赞叹, 知道他这妙手单轻的名头, 不是白得来的, 随着严厉本落笔次数的增加, 丝帽上的人影逐渐充实丰满起来, 渐渐有一种类似于玉池静德本人的气势, 透过丝帽和默痕溢散出来, 逐渐形成与真人分庭抗礼的态势, 玉池静德本人沉浸在想象之中, 都隐约感到了这股气势, 便有些要强一般, 愈发凝聚精神, 整个人似乎化作了一座矗立的山峰, 几颜在一旁看着心惊, 就不知这死物如何表现出活物的气势来, 一时间心神为之所舍, 也不知过了多久, 就听严厉本的声音响起, 道, 行音已经定下, 辛苦遇吃国公, 请侯爷送国公去前厅休息, 顺便请长孙大人过来, 这一声惊醒几颜, 才叫他抬头瞧见严厉本满头大汉, 轻微喘息, 明明只是画了一幅草稿, 却像是跟人打了一架一般, 一副身心俱疲模样, 才叫他担心道, 严侍郎是否需要歇息, 我请长孙伯伯慢一会儿再来, 严厉本却是白手拒绝, 眼神一宁道, 不, 非是我体力不支, 而是以笔墨描绘国公气势, 心神难以承受罢了, 快去请长孙大人来, 御迟静的这会儿也凑上前来, 探头去看那画, 就怕严厉本将自己画丑了, 却在一见之下, 当即愣住, 好半天才长叹一声, 道, 你这小子挺有本事, 把老子的魂都画走了, 这画倒是叫几颜刮目相看, 眼前的画作, 的确像是射走了活人的魂魄, 一般逼真, 眼瞧着严厉本幸苦, 他也就不再耽搁, 领着御迟静的出门, 又请了长孙无忌回来, 画御迟静的轻松, 画长孙无忌却十分困难, 严厉本费尽了口舌, 也无法引导长孙无忌, 表现出他睿智沉稳的感觉了, 便是他考虑的太多, 心眼太活泛, 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反而不利于表现出真正的自我来, 就这样, 花了整整半天的功夫, 严厉本才将一众老臣的影像描绘下来, 又借着心绪激昂, 凭记忆塑造出了魏征等人的形象, 交给几颜看了, 确定没有问题, 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叹道, 贞观功臣, 不同凡响, 仅仅是描绘他们的气势, 就耗尽了我全部的心神, 所谓人中龙凤, 便是如此, 几颜生怕他猝死当场, 连忙劝他稍事休息, 却听他狂热道, 新风后快去那边站好, 我要乘着这股意境, 为你造像。 之前描绘二十四功臣图的时候, 严厉本总共也就画了四五个时辰, 主要将是将浪费在调教长孙无忌身上, 其他人画起来都十分顺利, 甚至因为把握到了属于这些老臣共有的意境, 后面还越画越快。 然而轮到几颜, 严厉本就画得十分辛苦, 明明已经将贞观一招二十四位老臣的气势烂熟于胸, 却始终无法把握到几颜的精髓, 一时间急得满头大汗, 眼看着天都快黑了, 他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几颜练过武功身体好, 一个造型百两三个时辰也无所谓, 严厉本却是一介书生, 再怎么会画画也已经精疲力竭, 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惊心乱晃, 这才无奈割下探笔, 探道, 侯爷, 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今天精疲力竭, 只怕是无法完成底稿, 还请侯爷恕罪。 几颜自然无所谓, 这就上前扶颜立本做好, 笑道, 严侍郎始终不是机器, 挥勒也属正常, 我也不急在这一时, 改天你养好精神, 再帮我画不迟。 只是我有一点, 十分好奇, 为何你画几位老臣都一气呵成, 画我就这么麻烦, 是否我长得奇怪, 叫先生难以下笔。 他这是玩笑, 严厉本却很认真, 这就道, 侯爷有所不知, 人像想要传神, 最要紧的就是把握神韵, 我观摩诸位老臣的神韵, 感同身受, 将其描绘下来, 才能保证肖像灵动。 我原以为侯爷得了秦国公和玉池国公的指点, 会与他们二位相似, 却不料你与众人都不相同, 叫我无从把握。 这种理论, 吉言还是第一次听到, 不知我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竟然连先生都无从把握。 严厉本揉着眉心, 像是说梦话一样, 一语道, 侯爷的正直, 谦逊, 像是世家公子, 却又平易, 柔和, 像是世锦小贩, 又有武道精神, 又有谋略决断, 最重要的, 侯爷你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神韵, 不单与众人格格不入, 甚至与贞观潮都格格不入, 明明人就在这里, 却叫我感觉, 你应该在别的地方, 或者别的时候, 已经十分接近他最大的秘密, 他原本就不是唐朝人, 自然跟时代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只是一直以来, 纪颜都在努力融入周围的人, 逐渐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唐朝人一样, 李世民和魏征那样活得生尾巴的老狐狸, 都不曾发现哪里不妥, 就不知严厉本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时辰之内, 看出了他的端倪, 一念至此, 纪颜这就打着哈哈插开话题, 一面扶起严厉本往外走, 一面道, 也不着急, 严侍郎不是还要为长乡造像吗? 什么时候你有空, 就来我侯府一趟, 我随时恭候, 不怕没有这机会, 事已至此, 严厉本也只能点头, 两人这就分道扬镳, 各回各家, 几言险些被严厉本戳破秘密, 一路上都有些魂不守舍, 脑海中涌现出诸多念头, 光怪陆离, 叫人难以琢磨, 也不知怎么回到府中, 怎么换下一袍, 直到热茶端在手上, 才听见翠娘道, 相公, 相公, 你这是怎么了? 我瞧着你魂不守舍, 出了什么事吗? 几言一击灵, 这才摇摇头, 堂塞道, 我今天瞧见严侍郎妙笔丹青, 所画的肖像与活人一般无二, 感慨人世间竟有这等奇人, 不由得有些发愣。 翠娘这才放心, 笑道, 相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连你都被镇住, 就可见严侍郎的画工出奇。 我就没这个福分, 请严侍郎为我画一幅画, 只怕将来老了, 孩子们嫌我老丑, 不肯幸年轻时相公会看上我呢。 这话就叫几言一笑, 这就巧了, 我约了严侍郎登门, 专门为你和长乡造像吗? 难得与这样的奇人结交, 可不能叫娘子眼馋。 不过话说回来, 谁要敢说娘子老丑, 我就把他赶出府去, 亲生儿女又如何, 总要讲个笑题才是。 这边夫妻两人说笑, 那边严厉本回府后, 却是辗转难眠。 他画了一辈子画, 只要是眼睛能看见的, 无不描绘的活灵活现, 这个奇葩, 怎么也把握不住他的神韵, 才叫严厉本烦躁不安, 甚至生出了怀疑自己的念头。 恍惚中, 严厉本半梦半醒, 瞧见了一个光怪陆离, 莫名其妙的世界, 满眼是摩天接地的高楼, 遍地是呼啸飞驰的巨兽, 还有铁鸟掠过壁空, 铁龙穿行大地, 寄严替着寸头, 穿着一套短衣短裤, 与几个小伙子有说有笑, 从他面前快步走过。 这就是新封后应有的神韵。 严厉本一个机灵, 这就从梦中醒来, 然而长夜已静, 幻梦消散, 之前梦中所见的一切, 就像是掌中的残血一般, 飞速从他的脑海中消逝, 不剩下一点一滴, 只叫他懊恼非常, 只觉得心烦意乱。 这一切, 只不过是个小插曲。 两个月后, 严厉本便完成了24宫尘图的绘制, 大功告成之日, 李世民清零零烟阁观赏, 眼瞧着24幅与真人等身大小的画卷排列, 24位陪伴他开辟真观一招的老臣月染纸上, 每一个都唯妙唯笑, 神韵十足, 叫他一看之下, 就挪不开眼睛, 愣愣发呆。 群臣随驾观赏, 各个择舌称赞, 欲吃尽得站在自己的画像前, 得意洋洋地朝众人炫耀, 道, 严厉本这小子的确有些手段, 老子一世威风都被他画在里面了。 几颜则是站在魏征的画像面前, 瞧着他老狐狸一样的微笑, 耳边似乎又想起他的尊尊教会, 不由得两眼湿润, 鼻头发酸。 其余众人, 也跟他们又一样的感触, 只觉得, 画像比真人还真, 似乎能跟着景博与人交流, 只透过这一幅画卷, 就能瞧见每个人的一生, 一切争容岁月, 都被画笔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严厉本则是行销鼓励, 默默无闻地站在众人身后, 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只微笑打量着自己的杰作。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确立, 象征着贞观一招的气数, 浓烈到了巅峰, 这一年似乎老天也肯帮忙, 全年到头可谓是风调雨顺, 连带着米价都跌到了几文钱一斗, 老农还赚了得盆满钵满, 一个个都敢念天恩浩荡, 口耳相传皇帝圣明, 感动了上仓。 米价是一切物价的基础, 随着米价下跌, 义音的生活所需都变得便宜起来, 从而老百姓手里的铜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 整个大唐的商业都飞速发展起来。 生意好做是大家好做, 可最赚钱的生意永远是那几桩, 得益于长安百姓的腰包鼓起。 济烟的听语歌每天都客丝云来, 大伙都愿意附庸风雅, 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龙一般的队伍, 直叫伙计们忙得脚步粘地, 掌柜的收钱收到手软。 济烟原本就是京城里数的上号的富商, 这一来更是铜钱堆满了半个仓库, 翠娘每天睡前寻视一遍仓库里的钱衫, 晚上就睡得十分踏实, 幸福的表情弥漫在脸上, 偶尔还会从梦中笑醒, 就叫济烟着实无奈。 只是钱这种东西太少了不好, 太多了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就在济烟的钱堆积成衫的时候, 李世民宣召他入宫的赤纸就送来了侯府, 叫他没来由心中一惊, 其实以他如今的身份, 皇帝宣召他入宫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就算平日里无事, 李世民都会找他去唠唠家常, 问一问长乡的情况, 表达皇帝对臣子的关爱, 今天却不知道怎么了, 济烟只觉得心慌意乱, 跟着宣旨的金吾卫朝太极公走去, 一路上心烦地说不出话来。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济烟走进两一殿, 就见一众内臣都在当场, 每个人都满脸苦恼, 一见他进来就舒展眉头, 那感觉就像是恶狼瞧见了绵羊, 又像是财迷看见了金山, 只叫他浑身恶寒,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李世民受了他的朝败, 难得的下令赐他一个软垫, 就叫他愈发觉得不对劲, 心想着无视献殷勤, 非奸吉道, 这就小心开口, 报, 不知陛下宣召臣来, 有何吩咐? 李世民却避而不答, 只笑道, 听说你最近生意做的红火, 城里一半的铜钱都到了你的府中, 朕虽不鼓励朝臣经商, 却也着实佩服你的手段。 钱? 几言一击灵, 这就连忙道, 臣的生意都是得了陛下的帮助, 仰仗浩大天恩罢了。 李世民微笑点头, 知道这小子很上道, 这就张口, 却又说不出话来, 尴尬了片刻, 才听房巡林道, 新丰厚, 那么些钱摆在家里, 你就不想想要怎么花吗? 铜钱冷冰冰的, 花出去才能变成吃穿呀。 这就叫几言愈发警惕, 心想, 花钱都要别人来交了。 然而心中不敬, 他嘴上却恭敬得很, 直到, 我素来不爱享受, 府中也应有尽有, 无端开销许多, 只怕显得奢靡, 要遭人议论。 房巡林轻笑两声, 摇了摇头, 这才道, 眼下就有个花钱的口子, 既不显得奢靡, 也不会遭人议论, 不知你是否愿意。 这句话算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纪言总算是知道, 宣召自己来的目的, 一面强忍着心痛, 一面道, 左仆叶所言极是, 但不知哪里能花钱, 又要花多少。 看他这么听话, 房巡林也就点头, 也就不拐弯抹角, 道, 朝廷征讨薛颜驼, 粮草军想都有些亏空, 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着, 借出些银钱来, 以解燃眉之急。 这钱算是朝廷跟你借的, 只等大军凯旋, 就如数归还。 如此你既花了钱, 也不会被议论, 还要落得一个舍家卫国的美名, 一听这话, 纪言便在三福天打了个冷战, 小心道, 舍家卫国? 天老爷, 朝廷要多少钱, 要叫我把家都舍了。 大伙都知道他是守财奴, 要他的钱比要命都难, 也就不在意他失态, 只笑了一声, 就听长孙无忌道, 左仆叶说的吓人, 其实也不要多少, 血烟驼驼驼突厥残步, 花不了多少钱。 我之前算了算, 五百万贯就差不多了, 你先借出来, 到时候还你五百二十万贯, 这个数字说大也不大, 大概也就是能把长安城重新修起一遍而已, 就叫纪言文言眼前一黑, 险些昏死过去, 勉强维持清醒, 挣扎道, 我没有那么多, 现在库里顶多有两百万贯左右, 都说做生意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纪言这会儿太着急, 就不小心漏了底, 才听房玄灵笑道, 够了,够了, 省着点用, 两百万贯也够了, 纪言只觉得天玄地转, 胸口像是, 被人捅了个对穿, 好不容易攒起来那么多钱, 还没五热乎, 就被这群老狐狸给盯上, 长孙无忌和房玄灵都说是借, 也承诺连本代理归还, 可是朝廷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 他们要真不还, 纪言能怎么办, 一念至此, 纪言也不顾朝堂上的规矩, 这就扑通一声, 跪倒在李世民的面前, 冤屈道, 启禀陛下, 成为人清廉, 不贪不墨, 不偷不抢, 辛苦经营许多年, 才有如今这点家底, 左仆叶一张嘴, 就要把我的家底掏空, 这跟杀了我, 又有什么区别, 求陛下赐我一死, 抄了我的侯服吧, 此间也没有外人, 大多与纪言相熟, 纪言说这些话, 就有点撒泼打滚的意思, 也是诉苦, 也是耍赖, 李世民本有一百种办法治他, 这会儿却只是叹了口气, 道, 若是还有别的法子, 也不会将主意打到你的头上, 这钱算是正跟你借的, 你放心就是, 几言一愣, 就没想到李世民会把姿态放得这么低, 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这便一言连忙起身, 偷偷抬头看他的表情, 才见李世民满脸无奈, 透着些疲惫衰老, 便叫他顿时愣住, 房玄龄这会儿才开口, 也是饱含无奈, 不是咱们戏弄你, 乃是朝廷真有了难处, 你这笔钱不借出来, 只怕此番争讨血延驼, 就有些难处了, 皇帝跟臣子借钱这事, 说起来有些新鲜, 其实却并不罕见, 虽然正常情况下, 国库足以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 可偶尔也会有亏空出现, 这种时候, 就需要从其他地方找钱, 民间传闻, 明太祖朱元璋, 就曾向巨父沈万三借过钱, 用来修建当时的京城, 足足借走了几较银子, 做了比有借无还的买卖, 这传闻自然不足为信, 可如今的纪言比沈万三也不差多少, 朝廷有了难处, 自然要向他开口, 纪言有些错愕, 这才听长孙无忌解释道, 先前征讨高沟离, 耗费甚大, 国库亏空, 如今薛延驼抵死不详, 与大军在前线对峙, 就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 如今已经快要发不出军饷来, 后方不稳, 军心就会动荡, 一旦爆发滑变, 大唐就着实危险, 纪言也不是不讲理, 该花钱的地方自不会抠门, 只是还有些奇怪, 道, 薛延驼比之高沟离, 简直微不足道, 珍珠克汗一向畏惧陛下, 怎会见了王师还拼死抵抗, 大唐灭薛延驼乃是天术, 他难道不晓得, 抵抗的结果, 原是死路一条吗?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道, 珍珠克汗的确畏惧陛下, 陛下一句话就能吓得他半死, 可如今他已经死了, 咱们还吓唬谁去? 他的后人拔拙, 却是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虽然没有杨万春的谋略, 却有着不输给杨万春的胆子, 不但不肯投降, 反而还主动出击, 才叫这一场战难打。 珍珠克汗死了, 戒严心中一惊, 这才知道变数出在何处, 本来要是珍珠克汗在朝, 以李世民的天威, 根本可以直接震慑薛延驼举国投降, 如今珍珠克汗一死, 继位的却是个蛮小子, 原本的威慑就变成了真刀真枪, 所需的花费自然翻着背往上涨。 本来大唐征讨高沟离职时, 就已经消耗许多, 如今又有一场硬仗要打, 便有些力不从心。 毕竟, 钱不是凭空变出, 朝廷也不能硬抢老百姓。 如此, 戒严心中就有数, 这才放弃了抵抗。 无奈道, 要多少钱, 我尽力便是。 一听他松口, 众人就都松了一口气, 纷纷称赞他知晓结义。 这就听房玄龄开口道, 你先前说两百万贯, 已经勉强够用, 若是有三百万贯, 就再没有任何问题。 几言点点头, 这就到, 如此, 我就借出三百万贯来, 也不说九出十三规, 记着, 还我本钱就是。 只是我府中没有这么多现钱, 还需要筹措几天, 实在不行, 就将太原的产业卖了, 今后再谋发展。 见他如此深明大意, 李世明也着实感动, 才道, 有多少利, 出多少利, 朕也不是要比你倾家荡产。 这笔钱只是暂戒周转, 秋收之后, 一定连本代力还你, 绝不会拖钱。 有李世明做保, 既然就再没有什么顾虑, 大唐的国库一年到头, 大概有三千万贯左右的收入, 偿还十分之一, 倒也不算太难。 朝廷会退位赖账, 皇帝却不得不顾及颜面, 特别是李世明这样打算名流青史的, 就绝不会做出市井无赖的举动来。 况且, 眼下的大唐国库, 也不是说连几百万贯钱都没有, 只不过是这些钱还有别的用处, 总不能倾尽全国之力去跟薛颜驼对拼, 单单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李世明说周转, 也的确是周转, 皇帝亲自开口, 纪颜也就无法拒绝。 只是这三百万贯钱, 也不是一掏腰包就能拿出来的, 纪颜这就告退, 急忙回家去筹备。 这会儿, 只然抱了大川来侯府探亲, 翠娘正斗的小侄哥哥直笑, 他只怕是有要事, 连忙迎上前去, 关切道, 相公这是怎么了? 风风火火的, 怎么这么着急? 纪颜看着翠娘, 心中着实愧疚, 直到, 娘子, 你先靠墙坐好, 魏夫有天大的要事与你商量。 这话说得十分严重, 翠娘直接就被吓晕了过去, 多亏得纪颜眼急手快, 一把将她扶住, 扶着她靠墙坐好, 吩咐人端热茶来。 只然见自家妹子昏倒, 自然心急如焚, 这就瞪着纪颜。 妹夫这是说了什么? 吓得我妹子好歹。 今天我在这里, 可不能叫你欺负了她。 纪颜还没说话, 就听翠娘悠悠转醒, 颤抖着嘴唇, 轻声道, 相公, 他们要多少钱? 这就叫纪颜都是一愣, 暗想, 难道是翠娘跟芷然待得久了, 也学会了偷看剧本的本事吗? 然而念头一转, 她也就豁然开朗, 才是翠娘在府中一向不管事, 只管着钱财与账目, 要跟她商量的大事自然是与钱有关, 才叫这个小财迷心痛欲绝当场昏倒。 生怕吓坏了翠娘, 纪颜也只能好生劝慰, 道, 不是要走, 只是跟咱们借, 朝廷要跟咱借钱打仗, 秋收后各地的税贡上来, 就连本代曆还给咱们。 借钱给朝廷, 娘子还不放心吗? 翠娘捂着胸口, 似乎着实心痛, 叹道, 借给旁人倒还罢了, 朝廷跟咱们借, 自然不会是小数目。 可怜我那些铜钱还没在库里五热乎, 这就要离我而去, 叫我如何忍心? 这吸引得实在太过, 连指然都看不下去, 才道, 指灵这话说的颇为小家子气。 你在这般作怪, 我就不让大川来了。 朝廷的事自然有妹夫做主, 咱们女人家的, 哪能干涉许多? 慢说是借走些钱, 就是卖房卖地, 也不该有丝毫犹豫才是。 小姨真是声明大意啊, 几言心中暗叹, 这就瞧见翠娘站起身来, 听她笑道, 清姐太严肃些, 我跟相公闹着玩呢。 以相公的本事, 多少钱都能再赚? 我虽然小气些, 还不至于昏了头。 相公, 要多少? 你说就是。 几言挠挠头, 尴尬道, 三, 三百, 三百官吗? 我这就叫人去取, 套车给互不送去。 翠娘十分豪爽, 继言却愈发尴尬, 低下头来, 小声道, 不是三百官, 要三百万官里。 话音未落, 就见翠娘两眼一番, 这次是真昏过去了。 眼见翠娘真的昏死过去, 继言和纸然就都慌了手脚, 好不容易将她就醒, 却见她两眼发直, 呆愣愣不知在想什么, 直下的继言连声呼唤, 生怕她受了刺激, 走丢了魂魄。 好半天, 翠娘才缓过神来, 转头看向几言, 眼中泛起泪花, 抽气道, 相公明鉴, 咱们哪有三百万官里? 库中一切所有, 折成钱不过两百万官左右, 就算将外账全部收回, 也不过两百三十万官左右。 哎呦, 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 夫妻俩撒泼的方式, 都是一模一样, 纪言刚刚用过这一招, 就不会上当, 正要劝翠娘放弃抵抗, 就见她缓缓站起身来, 对纸然道, 卿姐, 这回都求你帮忙了。 太原那一片产业, 非要卖出七十万官来不可, 我只会看账, 不会做买卖, 只怕一时半会儿, 卖不出价来。 纸然微微点头, 也没想到, 纪言会要这么多钱, 即便是女中诸葛, 也被这天文数字给震住, 反倒是自家妹子冷静, 很快就接受了现实, 这就盘算着卖房卖地, 坚定不移地支持纪言。 纪言瞧翠娘这副模样, 只觉得一阵阵感动和心疼, 就知道在娘子的心里, 最真爱的铜钱, 也抵不过自己一句要求。 对于翠娘来说, 纪言和铜钱, 就是她的全世界, 现在为了纪言, 她可以连铜钱的放弃了, 还主动帮着筹措, 就着实不容易。 这就像是爱书的人, 自己的藏书, 轻易不肯外借, 借书就像借老婆一样痛苦。 翠娘对铜钱的爱, 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人, 仅次于爱纪言, 的确是很难割舍。 纪言平时大大咧咧, 对府中的收入情况不甚明了, 虽然是一家之主, 可财政大权却把握在翠娘手中, 这会儿就帮不上什么忙, 算账筹钱都要靠翠娘处理, 就着实感到愧疚, 小心跟在姐妹俩身后, 无奈道, 娘子也别着急, 只当这些钱出去转了一圈, 回来还要带伴, 咱们也不吃亏。 翠娘擒着泪花, 委屈点头, 道, 而行千里母担忧, 明知道他们要回来, 我这心里还是难受得紧, 他这话说得夸张, 只然却点头赞同, 道, 库里的钱还不算什么, 太原的产业就十分可惜, 王氏会退让一次, 可不会一直退让, 妹夫卖了那边的产业, 在想从头做起, 只怕比登天还难。 哎, 家国天下, 你这是要舍家卫国了, 这道理几言也懂, 只是眼目前着实无奈, 指得道, 朝中只有我有这些产业, 其余几位都是面上风光, 那里吃紧, 我若不出这钱, 就再没人能出了。 况且这钱要用于前线战士, 也是十分要紧, 若是大唐战败, 咱就算有再多钱, 也没地方用去。 一入侯府深四海, 纪言的侯府也有五进的院子, 三人走了好半天, 才来到后院仓库所在之处, 吩咐下人推开大门, 迎面就有一股铜钱的味道扑面而来, 直瞧得只然两眼发直, 一辈子也没想过, 铜钱能堆成小山, 一罐罐红纸包着铜钱, 整齐地占据了大半的仓库。 翠娘瞧着这些钱, 眼中透出慈母一般的光辉, 叹道, 上次点算的时候, 这里有一百五十万罐, 咱还有五万匹丝帛, 足可以凑够两百万罐铜钱。 库中还有些各地收来的稀奇物事, 买了可以再换三十万罐出来, 相公这就叫人来, 先将铜线和丝帛拿走吧。 唐出钱帛同行, 丝帛也是钱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只是翠娘比较喜欢冷冰冰的铜钱, 故而囤积的铜钱多些, 其实照理来说, 这么多钱, 应该换成丝帛才好存放。 几言瞧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一时间心绪也有些飘忽, 一想到搬走了这些铜钱之后, 偌大的仓库, 只怕会空的响起回声, 就隐约觉得心痛, 却不好表现出来, 才点头道, 稍后我便喊姐夫带人过来, 这么些钱, 也不是几个人就能搬走, 这些年多亏娘子辛苦经营, 如今却要暂时与他们分别了。 翠娘忍着心痛点头, 扭头, 不敢再看那一座前山, 生怕自己一个, 把持不住, 就舍不得这些钱被拿走, 只是走朝一旁, 从岸上抓起一达文书, 道, 这些是太原产业的房积地契, 连带着茶楼和酒楼的生意, 应该值七十万罐左右。 他把亲戚这两个字咬得极重, 似乎恨不得将其嚼碎了咽下去一般, 毫不掩饰自己对王氏的怨恨, 就叫纪言厅的心惊, 暗道, 谁又能想到, 当年封道无药可救的芷然, 竟是一个不输给王氏兄弟的女诸葛, 他对王氏知根知底, 的确更合适去做这笔生意, 正所谓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如今的芷然, 已经不是王氏心那种级别的小子所能对付, 只怕王氏出动前夫族中的老狐狸, 也不能从他手上逃了好去, 再加上他有孙德这个忠心不二的保镖, 去一趟太原实在是再轻松不过, 几言和翠娘也不太担心, 这就纷纷点头同意, 翠娘手上捧着一大本账递给几言, 道, 若是太原少卖那些产业, 就得从外账上来补齐, 相公一向好说话, 这里大概还有十几万贯的外账不曾收回, 几言接过账本, 微微点头, 道, 这些就由我亲自去讨, 便能省去不少麻烦, 好在今年年仅好, 大伙手里都有钱, 趁机把账收回来, 他们也不会太难过, 当即, 这三百万贯钱的出处就都找齐, 几言这就召集了孙德等人, 又跟房玄龄说明了缘由, 专门出动了千余名金无味, 护送长蛇一般牛车队伍, 拉着铜钱往太极宫中送去, 几言手底下虽然只有酒楼茶楼几家生意, 顶多再加上一家标局, 可人世间任何一桩生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 一旦生意的规模太大, 就不可避免会跟各行各业都有纠葛, 从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债务往来, 形成了翠娘手上拿着的账本, 再加上寄言的东西实在不便宜, 唐朝的铜钱又实在太重, 有钱人上酒楼吃一顿饭, 搞不好需要两个仆人负责背着钱, 久而久之, 记账也成了一种习惯, 又是一笔需要收回来的钱财, 翠娘虽然爱钱, 但一向不喜欢催账, 明明每年底就该结清的账款, 有时候, 她能宽限对方两三年, 这样一来保住了客源, 二来也藏下了一笔看不见的铜钱, 到如今拿出来一算, 竟然有几十万贯之多, 足够普通老百姓一辈子衣事无忧, 如今到了用钱的时候, 这账本就成了一座隐形的金山, 几言这就整顿了衣裳, 接过账本, 开始满城讨债, 一下子闹得城里鸡犬不宁, 只然这边也吩咐孙德领上几个兄弟, 去将镖局的外账尽数收回来, 虽然不多, 却也是一份帮助, 凑三百万贯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京城里动静大, 太极公也被惊动搅扰, 朝中文武大官有不少都欠着寄言的饭钱和茶钱, 这会儿他突然开始讨债, 百官也较苦不迭, 多亏得今年年仅好, 大家凑一凑还是能凑出来, 这一日朝会上, 百官又议论起此事, 有那些个不明就里的,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寄言贪财, 就叫朝会变成了一场对寄言的声讨大会, 直闹到正午时分才逐渐散去, 长朝之后, 李世民宣召内朝才听长孙无忌苦笑道, 新封后这一次收账, 闹得京中鸡犬不宁, 连朝堂也被波及, 实在是出乎我等预料, 说起来, 咱们是不是把他逼得太紧, 叫他陷入了两难, 房玄林文言也无奈, 道, 这又有什么法子, 我也还了他几贯钱力, 若不逼他把钱拿出来, 整个京城的运转都快出现问题, 这小子有天大的本事, 竟然将城中大半的钱都敛在了手里, 我大唐开元盛世, 竟然会因他而发生钱荒, 普通百姓还好, 伤股竟然没有足够的铜钱用, 却如何是好, 这话说出来, 众人都沉默点头, 好半天才听李世民愤愤道, 这一次借着征讨薛延陀的借口, 拼上了朕的老脸, 才把这几百万贯钱从他府中取出, 得了个喘息的机会, 叫工匠抓紧时间筑钱, 好弥补市面上的亏空, 不知这小子背后怎么说朕, 只怕快骂我穷兵赌武了, 见李世民心中不爽, 房玄林便连忙劝道, 从来前或向益, 自有一番道理, 照理说市面上的钱不够用, 铜钱的价值自然会上升, 却不料今年风调雨顺, 米价渐如百给, 流入京城之中, 才叫经济一代的铜钱突然不够用, 咱们迫不得已, 出此下策, 也是为着维持正常的贸易运转, 要是这会儿几言在场, 听见了这几句话, 只怕是要被气得吐血三声, 便是所谓国库亏空, 不过是要把钱从他手里拿出来的借口, 归根到底的原因, 竟然是京城里流通的铜钱不够用, 这种笑话一样的原因, 纪盐自然不会接受, 对于朝廷来说, 也是难以明说的奇耻大辱, 好端端一个朝廷, 竟然连铜钱都铸造不够, 闹出好大一场乌龙, 就要叫百姓们吃笑, 故因此, 李世民才不惜落下面子来, 找借口跟纪盐借铜钱用, 同时敦促各地工匠, 加紧铸造铜钱, 弥补市场上的亏空, 这件事情的本质, 其实是贞观年间的经济发展过快, 信息交流却过慢, 开国时铸造的那一批铜钱, 用到现在已经满足时常流通的需求, 而要是铜钱突然升值, 又会导致攒钱的老百姓吃亏, 再加上几言夫妇属属属的个性, 属积了太多的钱在库里, 才导致这一场闹剧, 叫朝廷有苦难言, 长孙无忌, 却跟别人的想法不同, 道, 其实几言那小子, 拿着的钱也实在太多, 单凭一人之力, 就能匹敌国库十分之一的岁入, 若不敲打敲打, 只怕他自己就要招货, 这次逼着他舍掉一部分产业, 也是避免出现富可敌国的巨股, 全天下的钱都在他手上, 朝廷的威信又从何而来, 众人又都点头, 才听李世民叹道, 是朕这个皇帝没当好, 才叫兴风后, 无端受这等委屈, 始终他忠心耿耿, 却不能保证后世而孙都忠于大唐, 稍微限制他些许, 也是有些好处, 好不容易在太原做起来的买卖, 这就要化作一场空, 房玄陵文言轻笑, 道, 诸多弊端之中, 太原那边却是唯一的好处, 陛下许还不晓得, 纪言那个小姨, 王芷林的姐姐王芷然, 乃是个女中诸葛, 不输给咱们的能人, 如今, 纪言要出手太原的产业, 王芷然却与太原王室有仇, 只怕会借此做法, 给王室一个窥吃, 说到王室, 李世明的目光就变得十分锐利, 道, 这些年, 朝廷与世家博弈, 打压了不少大家士族, 只是现在有阵在, 他们不敢自意妄为, 今后阵要是不在了, 以太子的脾性, 只怕压不住他们,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时刻需要敲打, 若此事能给王室添些麻烦, 也是好的, 玉池静德今天也在, 却听不懂这群老狐狸在说些什么, 只挠头道, 听你们说, 这借钱是坑记眼小子, 怎么我家, 不计的确快跟不上了, 朝廷要是有钱, 为何不善待前线军事, 众人都是发笑, 倒也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 这就有房玄龄解释道, 现在缺的是铜板, 朝廷的确没有钱, 等这三百万罐花出去, 军粮军饷也有了, 老百姓手里也有了, 便是一举两得, 唉, 我跟你说这些作甚, 你只记着, 今天的话, 别说给兴风后, 小的就是, 玉池静德坏笑着点头, 道, 说给他作甚, 又不是我的钱, 一时间, 哄堂大笑, 连李世民都笑出了泪花, 一群老狐狸阴谋算计, 受害者几言却毫不知情, 连日来都在京中奔波, 耗费口舌, 收回前几年的账款, 因着欠他钱的人, 大多都是积攒了几年, 面对起他来, 多少有些理亏, 再加上几言本人的身份和地位摆在这里, 即便有心爱账, 一般人也不敢跟他瞎闹, 故而这几天他虽然辛苦, 却没有遇上太大的麻烦, 顶多是被抱怨几句, 也不往心里去, 这天傍晚, 几言回到府中, 翠娘瞧他满脸憔悴, 连忙心疼迎上前来, 道, 相公不必这么着急, 这么多钱,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凑齐的, 若是累坏了身子, 反而要误了事, 几言点点头, 无奈道, 都是那天在朝上夸了海口, 真坐起来才知道, 事情并不简单, 我只瞧着那些人的脸色, 就晓得他们不太痛快, 只怕今后咱们的生意, 再不会像之前那般红火了, 原本最贪财的是翠娘, 这会儿翠娘却好言相劝, 道, 本来伙计们也忙不过来, 这几位都有事记账几年不给的, 不来就不来了, 好叫伙计们留出精力, 照顾那些真金白银的主顾才好, 两口子正说着话, 就听见蒲丛急匆匆赶来, 道, 侯爷, 侯爷不好了, 好几家买卖的掌柜, 都在咱们侯府外面候着, 说是侯爷要跟他们收债, 他们的买卖就干不下去了, 我怕他们闹事, 叫他们在前厅等着, 究竟如何处理, 还请侯爷试下, 来了, 几言暗叹这一声, 这就吩咐道, 好茶好饭招待, 让他们吃饱喝足了, 我再去瞧他们, 扑从领命而去, 翠娘便愤慨不已, 道, 竟然真有人敢找上门来, 想仗着人多吓唬老娘吗? 相公不必费心, 我去打发了他们, 越是给他们宽限, 他们就越是放肆了, 眼瞧着翠娘抱走, 几言便连忙安抚, 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便是平日里跟这些生意口往来, 翠娘一向十分宽厚, 许多账款都是拖了两三年的, 从不曾跟他们要过, 如今, 他们一大帮子人登门拜访, 反倒像是来讨债一般,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侯府欠了他们的钱, 就叫翠娘实在是憋屈不爽, 然而市井商人, 从来都是如此, 商人逐利, 如同文银逐血, 占便宜几乎是每个商人的本能, 包括几言也不例外, 钱进他们手里容易, 要想拿出来就很难, 也跟几言相同, 某种角度说, 这会外堂等着的, 就是几个跟几言相似, 又不相同的商人罢了, 几言对这样的知音, 倒是很能够理解, 才安抚翠娘不要烧安勿躁, 自己喝了盏茶, 就起身走向前堂, 几位身着绫罗绸缎, 手带黄金宝石的掌柜, 一见几言出来, 就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顾不得请安问候, 这就开始哭诉, 这个说自己最近周转困难, 那个说今年的生意没有利润, 有说孩子生病等着抓药的, 有说老母高龄需要奉养的, 最后那个实在没得说的, 竟然说自己的老婆跟人跑了, 种种花言巧语, 一切涕泪横流, 其实都是推诿, 都是借口, 几言微笑着听他们讲故事, 等众人都闭了口, 这才笑道, 我要是个瞎子, 瞧不见你们的打扮, 单听这些鬼话, 只怕还要掉下几滴眼泪, 掏钱周记你们, 你们来之前都不晓得换件粗不依偿, 非要在侯府中一边哭穷, 一边炫富吗? 众人都是一愣, 这才想到这个问题, 实在是他们一年到头, 穿戴都是这么整气滑贵, 早已经习以为常, 完全没有换衣服装穷的意识, 这才闹了这个笑话, 此时被几言戳穿, 便感觉十分尴尬, 然而做生意的, 没有傻子, 这就听绸缎庄周掌柜哀声叹气, 道, 哎, 侯爷哪里晓得, 咱们做生意的, 全靠这些金玉来称面子, 不是咱们爱穿, 而是不穿不行, 哪怕家里等你下锅, 只要生意还在, 就得撑住了体面, 外人瞧咱们光鲜, 侯爷怎么也糊涂, 不怕侯爷笑话, 我这一身穿了五年了, 一听他这么说, 众人就连声附和, 都说自己不是穿得好, 而是称门面, 更有巧舌如簧的, 竟然说自己是专门这么打扮的, 已经掏空了家底, 就怕来侯府穿得差了, 都不说别的, 今天既然来了, 就把衣服留下, 我瞧你们的行头, 足够还我的账了, 周掌柜, 你这两年从我茶楼拿走的茶叶, 也就几百贯钱, 还顶不上你手上这个大祖母绿班纸, 就拿这个底账, 你说可好, 周掌柜一愣, 下意识捂住了手, 他家绸缎装世代经营, 从隋文帝时代延续至今, 家底封后, 手上的一个班纸, 就值数千贯钱, 要是拿来抵债, 才是吃了大亏, 见周掌柜被几言对得说不出话来, 其余几人就再也不敢出头, 才听几言道, 几百贯钱, 老百姓没有, 你们却不缺, 你们抵着不还账, 不过是怕今后再不能赦钱, 要跟我借现钱列, 你们都是生意人, 一文钱隔夜就能变成两文, 欠我这几百贯钱, 两年不知翻了一倍, 我要你们还我本金, 你们都不愿吗? 这就戳中了众人的小心思, 的确他们欠几言的钱, 拿在自己手里, 会源源不断变多, 能多拖一天, 就多有一天的赚头, 才是像这样的大掌柜, 把握着钱, 生钱的生意金, 这是拿着寄言的钱, 赚他们自己的利润, 寄言见众人不说话, 又道, 我晓得, 你们也不是赖账的人, 只是现在, 我的确等着钱用, 在场你们几位, 加起来不过两万贯的账目, 我却已经在卖太原的产业, 生意上, 咱们互相扶持着, 今后你们依旧可以寄账赦, 只是现在, 你们得把账先结了, 不论多少, 主要为了一个规矩, 这一番话质地有声, 彻底堵死了众人的嘴, 寄言说得冠冕堂皇, 他们也不敢在侯府撒泊耍无赖, 这就一个个低眉顺眼, 承诺明天一早就派人送钱来, 灰溜溜出了侯府, 一句话不敢多说, 旁边下人看着, 简直目瞪口呆, 道, 侯爷三言两语, 就将他们打发了, 我还以为要打架脸, 寄言冷声一笑, 道, 跟魏先生学会的本事, 哪里是几个商贩所能对付, 记下他们的名单, 今后每逢三劫, 就跟他们结账, 我还惯着他们了, 自从上次被寄言锁在尿筒边上半个月, 王世宁就一直有些不正常, 倒不是说丧失了神志, 而是身上的那股子锐气和贵气, 已经被磨灭, 不再像正常的世家公子那样高高在上, 整个人变得跟顽固子弟一般, 这人一旦失去了底线, 做出来的事情, 就着实叫人不忍直视, 王世宁原本何等骄傲, 如今却跟贩夫走族们混在了一起, 成日里招猫地狗, 流连鱼柳像烟花, 既不知洁身自好, 也不顾家族生育, 这几年也闹出了大小不少事情, 全靠着他三弟王世兴帮着摆平, 不管是谁, 被关入暗无天日的大牢, 与几十名粗鲁蠢汉为伍, 所在尿筒边上, 没日没夜被使尿困扰, 都不可能再保持骄傲和尊严, 否则绝活不到出来的时候, 王世兴深谙此理, 就不怪二哥性情大变, 反而被家同情, 也被家照顾, 平常王世宁惹下什么祸, 王世兴都不会抱怨半句, 可今天这不祥的预感, 实在太强烈, 强烈的像是有几千把匕首顶在后心一样, 叫他如坐针毡, 心乱如麻, 本能觉得危险, 才急忙找二哥过来, 生怕他真闯下他添大祸, 将自己连同整个王世都葬送了, 没一会儿, 下人就带着王世宁来到书房, 只一打照面, 就叫王世兴皱了眉头, 就瞧见他二哥衣冠不整, 浑身酒肉污渍, 两眼昏暗无神, 不住手舞足蹈, 活脱脱一个酒疯子, 哪里像是贵公子, 就是家族中那些不着四六的顽固子弟, 也不像他这样放浪无际, 抄起桌上的茶碗, 当头焦透了二哥的脸面, 王世兴这才扣住他的肩膀, 怒道, 你这是什么样子, 当自己是混混吗? 说, 你又跟谁混在了一起, 我叫人切了他的舌头, 王世宁醉眼惺忪, 舌头打结, 道, 我, 我什么样子, 你又, 成, 成何体统, 掌幼尊呗, 你, 你都忘了, 我是, 呃, 我是你哥, 他兄弟两人原本长得一模一样, 这会儿却是表现出天壤之别, 王世兴也不知是愤怒还是无奈, 这就叫人将他二哥拖下去洗漱更衣, 又给他灌下去许多醒酒的药汤, 直灌的王世宁狂呕不已, 心肺都吐了出来, 这才稍稍清醒些, 整个人颓废坐在地上, 王世兴端来一杯热茶, 这才痛心疾首, 道, 二哥, 你这副模样, 要到什么时候, 不过是被兴风后摆了一道, 怎地就叫你变成了这般样子, 你我兄弟二人本是一体, 如今, 你这副样子, 又叫我如何自处, 王世宁呵呵两声, 毫不在意, 道, 我却觉得, 你那样令人厌烦, 只为这追名逐利, 都忘了自己是谁, 与其辛苦谨慎, 倒不如潇洒快活, 你活得小心翼翼, 又活出了什么话来, 嘿, 秦楼里的婊子, 个个都比你活得真理, 一听这话, 王世兴便怒火中烧, 冲入颅脑, 当即一脚将二哥踹倒在地, 如同野兽一般, 不住咆哮怒吼, 发泄充斥胸膛的无力感, 王世宁却毫不在意, 就像只死狗一样, 任凭他拳打脚踢, 只自顾缩紧了身子, 看样子竟是习惯了挨打, 保护自己很有一套, 两位公子争执互殴, 或者说三公子单方面凌虐二公子, 家仆们谁也不敢劝阻, 只盘算着去请家主过来, 就瞧见王康急匆匆跑来, 只稍微一愣, 就无视眼前的场景, 直接道, 禀三公子, 城门关来报, 半个时辰之前, 新封后的牛车进了太原, 新封后, 三个字如同一道魔咒, 将王世宁的动作凝固在当场, 连带着趴在地上的王世宁都浑身一震, 这就挣扎着坐起身来, 看向王康, 冷声道, 他来干什么? 太原可不是长安, 老子不怕他。 听着昔日温文尔雅的二公子, 如今口吐示警粗鄙之言, 王康也被觉惋惜, 只能回到, 回二哥的话, 这一个月来, 新封后都在拒敛钱财, 连着陈年旧账都舔着脸亲自去收, 似乎是手头发紧, 缺了钱用。 如今他来太原, 怕也是筹钱来的, 始终他在这边还有一大片产业。 王世宁微微点头, 忽然起身, 一脚踢在王康身上, 骂道, 你这个狗杂种, 贱臂生的烂货, 谁给你的胆子, 叫他三公子, 叫我二哥。 谁是你二哥? 你不过是条狗吧了, 也敢高攀? 算什么东西? 王康绝没有想到, 自己回禀有关戒严的事, 竟然因为称呼不对, 就莫名挨打。 一时间, 心中又是委屈, 又是愤怒, 尤其是听见王世宁辱骂自己的亲娘, 直叫他怒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几次想要还手反抗, 却又被李智约束了手脚, 只得稳稳站在原地, 不肯动弹分毫。 王世宁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急忙上前将二哥拖开, 吩咐人将他按住, 这才好生对王康道, 二哥他喝多了, 你莫要跟他一般见识。 你说新丰后缺钱, 究竟是什么缘故? 细细给我说来, 来人, 取好茶点心来, 给我包地压惊。 这两兄弟一直都是这样, 一个眼黑脸, 一个眼红脸, 只是今天王世宁是真发了酒疯, 王世新也无法遮掩, 眼瞧着王康面色发黑, 这才连忙说出蜜堂一般的话语, 却也于事无补, 才听王康道, 不麻烦了, 小人消受不起。 三公子问话, 小人知无不言。 说着话, 王康就将自己, 在京城听见的风声细细说了, 倒也没有什么隐瞒, 只是语气十分生硬, 也不肯分享自己的看法, 就像是一只传话的鹦鹉, 只将所见所闻说给王世新知道。 百闻不如一见, 道听途说缘不可取, 单凭王康描述的情况, 王世新根本无从判断发生了什么。 始终他本人不在京城, 并不曾亲历此事, 就比不上王康熟悉京城事物, 知晓许多密闻。 平常这种时候, 王康总会说些自己的看法和猜测, 即便不很准确, 也能帮着王世新判断。 今天他却异常沉默, 说完了见闻就起身告辞。 王世新有心请他留步, 却瞧见他身上那几个漆黑的脚印, 一时雨色, 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走出王世祖宅的大门, 王康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先前勉强压抑的愤怒, 这会儿才涌上心头, 叫他一时觉得悲凉, 体会到人情冷晚。 他虽然不是王世嫡系, 却也的确是嫡系的旁之, 他爹是当今家主的亲兄弟, 王世宁便算是他的堂兄, 再怎么说也是血脉相连, 却对他像是对蒲丛一般, 平日里看不起就罢了, 今天竟然因一个称呼而动了手, 兄弟之间的情谊就被那几脚踹得散了。 原本王世宁的状态, 大伙儿都能理解, 家族中也多有包容, 长辈们从来不多说什么。 然而, 王康对王世宁并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情谊, 还有一份救命的大恩在其中。 当日若非他说动了计言, 又千里迢迢将指然送去长安, 王世宁还不知要跟尿筒作伴到什么时候。 知恩不报已经是背信弃义的举动, 恩将仇报就更叫人心中发寒。 其实这么多年, 王康也都熬过来了, 无论是面对长辈的轻视, 还是面对嫡系公子的嘲讽, 他都能一忍再忍, 就是为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然而今天王世宁这一脚, 算是踢碎了他的幻想, 叫他看清了现实, 明确告诉他, 在嫡系子弟的眼中, 他们这些出身旁之的, 都只是狗一般的存在罢了。 一念至此, 王康只觉得万般凄凉, 好端端一个七尺男, 也忍不住在大街上落下泪来, 热泪踩出眼眶, 就被寒风吹了, 连带着他的一颗心, 也像石头一样冰凉。 回想起来, 王世宁对他的态度, 甚至还比不上作为敌人的计言。 好歹计言是真心欣赏, 他的谈吐学识, 也真心把他当成朋友, 窘迫时请他喝过好茶, 维持了他的自尊和面子。 人最怕跟人比, 这个念头一涌现出来, 就像是独草一般在王康的心底生根发芽, 才叫他纠结片刻, 这就狠狠一跺脚, 转身朝着城东茶楼的方向走去, 留下一个落寞失望的背影。 另一边, 几言和孙德跟着芷然走出小院, 正想着要如何安抚抱走的芷然, 就听见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 喊道, 几言大哥, 你们果然在这儿, 叫我好找。 几言心中一动, 这就抬头去看, 才瞧见一名高挑结实的少年站在路口, 脸上带着激动而热切的欢笑, 青涩的脸上已经蓄起胡须, 眉眼间有一股藏不住的阴气, 正是长大的马东梅, 才叫他一时激动, 快步上前, 一拳头打在马东梅肩上, 道, 好啊, 几年不见, 都长这么大了, 都莫不去京城瞧我。 马东墨自从到太原执掌茶叶生意以来, 就在这边落下了根, 将亲人全都寄来了太原, 便再不曾返回长安, 这原本不是他薄情寡义, 而是太原这边的生意, 时刻离不开他, 他跟随几言许久, 实在不愿意辜负季言的信任和期待, 才全心全意经营生意, 顾不得回长安访亲探友。 季言跟他是兄弟一般的感情, 心中自然也是十分挂面, 只是今中事物繁忙, 他也没空跑来千里之外的太原, 两人虽时常有书信往来, 却一直不曾见面, 这会儿才激动非常, 不住打量了马东梅, 又叹道, 我记得你还是个小孩, 你就长成个大小伙子了, 你瞧瞧我, 是不是快成糟老头子了? 马东梅笑得眼眶发热, 文言就连忙道, 季言大哥风神俊朗, 哪里像老头子, 只不过愈发稳重了。 哎呦, 姐, 你也来了。 翠娘文言走上前, 也是好一通寒暄, 才叫只然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扭头看向孙德。 孙德常年负责太原茶叶的供应, 跟马东梅混得很熟, 这就解释道, 娘子有所不知, 这位就是太原厅语阁的大掌柜, 侯爷的好兄弟, 姓马, 大好东梅。 当年就解救娘子, 他也出了不少历钱。 只然恩怨分明, 文廷恩人就在眼前, 前一刻还处于暴走状态, 这一刻就恢复了大户人家风范, 当即上前, 款款下败, 轻声道, 原来是马恩公, 恕我未曾当面答谢。 奴家王指然, 多谢恩公救命大恩。 当年王康送指然去长安的时候, 马东梅曾经见过他, 只是他当时神志不清, 并不记得。 这些年来, 他也从孙德口中听见了不少消息, 见他败谢, 就连忙摆手, 道, 不敢, 不敢。 不过是听从季炎大哥吩咐罢了, 别这么客浅, 我不习惯了。 大伙文言都笑, 气氛这就缓和, 才听季炎问道, 我先前进城之时, 听说城中做攘灾法事, 全城许入不许出, 究竟是什么缘故? 马东梅一听, 这就变了脸色, 左右看了季炎, 这才压低了声音道, 季炎大哥, 这事儿不能在大街上说, 咱们先回茶楼, 我再细细跟你说明。 季炎瞧他这样, 就知道内情并不简单, 也就微微点头, 吩咐孙德牵过牛车来, 服侍姐妹俩上车, 自己则是与马东梅不行, 一路上说着, 这些年发生的种种, 两个人都是感慨非常。 也没过多久, 季炎就来到了位于城东的太原厅宇格分店, 季炎瞧着气势恢弘的三层茶楼, 不由得点头感慨道, 不得了, 你这小子, 真有本事, 太原这家厅宇格, 比之京城也不逊分好。 咱们在京城那家, 可是得了陛下的大力相助, 才建起来咧。 马东梅摸着鼻子笑, 道, 这多亏了太原王室的鼎力相助, 将这茶楼拱手响让。 这里便是当年他们抢咱们的茶叶, 自己开起来的茶楼, 我不过是换了块牌子, 其他的道, 没有多少变化。 王室这手笔, 果真比陛下还大, 这般风光招摇, 难怪自取其货。 嘿, 花他们的钱带楼, 让给我来开店, 这才是为他人做价衣裳, 咱们捡了的大便宜。 说到这儿, 季炎突然转头朝后桥去, 才瞧见王康咬牙切齿, 满脸决绝地朝着茶楼走来。 他脸上的表情阴沉争宁, 就像是要吃人一样, 才叫季炎心中一惊, 连忙大步迎上前去。 道, 这时吹得哪阵风将贵客给吹来了? 我还说, 在京城瞧不见你, 原来你回太原来了。 王康原本是在怨恨的驱使下, 才来听宇阁找几言, 自己其实根本没打算做什么, 只是将这种行为当做一种叛逆和反抗而已。 然而几言一见了他就笑脸相迎, 热情问候, 道叫他心中一暖, 这才拱手道, 劳烦侯爷惦记着, 前几日应家中前辈之命会太原办些事情。 几言笑笑, 这就拉着他朝茶楼走去, 玩笑道, 你这样的大主顾, 我怎能不惦记着? 这不, 你就算回了太原, 也要来支持我的生意里。 几言交友广泛, 孙德和马东梅都不觉得奇怪, 只然则是微微一愣, 这就上前道, 这不是九哥吗?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这城里要是还有一个好人, 就非你莫属了。 还好是遇见你。 王康挠头笑笑, 道, 你这小妮子, 看来是真好了, 总算记得九哥。 当年九哥送你去长安, 一路上没少遭折, 半条命都送在你手里了。 怎么着, 这次回太原来, 打算待多久? 只有熟人之间, 才会这样说话。 几言这才晓得, 原来王康和梓然早已相熟, 这边笑道, 既然都认识, 就别客气了, 快些进去吧。 咱们一大伙人, 站在这闹市街上, 要叫人家议论的。 众人一起走进茶楼, 就见伙计们早已整齐站好, 迎接素未谋面的大掌柜几言。 几言见他们各个精神俊朗, 就暗暗夸马都没会挑人, 只可惜这茶楼很快就要转手, 这些伙计也与自己无关, 这边道, 不必客气, 都去做事吧。 王氏装修起来的茶楼, 足足有三层那么高, 除了二楼的雅间之外, 三楼还有专门供给大商人相聚的场所, 众人就来到三楼, 分兵主落座, 才听几言道, 先前正说到索成一事, 刚好王兄也来了, 你是消息灵通的, 我这就要向你请教一番了。 王康是专门负责打探消息的, 听几言问也就知道他的意思, 这就压低了声音, 道, 侯爷算是问对人了, 我这次回太原正是为了此事。 年初时, 太原有些不太平, 百姓间流传着闹狐仙的说法, 上个月有一位云游道士, 自称是从长安来的高人, 被刺史奉为座上贵宾, 所称攘灾一事, 就是他的主意。 听到一半, 几言就倾笑出声, 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这边道, 哪有什么狐仙鬼魅, 自然是有人装神弄鬼, 这种当都会上, 太原刺史的脑子只怕是被鱼踢了, 朝廷用这样的关, 也是糊涂。 哼, 那道人自视江湖骗子, 但我办完了手头的事, 拿他回京问罪。 然而他这样一说, 马东眉却连连白手, 吓得脸色苍白, 道, 几言大哥, 不可妄言, 城中真有狐仙脸, 因着诋毁狐仙, 已经死了好几户人, 咱们茶楼里有个火箭, 也是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原本要给你送信, 让你千万不要来, 奈何谁也出不了城, 这信也就没能送出去。 死人了, 几言眉头一皱, 就觉得事情不简单, 心道, 江湖骗子, 骗吃骗喝, 骗财骗色, 都不稀奇, 却为何要闹出人命, 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 啊, 狐仙什么的, 根本不科学, 既然死了人, 便是这骗子图谋甚大, 胆量超群了, 却不知他们图的是什么, 心里想着, 他这就转头看向芷然, 想要听听这位女诸葛的意见, 却见他也是满脸惊恐, 小声道, 太原一向有狐妖的传说, 看来这一次闹得的确厉害, 却不知那道人是否真有本事, 能不能将狐仙驱逐出城? 不行, 我得去请几张福祉回来, 保一保平安脸, 这几句话说的, 跟平常的婆娘别无二样, 毫无女中, 诸葛的智慧, 才叫几言微微一愣, 随即回过神来, 知道芷然再怎么聪明, 也还是封建世家出身, 对鬼神之类的事情, 颇有些迷信, 才没有丝毫怀疑, 一听见就信了, 迷信这种事情, 跟智慧没有太大的关系, 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不信, 只看个人的世界观, 几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芷然却是虔诚的狐仙信徒, 两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就大不一样, 不止芷然, 翠娘和马东梅, 都是一脸害怕模样, 一把搂住芷然, 笑道, 娘子别怕, 要是真有什么狐仙, 我倒想开开眼界, 却不知这狐仙是狐狸长了人脑袋, 还是人长了狐狸尾巴, 哎呦, 话没说话, 孙德就被芷然狠狠掐了一下, 听他骂道, 别胡说, 你不要命了, 神鬼无形, 那里是人力所能抗衡的, 哪怕你武功盖世, 得罪了狐仙, 也要倒霉, 既言听到无奈, 摇头不管他俩, 这就看向王康, 道, 那么翼王兄看来, 此事又是因何而起, 王康摇头笑笑, 我虽是太原出身, 从小也听着这些故事, 却从不幸世上有鬼神, 这背后自然是有人捣鬼, 长辈找我回来, 是要确定那道人是否真在长安待过, 只是他身居府衙之中, 我还没跟他见面, 说起来, 侯爷千里迢迢, 赶来太原, 难道是为了这件事? 这事几言之前根本不知道, 不过见了王康, 倒是给他提了醒, 这就到, 倒不是为了这事, 倒霉遇上罢了, 我来太原, 是打算将我在太原的这些产业, 尽快脱手处理了, 如今见了王兄, 就少不得请你帮忙, 替我打听打听, 谁愿意接受我这些产业? 王康文言一愣, 随即笑道, 侯爷这是明知故问, 整个太原城里, 除了王氏之外, 谁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吞下侯爷这许多产业? 侯爷跟我说起, 就是要让我回去问问长辈罢了, 可侯爷在太原的产业红火, 每年都能凭空变出不少钱来, 好端端一棵摇钱树, 侯爷又为何急着脱手? 几言带人坦诚, 一旦成了朋友, 就绝不会假意隐瞒, 这便道, 我现在急着用钱, 亲近府中所有也不够, 不得已转手太原的产业, 倒不是这生意有问题, 我与王氏有些闲选, 能请你从中帮忙就最好, 此事要是能成, 我分你三分抽头。 王康只听几言一说, 这就吓得愣在了原地, 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只瞪着眼看向几言。 一成是十分之一, 一分是百分之一, 三分抽头, 就是成交额的百分之三。 几言在太原的产业至少值几十万贯, 哪怕百分之三, 也是几千贯铜钱的抽头。 几千贯钱或许对几言来说不算什么, 可落在旁人手里, 就真是浩大一笔财富, 全用来过日子, 只怕一辈子也花不完, 要是做点生意, 随便就能成为地方上的大富商。 王康虽然是世家子弟, 却也没有几千贯的家产, 一听几言这么大方, 就叫他瞬间动了心。 按道, 若能帮兴丰厚做成这一笔生意, 我便有了离开太原自谋出路的本钱, 与其在家族里当条狗, 还不如堂堂正正做个人。 一念至此, 他便猛一点头, 道, 都说, 跟兴丰厚做生意, 绝对不会吃亏,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侯爷放心, 我一定全力促成此事, 帮侯爷把这些产业, 处理一个好价钱。 继颜点点头, 这就知道王康倒向了自己, 虽然他是王氏之人, 可王氏拥有的资产, 却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继颜这一笔生意, 王氏出的钱越多, 王康能分道的抽头就越多, 从人性上来看, 他自然要想方设法, 卖出个高价来。 只然虽然在担心狐仙作祟, 却也没有忘了这次来的目的, 听继颜和王康商量, 那些老家伙自然会赶来, 只是千万别让他们觉得, 咱们等着钱用, 免得他们趁火打劫。 王康也不是傻子, 能在京城混迹那么久, 自然懂得不少道理, 这就点头, 道, 妹子放心, 九哥自有分寸。 只是如今王氏衰落, 不像之前那么阔绰, 只怕长辈们手头拮据, 要想方设法压低着价钱。 要是五六年前, 这么赚钱的买卖, 家族一定会毫不犹豫买下, 只能说没遇上好时候。 简言笑笑, 这倒是不用担心, 他们亏计我这茶楼,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王氏自己做过茶楼生意, 自然晓得, 这其中的利润多寡, 如今有机会将其夺回, 只怕他们比咱们还急。 对了, 我还没有打听, 那王氏宁最近如何, 许久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一听简言提起王氏宁, 王康的脸上就是一黑, 沉默了一会儿, 才低声开口, 道, 二哥如今放浪的景, 成日里混在九四妓院之中, 似乎已经自暴自弃, 不过他始终是王氏嫡系, 先前也曾与侯爷作对, 如今侯爷来到太原, 不可不多加小心。 几言点点头, 道, 无妨, 手下败将, 还能掀起什么浪花来? 王氏宁刚过一舌, 看来只怕是已经废了, 倒是要小心王氏宁那只笑面虎, 只怕他一直盘算着, 找我报仇呢。 嘿, 要是能把他兄弟俩都给废了, 扶你, 做了王氏的家主, 才好呢。 哐当一声, 王康手中的茶碗就掉在地上, 愣在了当场。 几言见他这般, 才摇头道, 开玩笑的, 你怎么当真了? 真观盛世, 这世家家主, 哪里是好当的? 我可不想把好朋友推进火坑, 就让他们自己窝里斗去吧。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知道, 几言想做的事情, 一定有办法做成, 要是他铁了心, 要扶王康做王氏家主,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当下, 众人喝茶吃点心, 分享着彼此的经历和见闻, 有说有笑, 气氛倒也融洽, 只有马东梅情绪一直有些低落, 看得出来是在强颜欢笑。 茶泡了三道, 味道逐渐淡了, 王康起身告辞, 回家准备帮继言变卖产业仪式。 瞧他走了, 继言这才走到马东梅身边坐好, 拍着他的肩膀, 道, 我晓得一手经营起来的生意, 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般, 这茶楼倾注了你的心血, 我如今要将它卖了, 有些对不住你。 马东梅文言摇头, 道, 这是纪大哥的产业, 我不过是来看着罢了, 而且, 大哥既然要卖, 一定是有了难处, 我帮不上许多忙, 只觉得自己没用。 他这话说得真心实意, 几言听得出来, 这才长叹一声, 道, 难处自然是有的, 却因此连累了你。 太原这边, 也只有这座茶楼勉强算是我的, 其他一切种种都属于你本人, 我绝不会动, 你便不用担心。 待在秋收之后, 咱们再重开一家茶楼旧市, 一定比这座更大更好, 到时候你还是掌柜。 话虽这样说, 可几言自己心里清楚, 开启一家茶楼来, 不算难事, 难的是延续辛苦积攒的口碑, 听语格突然转手, 再开起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 马东没看似没有损失, 其实这几年的辛苦, 相当于付诸东流。 大家都晓得这个道理, 只是谁也没有戳穿, 却听只然笑道, 小弟也不用沮丧, 歇几个月而已, 也不是什么大事。 茶楼原本不要紧, 要紧的是, 听语格的招牌, 有着金字招牌一挂, 哪怕是荒郊野岭, 也不缺生意做。 我欠你一份情, 自要想法子, 帮你保住这牌子。 此言一出, 连几言都是眼睛一亮, 连忙道, 小姨说的可是真的, 真有这样的法子吗? 要是这样, 只要熬到秋收, 朝廷还我赢钱, 不出一个月光景, 我就能重新把茶楼开起来。 如此一来, 咱们这一次在太原, 就没有太大的损失。 只然神秘微笑, 点头道, 法子我早就想好了, 到时候你等着看就是, 不过, 妹夫可曾想过, 朝廷为了这几十万贯铜钱, 逼你卖掉太原的产业, 是否有敲打你的心思, 提醒你别把手伸的太原, 这才叫纪言浑身一个机灵。 娜娜道, 不会吧, 这太原的茶楼, 也是陛下帮助我开起来的。 不过当时陛下帮忙, 魏先生出主意, 本来不是要帮我做生意, 而是要让我跟王氏作对的, 或许, 只然摇摇头, 轻声道, 这事不能说破, 也不能往深处想。 你自己知道就是, 今后多加着小心。 从来功高震主, 其实钱太多也是一样。 你有敌国之父, 那皇帝又算什么? 都是你们两口子太过抠门, 不晓得花钱, 许是引起了某些人的忌惮, 你就要自己清楚。 既言浑身冷汗, 好半天才点了点头。 啊, 小姨说的有理, 是我之前考虑不周了。 翠娘自从上次逃离之后, 许多年不曾返回太原, 如今重回故土, 就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有心想要四处走走看看, 却又怕耽误了几言的正事。 几言对翠娘关怀备至, 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他所思所想, 再加上对城中闹狐仙的情况十分好奇, 这便在喝完茶以后, 主动道, 太原乃是千年古都, 有人那天就有太原, 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倒想四处看看, 长长见识。 孙德嘿嘿一笑, 道, 侯爷说的是, 我也想四处看看, 看狐仙是什么样子。 马东没这就起身, 道, 我在这边时间久, 也算是半个地主, 季大哥想要到处看看, 就由我领路吧。 几言摇摇头, 笑道,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如今这茶楼还是咱们的买卖, 你这个掌柜的不在柜上振着, 总叫人觉得不甚稳重。 况且王康这一去, 只怕马上就会有人来瞧地方, 若你不在, 伙计们可处理不了。 他这话明显是推托, 倒不是看不上马东没带路, 而是这小子跟指然一样, 饱受封建迷信荼毒, 如今城里风言风语极多, 只怕他会有不必要的顾忌, 还不如将他留下, 自己好放开手脚, 四处看看。 马东没最听几言的话, 文言就点了点头, 却听指然笑道, 妹夫真是体贴, 晓得指灵的心思, 我也许久不曾回来, 也想通往, 顺便还有些事情, 需要准备。 几言无奈, 只得带上指然一起, 四个人怎么来的怎么走, 一应是整整齐齐, 便由孙德领着, 在城中四处乱逛。 这一走, 几言就瞧出了心仙, 只见每家每户的大门上, 都贴着崭新的对联, 门楣上还悬着统一的符纸, 便知道, 是那云游道人的安排, 这就走进一户人家, 打算仔细看看。 天底下的符纸, 都是一个样子, 不懂祥的人, 看来就是一塌糊涂。 几言虽然学识渊博, 见识也广阔, 却不曾涉及玄学, 自然看不懂那符纸的作用。 不过他的文采还算出众, 能从龙飞奋舞的字迹中, 分辨出对联的意思, 一时低声读道, 秦琼护持门前进, 玉池宝的家宅宁。 有意思。 孙德大老粗一个, 文言就黑黑笑道, 玉池国公真是名满天下, 太原老百姓也晓得他的威名。 要是他老人家站在门口, 莫说狐狸, 就是九幽的恶鬼, 也不敢侵犯分豪恋。 说着话, 他就伸手去捏捏一张黄符, 也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觉得好玩, 却不料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根拐棍兜头打来, 才听一位老妇人骂道, 哪里来的爷小子, 撕我的神福作甚。 年轻轻不学好, 欺负我老太太, 耳朵龙吗? 孙德那么高的武功, 也被这老太太一拐棍打在箭头上, 实在是他出现得太突然, 吓得人有些发懵, 一时没反应过来。 指然见状, 连忙上前拉开孙德, 笑道, 姑奶别理他, 他就是毛手毛脚的。 老太太原本正在生气, 一见指然就突然一愣, 随即定定盯着他的脸,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指然一正, 才想起自己满身伤痕, 平时既然他们视而不见, 这老太太却没有见过, 只怕是被吓坏了, 这就连忙往后退, 却听老太太惊奇道, 这不是王家的丫头吗? 你不是疯了吗? 听对方认得自己, 指然也就释然了许多, 才礼貌回道, 多谢老人家惦记, 我已经好多了。 老太太连连点头, 小脚迈两步来到指然面前, 仔细端向许久, 这才感慨道, 哎哟, 你这丫头, 命真苦力, 如今算是好了, 总算是不疯了, 好的很, 好的很, 你不是去京城了吗? 怎么又回太原来了? 哎哟, 你家的宅子都被火烧了, 没地方住的话, 就来我这落脚吧。 老百姓消息灵通, 太原又民风淳朴, 老太太一见指然, 这就拉开了话匣子, 明明两个人素不相识, 却亲切的像是祖孙俩一样, 才叫指然哭笑不得, 维持着端庄大方的姿态, 才道, 多谢老人家美意, 我有了落脚的地方, 只是要向你请教, 不知这皇服和对联, 是从何处得来? 老太太十分热心, 文言就连声答道, 是了, 是了, 你刚回来, 还没有神服力, 我跟你说, 咱们城里闹了狐仙, 全靠着这神服保佑力, 我这儿可没有多余的, 你快去城南真武关求一张来, 挂在门上, 才能保平安力, 显然这老太太也是迷信狐仙, 又是古道热肠, 这就拄着拐棍, 迈着小脚, 要亲自领芷然去求神服, 只然哪里忍心劳动长者, 连忙道谢, 请老太太歇着, 这才道, 老人家好生在家待着, 我也是太原人, 哪能找不到真武关, 这大热的天, 可别累坏了身子, 打发了老太太, 只然这才转头看向己言, 道, 妹夫, 我知道你不信鬼神之说, 可咱太原的狐仙, 与寻常的鬼神不同, 自有其灵验之处, 不可不敬, 真武关也是个好去处, 咱们是不是去一趟, 没有这张黄符镇着, 我怕晚上都睡不着觉呢, 己言正要打听这件事, 文言就点头答应, 一行人跟着纸燃, 穿过大半个城, 来到城南真武关所在, 才瞧见此间人山人海, 香火鼎沸, 似乎是因着狐仙的关系, 整个太原的老百姓, 都来这里烧香祈福, 香烟缭绕盘旋, 几乎要将小小一个道观, 埋没在烟雾之中, 见此情景, 己言便是冷冷一笑, 道, 烟熏火燎, 活受罪, 香火如此鼎盛, 看来这些老道赚了不少, 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中, 他这一句话, 就被不少人听见, 才叫一众善男性女面露不满, 不住朝他翻白眼, 更有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带着威胁的意味狠狠瞪来, 却瞧见己言衣着不俗, 旁边的孙德更是满脸横肉, 掂量着惹不起, 这才没有过来打架, 人群中道有一位老者, 着实心平气和, 文言只缓不过来, 朝己言一拱手, 道, 年轻人口无遮拦, 神道岂是你红口白牙所能诋毁的, 你要是不信, 大可以离开, 何必光天白日, 毁人清白, 道掌门赐下神福, 分文不取, 乃是帮着老百姓报平安令, 己言士的文明人, 身安尊老爱幼的道理, 只看见老者行礼, 就连忙抱拳鞠躬, 连声道, 老丈教训的是, 小子出来乍道, 口无遮拦, 还请老者见谅, 话是这么说, 他心里却不全是这么想, 只按道, 奇了怪了, 这些老道的皇福不收钱, 难道还有别的来钱路子吗? 天底下好心人不少, 可靠好心骗人的, 似乎没有几个, 不过太原真是人文圣地, 一位老者都这般有理, 看来我说话得小心些, 别叫人瞧了笑话, 那老者心态平和, 听他认错, 也就点了点头, 道, 既然是出来乍道, 只怕还没有求得神福, 你快些去吧, 有些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年轻人大好性命, 何必葬送在亲床上, 企言又谢过, 那老者才转头离开, 便听只然笑道, 妹夫还敢乱说话吗, 这不就被人给教训了, 我听着老人家说得挺对,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咱们快去求皇福吧, 一听这话, 企言就连连摇头, 道, 小姨此言差矣, 不存在的东西, 你信不信, 它都不存在, 什么叫不可信其无, 罢了, 咱们进去吧, 我倒要瞧瞧这伙人, 究竟是搞得什么鬼, 只然也不跟他争, 嘻嘻哈哈, 就拉着翠娘往真武关走, 孙德无奈地瞧几言一言, 小声道, 侯爷放心, 我支持你, 道观一向都是清静所在, 从来也没有什么大的规矩, 普通人只要心存善意, 一般不会受到多少约束, 来去十分自由, 这真武关也是这样, 几言迈不上前, 就瞧见真武关侧门大开, 老百姓穿梭往来, 也不用跟谁打听, 只顺着人流, 一路朝里走去, 穿过了两个小院, 就来到正殿面前, 只见一尊杖许高的真武大帝助力殿中, 旁边有两名道人, 正在忙着画符, 还有几名年轻的道童, 忙着疏导人群, 扯着脖子喊道, 别挤, 别挤, 人人都有, 这种人挤人的热闹, 既言可不愿意去凑, 这便站朝一旁, 冷眼瞧着, 只叫孙德护住芷然和翠娘, 别叫他俩被狂热的信徒击倒, 先前那老者说皇服不要钱, 既言这会儿倒是真相信了, 就瞧着人群涌动, 排成长龙, 一个接一个从道人面前走过, 接过道人递来的皇服, 只需道谢即可, 并不用掏出钱来, 真武大帝面前倒是有投放功德不失的地方, 却也不是人人都给, 大多数人直接走过去, 道人也不多说什么, 这就叫既言心生好奇, 便不知这群骗子是如何敛财, 眼瞧着一个小道童在树荫下偷懒, 他这就缓不过去, 笑道, 这位小道长, 你瞧太阳大得很, 能否把这树荫分给我一些, 我也成得凉, 那道童不过十一二岁, 赤子心念, 听他这么说, 就连忙起身让朝一边, 做一道, 施主快请, 快请, 只当在家一样, 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碗水喝, 小孩还挺懂事, 几言心想着, 这就白手笑道, 不可, 不可, 多谢小道长, 你也过来坐, 别太拘束, 我还有点事, 想要请教小道长, 道童这就过来, 站在几言面前, 礼貌道, 施主不必客气, 请说救世, 不知施主是要问路, 还是要找人, 小子年轻, 道横有限, 急凶祸福, 就帮不上忙了, 几言愈发感慨, 这就到, 听说京城来了位云游天下的道长, 镇住了城中的邪碎, 要做一个月攘哉法事, 令我心生向往, 却不知这位道长身在何处, 小道长可曾知晓, 童一听, 这就冷了脸, 哼道, 什么道长, 骗子罢了, 我瞧你穿着打扮, 像是个读书人, 怎么也上这种道, 那人不知从哪来的, 一张嘴全是谎话, 说什么狐仙作祟, 弄得城里不得安宁, 城里的人以为道士都一样, 求上门来, 师父们没有办法, 只得每天画符送给百姓, 辛苦得紧, 全是他害的, 几言一愣, 就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情况, 原来真武官的道士, 并不认识那位云游的道人, 只是因着老百姓求道门上, 才不得不施舍黄福, 自然不指望着靠这个赚钱, 而且听着小道童的口气, 道士们反而不相信有什么狐仙, 给老百姓画符, 也只是心理安慰, 一念至此, 他对真武官的道士就有了好感, 才道, 原来如此, 辛苦几位师父, 不过那云游道人说有狐仙, 却将事情推到各位道长身上, 他自己干什么去了, 道童嗤之以鼻, 道, 他忙着八戒刺史去了, 哪里看得上小老百姓, 你站在府衙外面听听, 就晓得他去哪了, 这几天, 府衙都在做法事, 昼夜不犀利, 大家找不到他, 值得来找咱们, 可根本就没有什么狐仙, 咱们又有能什么办法, 这几天人来人往的, 单扫地都要多扫几回来, 始终小孩心性, 道童还是忍不住抱怨起来, 几言听得好笑, 正想宽慰他两句, 就听真武大帝面前一阵混乱, 人群都朝着那边围拢, 隐约听见孙德不住喊道, 干什么, 你们要仗着人多, 跟老子打架吗, 老子可不怕你们, 我就知道他迟早得闯祸, 几言无奈摇头, 这就矫尖一点, 鬼魅般穿过围的水泄不通的人群, 留下那道童原地目瞪口呆, 自言自语道, 难道真有狐仙, 几近人群, 就瞧见孙德被几个大小伙子按在地上, 紫然在一旁冷眼旁观, 翠娘下的浑身发抖,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得紧紧靠在紫然身后, 嘴里小声说着什么, 见几言挤进来, 紫然就怒道, 妹夫来得正好, 才好教训这胡说的东西, 省得他被大伙打死了, 眼瞧着群情激愤, 乱拳搞不好, 真会把孙德打死, 几言这才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一听之下, 也是哭笑不得, 原来孙德一向不信鬼神, 总念叨着要抓狐仙来看, 方才倒是给指然画符, 他竟然嘴欠到问人家狐仙长什么模样, 言语中很不恭敬, 颇有些调笑的意思, 当着真武大帝的面, 众人实在是忍无可忍, 这才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七手八脚就把他放倒, 好在他还有些理智, 不曾还手反击, 否则真打死一两个人, 这事就彻底无法收场, 孙德这人粗犷直爽, 并没有什么坏心眼, 只是有些欠, 手也欠, 嘴也欠, 招猫递狗的, 总是惹麻烦上身, 不过他虽然爱惹祸, 却很懂得分寸, 别看这会儿四五个小伙子按住他的手脚, 可他, 要是真使出力气来, 片刻就能挣脱, 不过是顾虑着这些小子没学过武功, 挣脱他们, 可能会造成伤害罢了, 这会儿, 要是孙德那群哥们在, 就绝不会把他按成一个大字, 趴在地上, 好歹要反捡了他的双手, 绞住他的双腿, 再找个两百斤网上的猛士, 朝他后心一坐, 才能稳稳镇压住他, 如此一来, 才叫他用不出力气, 到时候, 别说是孙德, 就是几言本人也很难挣脱, 瞧着孙德一副委屈模样, 几言也就朝周围一拱手, 道, 诸位, 我这兄弟说话不走脑子, 纯属笨嘴捉舌, 并无恶意, 便请诸位高抬跪手, 饶过他这一次, 好歹还有女眷看着, 他这样子实在不雅, 我代他向诸位赔罪, 请诸位宽恕则个, 大伙都是讲道理的人, 一看见几言如此诚恳赔礼, 也就纷纷活动了心思, 怒火顿时消去一半, 才是举拳难打笑脸人的道理, 就听按住孙德脑袋的那人叹了一声, 道, 弟兄们放了他吧, 真武大帝面前, 也不好闹得太乱, 他一发话, 众人对视极眼, 这才小心翼翼放开孙德, 瞧着他一挺腰杆就站起来, 口中愤愤道, 老子这两年修身养性, 不跟这些小兔崽子计较, 否则大发神威, 拆了你这, 话说一半, 就见几言一眼瞪来, 孙德才不情愿吞下后半句, 又转头, 乔只让满脸冰霜, 这才心中一颤, 晓得自己闯祸, 连忙凑过去陪笑道, 娘子, 不是为父学义不经, 实在是怕伤了他们脸, 只让无奈摇头, 骂道, 你这傻大哥, 就没生脑子, 给我丢人不算, 还连累妹夫替你求人, 你要再这样, 就自己回京城去吧, 我来是有正事要做, 受不住你这么搅和, 不管他小两口吵架, 几言这便走到两名道士面前, 只瞧他们依旧埋头画幅,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 就晓得人家氧气有了一定的功夫, 才拱手道, 打脚道长了, 我兄弟莽撞, 我带他赔礼, 想贡献些香火, 但不知请哪位道长引路, 年纪稍大些, 那个倒是头也不抬, 只伸手指一指真武大帝面前的箱子, 几言抱拳感谢, 这便摸出一大把筒子, 大概有几百文, 叮叮当当拳投入箱中, 这才听身后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道, 无量天尊, 施主不是来求福的, 还请随老道往后愿意续, 几言微微一笑, 按道, 小漏一手, 果然引出了高人, 可惜这几百文钱, 足够这道观吃上一个月了, 心中想着, 他这就转身, 才瞧见一名六十岁上下, 山羊胡锤到胸口的寿高道人, 朝自己作一, 便也还礼, 朝孙德招一招手, 一行人这就跟着老道离开, 留下满堂的老百姓, 交头接耳, 议论这位出手大方的公子, 究竟是何来路, 老道领着几人穿过冠雨, 来到后院火房之外, 这才站定, 缓缓转身, 又作一道, 不知新风后大驾光临, 平道有失远迎, 不知侯爷驾灵, 这就看向老道, 不知道他, 为何会识破自己的身份, 这便夹着小心, 怀里道, 道长神机妙算, 正是如此, 但不知道长, 如何识得计谋, 难道道长, 曾经去过长安? 老道请众人在树下落座, 这才甘笑了两声, 道, 平道不才, 颇受王室看重, 管着他们一族上下的生辰八字, 认识每一位公子小姐, 指然姑娘的事情, 平道早已听说, 既然他和指令在此, 身旁自然就是新风后陪伴了, 这就叫几颜刮目相看, 晓得这道人很不一般, 道理虽然简单, 可想得起来用的, 都是真正的聪明人, 或许也正是因为他这么睿智, 真武官才会如此受老百姓信任, 可见, 他的确有真才实料, 如此, 几颜才松了口气, 啊, 既然道长知道, 我的身份来意, 我便也不多隐瞒, 虽然在道观中, 我不好诋毁神鬼, 可这次所谓的狐仙, 似乎是有人捣鬼, 既某不知内情, 愿向道长请教, 老道淡淡笑着, 抬头看他一眼, 便又垂下眼帘, 道, 玄学之说, 在乎一心, 信之则有, 不信则无, 只不过老道今年六十六岁, 什么怪事都见过, 就是没有见过用刀剑杀人的狐仙, 也没有见过狐仁模样的道士, 道德真人吸出寒冠, 许是度化了一只狐仁道筒罢, 他这些话说得寒寒乎乎, 几颜却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一愣, 问道, 京城来那个道人, 乃是西域人士, 老道眯着眼, 老神在在, 道, 西域还得往西, 比高昌在往西, 比楼兰在往西, 比车师国在往西, 其人卷发高鼻, 目如琥珀, 绝不是我华夏之人, 便不知他从哪里学得了道统, 也不知哪来的慈悲心, 不惜斋叫嚷哉一个月, 驱逐本不存在的狐仙, 看样子, 老道已经见过那人了, 既言心如明镜, 就已经从老道的话里, 听出那人既不是道士, 城中也没有狐仙, 老道说得这么明白, 完全是在疯狂暗示自己, 只怕是从那人身上, 瞧出了什么阴谋, 只是陷于身份无法戳破, 始终狐仙的传说, 在太原流传许久, 真武官总不能自己砸了饭碗, 跳出来告诉大家, 狐仙不存在, 便叫他陷入两难, 这才主动向己言透露情况, 只是这老道城府极深, 口风极紧, 说了这些之后, 就在不肯说别的, 无论己言怎么问, 他都笑着摇摇头, 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不住念叨道道, 这位小哥当众诋毁了狐仙, 可要多加小心脸, 孙德大大咧咧, 毫不在意, 纪言却沉思片刻, 脑中灵光一闪, 认真对那老道抱拳道, 多谢道长指点, 一语敬, 纪言把腿就往外走, 老道士也不送, 眼睁睁瞧着他们一行人离开, 嘴角露出满意笑容。